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叠 第106集 路人甲表示 制作这把常见的核心材料 是他一年前在新世界偶然得到的一块宝石 宝石据说是某个痴迷建树的当地土著建士 死后灵魂所凝聚 路人甲本来是想给自己用来打造兵器的 但很遗憾 这个建士生前的等级很低 最多也就只能铸造成青铜级别的武器 可作为大三学生 路人甲显然已经看不上青铜级别的武器了 这块宝石也就一直搁置在那里 这次正好能够拿给萧林用 两个附带效果都很实用 这也是萧林最终选择接受这把圣魂剑的原因 在萧林的特别要求下 法杖被制成单手类型 法杖可以分为双手和单手 双手杖因为本身更巨大 所需要的材料更多 但相应的效果也会更好 不过 单手法杖的优势在于携带方便 战斗时也不会显得笨重而拖累步伐 集火法杖拥有F级的法术杀伤力 这个评价同样只能算是不高不低的中优 但法杖还有个附带效果灼烧 在使用该法杖施展火焰系法术时 对敌人造成的烧伤概率将会加倍 又是一个对萧林来说相当实用的效果 他刚刚学会的火焰弹 本来就是牺牲杀伤力 增加施法速度的改良型法术 火焰弹本身的威力 其实更多来源于烧伤 毕竟施法速度越快 烧伤概率也就越高 这点是要比火焰球更好 战熊皮甲 青铜级护甲 拥有F级别的魔法和物理双重防御能力 附带效果 战意昂然 身穿该皮甲进行战斗时 将逐渐积累战意 当身体达到极限疲惫时 释放储存的战意 将使佩戴者完全恢复体力 价值2000对换点 尽管本身的防御能力 很对不起青铜级别的评价 不过依然是非常不错的附带效果 制作材料同样来源于诺马世界的一种战熊生物 这几件装备中 萧林也算是看出路人甲的铸造风格 她所经手的武器装备 本身能力其实都很一般 但往往都带有很实用的效果 用路人甲的话来说 这叫做装备平衡 因为材料等诸多方面限制 想要附带更强大的效果 就只能将本身能力来降低 否则 武器本身会因为不平衡 而难以铸造成功 不管如何 萧林对这家伙的铸造水平还算是满意 还有一千兑换点 她选择购买了一部分治疗药水和魔法卷轴 不过这点兑换点 最多也只能购买两个卷轴和几瓶药水 魔法卷轴的昂贵性确实吓到了萧林 只是一个黑铁机发售卷轴 就高达400兑换点 这还是比较便宜的 质量稍微好一点的 则达到了六七百兑换点 而法术卷轴都是消耗品 使用一次便会报销 即使意识到这次月考的难度将会很大 萧林也不打算再继续浪费新世界币 去购买魔法卷轴 因为这显然不怎么划算 对于初级生命药水 萧林其实有点犹豫 不过想想 她寿命还有富足 就算真的死一次也没有关系 但她还是忍不住给顾小月打了个电话 提醒对方务必要购买生命药水 唠叨了半天 只得到了那个女人一声 哦 然后便被挂断电话 但萧林还是不怎么放心 在官方生命药水的售卖结束之后 她特地查询了一下顾小月的寿命资料 发现她的寿命依然显示为两年时 她已经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女人就真的如此自信地认为 自己肯定在每次考试中活下来吗 萧林甚至很是恼火地想着 既然连对方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她作为一个外人又何必如此关心呢 带着这股邪火 终于来到了第三次的月考当天 考试时间依然为周末的早上八点 出乎预料的是 这次月考居然没有提前发资料 而在之前两次考试的前一天 都会由辅导员给学生们发放考试的相关资料 比如说任务标准 地图信息等等 这是只有新生才有的福利 从大二开始 可就没有这种好处了 但这一次 居然连新生福利都没有 看来学院是打定主意 要让他们经历一场最为逼真的战争 甚至不惜损耗大量新生的寿命 这天 萧林特地起了个早 但大多数人都起得很早 主要还是睡不着 吃过早饭 在房间内简单收拾了一番 穿戴好装备 便匆匆赶到公共教室 到教室时 人差不多已经齐了 比起前两次考试 大家反而更加紧张 没有多少人在大声喧哗 哪怕是平时跳得很欢的王大林 也只是在和别人交头结耳讨论着什么 萧林的出现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当即有人开玩笑道 班长 这次可要靠你了 是啊 到时候我肯定会跟着你走的 萧林一愣 他都没有发现 平时相当低调的自己 居然还能有不少人的拥护 仔细看过去 几个人都是在第一次月考中 和他一起同路的人 那次考试 萧林可是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尽管最终只是完成基础任务 但那次考试 毫不夸张地说 他们是倚靠萧林才能够活下来的 本来萧林在去新华盛顿那一个月中 他们刚刚升起的好感也会很快消失 可偏偏第二次相当简单的月考中 七班的成绩却又极其差劲 所谓有对比才知道好坏 他们难免会想到萧林 相比起其他人 这部分人反倒更愿意相信萧林 而其他人大多数则是隋大溜 他们未必在乎谁是主导者 看见既然有人愿意跟随萧林 也纷纷表示同意 只有少数人在微微冷笑 没有出声反对 但也没赞同什么 这次考试直接关系到班长的人选 以七班的复杂情况来看 亏是班长职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萧林倒也不在乎 就和他第一次月考的原则一样 愿意听他的 他自然会很乐意带着大家 一起通过考试 不愿意听他的 完全可以自己走自己的 他也不会拦着 辅导员秦川姗姗来迟 萧林也忍不住感慨 感觉自己像是有好久 都没有见过这位辅导员了 不过 其实有这种感觉的 也只是他而已 在他不在曙光学院的这段时间内 七班的平时诸多事物 其实都是秦川在代劳 但也就是仅限于通知下学院的公告之类的 秦川可没有班长权限 不过看到这个中年男人的装扮时 萧林却是明显愣了一下 考试前是由辅导员来通知的 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恐怕也是秦川旅行辅导员职责的最后一天了 因为按照学院的规定 辅导员的职责仅仅是在新生期间进行日常的指导工作 所谓新生期 也就是大一年级刚入学的头三个月 而在三个月之后 当班长职位正式公布之后 接下来的班级事务就彻底归班长管理了 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今天有些诡异 秦川居然是全副武装踏进教室的 他一身看起来很精良的钢甲 身背两把宽的大刀 头戴银色头盔 沉重的盔甲在地板上踩出很响的脚步声 让走神的学员也豁然抬起头 用很惊讶的眼神看着秦川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辅导员 你这是 有人惊疑不定地问道 秦川扫了一眼在座的所有人 然后用很平淡的语气 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来 按学生会的通知 本次月考 辅导员将会和你们同行 短暂的寂静后 整个教室顿时炸开了锅 大家在思虑考试的同时 总算能够挤出一点空下来 为其他的事情而震惊了 辅导员参加新生考试 这其实并不算没有先例 最初曙光学院确实有这个制度 但仅仅实施了几年就被废止 因为学院认为 辅导员的能力相对于新生模拟考试场景来说 太过强大 但如果因此提升考试难度 那么新生的死亡率也同样会增加 最后 学院发现 让辅导员参与考试 纯粹多此一举 就索性废除了这种规定 这个规定已经是百年前的了 在历史课上 代教授有给大家提过 因此他们并不陌生 可问题是就在今天 曙光学院居然破例 再次恢复了辅导员参与考试的规定 而且还是在新生期的最后一次月考 萧林微微叹了口气 望着坐在旁边的顾晓月 苦笑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辅导员是至少已经经过一年学习的学长担任的 实力再差 也要比我们强太多 哪怕是天赋学员 现在都未必能和他们相比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这场考试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居然让辅导员也参与进来 学员这是在担心新生们的死亡率太高了吗 顾晓月满脸淡定 甚至头都没有抬 轻轻甩了一句 无论难度如何 我都会赢的 你还真是自信 所以到现在都不肯兑换生命水吗 萧林叹了口气 这件事始终是她的心结 可到了此刻 却是没有办法再劝说了 只能期待考试真的会顺利进行吧 接着便是考试资料的下发 没错 学院其实还是准备了资料 但只在考试前才发给大家 这个用意很明显 这次可不打算让他们有足够准备时间了 身负重甲的辅导员秦川 挨个将只有两三页纸的资料 发到每个人的桌上 整个过程 他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很显然 作为临时才接到通知的人 秦川同样对这个决定很不爽 不过很快 大家便明白秦川的不爽 还来自于另外一个方面 发完资料后 秦川给自己留下了一份 然后沉生说道 距离考试还有十几分钟 我先说明一下 本次考试是班级作战 因为模拟场景 是曙光学院当年与兽人族的战争 因此 在进入模拟空间之后 将直接以军队模式进行管理 都给我记住 一旦考试开始 你们的身份就不再只是普通学员 而是士兵 先前论坛的爆料 还是被证实了 这次考试 果然将会直接进行 某次战役的模拟 但也有人举手 带着好奇 甚至有点跃跃欲试的语气 问道 既然是军事化管理 我们都是士兵 那么谁是军官呢 其他人稍微愣了一下 也立刻反应过来 既然是军队的话 那么总要有军团和士兵的区别 再联想到 学院将会在这场考试之后 进行班长职位的正式选拔 如果说选拔班长的标准 除了要看个人实力以外 临场的指挥能力 看来也会作为评价标准 如此想着 大家的目光 也就在萧林和秦春两人之间来回移动 假如辅导员不参战的话 那么无庸置疑 指挥者肯定是萧林 但现在 这话可就不好说了 辅导员是已经上过一年的学长 实力高于大家是无庸置疑的 但很快 秦春就推翻了大家的设想 也让大家明白 为何自进教室之后 他的脸色就很不好看 资料上都有说明 都先好好看完再提问 秦春不耐烦地甩了一句 顿了片刻 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太好 尤其是他很快将作为队友 而同时进行考试 于是他稍稍放缓了态度 瘟声地补充道 学生会有明确的规定 考试开始后 由代班长作为指挥官 而辅导员则作为副官 萧林连忙埋头匆匆浏览了一下资料 在第一张纸最上面 果然有学生会的备注说明 因为考虑到本次考试特殊性 同时也考虑到作为战争模拟 班长必须要有实质性的指挥权 因此进入模拟场景之后 代班长将自动获得指挥官身份 相当于少尉军衔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殖民学院在新世界所实行的军队制度 并非是按照诺马世界那种小队 中队到大队的简单管理机构 作为被地球现代文化熏陶的殖民者 在军衔和军队制度上 他们同样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来改变诺马世界的军队 包括在其殖民地范围内的本地土著军队 秦川作为副手 却是位居萧林之下 众人大感意外 但仔细想想也是理所当然 在结束辅导员的工作后 秦川终究也只是个普通学员 和大家的区别 也只不过是多学了一年而已 而在曙光学院 从来都不是暗资论背 可不是待得越久就越厉害的 大家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稍微表示了一下关注 距离考试开始只有十分钟了 很快又将注意力放在资料上 毕竟 指挥官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们去做 但难免有部分人会心生出一点小心思 如果说这场考试 同样会考察指挥能力 那他们究竟能够做些什么 来表现自己呢 资料第二页便是正题 也就是本次考试的具体介绍 名为抢滩登陆模拟战 考试背景介绍不长 但内容很丰富 战役背景发生在新纪元101年 也是曙光学院和兽人战争第二年 这场战争 他们在历史课上也学到过 当年曙光学院和人渝族的战争 持续了很长时间 主要原因便是兽族在背后 不断给人渝族输送物资 给予支持 最后 曙光学院忍无可忍 主动对兽族发动了战争 以当时的战前双方实力 和各方面综合对比来看 曙光学院无疑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尤其是当时的复活法则出来不久 复活塔已经陆续在各个殖民地兴建而起 更是将优势发挥到最大 然而战争开始后 曙光学院却意外地陷入了战争泥潭 本来按照曙光学院最初的计划 是要在一年内快速结束掉战争 但是作战之艰苦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一年之后他们不仅没有如期结束掉战争 反而是兽族越打越凶 兽族狼迹大军更是长驱直入 直奔主城曙光城而去 就如同新华盛顿对美国裁军者学院的意义一样 曙光城就相当于他们在新世界的首都 是他们在诺马世界建立的第一座城市 如今却要面临即将被围攻的局面 如果说在此之前 曙光学院依然还不够重视这场战争的话 在兽族马上濒临城下时 终于惊动了所有人 为了替曙光城解围 学院派遣了一支小分队 乘坐战船由海路绕开兽族狼迹大军 奔袭兽族军队在半途中设定的一处物资中转站 据侦查 该中转站是兽族后勤线上最大的不计所在地 只要占领这里 不仅会让前线的狼骑兵 很快陷入无量可吃的尴尬境地 而且还会如同一颗钉子一般 彻底截断受足的后续援军 以上便是本次考试强滩登陆作战的 全部背景介绍 他们在模拟场景中所扮演的 肯定便是当年那支偷袭的小分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07集 果然和逃亡或者侦查的任务完全不同 而且从资料上来看 这次作战计划 无疑在当年拥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大家在紧张之余 也难免会有点兴奋 即便知道这一切都只是通过特殊手段模拟出来的 他们也会因为参与到这样史诗一般的历史战役中 而感到兴奋 只有萧林反复逐词逐句看着资料 脸上却露出一抹很奇怪的表情 这份背景介绍确实很详细 但唯独缺少了一样信息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资料上并没有提及 当年曙光学院所实行的那次抢滩登陆作战 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任务目标 一 成功抢滩登陆 攻占兽卒中转战后 每人将获得奖励兑换点500点 10个学分 该任务奖励针对全班全体成员 无论是否死亡 只要任务目标达成 皆可获得 二 攻占中转战之后 将面临受卒大军的反扑 在此期间 请尽可能固守中转战 自占领中转战开始计算 每占领一天时间 每人将获得20个兑换点 坚守每超过一个月时间 则再奖励20个学分 该任务奖励 仅针对存活者 当学员死亡 或者中转战被受阻攻下后 结算即终止 三 作战最终目标 坚守中转战 等待曙光城主力援军到达 待援军到达之后 本次任务即将全部终止 任务完成后 所有存活学员 获得兑换点2000点奖励 40个学分 并且可在官方商城中 任意选择一件青铜级别装备 依然是总共分为了三项任务 但这次没有再分成什么 可选任务或者必选任务 这基本上 就是按照整个战役的流程 顺其自然地进行下去的 除非中途死亡 否则就只能坚持到最后 没有任何选择 看完任务目标 刚刚安建下来的教室 在此切切私语起来 任务内容姑且不提 但这份奖励 却着实丰厚的有点过头了呀 以前两次月考 包括入学测试的情况来看 学院在考试奖励上 可谓是相当保守的 每场考试 就算完成全部目标 获得的兑换点 大概也就勉强能够买一瓶 出击生命水 稍微没完成一项任务 就基本不可能够 但这次 学院居然变得如此大方 第一项任务 居然是无论死活 都可以获得奖励 而且还是高达500的 丰厚兑换点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人 都基本能拿到这个奖励 毕竟按惯例来说 第一项任务 往往是最简单的 能够完成的机会也最大 至于第二项奖励 更是离谱 直接按照时间来计算 就算知道这次考试很难 也难免有一些人 忍不住歪歪起来 如果真的能够坚持数月 那等考试出来之后 简直就是负的流油啊 至于第三项任务 兑换点奖励数 同样史无前例的丰厚 不过 毕竟比不上第二项任务 可关键是 他们居然拥有 自由选择青铜级装备的权利 这可就极为难得了 话说 学院是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了 觉得我们兑换点少到 连生命水都买不起 所以 这次才难得大放了一下 有人开玩笑的 我倒是觉得 学院认为我们肯定都会死在考试中 就算放出高额的奖励 也无所谓 反正死人是拿不到 后面两项奖励的 也有人对此很悲观 不过 这次考试注定要彻底打破 所有新生考试的惯例 就在大家还为如此丰厚的奖励 是否能够拿到手而讨论时 萧林已经把目光放在资料的最后一张纸上 本次作战任务 并没有像上次那样 提供诸如地图之类的资料 这最后的资料纸上 只是一段很简短的说明 但看完之后 萧林的眼睛立刻就睁大了 不可思议地疑了一声 然后轻轻念出声来 考虑到本次任务为规模性作战 虽然学院在模拟场景中 各方面综合实力进行了调整 但班级人数依然难以匹配 因此 学院做出决定 本次考试为整个新生年级的集体作战 这次考试 竟然直接把12个班级 同时投放到一处战场 不过萧林仔细想想 也觉得理所当然 他们这些新生班级 平均每个班也就五六十人 先前小打小闹的逃亡 或者侦查任务 这个人数还算正常 可放在一场战役中的话 可就显得很寒碜了 尤其是任务中也明确说明过 在攻占中转战之后 他们必将面临受卒军队的反扑 区区几十号人 还真的不够打的 更别提坚守数个月了 但如果是整个新生年级呢 加起来有将近八百人 虽说放在战争中 依然还是太少 可战争背景资料中 同时也有说明 当年那场战争中 曙光学院因为面临 受足大兵压境的局面 也只不过是派遣了一支分队 这倒也算是高度还原了历史场景 萧林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微微叹了口气 却是不知道这个决定 是否会对整个任务有利 照理来说 在任务难度不变的前提下 他们人数越多自然就越好 但他们 只是一个班级内部 都不能算是完全相处愉快 更别提12个班级加起来了 到时候 大家内部该不会因为争执 而相互打起来吧 接踵而来的问题 反而因此变得更多 其他人 同样为学院这个决定 而惊得有些发傻 一时间还没有想清楚 是不是该高兴时 辅导员秦川已经通知大家 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八点钟刚到 从教室天花板中 降下几十道乳白色的光柱 将每个人都笼罩在内 每个人的身体渐渐变淡 直至彻底消失在光芒中 学院显然没有打算 给他们过多的思考时间 或者是故意让他们 在模拟考试中 去解决这些问题 重新睁开眼睛时 萧林已经躺在了一艘巨大的 木质战船上 然后 她便看到十几米的巨浪 正好迎面扑来 甚至来不及去思考其他问题 她下意识地死死抓住了 身边的固定物 然后心惊胆战地感觉着 此刻所在的这艘战舰 在巨浪中被抛上抛下 海水肆意地冲刷着甲板 甚至倒灌进船舱中 所有人甚至还没有从学院的环境中 转变过来 便已经被冲得浑身湿透 带海浪稍稍平息了点后 萧林才有功夫打量四周的环境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大约有十几艘战船组成的舰队 正在颠簸中破浪而行 她不是第一次坐船 可像这种木质帆船 而且还是如此凶险的海面中行驶的船 还是第一次坐 萧林好不容易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狂躁的海风顿时再次卷起巨浪 席卷而来 于是她很悲催地再次滑倒 不得不死死抱住了身边的桅杆 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他们这群初来乍到的菜鸟 终究还是出了事 不多时 萧林便是听到船头位置 有人焦急的大喊声 不好了 有人掉到海里了 停船 赶快停船呀 咆哮的海浪声中 船头传来的呼救声 很快便被淹没在风浪中 而且 甲板上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 和奔走操控船帆的船员 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 根本无暇顾及 谁掉落在海中 就这么耽误的片刻间 破浪而行的战船 已经开出不小的一段距离 萧林回头看了一眼 波涛汹涌的大海 哪里还有半点人影 她张了张嘴 最终只能叹了口气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无论是谁掉进海中 都只能算是她自己倒霉 她已经彻底从这场月考中 被淘汰出局了 战船不可能停下来去救人 而且 就算停船 如此大的风浪中 也救不了任何人 甚至反而会把他们这些 还存活的人都给搭进去 当他们睁开眼睛那刻起 他们就算是彻底 带入到这场模拟的战争环境中 真实而残酷 如今萧林 也只能祈祷那位 素不相识的倒霉蛋 还有足够的寿命去扣 风浪直到下午时 才渐渐平息 阴云密布的天空 也开始放晴 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众人 总算常常松了口气 筋疲力尽之后 也顾不上散发着海水味道的甲板上 潮湿和杂乱 一群男男女女 手脚大开 毫无形象地躺在甲板上大口喘气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萧林同样很疲惫 但作为代班长 同样也是本次行动的班级指挥者 她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刚刚剧烈的颠簸 让她的头现在很晕 好在海面此刻还算平静 她清了清嗓子 大声说道 七班的同学 都先起来报个数吧 我们先清点一下人数 萧林稍微看了一下 尽管许多人 自己根本叫不上姓名 但基本每个人的面孔 都有些熟悉 说明在这艘船上 都是同班的成员 她需要先确定一下 在之前的风浪中 究竟有几个人掉落海中 短暂的沉默 躺在甲板上的众人 互相看了几眼 都有些犹豫 至于某些人 比如王大林这种 更是索性闭上了眼睛 当作没有听到萧林的话 尽管本次作战是团队形式 而萧林更是直接被学院 指定为暂时的指挥者 这是既定事实 没法改变 可少数人 依然想用这种 阳奉阴违的方式来抵制 班长职位只有一个 如果在最后的评价总结中 学院认定萧林并不合格 岂不就是可以从其他人中 再选出一位班长 一 不远处传来一声响亮的暴树声 萧林寻声望过去 眼睛顿时一亮 首先暴树的是周锋 这个光着脑袋的男人满身横肉 此刻他已经脱掉潮湿的衣服 露出满是伤痕的身体 后背上还有个纹身 看起来很是凶悍的样子 萧林对这个光头男还是比较熟悉的 第一次月考中 在和沙默列西战斗时 他偶然救了这家伙一命 因此在那场考试中 周锋对自己还算是相当听话的 当然 大概也是为了偿还救命之恩 二 清脆如银铃般的嗓音紧随而至 第二个报数的是顾小月 三 四 随着周锋和顾小月的带头 很快就稀稀拉拉地响起更多的声音 尤其是当萧林很满意地看着周锋和顾小月说道 说起来我先前看过资料 班长作为本次任务的指挥官 有权临时任命下级军官 这样吧 本来班长转正后 是有权限选择人担任小组长的 那么 我先在这里做一个临时的任命 周锋和顾小月 直到你们在本场月考中死亡之前 就先担任本班的代小组长吧 代小组长 有人嘀咕了一句 萧林耳间听到之后 立刻跟着补充了一句 不出意外的话 本次考试结束之后 就可以将这个袋子给取消掉 所有人的眼神立刻变得火热起来 学院的管理机构就形同真实的社会领导阶层 这点他们已经从三个月的生活中感受到了 不少人的心思也因此活络起来 这部分人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的实力是绝对当不了班长 年级长甚至是部长之类的职位 但小组长可就不同了 作为最底层的官 这个职位只需要班长同意就能直接任命的 通常来说 班长会根据什么来任命组长呢 个人实力 还是听话的人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 接下来报数的声音都显得精神了很多 最后 只剩下几个别人还躺在那里装死 可整个家版也就那么点大 还没报数的人 立刻就被有心人给找出来 然后被无数双目光众目睽睽之下围观 王大林脸色铁青 他大概也没想到 萧林会用大小组长的任命权 很轻易地让大家顺利听从他的命令 这样一来 不出预料的话 萧林在这次月考中的指挥权 将会变得实至名归 可不会像第一场月考时那样 出现大多数人都不听话的情况了 即使再怎么不情愿 最后几个人 还是硬着头皮开始报数 他们可不想在考试前 就将自己排除在班级之外 毕竟 这次可是班级作战 总共57个人 也就是说 刚才有三个人调进海中 身份很快也查明 两女一男 平时和他们关系还算亲近的几个人 都有些悲伤 不过 在问清楚那三个人都还有富足的寿命后 萧林也就松了口气 还有辅导员呢 有人提醒道 萧林是才想起来 不过 甲板上并没有看到秦川的身影 刚要寻找时 就看到秦川从船舱中大步走出来 身后跟着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男人 两人边走边谈 到萧林跟前时 他才介绍道 他是这艘船的船长 萧林愣了一下 这两人相谈甚欢的样子 暗叹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显然 秦川博得这位船长的好感了 秦川是本次行动的副官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安排 学院此举 无疑是想让经验更丰富的辅导员 作为班长们的助手 但辅导员真的会心甘情愿 畏惧比自己低一年级的新生之下吗 再仔细观察这位船长 大概是常年在海上 被海风吹得皮肤有黑 刀削般线条分明的脸上 宝金风霜 不过 萧林的眼光 很快就落在他的肩膀上 那明晃晃的两杠一星 他已经知道 殖民学院在新世界所实行的 都是现代化军职 那么 这个人就是少校军衔了 少校船长 萧林想了一会儿 叫出了这个别扭的称呼 不过这位船长 看起来挺好说话的 点头笑道 我兄宋 称我为宋船长就行了 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 无尽之海最凶险的海域 接下来的航行会很平静 让你们的人抓紧时间进行休息 明天凌晨开始登陆 想不到时间会这么快 萧林稍稍有些意外 但没有表现出来 点头说好之后 又询问道 关于本次登陆作战 不知道宋船长有什么计划吗 到我房间来详谈吧 那等我先安排一下其他队员们吧 待船长离开之后 萧林开始通知其他人 既然登陆时间定在次日凌晨 时间就相当紧迫了 尤其是大家现在已经筋疲力尽 躺在甲板上风吹日晒的 可是没有办法尽快恢复体力的 之后萧林通过船上的水兵 又找到了大副 给班级成员准备晚饭 又安排了临时的房间 这些船员们 估计也属于NPC之类的人物 而且还是属于友好的NPC 既然设定本次登陆作战 是为了曙光成解围 这些水兵还是知道 他们此行的重要性的 一切进展都还算顺利 和大家一起吃饱喝足后 萧林让其他人抓紧时间进行休息 然后主动询问秦川 辅导员 我们一块儿去船长室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 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叠 第108集 他不确定秦川的实力如何 但作为已经在曙光学院待了一年的老生 总要比其他新生强很多 因此 萧林适时地放低了点姿态 作为指挥官 他也并不打算拿这个身份去给秦川施压 毕竟 接下来的战斗是需要秦川的 尽管在刚入学那段时间 因为秦川对自己的不看好 两人相处的其实并不是很愉快 秦川抹了抹嘴角上的油渍 船上的伙食并不是很好 他显然吃得很不满意 沉默了一会儿 等食堂其他人陆续都走光之后 他才斟酌地开口道 学生会通知了我们辅导员 本次考试的奖励 对我们同样有效 而我还差50个学分 就能够升入到二了 作为辅导员 本身是有学分加成的 所以事实上 我现在只需要再拿30个学分 就足够了 萧林愣了一下 然后听明白了 主动伸出手来笑道 放心吧 这场考试 肯定会拿到超过30个学分的 本来萧林还有点担心 如果秦川和自己有意见分歧 甚至是故意为难自己的话 要如何去应对 现在他可以彻底放心了 秦川这番话 显然是在向自己示好 表示他对指挥权或者班长之类的东西 毫无兴趣 他只需要足够升入到二的学分就行了 30个学分的难度并不算大 第一项任务就有10个学分 第二项任务中 只需要保证坚守中转站超过一个月 这30个学分便能稳稳到手 初步达成一致之后 接下来两个人能够暂时毫无芥底 而且聊得相当愉快 我刚才数了一下 这支舰队有15艘战船 我们总共12个班级 每个班级一艘船的话 剩下的三艘船是干什么的 萧林下午时就开始留意舰队的规模 补给船和物资船吧 毕竟我们可是要在那里坚守很久的 秦川稍稍迟疑了一下 压低嗓音说道 萧林 我不知道你对这次考试信心有多大 而我对这段历史资料也所知甚少 但有一点我却是很清楚的 在真正的历史上 本次登陆作战可是失败的 萧林顿时睁大了眼睛 考试资料上没有写明胜负时 他其实就对此有所猜测 但经过秦川证事后 还是让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想了想 他嘱咐道 这件事先别和其他人说 放心吧 这个我有分寸 不过 你说的失败是指哪个环节 究竟是登陆失败 还是说抢下中转战 却又很快被寿人给夺了回去 萧林决定问清楚 正好决定他们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秦川有点迟疑 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点皮毛而已 但这场战役最终结果当年是大败 似乎参加行动的人 基本绝大多数阵亡 生还率还不到1% 学院高层领导 大概也觉得这次战役是个耻辱 战争结束后 就刻意淡化了这段历史 因此到现在知道其中详情的人并不多 就算有所心理准备 听到这个答案之后 萧林也忍不住微微变色 这已经不是难度高低的问题了 她也不认为这批新生的资质和实力 会比当年执行任务那些队员们会更好 这场考试岂不是必死的任务 秦川觉得话题有点沉重 尤其是现在任务还都没开始 便连忙说道 总之我们先去船长室商量一下计划吧 萧林若有所思 难怪秦川会很迫切地主动示好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秦川很清楚 只靠自己是绝对搞不定这次月考 另一方面 大概也不想背负指挥失误 导致失败这个责任吧 如果到时候结果真的还是全灭 失去了十年寿命的众人 不敢对学生会发怒 那股怨气 终究是要发泄在他这个代班长身上的 船长适中 宋船长正对着在桌上摊开的地图思索 见两人进来之后 他直接开门见山 指了指地图上已经标记的红叉 说道 按照舰队计划 我们的登陆点在这一带 物资中转站就在这边的小山上 我们对手情况呢 萧林问道 少量兽族步兵 狼骑兵可能会有 但肯定不会多 毕竟他们主力都在攻暑光城路上 这个中转站是位于愚人的领土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将是我们本次登陆的主要对手 宋船长将大概情况详细说了出来 这些也都是先前早就侦查好的 听到这个情况 萧林和秦川却是莫名松了口气 尽管他们都没有真正接触过愚人这个种族 但作为和曙光学院交战很多年的老对手 历史书上的介绍是非常多的 简单点来形容这个种族的话 那就是弱 很弱 非常弱 如果他们的对手只是愚人族的话 那至少登陆时的阻力会大大被降低 这算是今天萧林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之后 关于敌人的兵力和部署情况 三个人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交流 不过基本上 也只是宋船长在给萧林和秦川 讲述相关的情报 因为先前对这个中转站的情报侦查 在陆路都被兽人族狼骑兵完全封锁的前提下 侦查都是由舰队完成的 在登陆作战时 舰队是否会提供必要的帮助呢 萧林忽然问道 我们会提供远程攻击辅助 不过我们不能停留太久 等你们攻下中转站之后 我们就得马上离开才行 为什么 萧林连忙追问 因为他知道 就算攻占下中转站 在那之后却是要面临兽族的反扑 那个凶悍的种族 可是要比人鱼族强太多了 缺少了舰队的帮忙 势必会更加困难 宋船长苦笑道 虽然我们的战船看起来确实很强大 但很遗憾 在这片无尽之海上 我们曙光学院并不是主宰者 兽族虽然没有海军 但他们和那家族交好 如果那家族恰好在附近的海域 我的舰队就得全部折损在这里 这个损失我可承担不起 整个学院也承担不起 萧林明白了 也就是说 等他们登陆成功之后 接下来就得完全依靠他们自己才行 背靠大海 三面还敌 那是真正的孤立无援的 我们需要坚守多久 曙光城才能派遣援军 宋船长解释道 你们的目的就是逼得 兽族狼记大军不得不回原 根据情报 他们随身携带的粮食很少 加上还得供给狼记 那东西虽然比普通骑兵凶猛 可食量很大 而且每顿必须吃肉 才能保证充分的体力冲锋 而现在是入冬 途中根本没有多少猎物供他们食用 他们的狼记主力 最多只能维持两到三个月时间 只要在这个时间点内 物资中转战还在我们手中 那他们就必须要退兵了 到时候 曙光城的部队趁势出击 不仅能够替你们解围 还可以前后加击 重创受足狼记大军 这便是宋船长 哦不 应该说是整个曙光学院的作战计划了 在战争劣势的情况下 这是能够翻盘的最好机会 然而 秦川已经透露过 在历史上 这次作战行动 是以失败告终 萧林琢磨了一下 失败不太可能发生在登陆时 在战船支持下 又是和人鱼族交手 成功性还是很高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那么 失败就只可能发生在 之后的受阻反扑上了 这么想着 宋船长的话 也就没有给萧林 带来太多的好心情 不管如何 作为完全模拟 当年真实战役场景的考试 这个作战计划 萧林没办法去更改 只能尽可能去完成计划 船长室出来后 他又和秦川聊了一会儿 但对于明天的登陆作战 依然毫无头绪 就算是秦川 在这方面也毫无经验 作为本次小队的指挥官 萧林就相当于军官 他还是得到了一点特别的待遇 其他人都不得不八个人 拥挤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 两个人一张床进行休息 而且房间内非常潮湿 被褥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霉味 也不知道多久没有晒过了 对于住惯了学院那五星酒店级别的 学生宿舍的众人而言 这地方简直就是难以入睡 加上得知凌晨就要进行登陆作战后 紧张和期待并存的心情下 大家索性披上衣服 三三两两地挤在通道里闲聊起来 萧林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大副专门为他准备了单人间 监管条件还是一般 但至少房间内还是比较干净的 不过 等大副离开后 萧林便是在甲板上找到了 望着海面呆呆出神的顾小月 然后将单间让给了这个女人 就算顾小月表现得再如何倔强固执 爱干净这种女人天性 肯定还是有的 听完萧林的话之后 她显得非常意外 张了张嘴 下意识就要拒绝 但早就有经验的萧林 哪里会给她拒绝的机会 说完后 直接就转身很潇洒地扬长而去 留下顾小月 目瞪口呆 许久后才对着空气 尖色地呢喃了一句 谢谢 没听到顾小月道谢的萧林 而是来到了普通学员住的船舱处 然后简单地 将从船长那打听来的消息 稍微挑选了一点好听的 给其他人转述了一下 比如说 他们的对手 只不过是孱弱的人鱼族 兽族狼骑兵 基本不会出现 再比如说 他们最多只需要坚持一个多月 兽族就可能退兵 到时候 任务便能轻松地完成 秦川随后也过来了 不过 看到萧林在和其他人聊天后 便又悄悄退了出去 他本来也是想做这个工作的 作为参加过多次月考的他很清楚 这种时候 不管考试难度高低 心态和士气还是很重要的 否则 明早的登陆战 很可能就会直接崩盘 尽管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 他就没担任过任何的班干部 更别说指挥别人了 不过 多年的游戏生涯中 萧林都是工会团长 这种指挥工作 不说驾轻就熟 好在也不算太陌生 目前 萧林已经任命了两个临时的小组长 周锋和顾晓月 对于这两个人 其他人倒是没有多少意义 顾晓月的实力不用多说 在法术方面 没人敢和他比较 而周锋实力姑且不提 但这个人的狠劲 在前两次月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给其他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暂时不打算再继续任命第三个小组长 这次过来 也顺便把每个组的成员都分配了一下 登陆之后 估计是没有多少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 为此 萧林特地从大副那里要来了纸笔 先将每个人都登记一下 然后将大家的技能等级 学习方向都记录下来 比如说是法术方向的 近战项或者远程弓弩 虽然这些 他在平时都可以用班长权限查阅到 但除了少数人之外 他可记不住每个人的信息 分组绝对不是随便按照人头 或者学号简单分一下就好 作为曾经在游戏中经常带队打boss的团长 萧林很清楚职责分工的重要性 七班中选修远程课程和选修进战课程的人数比例 并不平衡 还活着的57个人中 近战40人 远程只有16人 其中16个人当中 选修法术课程的只有6个人 至于还有个人没计算 那是萧林自己 他是魔武双修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萧林按照每个组远程6人 近战20人的原则进行分配 并且 他反复嘱咐其他人 都得听从两个小组长的命令 这样 到时候有什么突发情况 他只需要将话层层转达就行了 当然 萧林也不得不考虑到 及个别人到时候可能会不服从命令的情况 对于王大林 没有在那场风暴中 失足落入水中 他是感到很遗憾的 不过这家伙 最近倒是有所收敛 至少明面上 没有再公然质疑自己 萧林也不好拿他们几个人怎么办 毕竟名义上 他们都是七班的成员 但如果他们到时候故意捣乱 他也不介意放生 这个夜晚注定不眠 不管是颠簸的战船 还是潮湿的房间 临睡前 萧林又找宋船长打听了一下 在确保途中不可能出事之后 才放心 回去后 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才入睡 萧林其实自己也是有些紧张的 只是他觉得 作为班长 自己不能将这种情绪表露出来 时间终于到了凌晨 海面上依然一片昏暗 阴云密布 海面上的天气变化无常 但宋船长却因此表示了很大的惊喜 他告诉萧林 这种天气下 那家族是绝对不会出来的 这样 他有很大把握 能保证在登陆过程中 不会受到外部干扰 将每个人叫醒 众人的精神状态还是令人堪忧 不少人哈欠连连 顶着发黑的眼圈 显然是没有睡好 萧林顺带也观察了一下 每个人的装备情况 倒是让他稍稍安心了一点 在意识到这场考试的难度之后 每个人都没有再吝啬自己的兑换点 有一点是一点 都兑换了各种道具或者装备 不过看起来 装备品质都不会多高 相比之下 萧林青铜级别的战熊皮甲 显得相当显眼 而圣魂剑的剑柄上 镶嵌的钻石 更是让不少人羡慕的 眼珠子都凳直了 他们未必知道 如何分辨装备的好坏 但已经明白 能够在装备上镶嵌 额外的附魔道具 绝对都是效果更好的 但价格也会昂贵不少 萧林这身行头 引来很多围观的视线 然后他发现 大家脸上不安的表情 因此稍微减轻了一点 作为指挥者 他的实力 无疑更能激发出 其他人的信心 这是萧林自己 也没有想到的效果 这个天气下 牧师条件也同样变得很差 不远处 已经能够隐约地看到 蜿蜒的海岸线 但海滩上的情况 就算萧林眯起眼睛 也没办法看清楚半点 有望远镜吗 看着走过来的船长 萧林顺口问道 望远镜 宋船长显得很吃惊 意识到自己 可能问错什么的萧林 赶忙反思 又没觉得哪里不对劲 好在宋船长也不计较 摇摇头 然后从怀中 摸索出一个卷轴丢过去 说道 在这里我们都用这个 远世加上鹰眼复合型卷轴 在诺马世界 这个要更好用 撕开魔法卷轴 卷轴上储存的法术发动 萧林觉得自己的双眼 一阵温热 然后瞬间变得明亮起来 她的眼睛就仿佛装了望远镜一般 甚至岸边的沙石 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在海岸线上 稀稀说说几个愚人 再来回走动巡逻 不过 他们可没有这种卷轴 加上战船还有一段距离 他们并没有发现逼近的舰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09集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他们的防御太简单了 不 应该说根本就没有防御啊 哼 这些低级生物 未免太小瞧我们了吧 宋船长也有点意外 欣喜的同时 也不免觉得 愚人族太没有把曙光学院当回事 宋船长决定 就在这里开始停船 再往前就会搁浅 之后 一艘艘登陆船被放下来 供萧林他们登陆 其他战船也都开始陆续准备登陆 说是登陆船 其实就是最普通的山板 然后 在船头立了一块类似盾牌的东西 上面还雕刻着魔法符纹 这是为了抵御远程攻击手段的 而且主要是法术类 这个符纹 便是减轻火焰细胞炸伤害的 这山板 中了几件倒没关系 可如果中了几发火焰球之类的法术 基本就得立刻沉船了 每条山板能坐八个人左右 从战船上陆续放出了总共八条登陆船 而且这还是需要手动划奖的 自然引来不少人的吐槽 大概觉得这种落后的方式太难符合这种魔法世界了 都闭嘴 别再说话了 上岸之后 按照昨天的分组 迅速找到自己的带组长 然后分成两队 周峰 你带人先清理登陆点附近的渔人 为其他船的人做掩护 顾小月 你组织一点远程的人 对山头中转站进行攻击压制 中转站在山上 如果敌人从山上进行攻击该怎么办 有人担心地问道 这种登陆作战 怕的就是被人从制高点进行远程压制攻击 不用太担心 战船会在这里对舰塔等设施进行压制 说到这里 萧林顿了一下 他稍微回头打量了一下近在咫尺的战船 这艘木质帆船放到地球上 已经是古董级的东西了 不过 考虑到这个历史时期也正常 战船上 他并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火炮之类的东西 他有听宋俊朗说过 诺马世界的火炎配方研究 是很久后才有突破的 所以 他根本不对此有任何期待 就算这么安慰其他人 他心头也难免打鼓 难道宋船长 就打算让水兵在甲板上放箭 或者法术来进行支援吗 现在考虑这些也已经晚了 随着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拿起木桨 开始拼命滑动起来 顷刻间 登陆船如同林贤的箭冲了出去 眨眼间已将战船 远远甩在身后 这个时候 目瞪口呆的大家终于明白了 这艘登陆船可不是普通的山板 这种速度 绝对不是普通的人力划船能办到的 肖林猜测着 大概船体内 用了某种特殊加速功能的魔法或者装置 不过 这样一来就更好办了 此刻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 就算阴云密布 岸边的视线也在逐渐好转 随着距离不断拉近 岸边的渔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尽管在戴教授的课堂上 通过魔法影像 已经多次见识过这个种族 但当他们真实呈现在眼前时 每个人都发出了一阵惊叹的声音 好丑啊 作为两栖类人形生物 鱼人族的外貌简单点来说就是鱼头人身 他们拥有泛黄的浑浊眼球 覆盖黏液和海藻的皮肤 巨大的嘴巴中长满苍黄而锐利的牙齿 嘴角处滴滴答答的流着不知名的液体 他们拥有短小而惊悍的四肢 因为身披还算有一定防御能力的鱼鳞 他们平时几乎不穿任何的护甲 但手中的武器看起来却比较精良 鱼人族本身是非常弱小的 最初的鱼人族甚至都没有办法独自打造武器 只有削尖的短棍或者兽骨 稍微好点的武器 也是他们从海底的沉船中搜寻到秀极斑斑的铁器 但自从兽族为他们提供大批物资之后 鱼人族的战斗力也渐渐提升上来 十二个班级 总共八九十条登陆船 趁着黎明前夕 悄然无声地迅速靠近海滩 萧林本来忐忑半途中会遭到对方的远程攻击压制 但一路上都显得异常平静 平静到连他都忍不住泛起狐疑 根据情报来看 这里是兽族大军最大的后勤补给站 从这里运出去的物资 几乎占他们全部补给的三分之二 如此重要的地方 看守竟然如此疏松吗 不过他的困惑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在即将上岸时 从海滩附近的山头上 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声音 无法分辨究竟是什么语言 也许是兽人语 又也许是愚人语 总之随着这声大喊之后 海滩上此起彼伏的叫声响成一片 船长给萧林附加的卷轴效果还在 透过超视距的视线 他发现海滩上居然一瞬间 涌上来更多的愚人 天知道这些丑陋的家伙们 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但毋庸置疑 他们已经被发现了 嗖嗖嗖 天空中一阵急促的破空之声呼啸而来 泛着荧光的箭雨已经纷纷落下 当即海面上便有好多声惨叫响起 接连的扑通声中 也不知道多少人被射落水中 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待在登陆船里只会成为活靶子 尤其通过被加持的视线 他辨认出箭雨的方向主要来自于山上 居高临下的射击 非把他们射成刺猬不可 萧林伸手简单测算了一下水深 这里距离海滩还有几十米 他当机立断高喊道 这里水已经不深了 都下水 先冲到岸边 说完 他自己首先跃入水中 水只没过他的膝盖部分 水温很凉 现在本来就是入秋的天气 但现在也不是顾虑这个的时候 萧林没有买盾牌之类的装备 他也不确定 身上的战熊皮甲 能否抵御这些箭尸的攻击 萧林使足力气 拼命朝前奔跑 手中的圣魂剑 不断在天空中挥舞着 以他的基础格挡等级 时不时还是可以挡下 射下来的利剑 跳船后 大家都分散开来 而且 这样手中的武器 也能够施展开来 大大降低了被命中的概率 其他班级看到七班的选择之后 也仅仅迟疑了片刻 就立刻明白了这样做的好处 纷纷效仿起来 登陆战终于开始了 几百个人迎着箭尾 开始强行冲锋登陆 而这个时候 还在附近的战船 也终于开始攻击 萧林注意海滩的同时 也不时回头看了一眼 战船的动向 然后 他便看到 一道道燃烧的火光 呼啸着划破天空 落在了山上 发出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众人一阵叫好 萧林却看得清晰 这些火光 当然不会是导弹之类的东西 而是大型箭尸 应该是类似于 弩床之类的东西发射的 在附带上 诺马世界的魔法效果 这大概也是 战船的主要攻击手段了 这种攻击方式 威力很大 但看起来 发射间隔时间也相当长 因为萧林注意到 在第一次发射之后 他所乘坐的战船 很久都在沉寂之中 不过 他们这次有12艘战船 逐批发射 不多时 便已让山上 陷入一片熊熊火海 远程攻击被压制之后 萧林他们的冲锋 更加顺利了 几分钟后 他们便与海滩上的渔人 短兵相接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实战了 但依然难免 还是有人露出了 胆怯的表情 尤其是 这些渔人表现得极为凶悍 唧里呱啦地 说着一通渔人语 挥舞着武器 主动朝他们冲了过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渔人的武器 以盾器为主 比如 满是倒钩铁车的铁棍 或者重锤等等 他们的身体很灵活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 在此之前几堂课中 戴教授都给他们 灌输了不少相关的认知 不过 渔人的力量并不大 冲在最前面的萧林 首先迎来第一个对手 这是一个体型只有自己一半高的渔人 怪叫着自己完全听不懂的话 但听的却如同念咒一般让人神烦 萧林不敢大意 他立刻将幻影步发挥到最极限 以最复杂的步伐组合 完全避开了迎头而来的这一棒 全力挥出的渔人立刻重心不稳 整个身体朝前倒下 萧林的圣魂剑迅速就从他的背部狠狠刺了下去 因为担心灵甲的防御效果 他这一剑的力气同样不小 可圣魂剑的锋力也比想象中要更好 这剑就如同刺破一张纸一般的轻松 这个愚人也不笨 在倒地的瞬间 下意识做了一点规避 这一剑却是没刺中心脏部位 而是稍稍偏了点距离 混着红红绿绿的粘稠脏气 从伤口喷洒而出 但愚人却并未就此丧失战斗力 只见他突然伸出爪子 死死握住穿胸而过的剑锋 身体背部突然朝萧林怀中猛地冲了过来 愚人体表的愚林上可满是尖锐的钩刺 愚人的智商其实并不高 但并不代表愚人就没有智商 显然这个对手很懂得 如何利用身体的优势去战斗 仓促之下 萧林立刻中招 但棕色的战熊皮甲 不愧为青铜级别的装备 倒垢的伤害 只是让萧林感到轻微的刺痛 但他又惊又怒 果断松开了握住剑柄的手 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奇迹状态 将其他属性全部转化到力量属性值上 紧接着横起一脚 将愚人给狠狠地踢飞 如同炮弹一般飞出了几十米 又在沙滩上砸出了一个很大的坑 哪怕是激战正憨 其他人也用震惊的眼神朝萧林身上撇了几眼 萧林现在总属性值是50多 按照奇迹技能的转化法则 将其他属性的一半转化为力量 他的瞬间爆发力就达到了30力量左右的程度 萧林呼出一口气 将属性平衡之后 大步朝那具鱼人尸体走去 他的圣魂剑可还在那家伙体内呢 途中也有三四个鱼人一拥而上 试图对手无寸铁的萧林发动攻击 碰碰碰 萧林反手从腰间取出修长的急火法杖 接连数颗火炎弹击射而出 火炎弹的发射间隔极为短暂 对元素的重新排列组合所需要的要求也是最低的 近在咫尺的距离 加上萧林再次把属性点往智力方面转化 瞬间提升的精神力 让他哪怕闭着眼睛都不可能射偏 连续六颗火炎弹精确命中 鱼林的防御能力也凸显出来 火炎弹的威力终究是太低了点 哪怕连续承受了两颗火炎弹的直接爆炸 鱼人也没有当场毙命 可他们同样没办法地继续追击萧林 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附上了一层熊熊火炎 经过急火法杖提升后的燃烧效果 毫无意外地被触发了 火炎弹的直接杀伤力并不高 但随后造成的持续燃烧 却能够让人痛不欲生 哦不 是让鱼痛不欲生 鱼人的痛觉感官与地球人并无区别 而且因为两栖生物的关系 他们对火焰是很讨厌的 萧林趁势奔出去 将圣魂剑重新抽出来 左侃右批 在圣魂剑的被动效果加成下 他的基础剑法达到了LAV9 也就是MAX 这种感觉很奇妙 握住剑柄的刹那间 萧林就感觉仿佛被什么东西附身一般 当然他的自我意识是完全独立的 但那种奇妙的感觉 却让他每次挥剑都多了一种名物 无论是挥剑的角度还是力量 都要更大一些 萧林其实一直都很好奇 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到达了什么地步 就算在模拟战中打败了成明 他也依然有所怀疑的 他不确定 自己的实力是否真的能够应付真正的战争 所以从登陆那刻开始 他就毫无保留 这三个月来他所掌握的全部技能和战斗方式 都使用出来 包括奇迹 幻影布等等 然后 所达到的效果 便是所有四周的人都瞠目结舌 萧林手中的剑 就如同死神镰刀一般 轻松收割着无数愚人的生命 他们身上的鱼鳞 根本挡不住萧林的力量 基础剑术达到MAX之后 持剑者便可以初步拥有了攻击弱点的能力 就算碰到稍微棘手一点的家伙 萧林更是直接当着面使用出了重击斩 鱼人的智商终究不高 他们并不知道要躲避 或者打断这个需要一定时间蓄力的技能 而是依然怪叫着冲了过来 然后 萧林手起剑落 在奇迹转化力量的情况下 使用重击斩 他竟是直接一剑 把一个愚人给劈成了两半 而幻影布 同样被萧林发挥得淋漓尽致 幻影布 在发挥到极致时 连带身体都会产生幻影 当然 这种幻影和法术系的幻影是不同的 幻影并不具备攻击性 最多只是扰乱敌人的视觉 但对付笨拙的鱼人 这已经足够了 鱼人的身手还算敏捷 如果不是幻影布的话 很多时候 是很难完全躲避掉他们的攻击 尤其是那些满是倒钩的铁棒 只要被碰到 在狠狠滚动几下 那就是身上一块肉 被硬生生扯下来 幻影布 让萧林从上岸到现在 除了最开始没注意 被那个鱼人给撞了一下 之后 他便再没有给其他鱼人 尽身的机会 至于火炎弹 萧林甚至都没有使用的必要 但他还是会趁着空隙 取出急火法杖 对着那些正在和其他人 缠斗的鱼人 给来上几发的 而且 效果相当不错 大概率造成的燃烧概率 让本来陷入苦战的其他人 立刻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 激战时 其他人也无暇说话 但都会递来一个感激的眼神 几次下来 萧林索性 左手拿杖 右手持剑 战熊皮甲上 已经沾了一层花花绿绿的血肉 俨然一副杀神降临的模样 在学院时 萧林特别为自己定做的 都是单手武器 便是为了这个时刻准备的 事实上 选修剑术的人 大多数都是以重剑 或者大剑为主 单手剑的分量轻 杀伤力终究是不足 在他的支援下 七班其他人的战斗 也渐渐变得轻松起来 鱼人终究还是属于智慧生物 既然是智慧生物 那便会有畏惧和害怕的情绪存在 他们对萧林确实怕了 以至于后面涌上来的鱼人 开始逐渐朝其他班级的方向 转移过去 等七班的人 都完全上岸之后 萧林这边也得到了短暂的结束 奇迹技能已经结束 因为连续多次使用属性转换 让他的脑袋有些悬晕 这番短暂的激战后 天空已经彻底大亮 就算没有了卷轴的效果 萧林也能够看清海滩上的情势 鱼人的数量比情报中显示更多 粗略估计至少好几千 放眼望去 有种漫山遍野的济世感 很是骇人 可事实上 他们分成好几波 对每个班级的登陆点 都分别进行冲击 这样分摊下来 每个班级所要面临的敌人数量 也没有想象中恐怖了 萧林的强势让七班这边的战斗已经迅速结束 还剩下一点零星的愚人也仓皇逃窜 在接受班级成员们半是敬仰 半是羡慕的目光注视同时 他也稍微把注意力转到其他登陆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10集 陆续好几个班级 都已经解决掉了接近的愚人 愚人的战斗力 确实远远比他们预估的还要更低 其他几个班长实力也是不差 解决起来速度其实漫不到哪里 而且 这些家伙的士气也很差 当第一波冲击失败之后 后面半途中的愚人 已经掉头开始逃跑 不过 很快萧林皱起了眉头 他发现 几个班级已经开始朝山头冲过去 但海滩上的愚人依然没有完全被解决 每个班的实力还是有点差距的 这点只靠班长个人实力终究无法弥补 有几个班级还是有点麻烦的样子 那些家伙太兴计了吧 这次任务可不会因为哪个班先攻下中转战 就会有特别的奖励 萧林喃喃自语的口吻已是有些不满 她本来的打算是先支援其他班级 彻底肃清海滩上的敌人 然后大家整备一下 再开始攻山 反正山头上的远程攻击 已经被几方的战船压制的 连半根箭尸都放不出来了 萧林本来对此其实就有所担心 但想不到 刚上岸 甚至连海滩上的敌人还没有肃清 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 这次月考是12个班级同时进行 可这样势必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各班的配合将很难协调 因为都是代班长 不存在职位高低 谁命令谁都不太好 有这个想法的不止她一个人 很快 她就看到成明 小跑着追上了最前面那些人 两边似乎在交涉 显然 成明也看出这样做得不妥 这个协调的工作倒是很适合成明去做 成明的人员在大一年级还算挺不错 萧林呼出口气 不再去管前面的事情 回头说道 顾小月 周峰 你们先清点一下各自小组的伤亡情况吧 萧林和秦川在旁边负责警戒 防止还有其他余人冲过来 她特地打量了一下身旁的辅导员 秦川一身的重甲 同样满是血迹 但都不是她自己的 显然 刚才的激战 她也是没有受伤 而且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 萧林暗叹 不愧是老生 战斗力确实要比大多数人高了一个档次 清点情况很快反馈过来 萧林看的却是直皱眉 死亡只有四人 但受伤的有二十八人 基本达到半数了 其中七八个人还是重伤 尤其是 有两个人的大腿直接被砸成肉泥 看起来简直惨不忍睹 这还只是对上愚人族的战况 如果碰到的是更加强悍的兽族 伤亡恐怕会更惨 尽管他们都不算是初次战斗的菜鸟 可这种真实的战争 却是头一次 你们兑换治疗药剂了吗 秦川问道 几个轻伤的人都只是胳膊或者脸上被擦伤 问题并不算严重 有的摇头 也有的点头 他们要么是没有兑换点购买 要么就是买了却暂时舍不得使用 萧林也有点无奈 治疗药剂的价格不算贵 比如秦川或者她 想要购买的话都绰绰有余 但其他人可就不同了 不过这种事情 她也不可能让其他没有受伤的人 让出自己的治疗药剂 最后只能叹了口气说道 受伤的人先简单包扎一下 希望补给战中有疗伤药品吧 包扎的任务交给了秦川 其他人在这方面实在没什么经验 然后她又让周锋留下戒备 而萧林自己则带着顾小月 以及其他战斗力还算可以的十几个人 赶过去先支援其他还在战斗中的班级 顾小月 我记得你选修的辅助法术 有初级加速和初级防护是吧 萧林边走边问道 还有初级箭尸防护盾 顾小月说道 语气一如既往的冷淡 萧林愣了一下 奇怪道 上次我查阅你的资料时 没显示这个技能啊 顾小月瞥了她一眼 大约是对她屡次查阅自己的资料有所不满 补充了一句 月考前一天才学会的 萧林嘴角抽了下 果然和法术天才聊这个话题太伤人了 初级加速数 这个是增加基础移动速度的吧 能够增加多少 以我目前掌握的等级 最多20% 顾小月很冷静地给出了准确的数据 对此 萧林也毫不怀疑 但她依然忍不住暗叹这个女人的天赋 初级加速 这个法术她也是知道的 可初次掌握这个技能的加速效果 其实只有10% 想练到20%的效果 那可是要把这个技能练到顶级啊 给我个加速 你在远程 用冰弹帮我减速敌人 其他人 跟我过来 萧林简单吩咐了一番 带过来的人 除了顾小月外 都是近战 也是考虑到混战当中 剑尸武器并不适合 当然 更主要的原因是 她对本班的远程攻击者命中率 是很不信任的 顾小月也不废话 挥舞着单手法杖 一道浅绿色的光韵 落在她身上 同时落下的 还有深黄色的光芒 这个是初级防护法术 可以对不具备刺穿 或者风锐等效果的物理伤害 有一定抵御作用 相当于增加半个平价的防御力 鱼人的武器 基本都是顿旗为主 初级防护算是针锋相对 把顿旗伤害克制得很厉害 以顾小月的智力水准 连续释放十多个 初级防护法术 绰绰有余 她为每个人都加持了这个法术 而且手法非常娴熟 施法速度很快 等大家冲到鱼人面前时 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套上了防护法术 虽然萧林的奇迹技能持续时间已经结束 但她的杀伤力并未有所降低 圣魂剑所额外增加的两点基础剑术实在太好用了 她越来越能体会到基础剑术max的好处 这些鱼人身上的鳞甲还是有些棘手的 但他们的鱼鳞却不是全身覆盖的 在关节处依然很柔软 基础剑术max 让萧林每次都能够很轻松地将圣魂剑 刺入到这些要害地方 可谓是刀刀入肉 而在防御能力方面 加速术更是完美弥补了无法转换属性到敏捷上的漏洞 在20%的提速效果下 萧林的身形显得越发飘逸 幻影部的作用可不只是仅限于防御 在进攻当中 适时地保持高速移动 总能够将鱼人们给耍得团团转 而随着各处登陆点战斗陆续结束后 更多的人奔向还没有结束战斗的地方 很快就将整个海滩给彻底肃清 太阳已经完全升入高空 明媚的阳光下 海滩上满地愚人失守 空气中弥漫了浓烈的血腥味 成民那边的交涉也有了结果 这个老好人的人员果然不是吹出来的 在他的协调下 几个代班长总算暂时聚集在小山坡下 算是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随行的还有各班的辅导员 不管他们对辅导员有多么不屑 至少在海滩登陆战结束后 他们也意识到辅导员的战斗力 确实会在本次月考中起到很大作用 至于其他人 则暂时在附近休息整备 让他们稍稍放心的是 在战船的全程压制下 山上可见的几座舰塔都悉数被毁 而且看起来 山上的人缺乏法术攻击手段 已经沉寂多时 只能归宿在山上进退不得 海滩上的登陆还在持续中 除了12个班级之外 其实还有三四艘战船 这个时候 萧林他们才知道 这几艘船上 都是一些建筑师和药剂师 当然 在这场考试中 他们都是属于NPC之类的人物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 同样是有这些人 跟随本次行动一起登陆的 不过 当前首要形式 还是讨论如何攻山 在距离不远的沙滩上 二十多个男男女女 或坐或立 有的面带忧虑 有的满脸兴奋 他们便是12个班级的辅导员 和代班长们 成明是最后赶到的 他连声抱歉 并且解释说 自己是在处理班级事务 才姗姗来迟的 萧林忍不住道 其实你可以任命代小组长 小事情就让他们处理好了 我们的战斗力算是比较强的 更多时间应该放在战斗上面 不要被其他事情拖累 虽然有几个班长 听到萧林所说的我们 立刻就有种吐槽的冲动 没错 他们都是天赋者 战斗力自然是没话说 可为啥你连自己都给算上了 刚才的战斗 并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到了 萧林这边的情况 毕竟 登陆点环绕半个海滩 相距还是挺远的 但刚才被萧林支援的几个班长 却投来感激的眼神 带小组长 成名愣了一下 萧林服饿苦笑 便大概解释了一下 他们既然作为本次行动的班级指挥官 自然是有权限做出这个任命的 显然 想到这点的人 也不只有他一个 至少半数以上的班级 都任命了小组长来帮忙协调管理 而剩下的几个 则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接下来便是攻山行动的讨论 萧林来之前 观察过这里的地形 这座小山并不高 山坡也很缓 临近海滩这段距离 基本都是杂草不生的开阔地 地形相当简单 所以 哪怕这些毫无经验可言的菜鸟指挥官 也知道 在这里是不存在战术可言的 在必须夺取山上的补给站 作为最终目的的前提下 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 也只有一个 强攻 根据情报 山上的防御设施很简陋 就算有少量的箭塔之类的 刚才也已经被我们的战船给彻底移平 我刚才远远看了一下 哦 我是选修弓箭的 我的鹰眼技能还是有点效果的 山上的补给站外围柱有堡垒 不过 大概只有十米左右高 十米 那至少也是三层楼的高度啊 很低了 我们古代城墙高度都不止这个 好了好了 别扯远了 咱们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攻山吧 既然有堡垒 可我们有工程设备吗 不是有建筑师跟过来吗 他们肯定有相关的军线 估计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跟过来的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萧林一如既往地表现得比较低调 没有主动发言 而且这些情报也基本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不过听到这里他心头一动 忍不住补充道 军线 哦不不 我想那些建筑师可不是为了这个才跟过来的 那你说 他们是干嘛来的 被他反驳的那个班长 明显对萧林很是不愤 复活塔 你们别忘了 如果我们攻占下这个地方 什么东西最重要 那就是复活塔 那才是能够保证坚守的关键 萧林心平气和地说道 其他人确实都愣住了 不是他们不知道复活塔 这个东西在第一堂历史课上就说过 可他们对于复活塔的印象 也仅限于书本而已 真正接触过这个东西的 只有萧林 就算是复活塔 那也是之后的事情 我们还是来讨论如何攻删吧 一个辅导员很是无奈地说道 人多开会便是这个毛病了 话题很容易说着说着就跑偏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山上的守备力量如何 究竟是只有缠绕的愚人 还是有兽人族的存在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之前预期可能的狼骑兵部队确实没有出现 否则在他们登陆时就会直接过来了 这种骑兵部队放在堡垒内是毫无价值的 强攻的话 我只有一个问题 谁先冲 萧林说话不多 但每次开口却都让其他人半赏无言 这个问题让其他人再次陷入沉默 先头部队需要试探敌人的力量 自然也可能是伤亡最惨重的 谁会想让自己的班级去白白送死啊 说不定对班长考核里 也包括班级成员的生存率呢 我来吧 成明自告奋勇 大家都微微松了口气 这个结果也是预料之中的 不过欣喜的同时 也忍不住互相递过去一个鄙视的眼神 大概也在互相嘲弄对方太胆小吧 萧林也叹气 她刚才在思索 但思索的问题却不是谁先冲 见成明主动承担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任务 她也跟着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我和成明一起吧 始终没有怎么说话的秦川 奇怪 甚至有些不满地看了一眼萧林 她刚要张嘴 萧林已经继续说道 其实我刚才就始终有个困惑 大家不觉得登陆站有点太简单了吗 简单 我们班三分之二的人都挂了彩 这话也对吧 相对受伤的人 死亡率确实很低 愚人的攻击很弱 而且看起来很不像正规的军队 一拥而上 一轰而散 大概就是这样吧 你是想说登陆站太简单了 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任务会更难 萧林苦笑 差不多是这意思 刚才看到建筑师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的战船远程压制确实很厉害 可如果我们攻占下补给站 究竟有多少准备时间来重新布置防御呢 成名皱起眉头 顺着萧林的思维思考下去 恍然道 你的意思是 受阻的援军会来得很快 所以我们必须尽早攻占补给站 没错 各位 我们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 否则这个任务的难度 不会只有这点 如果真的让那些建筑师在这里竖起复活塔 接下来的防御战未免也太轻松了吧 断了片刻 萧林做出最后结论 只是一个班级作为先头部队太少了 除了增加伤亡外 只会无谓地浪费时间 所以我会和成名一起负担攻删主力 现在不是计较损失的时候 如果不能尽快攻占补给站 并且重铸防御 这次任务很可能会功亏一篑 萧林的话让大家面面相去 几个代班长稍作犹豫 也举起了手 说道 既然如此 我也加入吧 争取第一次冲锋就拿下补给站 大家也不是白痴 只不过先前对复活塔不算熟悉而已 经萧林提醒后 大家也醒悟出其中的严重性 他们确实不会希望本班成员过分伤亡 但前提是能够完成任务 眼见众人讨论的热情再次被激起 萧林适时开口 如果可能的话 其实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暂时联合一下 毕竟这次任务是共同的 完成任务的话 大家都有奖励 12班的班长陈道愣了一下 反问道 现在我们不就是联合作战吗 我的意思是 比如说远程部队集中在一起 进行火力压制 萧林说出自己的目的 老实说 这个才是他来开会的真正想法 见有些班长皱起眉头 他立刻补充道 我们现在掌握的技能等级都还很低 而且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法术 而在攻山时 我们的战船为了避免误伤 也不可能再持续进行压制 想避免冲锋途中无谓的伤亡 那就只有靠我们自己 单个班级的远程火力 是远远不够的 那联合之后谁来指挥 几个班长警惕地盯着萧林 陈道 萧林一指不远处的年轻男孩 这个结果让众人再次发症 他们本以为 萧林是想趁机自己独揽大权呢 陈道是这些人当中 法术能力最出众的 当然还有一个顾晓月 但萧林明白 那个女人并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事实上 让顾晓月做小组长 都是有些勉强的 陈道虽然只有十八岁 突然面对众人或狐疑 或古怪的目光 却是丝毫没有怯场 拍了拍胸膛保证道 放心 这种小事情交给我好了 想当初 隔在游戏中带团打副本时 萧林直接无视了这家伙后半截话 好 那我们继续下个议题 我需要知道各位班级中 选修辅助类法术课程的详细人数 和法术种类 嗯 这种事情其实没必要隐瞒的 我先公布一下我们期班的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11集 随着萧林的娓娓而谈 山下的临时会议总算开始像点样子了 其实这个事情并不需要多高的能力 统合作战的话 必须要有个人去做整体的统筹 而萧林恰好主动提出来而已 在时间紧迫的此刻 其他人也默认了萧林的建议 但不免有些担心地反复强调 这个统合作战只限于公山的时候 待公战了补给战之后 就得恢复原来的各班管理制度 他们依然是担心被萧林篡夺指挥权 虽说他们很有自信班长转正 可学生会并没有公布年纪长的选拔方法 万一也是根据本次考试的综合评价呢 他们可不想白白给萧林增加这种显示领导力的机会 辅导员们则集体哑伙 除了偶尔会发表一点看法之外 大多时候都处于沉默中 他们很清楚 眼前这12个人不出意外的话 在月考结束后都会成为班长 而他们则不会再是辅导员 那也就意味着 在职位上要比他们低上一个级别 自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去反驳这些未来的班长 不管如何 萧林在之后确实主导了这场会议 二十分钟散会后 各班回去开始进行了着手准备 秦川对萧林表示出了一定的赞赏 并且和他聊了一会儿关于年级长 在此之前 对于连班长都没有转账的萧林来说 根本就没有想过年级长的问题 不过 在学院内的一切职务都会影响今后去新世界的地位 所以他也并不隐瞒自己对这个职位的兴趣 作为上届大一新生 秦川自然很清楚年级长的选拔过程 在他那一届新生中 年级长选拔是在第六次月考之后才决定的 当时也是学期过半的时候 然后秦川有压低声音向萧林稍微透露了一点内幕 他声称自己和上届的年级长关系不错 才知道了一点消息 学院在第三次月考 也就是确定班长职位这场考试中 就会先开始确定年级长的候选人 如果这场考试发挥很差 那么就算担任班长 也完全会被从年级长的候选人中剔除 然后在此之后的月考中 每次都会根据综合评价 剔除掉部分人选 当人选只剩下最后一个时 那个人就是年级长了 简单点说就是层层选拔 学院对于年级长还是很重视的 这也算是挺公平的选拔方式 萧林还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些 对于秦川的好意自然是表示领情 萧林也猜得出来 秦川现在突然如此主动示好 大概也是在刚才的战斗中 看到自己的表现 以秦川的老练肯定知道 自己担任班长基本不会有问题了 之后萧林和成明两个人 又去咨询了随战船而来的建筑师 得到的果然是失望的答复 他们并没有携带任何工程器械 甚至还对萧林的询问表示了惊讶 因为兽人族的建筑手艺真的很烂 这座堡垒的质量其实并不高 然后他们还贡献了一批 初级敏捷特效的魔法卷轴 其他东西便只能爱莫能助了 敏捷卷轴? 我们这是要攻杀呀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还不如给我们一些火球卷轴呢 回来的路上 成明对此抱怨不已 但对方只是NPC 换句话说 在进入模拟环境之前 就已经被设定好了 萧林拎着大包的卷轴 忽然玩味笑道 这倒是我们想差了 我们的地球思维果然还是得改掉啊 在这里可没有攻城云梯啊 刚才的观察 山上那座堡垒其实也并不高 对吧 成明点头 你别忘了敏捷属性有什么作用 我们的属性可不只是单一的某种效果 敏捷除了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外 还能影响灵活度平衡度等等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成明目瞪口呆 你是想说我们直接爬上去 近十米高的堡垒 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刚才数了一下 卷轴数量并不多 只有一百多一点 效果是增加五点敏捷 你回去尽量找敏捷值比较高的人吧 前前后后的准备工作将近有一个小时 在这期间 萧林也不忘嘱咐各班都派遣一点人手 在下山的几个要道处把守好 务必不能让堡垒里的人溜走 即使这样 他还不放心 又和各个班长协调了一下 将基础弓箭技能等级比较高的人集中在一起 给他们的任务很艰巨 做到不让一只飞勤离开这座小山的上空范围 本来有几个人对萧林如林大敌的样子颇有微词 但萧林只回了他们一句话 难道你们都不觉得疑惑吗 各方面迹象都显示兽族大军即将到来 可这次登陆本身就是突然袭击 在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下 兽族大军究竟是如何知道并且迅速做出反应的 先前那些溃逃的愚人并没有被我们杀光 肯定是他们通知了兽人 那说不通 难道你们之前都没有和各自战船上的船长打听过吗 这座补给站距离最近的兽族军营都有三天的路程 这还是有座计时全速前进计算的结果 如果是靠双腿 则要更久 而且 愚人是两栖种族 他们是无法长时间生活在陆地上的 最多一到两天就需要暂时回到水中 不是萧林的情报做得好 事实上 在月考前的各门课程上 授课老师突然讲授的课程有所变化 当时萧林便觉得有些奇怪 也特意地留心记忆 比如 这些关于愚人的知识 在代教授的历史课上就专门提到过 也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在成名找到足够的人数之后 萧林和其他代班长以及辅导员们又进行了简单的商议 决定立即发动进攻 先头部队总共一百多人 其中包括了六名代班长和九名辅导员都亲自上阵 按照萧林的设想 这支先头攻山的队伍应该都是精锐 这样避免无谓的伤亡 也能迅速登上堡垒 打开大门 让后续的人源源不断地攻入 而陈道则负责在山脚 组织弓箭和法术进行远程火力压制 当然 萧林也不忘记给他嘱咐 基础弓箭技能低于LV4 或者基础感知低于LV3的人 绝对不要让他们参与进来 低于这个等级的人 在混战中 是很难保证自己的法术或者箭尸 究竟是射向敌人还是自己人的 顾小月的任务很简单 却又很重 她需要给第一波冲锋的每个人 套上初级加速法术 总共一百多人 也就是一百多次初级加速 就算这只是最低等级的法术 对精神力的消耗也肯定大到惊人 虽然会这个法术的还有其他几个人 但他们的技能等级都很低 加速效果也只有10% 10%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萧林左右为难时 顾小月只是轻描淡写地抛出了一句 不用担心 都由我来好了 然后便直接无视了萧林 挥舞手杖 为每个即将准备攻删的人施加法术 以她的法术水准 这个初级加速术几乎可以在半秒钟内完成 而且图中更是没有丝毫的停顿或者休息 浅绿色的光运在人群中不断笼罩着 引来很多围观的人 萧林看得发愣 等她回过神来时已经是三分多钟后 顾小月已经回来 推了推眼镜框 一如既往的淡然道 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萧林嘴角微微抽了几下 最终叹了口气 算了 待会儿攻删时 你就别参与晚城火力压制了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不用你管 顾小月并不习惯萧林的关心 萧林没好气道 你去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脸色 白的简直像张纸 别再逞强了 就算是你 一百多个初级加速数下来 你也吃不消的 萧林自作主张地强行做好安排 并且还拿出了 我是指挥官 你是我任命的小组长 这种理由 临走前还不放心 朝陈道方向吼道 陈道 要是我回来后 看到顾小月在你队伍里的话 我饶不了你 说完后 萧林右手提起圣魂剑 左手握住急火法杖 大不留心地朝山上冲锋过去 其他人紧随其后 几个班长的步子都不慢 三个月的学习 尤其是刚才 在海滩上 与愚人酣畅淋漓的战斗 让他们正处于自信爆棚的时期 大有舍我其谁的感慨 留下的陈道满脸莫名其妙 和旁边人嘀咕道 那家伙到底在发什么火 不管顾小月自己是怎么想的 她刚刚这一手 却是得到了无数人的羡慕和钦佩 尽管她从入学以来 就被好事者冠以 大一年级最强法师的名号 但毕竟 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总是有很多人对此不服气的 觉得我比她强的人大有人在 平时在学院 也不可能有互相较量的机会 之前两次月考 也同样是分班进行的 唯独这次 顾小月一口气施展了100多个初级加速术 确实将所有人都给吓到了 如果说这个女人的精神力是大海的话 其他人最多也就能称上是溪流 而对于享受着初级加速效果的冲锋队伍来说 心里也是对顾小月相当感激 尤其是当他们撕开初级敏捷特效卷轴时 他们发现这个20%的加速效果 居然还对卷轴那额外五点敏捷 也同样有效果 感受最明显的还是萧林 即使不开启奇迹技能 他也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 从山脚到山头的堡垒 距离并不长 当他们进入到50米距离内时 迎头便是一阵密集的利器 如雨一般被投掷而来 有飞斧 镖枪 或者长矛 偶尔夹杂着一些箭尸 其实 普通的弓箭威力 反倒不如这些直接投掷的武器 威力更大 投掷者的力量看起来相当大 与空气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便是有人惨叫着跌倒 就算这家伙身穿防御还不错的锁子甲 依然被长矛直接贯穿心脏位置 一击毙命 冲锋的步伐微微停滞 所有人看的脊背上都是一阵发凉 然后传来萧林的怒吼声 在这里傻站着 当火靶子吗 我们没有退路了 冲 冲上去我们才能活下来 时刻关注山头洞向的陈道 也毫不犹豫地甩出一枚熊熊燃烧的火球 主修火焰系法术的他 以火焰球拉开了攻击的序幕 严格来说 他们这些人其实还不能算是军队 哪怕经过了三个月的初步学习 那也只是教会他们 如何掌握诺马世界的战斗方式 但距离真正的军队 却还是差别很大的 严明的纪律 紧密的配合 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了 不过 至少在气势上 他们是完全压制住山上这支守卫力量的 陈道对于指挥工作 表现出了足够高的热情 但当真正的战斗打响时 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施法身上 顾小月尽管有所抱怨 却也是乖乖地在旁边休息 没有这个女人抢风头之后 接下来可以称得上是陈道的个人表演时间 毕竟是仅次于顾小月的施法者 作为从小沉迷网游的陈道 选择的同样是攻击性极强的火焰系法术 其他人的火焰球和她的比起来 那简直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陈道的火焰球同样学习到满级 熊熊燃烧的火球呈深红色 温度更高 飞行轨迹更加准确 在命中到堡垒内时 激荡而起的爆炸更加强烈 隐约可见 有类似肢体的东西被炸飞到了天空上 其他人也不甘落后 稀稀拉拉的法术接踵而至 新生刚掌握的法术种类很有限 攻击类法术也仅限于能量弹 锋刃 火焰球等几种 好在对面看起来 很缺乏必要的法术性防御手段 在被一阵法术砸下来之后 很快就被压制住了 减轻压力的萧林等人 趁机加快速度继续冲锋 其实 那些投掷过来的长矛非斧 对他们威胁很小 尽管投掷力量相当巨大 可投掷的轨迹却非常简单 最初那波攻击下死掉的人 确实有点倒霉 可之后稍微掌握了一点窍门 想再打到萧林就困难多了 以前 萧林最多也就是在游戏中 带团打打副本 真正这种亲自上阵指挥打仗的经历 却是不可能有的 可没有吃过猪肉 总是见过猪跑 萧林可以保证自己 不被远程武器命中 其他班长或者辅导员 也基本都有这个能力 保证自己无伤抵达堡垒底下 可其他人就没有这种底气了 也许不少人在平时 并没有太将天赋学员放在眼里 但直到此刻 他们才真正认识到 这其中的差距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更大 前两次月考中 虽然他们同样攒到了一小笔兑换点 可只是购买生命药水 就已经很够呛 更别提黑铁级别 乃至青冬级别的护甲了 再没有基础技能的支持 又没有优秀防御能力的护甲 哪怕是被非斧刮到 非死即残 其实就这样死掉还算不错了 那些被直接硬生生地消掉半条胳膊的 只能痛苦地满地打滚 凄厉的惨叫声连山脚下都能够听到 让人心生策然 还在冲锋的人 不免有他的同班同学或者朋友 此时当然不会丢下同班不管 否则 就算被陈大的法术给压制住攻击 但他们的精神力毕竟有限 如果被趁机再来一波攻击 那些倒在山坡上的伤者 就肯定要挂掉了 于是这些人便慢慢地放缓脚步 架起受伤的人 想要将其带回山脚的安全地带 他们的做法倒也无可厚非 可他们却忘记了 自己还在往山顶冲锋的途中 他们的任务是最短时间内攻占堡垒 这样才能够让后续的人源源不断地进入 否则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萧林虽然冲在前面 但身后的情况也在时刻注意着 看到这一幕后 他也是心中暗暗叹气 他们这些人终究不是军队 弊端也终于显示出来 眼看着人群有些混乱 冲锋的速度也大大延缓了下来 成名和其他几个班长都是满脸的交集 但任凭他们如何大声劝阻 甚至是严厉呵斥 效果却并不是很大 这样下去可不行 必须得做点什么 萧林稍稍停下脚步 抬头看了一眼高耸的堡垒 距离已经很近了 他深吸一口气 当机立断地再次开启了奇迹 距离第一次开启不足一个小时 对他的体力消耗其实是很大的 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这次他将全部属性都转化到敏捷上面 加上初级敏捷卷轴的加成效果 敏捷总值达到了近40点 而最重要的是 这个属性同样受到初级加速的影响 这样综合计算下来 萧林的速度简直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 他不再管身后的其他人 一个箭步冲到了最前面 成名只感觉到眼前一阵风浮过 然后就只能看着萧林不断远去的背影发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12集 萧林同样在默默计算着距离 当剧堡垒不足20米时 她举起了左手的激活法杖 火焰弹连续不断地喷射而出 她没有将属性转化为智力 因此火焰弹的威力显得更低 但因为有激活法杖的燃烧加成 燃烧效果相当惊人 被烧伤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 如果敌人没有足够的火焰抗性 或者相应的法术防御护甲 持续不断地灼烧感 反而要比死亡更加难受 其实萧林的施法速度 在没有转化属性到智力上时 也就整体一般 好在火焰弹的快速施法 稍微弥补力点 但就算如此 依然不可能对整个堡垒的敌人 形成切实有效的威胁 可真正的战争 并非只是纯粹的数据计算 被沉到的火焰球炸成粉末的敌人 无处深渊 可被萧林烧伤的敌人 却会咬牙切齿 想要将这个家伙给撕成碎片来发泄 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说 那就是 萧林的孤军深入 已经成功吸引到了敌人的仇恨值 对敌人来说 近处的目标 总要比远处的目标更容易命中 于是 接下来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被萧林这种藐视态度激怒之后 堡垒上空再次飞出了一波密集的飞斧长矛 哪怕是随后就被沉到的大火球给精确命中打击 但这波攻击却几乎是全部冲着萧林而去 所有人看得发傻 也不禁为萧林捏了把汗 萧林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如此容易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火力 这确实是他本来的目的 吸引部分攻击 为其他人创造足够的空隙 可问题是 这波攻击来得太快太猛了 而且似乎也太多了吧 萧林觉得自己 也许低过了敌人的智商值 只不过稍微被挑衅了一下 至于被如此针对吗 他不得不将幻影步用到极限 这其实也同样是耗费体力的事情 因为他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将那数十种步伐变换组合都施展出来 在旁人的眼中 此刻的萧林或匍匐或突进或后退或侧疑 每个动作之间都如同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没有丝毫停顿 因为哪怕是瞬息的停顿也会被击中 就算如此 也依然有不少的攻击难以躲闪 幻影步终究只是最初级的身法技能 那数十种步伐变换 在面对数量级的攻击数目时 依然有死角存在 圣魂召唤 萧林终于使用了圣魂剑附带的另外一个技能 这把长剑中储存有一位剑士的灵魂 当圣魂剑沾染到足够的鲜血后 就可以激活剑中的亡灵之体 先前海滩的激战中 他干掉了足够多的敌人 剑风上的血迹甚至都还没有干涸 正是发动技能的好时机 萧林感觉到手中的剑明显剧烈颤动了一下 发出了一阵低沉的清明 不过在这片战场中 很快就被淹没在呼啸的空气摩擦声中 紧接着 他便看到一抹如雾一般的气体物质 从剑身中溢出 在空中不断地变化 很快凝聚成完完全全的人类模样 这是个全副武装的剑士 身上的重甲显得很陈旧 手中的重剑却依然闪烁着寒光 萧林试图从他的头盔中看清楚这家伙的面貌 但他失望了 头盔中只有一团黑漆漆的不知名的气体物质 以及两团跳跃的浅绿色火焰 对于这种火焰他很熟悉 在中烟之地中 那些骷髅生物基本都有 后来他也专门在宋俊朗和莉莉斯那里了解过 这种火焰名为灵魂之火 也就是地球上的鬼火 是亡灵生物的典型特征 萧林忍不住撇撇嘴巴 虽然路人甲将这柄剑命名为圣魂 听起来很圣洁的样子 但很明显 所召唤出来的分明就是个亡灵生物 称呼这剑为亡魂剑倒是要更合适 只是看起来不太像是普通的骷髅兵 当然他也就是稍微吐槽一下 虽然诺马世界赠武亡灵生物 可对于众多殖民学院来说 亡灵不过是诸多法术中 一个比较特殊的分支而已 萧林本来还担心自己 是否能够指挥得了这个亡灵生物 因为中烟之地的经历 他现在对亡灵生物的了解 还是比较多的 不管这句亡灵生前是什么人或者是干什么的 现在成为亡灵之后 都不会保留丝毫的意识和记忆 但路人甲还是比较靠谱的 他并不会将一柄有危险的剑交给萧林使用 萧林迟疑的瞬间 亡灵见识也同样呆呆地站在原地发愣 任凭天空中的长矛和斧头 如雨点一般砸在身上 依然窥然不动 那身暗淡无光的铠甲看似陈旧 防御能力却是高得有点惊人 枉无抵御攻击 萧林尝试性地在心中默默发出了指令 然后他就看到亡灵剑士 突然高高举起了重剑 萧林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做出防御姿态 但下一秒钟 剑士的重剑却是朝着天空中的长矛飞幅 劈了下去 萧林微微松口气 总算摸清楚控制亡灵剑士的方法 看来只要圣魂剑在自己手上 就不用担心这家伙会出问题 有了这句亡灵剑士 接下来的路程就变得相当轻松了 尽管这个亡灵生物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 很多攻击并不能够挡下来 不过 有这么个大块头挡在面前 就相当于一块巨大的人形盾牌 他身上的护甲属于防御能力最高的重型铠甲 哪怕是关节处也没有丝毫缝隙 但头盔上却是没有面罩的 大概是担心什么就来什么 十几秒钟之后 萧林就看到有根长矛直接插入到亡灵剑士的面部 但剑士仅仅是毫无声息地将长矛取出来 扔在了地上 没有丝毫影响地继续前进 这一幕不管是身后的其他班级班长 辅导员和学员 或者是还在堡垒上的敌人 都有点被吓住的感觉 诺马世界的土著并非是毫无畏惧的 哪怕是天性好战的彪悍兽人 也同样有自己的敬畏和恐惧来源 亡灵生物能够被整个诺马世界都赠武 就是因为诺马人认为 亡灵代表着不祥与灾祸 这同样包括兽人在内 而此刻 陈道的支援也适时赶到 堡垒上的远程火力被压制到极限 甚至出现了相对较长一段时间的眼旗息骨 萧灵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全速冲刺 终于抵达了堡垒的城墙之下 这座堡垒看起来很奇怪 就像是那些随传而来的建筑师所说的 兽人的工艺水平还是相当低的 当然 愚人族连基本的建筑都不会懂得建造 那些半鱼半人的生物 平时都是露天而塑 或者干脆生活在水里 所以这座堡垒肯定是出自兽族之手 兽族不喜欢每样东西都一模一样 哪怕是堡垒 他们在建造时也喜欢来点与众不同的创意 不过 这种创意落在地球人这边 往往是可以称作为脑残的 比如眼前这座堡垒 在墙壁上插入了很多兽牙兽骨等装饰品 大概是为了显露出兽族独特的美观感和气魄 代教授也同样说过 在兽族部落中 战士们往往会将猎物的兽骨当作显示荣耀的战利品 萧林终于明白 那些建筑师为何会建议自己直接利用敏捷卷轴提升攀爬能力 然后直接爬到堡垒上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城墙 想要徒手攀爬 再高的敏捷也是枉然 除非有浮空术之类的法术 不过 这些级别较高的法术 还不是他们现在能够掌握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但现在不同了 这些镶嵌的瘦牙瘦骨 完全可以当作攀爬时的支撑点呀 萧林尝试性地抓住距离最近的一根 有大腿粗的牙齿 试了一下 还是相当牢固的 他不再犹豫 抓紧瘦牙一遇而上 顺势攀登而上 近四十点的敏捷 对他的平衡感 跳跃力和攀爬能力都提升不少 亡灵见识可没有这种敏捷 何况 以他全身盔甲的重量 萧林也担心会将瘦牙给压垮 所以 他给剑士留的最后一道指令 便是留在堡垒大门处静静等待 萧林成功吸引火力的同时 其他人同样没有在原地发呆 成名算是这支冲锋队伍的暂时指挥者 他虽然憨厚老实 但也不是一个犹豫迟疑的人 当即大手一挥 果断下令 让十几个人在后面照顾伤员 其他人则跟随他继续冲锋 萧林顺着堡垒上镶嵌的瘦牙和瘦骨 灵活地攀爬而上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他也隐约可以看见堡垒顶部防御者的面貌 那时一张张有着红褐色皮肤 满是猙獰之色的脸 果然如他所料 堡垒内确实有兽族防御 以愚人阻担潺弱的身体 是不可能有这种力量去投掷武器的 只有三层楼左右高的堡垒 以萧林现在的敏捷 尽管兽人不过沉道的法术轰击 强行朝萧林进行攻击 依然没能阻止住他 眨眼间的功夫便很轻松地爬到了顶部 城墙上兽人已经做好准备 萧林刚刚出现 便看见几个红褐色的兽人 咆哮着冲了过来 与愚人不同 这些兽人拥有非常强壮的身体 哪怕萧林有所准备 登墙的同时便把属性全部转化到力量上面 但面对兽人迎头而来的冲锋 他有一种撞到铁墙上的感觉 整个人一阵量枪 险些被再次赶出去 萧林反手劈出一剑 兽人同时举起左臂上的圆盾 将剑挡住 但萧林同时挥舞法杖 连续释放数颗火焰弹 全部击中兽人的腿部 棕色的皮肤上立刻就变得更加深红 那是被灼伤的痕迹 兽人的咆哮声更盛 却没有因此后退 反而大步向前 以赴是将要萧林赶出堡垒的趋势 萧林资了资牙 兽人族果然比渔人更加凶悍和勇猛 他稍稍扫了一眼附近 兽人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加起来总共只有几十名而已 而且都是步兵 没有狼骑兵的踪影 堡垒内还是有为数众多的愚人 作为主力防御 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朝他围拢过来 这可不妙 萧林急于脱身 手中的圣魂剑忽然轻微地颤动起来 顺势朝前方再次斩下去 兽人下意识举顿防御 但这一剑并没有砍在盾牌上面 一圈连移波动而开 空气的温度在刹那间骤然提升 当兽人感觉不妙时为时已晚 一道火花自剑刃除爆炸开来 终于将这个兽人给逼退 火焰剑气 通过与火元素沟通而直接施放的外剑气 萧林在月考前不久 成功掌握的外剑气终于第一次使用 剑气的威力相当霸道 绝不是普通剑术能够相提并论的 哪怕是皮糙肉厚的兽人 身上还披着简单的皮甲 依然被这道火焰剑气给重伤 浑身的毛发烧焦不说 红褐色的皮肤也变得发黑 倒在地上还痛苦地抽搐 萧林的精神也出现了明显的尾顿 火焰剑气强是强 但它只是初学者阶段 消耗着实很大 尤其是外剑气 还是对体力和精神力的双重消耗 但萧林的形势并没有得到缓解 火焰剑气确实能够对兽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兽足的不畏死 让他们依然很快涌了上来 而这个时候 成明他们已经快要抵达堡垒脚下 等他们陆续爬上来还要有段时间 萧林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一小段时间 但还不够 他得保证自己活下去 他深吸一口气 用极短的时间在脑海中迅速对周边的情势做出判断 他本想直接再从城墙上退下去 毕竟自己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而且估掌难鸣 就算拥有幻影布 这个技能也是有极限的 总是有无法躲闪的攻击和死角存在 但转身同时 他的眼光与角飘到了一个细节 在堡垒内部 一处开阔的训练场上 一个全副武装的兽人 正在用兽人语咆哮着 他的嗓音很高 如同雷霆一般 哪怕是在堡垒城顶的萧林 都能够听得见 这个兽人显得与众不同 比起其他兽人 他的身体更加健壮 毛发更长 块头也要更大 更重要的是 在他胸前挂着一长串精致的兽骨雕饰 萧林有段时间通过顾小月的随堂笔记 误补过大量诺马大陆历史课内容 所以他知道 这种挂饰相当于荣誉 穿着这种特殊的兽骨 象征荣誉的多少 简单来说 这大概就相当于兽族的军衔制度 荣誉越多 意味着这名兽人的地位越高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兽人 大概就是这座堡垒的指挥官 萧林的躊躇只维持了不到两秒钟 心中粗略估算了一下 自己所剩无几的体力 心下一横 立刻放弃了退出堡垒的打算 他还有一次机会 那就是战熊皮甲的附带效果 战意昂然 能够通过不断的战斗 来补充消耗的体力 作为青铜级别装备 这个效果局限性同样很大 比如说 能够补充的体力 取决于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时间 而且没办法反复使用 但就算如此 这个效果在关键时刻 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极大的 也算对得起 2000兑换点的价格 战意昂然效果发动后 萧林整个人 都沐浴在一层 若隐若现的红光中 刹那间 他觉得自己的疲惫感 烟消云散 连精神都处于 极度兴奋的状态当中 他莫名有点明白 路人甲制作这件皮甲的原理了 看起来倒是有点像 地球的兴奋剂 但同时也明白 既然是兴奋剂 当这段时间效果维持过后 他的体力和精神 会更加迅速地衰退下去 时间不多了 萧林再次将属性 全部转化到敏捷上 幻影部再次开启 兽人们只觉得眼前一花 在奇迹状态下 幻影部是真正将 幻影二字的精髓发挥出来 在最复杂的步伐组合下 萧林每次快速移动 都能留下一道残影 尽管这样 对体力消耗会不低 级别达到一定程度的人 是不会被这种 低级的幻影所迷惑 但很可惜 这些兽人并不在此列 尽管只是片刻的功夫 但全力施展的萧林 已经成功从兽人包围的圈中 挣脱出来 顺着阶梯直奔训练场上的 兽人指挥官 途中顺手 还把仕途冲上来的几个愚人 给砍翻在地 兽人指挥官 察觉到萧林的意图之后 露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他并没有后退 反而一阵大声呵斥 然后四周围拢上来的愚人们 便进入寒蝉的四散开来 兽人从旁边的武器架上 取下一柄巨大的战斧 拖动着迎面而来 斧头在地上摩擦出一阵火花 这家伙居然想单挑 萧林一阵惊喜 他本来还犯愁 要如何先对付这家伙身边的愚人呢 就算是实力很弱的小杂鱼 可如果数量多起来 同样也会让人很头疼的 现在 两人之间的道路已经完全被清理开 其他兽人似乎对自己的指挥官很有信心 便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御上 因为 在萧林拖延时间这片刻间 成名也终于带人率先登上了城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意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叠 第113集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来 便看见兽人双手举起战斧劈了下来 而此刻 两人相距还有十米左右 但战斧劈下来 地面立刻裂开了几道很大的裂缝 并且朝四周扩散开来 哪怕十米开外的萧林 也感觉到脚下微微震动 他下意识地利用自己的高敏捷直跃起 稍稍后退到阶梯上 兽人凝笑一声 突然加速 哪怕是他硕大的身躯 也在瞬间爆发出难以想象的速度 如同炮弹一般冲了过来 幻影步 萧林虽然心头震惊 但脚下的步伐也不慢 一阵幻影留下 他自己已经再次跃下了阶梯 但落脚的瞬间 他就察觉到重心不稳 而且身体出现了极为短暂的麻痹 等他抬头时 兽人指挥官那张棕色的脸 已经越来越近了 如果被他抓住的话 萧林不用想也能猜到自己的结果 这家伙的力量绝对是很恐怖的 不能正面硬碰硬 火焰弹 他将属性值全部转化到智力 全力击射而出的火焰弹 同样阻碍了兽人指挥官的靠近 但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 这家伙的法术防御能力居然也是不弱 这可是有点棘手啊 奇迹技能在持续数次之后 效果终于渐渐退去 这个自创技能无法连续使用 否则 哪怕是在战熊皮甲的战影昂然状态下 萧林的体力也是不够用 没有奇迹状态的属性转化 以他平均属性来使用幻影步 也依然显向还生 他立刻给自己施加了水之盾 就算是寥寥无几的防御效果 但偶尔被战斧擦到时 利用水之盾的防御能力将压力减轻不少 在几次硬碰硬之后 萧林都明显处于下风 圣魂剑的锋锐程度 虽然不算青铜级别武器中的顶级 但也不算是最差的 可这兽人的战斧 扶柄很长 攻击范围相当广阔 训练场本就不大 兽人每次恢复 几乎都能覆盖近乎近四分之一的范围 这可就没法玩了 而最让萧林忌惮的 还是那招能够让人麻痹的招式 兽人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使用战斧重重地披斩大地 哪怕是流行提前拉开距离之后 萧林还是会被地面的震动给波及到 然后便是短暂的麻痹 这段时间他无法动弹 兽人趁势会利用自身的爆发力冲过来 好在萧林也有所防备 每次被麻痹时 都会利用火炎弹来阻止兽人指挥官前进 尽管作用有限 但麻痹的实现也不算长 刚好能够在这家伙追过来的同时挣脱开 但常在河边走 总会有失邪的时候 这个兽人的爆发力太高了 与他的体格完全不成比例 就算是幻影部 也终于第一次暴露出极限下的弱点 他无法保证自己每次都无法被击中 哪怕是被那柄战斧稍微擦了点边缘 那种痛楚简直就和拿大刀生生砍下来差不多 这毕竟不是模拟对战 不是看生命血条来决定胜负的 哪怕只是一次轻微的受伤 会对战斗造成极大的影响 战熊皮夹在纯粹的防御能力上 还是偏弱了一点 面对力量惊人的兽人 很难有效防御成功 肖林在普通状态下 他的各项属性质终究也只是普通水准 如果伤到了胳膊 就会影响下次初见的力量 如果伤到了大腿 就会影响幻影部施展出来的效果 如此反复积累 仅仅维持了五分钟的僵持 战斗的天平就开始渐渐朝兽人偏移 哪怕是旁观者角度来看 也能看得出来 肖林是强弩之末 成名在城头之上 正在面对诸多兽人和愚人疯狂的围攻 他可没有肖林那么高的敏捷 也没有幻影部 无法单纯利用身法 闪避开围攻的敌人 就算瞧见了肖林的危急 却也无济于事 肖林利用圣魂剑 召唤出来的亡灵剑士 同样被阻隔在城外 那家伙是没有能力攀爬上来的 尽管肖林的意识中 能够感觉到那家伙还存在 他也试图朝大门方向移动 想要找机会 打开大门 放亡灵剑士进来 但兽人指挥官也不傻 一波接一波 更加紧迫的攻击 根本没有留下丝毫喘息的机会 唯一让肖林庆幸的是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 他觉得自己身上的伤势 反而变得不是那么严重 甚至 伤势比较浅的几处伤口 居然自动止住了流血 肖林想起来月考之前 宋俊朗让自己喝下了那瓶龙血 在具有初级生命活力之后 对于普通的伤口 拥有一定的自动愈合能力 他如今终于能感觉到 这个能力带来的强大效果 哪怕是兽人指挥官 也忍不住露出一抹惊疑 他其实比肖林还挤 因为堡垒眼看就要被攻破 他在这里被拖得越久 情势就越发不利 肖林绞尽脑汁思索着 自己所掌握的每一项技能 是否能够改变这个态势 很可惜的是并没有 奇迹技能短时间内 无法再次发动 重击斩完全不合适 这种激烈的战斗 火炎剑气 在先前开路时 连续使用几次之后 他在察觉到剑气 对体能的消耗之后 已经不敢再轻易使用 还剩下复制 没错 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锏 如果能够将这个家伙 那个类似麻痹的技能 复制过来 或许可能改变态势 可肖林稍微有点犹豫 他抬头看了眼成头 越来越多的人涌上来 堡垒外 还有源源不断的喊杀声传来 除了成名带来的先头部队外 后续队伍也终于开始攻上来了 只要时间拖下去 他们肯定能赢 到时候几个班长同时围攻这个指挥官 肖林不相信还会输 学霸技能虽然升级过 但主动复制效果的使用间隔 还是长达五天 肖林并不想轻易浪费这样的机会 于是他打定主意 依靠出其生活活力和幻影部 将战斗继续拖延下去 直到其他人的增援赶到 然后围攻这个指挥官就可以了 肖林的计划倒是没有什么错 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急切要尽快解决战斗的受人指挥官 突然发出了一阵更为暴躁的咆哮声 浑身的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膨胀起来 眨眼之间竟是变得比刚才还要强壮 以至于披在兽人身上的简单护甲 也难以撑住 兽人一把将护甲给撕扯下来 扔在了旁边 露出了长满精壮的棕色肌肉 又积了哗啦地说了一通 不过对不懂兽人语的肖林而言 也是有听没懂 肖林心生不妙 暗叹他们的情报还是没有做足 在知道这次对手是兽人之后 并没有多少人想要去全面了解这个种族 除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历史信息之外 甚至还应该包括他们平时常用的武器 装备或者技能等等 果然接下来的战斗变得更为艰难 在身体膨胀之后 兽人指挥官的力量也随之直线上升 那如同爆炸般的力量 哪怕是在城头上时刻注意这边的城民 也大为焦急起来 兽人那柄沉重而庞大的战斗 本来是双手握住的 但之后他却是能够单手挥舞 而力道不仅没有因此减弱 反而还大幅度提升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在江萧林狼狈地再次击倒在地时 兽人凝笑了一声 没有立即上来 而是走到旁边的武器架 再次取下了一柄同样重量的战斗 萧林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连声咳嗽 发现咳出来的已经是斑斑血迹 就在刚才 他稍不留神 被这家伙抓住幻影部的死角 给狠狠地重击了一下 幸运的是 兽人因为用力过猛 战斗没办法立刻收回 那一击是用拳头打出来的 否则的话 他现在早就成了府下的亡魂了 可这次 兽人指挥官却是改成了双手持服 萧林已经连苦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战熊皮甲附带效果 湛羊然所能提供的体力 也在连续的极限幻影部使用中 被不断地消耗 萧林再次感觉到了严重的疲惫感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战熊然所提供的体能 差不多等于透支 一旦透支的体能再次耗尽 他的身体将陷入衰弱状态 相当长的时间内 恐怕都没办法继续战斗 盖死 成名 你们难道就不能快点解决那些守卫吗 萧林恼弄得大吼道 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点低估了兽人族的力量 相比而言 愚人族简直给他们提携都不配啊 成名也是有苦说不出 因为看出他的实力较量之后 几乎半数以上的兽人都参与到对他的围攻中 其他兽人也基本在围攻其他几个班长或者辅导员 兽人可不是愚人这种没有脑子的种族 尤其是他们的战斗本能 说得更直白一点 萧林他们这群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 还真不见得比这群训练有素的兽人步兵好到哪里去 堡垒内的兽人并不多 他们很聪明地将攻上城头的几个实力较强的人拖住 然后让附属的愚人士兵驱赶其他学员 虽然陆续攀登上堡垒的人已经有百余人 但战斗却再次陷入僵持中 自顾不暇的众人一时半会儿还真没办法去支援萧林 双持战斗并且在力量骤然提升之后 这个兽人指挥官的攻击范围更加广阔 几乎覆盖了大半个训练场 幻影部是需要一定的空间来挪移才能够避开攻击的 当他能够利用的空间被不断地压缩之后 幻影部的部族也开始不断暴露中 其实萧林能够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很不简单 基础剑术MAX 初级生命活力 幻影部 包括战熊皮甲等各种实用性极高的技能或者装备 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他并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兽人能够用上这种力量 已经是足够对敌人的尊敬了 先前这家伙用兽人语所说的话 也不是什么讽刺 而是表达对萧林力量的佩服 兽人尊重强者 但相对的 既然是真正的强者 他们也会用更强的力量去击败 并以击败这种敌人为荣 城头上的战况同样激烈 但所有人的目光依然会时不时地关注 堡垒训练场上这场单挑 他们已经感觉到受人的顽强 也已经有数十人倒下 如果萧林能够击败指挥官 势必会让战斗变得更加简单 被逼迫的苦不堪言的萧林 决定只能使用复制 但他又不确定 就算使用复制 是否能够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然而萧林并没有等到使用复制的机会 他就再次被两柄战斧给击中 这次幸运女神已经不会再眷顾他 尽管只是被腐背砸到 可刚猛的力道 却将萧林给狠狠地抛制半空 受人指挥官又紧随而至 一记势大力尘的披展 轰 当萧林重重落回到地面时 将坚硬的训练场给砸出很大的坑洞 似箭的鲜血倾刻间填满了坑洞 天知道那柄战斧究竟在他肚子上 留下多大的伤痕 萧林下意识地想用手掌捂住伤口 却发现无据于事 大鼓大鼓的热血依然喷涌而出 将战熊皮甲彻底染成了鲜血皮甲 萧林觉得自己的意识在慢慢变淡 浑身在渐渐变冷 这大概就是死亡的感觉吧 十年寿命就这么没了 真是可惜 想不到第三次月考会死在这种地方 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成为班长 在意识彻底变得模糊前 这是他唯一的念头 再然后萧林的意识便彻底终止 整个人都毫不动弹 兽人指挥官呼出口气 拖着两柄战斧 开始朝城楼上走去 眼睁睁看着萧林倒在血泊中后 成民发出一声怒吼 手中的重剑猛地发力 将眼前的兽人给砍倒 也不顾自己还在被围攻的境地 准备直接奔向兽人指挥官 成民,不要冲动 萧林已经死了 这家伙的力量有点超乎想象 我们还是先退下去吧 在成民旁边 一个马尾女孩 却立刻拉住了成民的衣服 她同样是班长 在看到训练场上 那场触目惊心的战斗后 满脸都是骇人 就算平时这些班长不待见萧林 也必须承认 刚才那场战斗中 如果换了是他们和兽人指挥官对打 结果不会比这更好 如果说先前的海滩的登陆战 让他们信心爆棚 那么此刻他们的自信 正在被兽人的强悍给一点点粉碎 尽管还不至于害怕 但他们却意识到 这次贸然的工程 怕是有点冒失 至少他们觉得 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尤其是这个时候 本来拖住兽人指挥官的萧林 已经失手 他们都在心里估量了一下 得出的结论是很悲观的 就靠他们刚刚登上来这一百余人 还真不见得能有效地 制住这个兽人指挥官 搞不好 甚至可能被直接团灭在这里 这绝对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几个班长间 互相眼神交流有一阵子 终于由这个女人 忍不住主动提出了撤退的建议 也立刻得到了其他几人的同意 不过 成明因为人缘不错的关系 算是这支冲锋队伍的临时指挥者 大家最终还是把目光放在他身上 不行 成明既无奈又愤怒 他是个实诚人 当然不会做出这种 在战场上抛弃队友的举动 尤其是同伴 还在自己眼前被硬生生打死 就算知道在模拟考试中死亡 也只是扣掉十年寿命值 他还是不免陷入自责 别傻了 打不过 那个兽人的实力你也看到了 爆发力太高了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几乎碾压我们 进站我们都得跪 我看下次 应该叫陈道和顾小月过来才行 大概也只有法术攻击 才能对这兽人有效果了 虽然对成明的执拗 都有点翻白眼的冲动 考虑到这些日子的相处 其他人总算还没有做出 立刻掉头就跑的事情 但看到越来越接近的兽人指挥官 他们劝说的语气也越来越焦急 真等那个兽人上来了 他们想跑都未必跑得了了 成明自然也能分清 此刻的情势是对几方不利的 很可能他们这拨人都会全部交代在这里 虽说本次月考是12个班级联合作战 加起来其实也就不到800人 如果少了这100多人 还有若干作为主力的代班长和辅导员 那这场考试几乎就不用再进行了 都可以直接考虑放弃了 成明深吸一口气 沉声说道 你们先撤退 我来掩护 你 我靠 大哥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成明叹了口气 至少我得把萧林的尸体带回来吧 不然 我会更加良心不安的 兽族是不是有虐待敌人尸体的习惯 他们并不知道 可如果真的那么做了 无疑会对新生们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 至少会影响士气 几个人脑海中 瞬间浮现出了杀头祭祺之类的画面 又很快摇头 将这种可能造成恐惧的联想给甩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 以殖民意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死亡高校》 但这更加坚定成名的决定 这个男人属于小事好说话 可大事上也同样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也是平时大家就算会富匪成名的为人 却也不得不服气的原因 别废话了 你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放心吧 我不会和那个兽人正面硬扛的 就像刚才萧林做的 只需要时刻保持高机动避开攻击 牵制对方就行 然后 成名当然不会白白送死 他在瞬息间同样想好了自己的计划 尽管他并不确定 以自己的敏捷值 是否可以做出像刚才萧林那种高机动闪避的动作 可是 他的话只说了一半 眼珠子立刻就瞪圆了 后半截话 被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堡垒的训练场中 倒在血泊中 已经被所有人判定死亡的萧林 正在慢慢爬起来 然后 一步步朝兽人指挥官走过去 这不可能 成名旁边的马尾女人 活见鬼一般的惊呼出声 太好了 萧林没死 成名却是非常开心 不可能啊 人只要瞬间失血量超过身体30% 就有生命危险 必须要及时收血才行 达到50%的话 基本就是必死 你们看地上那滩血 怎么看都至少有身体血液的一半了 她不可能还活着 这不科学 马尾女人 大概在地球上是学医学专业的 迅速做出了专业的判断 试图证明自己的话 并不是胡扯 其他不懂医学的人 对此也只是翻了个白眼 虽然他们对萧林的死而复生 有些意外 但想想 在诺马世界谈地球科学 才是最扯淡的事情 萧林 快点过来 我们打算先撤退了 成民立刻大声招呼 反正情报上也没有显示这些兽人懂得汉语 所以也不用担心他们能够听得懂 然而 成民中气十足的喊话 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 萧林站起来之后 始终低垂着脑袋 还沾着血迹的头发散乱着 身上的战熊皮甲只剩下半截 另外半截 则在刚才的攻击中 被兽人指挥官的战俘给砍破了 兽人指挥官也注意到身后的异动 站在阶梯半途中的他 又惊又差地看着 一言不发朝自己慢慢走来的萧林 沉默半赏 他凝笑一声 拖动战俘再次走回去 那双充满战役的眼神仿佛在宣告 就算你还能站起来又如何 我依然能够让你再次倒下 而这次就肯定是永远也不会再爬起来 萧林好像有点不对劲 马尾女人低声说道 成民眉头大皱 他同样也察觉到了 萧林不回话也就算了 此刻的萧林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 感觉让人有点压抑 胸口发堵 但他又觉得不可思议 开玩笑的吧 萧林怎么可能影响到别人的感觉 肯定是自己太疲惫产生的错觉 成民并不知道 在城头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微微古怪之色 其实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这种感觉 不 并不仅仅是他们这些学员 哪怕是与他们交战的兽人和愚人们 手中的动作也稍稍放慢 脸上浮现出一抹惊疑不定的神色 似是在警惕着什么 可无论如何 他们警惕的对象 都绝不是眼前这些 即将被他们赶出堡垒的新生们 曙光学院后勤步中 宋俊朗正在埋头书写试验记录 忽然想起了什么 抬头望着天花板 脸上难得带着一点忧虑 喃喃自语道 月考应该开始了吧 那家伙不会有问题吧 说起来 他也真是不简单 居然直到月考开始 都能够压抑着龙血基因的副作用不爆发 看来回来后 可得对他的基因稍微研究下了 宋俊朗也只是抽空稍微忧虑了一下 这么多次实验后 他其实对萧林顽强的生命力 还是颇有信心的 私存片刻后 他便将短暂的烦恼抛之脑后 继续埋头记录 此刻的萧林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中 他的意识依然很模糊 无法分辨清楚自我 但在他脑海中 却始终营绕着一个念头 打败眼前的敌人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败 凭借这种极为强烈的冲动 他的身体开始依靠本能 慢慢走过去 所有人都带着精仪看着他 萧林的步子很慢 甚至摇摇晃晃 他身上的战熊皮甲 已经彻底报废 圣魂剑和急火法杖 倒是安然无恙 但都被丢在了旁边 他露出的小腹部上 伤痕依然清晰可见 但没有再流血 而且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愈合着 兽人指挥官 直接从阶梯上跳跃而下 两把战斧顺势交叉砍了过去 但他眼前一花 萧林的身影 已经从视线中消失不见 下一刻 萧林站在了距离兽人 近在咫尺的地方 右手挥拳 朝他的肚子挥出去 兽人轻蔑地一笑 他虽然很佩服眼前 这个人类的身法 能够屡次避开自己 轮番的攻击 但人类终究只是人类 在纯粹的力量上 他们根本就不会是 强悍的兽族对手 更何况 这拳看起来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多年来的战斗经验 让他对这拳 没有做出任何规避动作 砰 指挥官轻蔑的笑容 瞬间凝固了 整个人都如同炮弹一般被撞飞 又狠狠撞在了身后的城墙上 碎屑纷纷落下 满身灰尘的兽人跌倒在地 满脸的震惊 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他朝天空咆哮了一声 瞬间从地上蹦起 加速冲刺 地面都随之震动起来 他瞬间爆发出来的冲刺力 是相当恐怖的 恼怒之下 这已经是他权力下的极限速度 只要他拿出这种状态 坚信这个人类是不可能闪开的 哄 指挥官再次重重地撞在了城墙上 如此高的冲刺速度下 哪怕是他 也不可能中途及时改变方向 萧林仅仅提前闪避开 便让他的攻击再次扑空 亮亮呛呛地后退了几步 灰头土脸的兽人脸上 布满了不可思议 成名等人看得也是一惊一愣的 从先前的战斗过程中 任谁都能够看出 这个兽人的实力 是要凌驾于萧林的 萧林也只是在利用自己的身法 不断闪避 却无法改变不利的局面 但现在这个情况又算什么 紧紧重新站起来 萧林居然隐隐之中 开始碾压兽人指挥官了 我靠 那家伙难道是赛亚人 复活一次后 就实力会更加强大 关注萧林和指挥官战斗的人 有很多 他们本来都是准备要撤退的 但眼前的局面显得很诡异 他们反而又迟疑起来 假如萧林真的能干掉指挥官 他们自然可以一口气攻占堡垒 可如果萧林再次倒下 他们也得全部搭进去 你动漫看多了吧 这都什么时候 别开玩笑了 蚂蚁变女人 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成名神色不定 语气古怪的 你们真觉得萧林的实力提升了吗 肯定的呀 无论是速度还是爆发力 我知道 但提升幅度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至少没有达到碾压 这个受人指挥官的程度 成名很认真的分析着 大概是平时在训练馆中 都是他和萧林练习对剑 加上前不久 还在模拟对战中 两人打过一场 他对萧林的实力 有更直观的认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我和萧林打过 我很清楚他的实力 他的剑技确实不错 我也很佩服 可别忘了 他现在可没有拿剑 成名的提醒 终于让其他人恍然 圣魂剑还扔在附近 萧林始终都不曾去剪铁来 虽说随着基础剑术提升后 本身的力量属性 也会慢慢增长 但作为剑术选修者 拿剑和不拿剑 所展现的实力 绝对是两回事 萧林居然能够单纯 就用力量压制住受人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战斗还在持续中 萧林的攻击变得非常简单 他所掌握的任何技能 都没有使用出来 基础剑术 幻影步 或者火炎剑气 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单纯的 一拳又一拳 狠狠打在兽人身上 可令人惊诧的是 效果却出奇的好 兽人指挥官 先前那爆发性的速度和力量 在萧林面前 突然间就变得毫无作用 好似沙包一般 只能任人宰割 不 不对 不是萧林实力提升了 而是那个兽人的实力降低了 不知是谁 忽然低声说了一句 你们难道没感觉到吗 战斗似乎比刚才更加轻松了 哦 我是说我们这边 经他这么一说 还在混战中的大家也察觉到 虽然只是并不明显的痕迹 但他们的对手 也就是这些愚人和兽人步兵 无论速度还是力量 确实有所降低 其实 他们自己其实也有点影响 总有一种放不开手的感觉 先前那种奇怪的压抑感 始终笼罩在心头 只不过 对手的影响看起来 要更大而已 这样倒是可以解释得通 兽人指挥官的综合状态 肯定也受到了影响 并不是萧林变得更强了 而是他的对手变得更弱了 成名他们想不通其中的缘由 为何大家的实力 都突然受到了某种限制 而稍微降低了 而且似乎 只有萧林没有受到影响似的 难道这种限制的源头 就是萧林造成的 这种假设未免太惊人了 哪怕是很信任萧林的成名 也并不认为心生中 有谁有能力掌握如此逆天的技能 不管如何 战斗因此确实变得轻松许多 僵持在渐渐被打破 尤其是几分钟之后 受人身上膨胀的肌肉 也在渐渐复原 虽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技能 但这种状态显然不能持久 恢复原状的指挥官 力量进一步降低 虽然本身实力也不弱 但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威胁性 萧林浑身的伤痕都完全复原 其实受人先前还能对他造成一点伤害 毕竟以他那两柄攻击范围极为广阔的战斧 想要彻底避开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也仅此而已 受人指挥官的力量明显受到了影响 虽然在其他人眼里很难分得清楚其中细微的差别 但在萧林身上的伤势却能很客观地体现出来 就算被他那两柄战斧再次击中 虽然同样会受伤 却已经不再如第一次那样致命了 而只要不是致命伤 那些伤口处立刻便升起一阵蒸腾的热气 然后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快速愈合 期间根本不会流出多少血 当受人肌肉膨胀的状态结束后 僵持局面也迅速被打破 这场战斗也几乎直接影响到了 其他受人步兵和渔人们的抵挡士气 几个班长自然也不是白痴 这种时候果断放弃了撤退的打算 各自招呼着自己队伍的人加快了攻击的节奏 尤其是他们联合起来 将作为主力的几十个受人步兵逐个消灭 他们的实力与这些步兵本来就是伯仲之间 加上对方的状态和士气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自然也不再是他们的对手 愚人们被从城头上给逐渐赶出去 至此 先生们终于在堡垒上成功占据了一块立足之地 之后 在成名的指挥下 大家一边固守城头 一边分出部分人迅速打开了堡垒大门 还在路上的其他学员们见此 也不再做规避动作 反正此时也已经没有远程的武器被投掷过来 连跃跃欲试的陈道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全员冲刺中 胜利近在咫尺 不管先前大家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开始这场登陆战 但每个人都已经开始憧憬即将到手的胜利 攻占堡垒就意味着第一项任务完成 所有人都会有兑换点入账 成名安排妥当之后 立刻和其他几个班长辅导员奔向堡垒中间的训练场 打算和萧林夹击迅速干掉兽人指挥官 在萧林毫不间断的攻击下 这个兽人已经是强弩之末 裸露的棕色皮肤上到处是青紫之色 却依然屹立不倒 单纯依靠力量的拳头 萧林的攻击性还是低了点 就算是被影响到状态下降 对皮糙肉厚的兽人来说 力道还是差了点 萧林 我们来帮你 成名已经迅速赶到 取出了他的重剑站在过道旁 直接将兽人的退路给彻底封死 在这里 击杀掉一个兽人的指挥官 无疑是对新生们士气很大的鼓励 显然大家都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 然而萧林依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马尾辩女人忍不住喝道 别在那装笼子了 赶快把兽人引到我们这边 然后大家合围 一阵低沉的咆哮声 却是来自于萧林口中 始终低垂的脑袋 第一次抬起了头 那是一双暗淡无光 却又布满血丝的双瞳 眼神中满是赤裸的渴望 那是对杀戮的欲望 萧林完全无视了马尾辩女人和成明的话 再次挥拳冲了上去 这种举动也低怒了兽人 她扔掉了两匹战斧 同样挥拳相向 她握紧的铁拳 足足比萧林大了近四倍 这已经是纯粹的力量比拼了 清晰可见的拳击声此起彼伏 萧林明显出于不利局面 她的身体终究是肉掌 比不上瘦人坚硬如铁的肌肉 反复挤拳下来 便有皮开肉绽的趋势 成明连忙挥剑 上前打算帮忙 可没走出几步 她突然停下来 下意识地稍微侧身 下一刻 萧林的拳头便已经从她眼前划过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萧林的拳术可谓是非常差劲的 毫无章法可言 然而拳头划过的进风 却是让萧林心头一阵凛然 萧林 你疯了吗 连我们也攻击 马尾变女人 大概早就看着萧林不爽 当即气急败坏地呵斥道 我们还是离远点吧 感觉这个萧林真的很奇怪 身旁一个戴眼镜的辅导员 谨慎提议 成明试图呼唤了几声 却依然没有得到萧林丝毫的回应 无奈之下 她不得不暂时后退 叹道 这样下去 这场战斗会没完没了的 是的 尽管萧林在局面上 几乎呈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 她的权力不足是个硬伤 就算拥有难以想象的愈合能力 每次皮开肉战之后 都可以迅速恢复 却始终没有办法给兽人指挥官 致命的一击 就算是兽人 也会感到疲惫 这个指挥官 终于露出一丝疲态 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眼前的人类 居然还能保持 如此疯狂的进攻节奏 人类的体能 居然可以超过兽族 这个兽人觉得自己遭到了侮辱 他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愤怒和焦躁 终于让他失去了理智 这让官战的成名 更加担心 兽族本就是一个 很狂暴的种族 虽然平时 他们保持着足够的理智和智商 可一旦他们被激怒 那就和野兽是没有区别的 不 是要比最凶猛的野兽 还要更加凶狠 失去理智的兽人 已经连胸前那象征容易的兽牙挂式 都给撕扯掉 因为那只会妨碍他的战斗 他的进攻武器 也不再仅限于自己的双手 用头撞 甚至直接用锋利的牙齿去撕咬 这个兽人脑海中 同样只剩下最简单的战斗本能 既然对手可以迅速愈合伤口 那么他就索性死死咬住伤口不放 看你还如何恢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肖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肖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15集 这个机会并不难找 在此双拳相机的瞬间 兽人猛然化拳为掌 顺势死死地抓住了肖林的双臂 然后咆哮一声 然后咆哮一声 朝着肖林的颈部狠狠咬了下去 剧烈的疼痛 让哪怕失去自我意识的肖林 也不禁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 然后便是如雨点一般的拳头 打在兽人身上 但兽人的顽强 也绝非吹嘘 任凭肖林如何拳打脚踢 他就是死死不肯松口 甚至还不断啃咬 他的计划成功了 在被如野兽一般的牙齿 深陷血肉中后 伤口果然没办法再次愈合 大鼓大鼓的热血 顺着下颚 不断滴答滴答流淌下来 兽人甚至还用力猛吸起来 成名大惊 也不过可能会被肖林攻击 当即再次举剑冲上来 试图给肖林解围 可刚跑到半途中 却见兽人指挥官 忽然松开了嘴巴 倒在了地上 浑身开始剧烈地抽搐 扭曲的脸色 显示这个兽人 似乎在忍受某种莫大的痛苦 这种痛苦并没有持续太久 没等成名等人回过神来 兽人指挥官 便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呼吸 倒在地上 毫无动弹 这个意外 让大家都愣住了 甚至是感到莫名其妙 整个战斗过程 他们都看在眼里 兽人指挥官的强悍 出乎预料 可最后的结局 又出乎预料 兽人的死亡 毫无任何征兆 以至于成名的警惕 不敢有丝毫放松 直到几分钟后 萧林身体一软 也随之倒在了地上 成名大吼着冲上去 手忙脚乱地一番检查 见萧林只是昏厥过去 这才松了口气 其他班长和辅导员 则在检查兽人的尸体 甚至不放心 还上去补了几刀 确认这家伙是彻底死透了 也是互相击掌庆祝 他们简单过问了一下 萧林的情况 得到并没有死后 便没有再关心 转而开始引导 其他陆续进入堡垒的学员 持续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 终于结束了 不过 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清扫战争的事情 还是有很多的 首先是伤员的及时治疗 在月考前 很多人都考虑到 受伤的可能性 也有很多人 兑换了初级治疗药剂 但限于大多数人 兑换点有限 难得兑换的一两瓶 并不是很舍得用 不是很大的伤 他们更愿意临时包扎 然后是俘虏的处理 俘虏几乎都是愚人 守卫堡垒的兽人 本来就不多 而且全部都选择抵抗到最后 而被消灭 如何对待这些被人暂时 看守在角落中 瑟瑟发抖的愚人们 却是稍微有了点争议 虽说经历了两次月考 大家对杀人这种事情 也在渐渐习惯中 可杀人和杀俘虏是两回事 终究是有人站出来 心有不忍 或者就是从理性角度来说 觉得不值得 杀福不祥之类的说法 也层出不穷 俘虏总共也没多少 加起来不过十几个 更多的愚人都四处溃逃 他们可没有受人那么顽强的作战意志 在意识到堡垒守不住 而且受人指挥官也阵亡之后 他们就四散而逃了 班级联合作战的弊端 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十几个班长和辅导员 各有各的说法 却是谁也命令不了谁 最后索性来了个投票决定 除了尚未苏醒的萧林之外 由十一个班长和十二个辅导员 共同投票 最后的结果也没什么意外 十九票对四票 绝对优势赞同杀掉俘虏 理由很简单 接下来 他们即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守城战 到时候 哪里会有多余的精力去看守俘虏 本来他们在处理之前 想先进行一下审讯 比如说 关于附近受足军队的地理位置 和人员分布等信息 这些情报 他们目前还完全是空白 可惜 就算在月考之前 简单教授了一点 愚人语基本知识 但并没有人真正的学会 处理俘虏并没有起到多少波澜 不过 这个投票制度 大家倒是觉得比较好用 考虑到接下来 很多事情都需要大家共同商讨 便提议 干脆成立一个暂时的 联合作战指挥部 所有人都同意了 不过 投票权也仅限于班长 辅导员们权衡再三 放弃加入其中 这个时候 也总算又有人想到萧林的存在 向秦川询问萧林的近况 秦川为此也是哀声叹气 他终究只是个辅导员 很多事情他来插嘴并不合适 从战斗结束到现在 已经有两个小时 但萧林依然没有清醒的迹象 最奇怪的是 萧林全身上下 已经找不到任何的伤痕 看上去 比那些伤员都还要更加健康 也因此 七班的执行权 暂时交给秦川了 不过秦川的姿态 放得更低 大多数时候 他则是询问周峰和顾晓月 这两个被任命的小组长 这个临时指挥部 对目前混乱的众多班级来说 还是有很不错的效果 首先进行讨论的 便是扩建堡垒 攻占堡垒的过程 并不算多艰难 尽管途中差点失败 但这座堡垒 比他们想象中 要更加容易占领 可反过来 当他们作为防御者来说 这可就不是值得高兴的事了 墙壁上那些雕饰 必须要被拆除掉 城墙的巩固和加高 也是必要的 同时有人还建议 在堡垒的外面 也要加紧建造 诸多的防御设施 比如箭塔 壕沟等等 考虑到兽人会有狼骑兵 还有人觉得 应该做点巨马障碍之类的东西 总之 乱七八糟的建议有太多 大家稍微讨论了一下 就继续用投票来决定 于是 巨马障碍 建塔的建议顺理通过 而家住堡垒等建议 则争议很大 并没有通过 反对的意见来自NPC们 也就是随传而来的那些建筑师 他们的首要任务 是建造复活塔 顺便可以帮忙建造一点防御塔 但扩建这种事情耗时耗力 显然他们并没有多余的精力 另外 被重点讨论的则是关于物资的处理 这座堡垒是受足设立的补给站 而且根据情报显示 还是最大的补给地点 事实也确实如此 占领堡垒之后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仓库大门 开始清点物资 清点的过程耗时不少 他们是从黎明时候开始登陆的 而直到上午时候 整个清点工作 才算陆陆续续地结束 班长们得到这份清单 几乎每个人都露出了 惊喜莫名的表情 不愧是最大的补给站 仓库中的物资很惊人 除了存积大量的食物外 还有数量众多的军械装备 这些都是为前线那些 准备攻暑光城的 受阻主力部队而准备的 和新生们目前穿戴的装备比起来 那好的可不是一两个档次 清点物资时 大家的眼睛都是通红通红的 如果不是代班长们觉得不放心 后来干脆在旁边监督 肯定是会有人偷偷藏起来几件的 不过 这也是提中之意了 这些物资当然不可能再还给兽人 接下来的守城 他们无疑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就算用不到的 也肯定会毁掉 除了装备外 在仓库最深处 还找到了一大批的药剂 兽族虽然缺乏法师 但这个种族中 却有一批能够运用妖术之力的人 被称为巫医或者祭司 他们能够使用元素法术 也可以为族人们调配各种炼金药水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这些药剂 如今当然也是被他们毫不客气地征用了 然后大家又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尴尬的问题 这些军械和药剂 十二个班级要如何分配呢 堡垒并不算大 事实上 兽族在设立这座补底战时 也是仓促之下 从诸多摄氏崭新的痕迹上就能看出来 不过 用来驻扎七百多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 五字的分配上 各个班级都不会嫌自己多 争执自然也是难免的 但这个时候 七班便陷入了一点尴尬 因为萧林的昏迷不醒 其他班长们又觉得秦川代表不了七班 或多或少的 有点无视七班的意思 毕竟大家都明白 这场月考过后 辅导员和他们大一年级 多半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顾晓月对此倒是不在意的样子 周峰倒是很好地履行了自己小组长的义务 这个光头男亲自赶到了临时搭建的指挥部 说是指挥部 其实就是一间只有一张桌子 几张椅子的小房间 然后又是一番更为激烈的争执 这个光头男是个狠人 哪怕是七班中 也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和他主动接触 其他班长们就更加不待见他了 但周峰同样也不傻 他就死抱着一条道理 按照登陆和功臣时的功劳 来进行优先分配的顺序 萧林的功劳很大 这毋庸置疑 尽管对杀敌术没有统计 但登陆作战时 萧林能够有余力主动支援别的班级 这点就足够证明他的实力 更别提在功成时 单靠他一人拖住了兽人指挥官 为其他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最后更是一己之力击败了指挥官 当然最后这点其他人却是不怎么承认的 兽人指挥官最后的死亡太莫名其妙 哪怕是成名也不好在这点轻一下判断 在反复的扯皮中 昏迷达半天之久的萧林再次苏醒了 让照顾他的几个女学员惊喜连连 差点就主动投怀送报了 平心而论 现在七班上上下下 不说全部 至少超过半数的人 对这位班长算是基本认可了 其实这些人的想法也很简单 先前他们不信任萧林 无非是怀疑萧林的实力而已 毕竟 从入学体检的数据来说 他们有足够怀疑的理由 班长的职责很重 今后的月考 甚至是未来到新世界直接参与各种任务时 班长都将会是他们的直属领导 他们同样担心萧林能力不济 而连累到自己 但从刚才的登陆战 尤其是之后不少参与工程冲锋队的人 都亲眼目睹了萧林与兽人指挥官 惊心动魄的战斗后 对这个代班长已经是大大的改观 萧林睁开了眼睛 赏武刺目的阳光 让他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不得不连忙再眯起眼睛 问道 我昏迷多久了 也不清楚这个时候的诺马世界是什么季节 但温度并不低 萧林正准备起身找点水喝时 一杯水已经递到了他面前 逐渐适应阳光的萧林重新睁开眼睛 看了看白皙如宁纸的小手 又顺着纤细的胳膊抬起头 然后瞠目结舌地发现 小手的主人居然是满脸冷淡的顾晓月 多谢 萧林有种受宠若惊的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却又立刻呲牙咧嘴 好闲啊 顾晓月推了推眼镜 昏迷时你出了大量的汗 而且先前听说你流了很多血 我看仓库中还有食盐 就放了点 萧林微微苦笑 生理盐水吗 道理我是懂 不过你这盐是不是放的有点多了 好吧好吧 咱们不谈这个问题 看这情势 堡垒肯定是攻占下来了 和我说一下目前什么情况吧 顾晓月早就有所准备 递过去一个小本子 说道 大小事里面都有记录 萧林愣了好一会儿才接过来 她其实多少有点想趁机 和顾晓月聊聊天 要知道 平时如果没事 想从这个冷淡的女人嘴里 多听到一句话 都是奢侈啊 吐槽归吐槽 萧林很快还是将注意力 转移到笔记本上 一排排捐秀的字体 从工程开始 各班的布置安排 包括陈道的指挥 再到工程之后 对俘虏的处置 临时指挥部的成立 以及这会儿 关于物资分配的讨论等等 都按照时间点 详细地进行了记录 这是一个做事很细心 也很有条理的女人 萧林心中暗暗赞叹 只用了几分钟 她就基本将自己昏迷 这半天时间中发生的事情 了解得一清二楚 本还向司机找点话题 主动和顾小月聊聊 但秦川不合时宜地出现了 对萧林的苏醒 表示了惊喜和高兴 又有点不放心地询问 她是否还有什么后遗症 和寿人指挥官那场战斗 秦川也是在旁边亲眼所见 萧林那个时候 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确实难以让人彻底安心 萧林也心存困惑 她的记忆 其实就到第一次 被受人击倒在地时 就彻底终止了 当时 她本以为自己这次月考 就到此结束了呢 而从顾小月的记录中 后面的事情 她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做梦 自己当时不仅没死 居然还如同爆发小宇宙一般 几乎碾压了受人指挥官 开玩笑的吧 萧林可不觉得 自己有圣斗士 或者萨亚人的基因 顾小月毕竟没有亲自攻城 很多细节也不甚了解 于是 萧林立刻和秦川聊上 秦川也是老学员 当即 用更为专业的角度 用语言重述了那场战斗 萧林越听脸色越古怪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忽然注意到某个提及 打断了秦川说道 你刚才说我在暴走时 哦 我暂时用暴走来形容好了 那个时候 你觉得有点压抑 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吗 并不是 事后 包括其他班长和辅导员 都如此说过 但持续时间并不长 所以连我们自己都怀疑 是不是幻觉 秦川也随之苦笑 呃 能够具体形容一下 是什么感觉吗 萧林潜意识中 似乎想到了什么关键 却又抓不住 秦川却是为难起来 显然 就算他比其他人 多了一年学习经历 也难以解释 不过 他却想起了什么 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了句 真要说起来 和开许典礼上校长的黄金巨龙出现时 那种压抑感差不多 当然 要远远比那天弱了太多太多 当时弥漫的压抑 是黄金巨龙的龙威造成的 但在这里可没有什么龙族 萧林也并不认为 自己会和那站在巅峰的生物 能扯上什么关系 这确实只能是个玩笑 于是萧林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过笑着笑着 他脑海中猛地想起了某个画面 笑声瞬间戛然而止 这龙血不会有副作用吧 呃 不会的 大概 大概 月考前那简短的对话 突然在萧林脑海中浮现出来 是的 如果非要想到一点 能够和龙扯上一丁半点的关系 他也只可能想到 当时被宋俊朗灌下去那瓶龙血 又被坑了 萧林低声吐槽 然后很无语地发现 自己的情绪居然意外显得很平静 这让他莫名有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难道是被宋俊朗那家伙 吭着吭着就吭习惯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呀 被吭了 秦川满脸茫然 哦 没什么 萧林自然不会将龙血的事情说出来 虽然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但先前自己失去意识后的暴走 恐怕就只能是那瓶龙血的后遗症了 只是萧林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宋俊朗那里的杂交品种 大多吃下去都会有不同程度影响的副作用 这点他是知道的 可既然是副作用 意思自然是指不好的影响 龙血这个后遗症 算是不好的作用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从秦川的口述中 萧林在失去意识后 力量和速度都得到了提升 最惊人的 当然还是那无与伦比的自我恢复能力 在那时候 失血几乎超过一半的情况下 还能凭借强大的再生能力站起来 连秦川说着说着 都无法掩饰自己语题中的羡慕 谁又能不羡慕呢 那种惊人的愈合能力 简直超出了新生能够想象的范畴 不 也许放眼全校 也未必能找出第二个 这样看来 这根本不算副作用啊 但萧林也敏感地注意到 秦川一带而过的话 自己后来居然试图攻击成名 也就是说 那种无意识的暴走状态下 他是分不清敌我的 或许那个状态下 在他眼里除了自己 其他都是敌人 也幸亏当时是成名在场 否则 其他班长们 指不定就趁机 连萧林都一同给灭掉了 萧林觉得 他们是很乐意做这种事情的 想到这里 萧林终于体会到 这种副作用的危险性了 他不知道这个副作用 今后是否还会发作 但他觉得 自己是绝对不想再体会一次的 这次月考是团队作战 一旦他暴走在人群中 开始无差别攻击 那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不过 在担心被宋俊朗坑了之前 萧林首先要让自己 别被其他班级给坑倒 尽管秦川还有点担心他的身体 并且劝他还是先休息 萧林还是直接带着秦川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仓库 班长们正在为物资的分配而扯皮 萧林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愣了很久 然后纷纷对他的苏醒 表示祝贺 不过 多少人是真心的 就说不准了 萧林也不拆穿 敷衍地呵呵笑了一阵 然后毫不客气地 从身旁一个马尾便女人手中 夺过了厚厚的记录本 开始查看起来 里面都是仓库中的物资清点单 物资量确实很惊人 食物主要以各种腌制的 或者晒干的肉类为主 因为储存的肉实在太多了 以800人的分量去计算 至少也能支撑 五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 这部分的分配毫无争议 军械方面 就算这是为兽族主力部队 专门准备的 质量也参差不齐 兽族不喜欢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 这可真不是一个好习惯 哪怕是护甲武器 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展现出 不同的特点 因此 他们的锻造匠 往往在打造过程中 时不时来上一两次灵光闪现 这种灵光闪现也造作了装备质量的不等 新生们其实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系统地辨认装备等级和品质 但辅导员们却是知道的 他们简单统计了一下 这批军械中最低品质是黑铁级别 大多数则是青铜级别 但也有极少数的白银级别 甚至还有若干件黄金级别的装备 好吧 他们也必须承认 兽族并非是只会用蛮力的种族 他们也确实拥有还算出色的锻造师 可问题来了 黑铁级别和青铜级别的装备都好说 大家哪怕每个人穿一件扔一件都绰绰有余 但白银级和黄金级要如何分配 这才是众人争议的焦点 白银和黄金级别的装备 已经被专门挑选出来 放在了仓库门口 那些泛着奇特金属光泽的护甲 看上去便显得与众不同 每个人都是双目放光 寸步不让 因为数量的稀少 哪怕只是算上辅导员和班长们 也不够一人一件分配 萧琳 你大伤出狱 怎么不好好休息一下 说起来我们能够攻占这座堡垒 还多亏了你拖着那个受人指挥官 接下来的战斗交给我们好了 被萧琳夺过清单本的马尾辩女人 大概有点不爽 可说出来的话却满是关心 秦川有些苦笑地皱了下眉头 虽然作为很快升入大二的辅导员 他对新生年级的诸多事物 已经懒得去插手 可他还是能够看出来 这些代班长们并不齐心 除了陈道 成明等少数人和萧琳关系还算不错外 其他人似乎对萧琳并不感冒 比如说话这个女人 看起来是关心 可言外之意分明就是在说 你既然都受伤了就别来掺和了 那些白银甚至黄金级别的装备 应该给他们这些没有受伤 能够发挥出完全战斗力的人才行 萧琳将眼神从清单上抬起来 打量许久 她对这个马尾辩女人还是有点印象的 却又想不起来 直到后者被盯得有点发毛 她才开口道 那个 请问你是谁啊 你 马尾辩女人满脸韵怒 代班长们算是一个层次的 大家平时都会有所交流 哪怕在论坛上 他们也有一个专门属于班长的聊天群 彼此间不算关系好坏 至少都还算熟悉 可现在萧琳却表示自己不认识你 这个马尾辩女人也是代班长 听在她耳朵里 也许觉得萧琳是瞧不起自己 同样作为代班长 是竞争对手 你凭什么不认识我呀 她总是难免生出这种情绪 萧琳也很无辜 她平时是很低调的 和陌生人接触并不算多 尤其是 总共三个月的新生期 她还去了新华盛顿 有一个多月 除了成名 陈道之外 她对其他人 还真谈不上熟悉 甚至很多人 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她是韩蔓蔓 四班的代班长 成名连忙上来打圆场 又将话题给转移过来 白银级变 居然还有黄金级变 萧琳也懒得和韩蔓蔓 斤斤计较 她稍作感慨 蹲下来 随手捡起一件 泛着银色光泽的铠甲 摸上去 并没有金属的冰凉 而是带着淡淡的温热 哪怕是作为外行人 都能隐约感觉到 这件铠甲中 蕴含的澎湃能量 韩蔓蔓瞪着眼睛 大概是担心 萧琳直接拿了装备就跑 她甚至往旁边 稍稍走了两步 不准痕迹地 挡住了仓库的出口 大喊蔓蔓的小人之心 显然是白用功了 萧琳只是对这些装备 有些好奇而已 观察片刻之后 便满脸惋惜地 随手丢了下来 重新起身说道 我的建议是毁掉吧 众人愣住 或许是觉得 自己听错了 还是说萧琳其实脑子 还是处于不清醒状态 你们该不会觉得 这些白银级别 甚至黄金级别的装备 我们可以用得上吧 这话怎么说 成明还是比较有理智的 他相信萧琳 不会故意开玩笑 很认真的说道 大家虽然月考前 自己也买了点装备 但终究是不全的 如果有这批装备的话 实力会提升很大 你们总不会不知道 如果使用超越自身能力 上限的装备 是发挥不出任何作用的吧 萧琳苦笑一声 她何尝不想使用 松醒之后 她首先检查了 自己随身的装备 急火法杖和圣魂剑 都没有什么事 可战熊皮甲 却是被那个该死的兽人 给彻底毁掉了 那可是2000兑换点呀 韩漫漫不屑地道 这个说法 我们自然都懂 可那是三个月之前 现在我们的实力 都提升了不少 就算无法发挥出 装备的全部能力 也要比我们现在身上 穿戴得更好 萧琳有些无奈 道理其实大家都懂 只是其他人 在真正见到 这些顶级装备时 欲望驱使下 难免会心存侥幸 可萧琳却很清楚 这个道理 绝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在中阴之地时 那个大祭司 也铸造了 无数高级的兵器 当时萧琳也心存侥幸 然而真正完好无损的武器 她拿在手里 和废铁根本没有区别 最后 她也只能使用 其中失败的残次品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萧琳对地上这些白银级 甚至黄金级的装备和武器 也就失去了兴趣 她摇了摇头 不再干涉其他人的选择 而且很大方地说道 那随便吧 你们先挑好了 我们七班最后选就行了 反正黑铁级和青铜级 这两个品质的军械装备 加起来至少也有好几千 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也不用担心 别人会挑完 成民看到萧琳 兴趣索然地离开 连忙问道 你去哪 我去NBC那里看看 萧琳摆摆手 表示自己确实 对他们随后的物资分配 没有丝毫兴趣 所谓的NBC 当然就是那些建筑师们 在他们这些学员 在忙着如何分赃时 建筑师们同样没有闲着 他们总共有一百余人 此刻分成了两拨 一拨人在忙碌着修建建塔 和各种防御设施 另外一拨人 则开始在堡垒镇中央 修建复活塔 萧琳要找的 就是这批正在修建复活塔的人 领头的是一个满脸胡茶 皮肤有黑的中年男人 正扯着粗犷的嗓门 吆喝着手下们准备材料 大家只知道他姓于 君贤上位 其他信息所知甚少 因为都知道 这只是存在于 模拟空间中的虚构人物 基本都没有什么攀谈的兴趣 萧琳趁着男人休息的空隙 上去很客气地打了声招呼 于上位 我想请教一点问题 男人看了他一眼 一挥手 说吧 复活塔的修建 通常需要多久才能够完成 要看是什么规模的 规模 于上位翻了个白眼 不满当 这可是常识 复活塔也分为大型 中型和小型 不过前两者都是用于主要城市 而且我们带的材料不多 最多也就只能先修建一座小型的复活塔 最迟三个月肯定能完成 三个月 难道就不能提前完成吗 萧琳心中 突然有点不妥的感觉 这个时间太长了点 于上位 瞪起了眼睛 你以为复活塔是什么 这玩意儿可是个技术货 容不得半点差错 本来会造复活塔的建筑师就没多少 曙光城肯定也需要 能够让我们这些人跟过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从已知的历史当中 这个时期的复活法则 也是刚被那个俄国人 创造出来没有多久时间 所以各地的殖民学院 都在加紧修建复活塔 这个男人说的话也没有错 曙光城作为首都城市 自然是要重点保护的 但萧林还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可又说不上来 秦川告诉过萧林 历史上这次作战行动 是以失败告终 尽管当年的具体细节 已无从得知 可稍微设想一下 如果复活塔真的修建成功 他们将拥有多次复活的机会 这座补给站 难道真的守不下来吗 兽族的主力狼鸡大军 正在行进途中 意味着 他们就算想要重新夺回补给站 也只可能派遣小谷部队 而只要狼鸡大军主动后撤 那也等于他们的作战目的达到 到时候 曙光城的增援 同样会主动出击 也就是说 在历史上 这座补给站 极有可能是在三个月内 在复活塔修建完成之前 便再次被兽人夺了回去 只有三个月时间吗 萧林心情有些沉重 之后 他和这位渔上尉 又简单聊了聊 关于复活塔 比如 复活塔的建筑材料 复活法则 是如何通过这座塔 来生效的等等 这个时期 正值复活塔刚刚出来 每个人 其实都对这能够 让人无限复活的高塔 充满了兴趣 但很是遗憾 这位上尉 仅仅知道如何修建 至于原理 却是完全不懂 用他的话说 除非是非常精通星象学 空间学 灵魂学等诸多学科的人 才能够在复活塔的研究领域上 摸索出一丁半点而已 攻占堡垒的第一天 大家都是在比较紧张的心情下度过的 仓库那边 关于军械装备的分配 也最终完成 按照每人两到三件的量 基本上算是平均分配 不过 他们只有700多人 剩下来的装备 也不能留着再还给收人 便让人划船搬回了战船 至于船长们 是打算扔进海里 还是带回去 就和他们没啥关系了 第一天的战况统计 很快也出来了 每个班长拿到统计数据之后 或喜或忧 12个班级加起来 到目前为止 死亡人数为40人 轻重伤近百人 重伤者当中 至少还有十几人 是基本彻底 是基本彻底葬失战斗力的 和阵亡没有什么区别 检员太严重了 这还只是第一天 因此 关于如何守成的计划 临时指挥部的代班长们 为此又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有人觉得 这座堡垒终究太小 加上他们人数太少 一旦面临围攻 很有可能 坚持不了多久时间 因此 他们觉得 应该在城外 拖住敌人 来拖延时间 但另外一部分人 则觉得 他们的对手 很可能是兽人主力部队 从先前的战斗来看 兽人的实力 是比他们更强的 放弃坚固的城墙 无疑很愚蠢 每个人 总想表现出一点 出色的指挥能力 好让自己最终 获得评价更高 也许年纪长的选拔 就是依靠这个决定呢 因此 登陆的第一天 也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 萧林自从苏醒之后 也理所当然地加入到这个 由全部代班长组成的 临时指挥部 但绝大多数时候 他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而是和成明商量了一下 有两边班级 各自出两个基础弓箭技能 还不错的人 派出去先进行侦查 不管是据点而守 还是主动出击 他们总得先掌握 敌人的动向才行吧 而且 萧林不知道为何 心头总是萦绕着一种 很焦躁的感觉 他总觉得 自己似乎忽略了什么关键的事情 却又千头万绪 抓不出重点 尽管争议不断 不过 临时指挥部的班长们 也不是什么都不懂 很多措施命令 很快被发出去 又由所有班级的学员们 迅速执行起来 首先 是在山脚和山坡上 设置大量陷阱 那些建筑师们 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指导帮助 而在堡垒的仓库中 也有成坯成坯的材料可用 陷阱主要分成两种 火焰陷阱 是用凝固的动物脂肪油制作 再用燃点极低的法术材料铺成 只要人走在上面 脚底稍许的摩擦 就能够引燃整个陷阱 还有一种荆棘陷阱 以长满稻沟的植物作为素材 埋入泥土中 稻沟本身伤害不大 但涂满毒素之后 威力是不可小觑的 同时 大家还临时制作了巨马 绳索等防止骑兵的障碍物 萧林和成明派去的侦查 也没有发现 工程结束后的第一天 显得非常平静 晚上 班长们特地用仓库中的肉食 煮了几大锅浓浓的肉汤 搁在开阔的训练场上 又点燃了几堆篝火 浓郁的肉香飘满夜空 他们本来还想邀请 战船上的船长和水兵们 也一同过来享用 但被他们婉言谢绝 因为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以便做出最快的反应 而且 这批战船最多两三日 就会返回曙光城 这让大家多少有些遗憾 本来他们还有人提议 是想让战船沿海岸线 继续往上侦查的 但按照历史上的进程 这批战船是必须要离开的 比起这个补给站 曙光城的防御 显然才是舰队更加重视的事情 次日 舰队如约拔毛启航 不过肖林在此之前 找到了先前搭乘的战船船长 提了一点小要求 被后者大度地答应下来 于是 堡垒中便多出了一批观测卷轴 在这个世界中 这种集中了远视 夜视等综合能力的卷轴 基本就是能够代替望远镜的东西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肖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肖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比起其他人 还在为了如何防守而争论不休 肖林对侦察显得更加在意 尽管学员们中 有不少人学习了鹰眼技能 这个技能能大大提高牧师范围 但终究是比不上这种高端的卷轴 就这样 四天时间转瞬即逝 经过所有人的抓紧赶工 堡垒附近已经埋设了大大小小上百个陷阱 建筑师们也先后树立起十多座防御塔 不过 因为时间紧急 这些防御塔都是比较简陋的建塔和法术塔 需要安排人手上去进行操作 但不管如何 看上去 这座堡垒仿佛已经变得固若金汤 而萧林外派的侦察人员每次回来 虽然依然没有发现敌军的踪影 但附近的基本地形图却是差不多绘制完毕 在这附近 除了靠近山脚的地方 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小丛林外 其他地方都是一马平川的广袤平原 难怪兽人会将最大的补给站设在这里 从交通上来说 他们的狼骑兵想要赶到这里 确实是轻而易举的 在萧林反复提醒下 其他人也渐渐将注意力放在侦察上面 并且 在第四天稍晚些时候 开始在各个主要路口设立简单的哨所 因为没有远程通讯工具 他们甚至模仿了地球上的烽火台 在哨所中堆满杂草 只要发现有敌人的踪影 看守哨所的人就会立即点燃 极次广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每个人都绞尽脑汁思索着 是否还有可能疏漏的地方 尽管在很多细节上 他们争论不断 不过 大家的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 守住这个地方越久 每个人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度过最初的紧张感之后 看着眼前焕人一新的堡垒 还有无数的防御塔 不少人也忍不住心生自豪 在仓库中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撑 加上建筑师们的技术 他们的效率还是相当高的 放松下来之后 大家也总算能够稍微抽空 观赏一下附近的景色 尤其是站在堡垒之上 迎着湿润的海风眺望 很让人心旷神怡 也有人会悄悄溜到沙滩上 趁着退潮时摸点海鲜产品 然后和大家讨论 这个世界的海鲜要如何吃 或者干脆在沙滩上晒晒太阳 这里的空气确实相当新鲜 班长们最初是禁止这种行为的 不过后来随着侦察的体系逐渐完善 哨所加上烽火台的设立 让他们自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任何可能的袭击 而且每天紧绷的神经也确实需要稍微放松一下 否则寿人来之前 他们就会自己被自己累垮了 于是一些班长和辅导员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萧林这些天费尽了心思 他甚至继续安排了两对弓箭手 白天全天后监视天空 不允许任何类似苍蝇的动物 飞入堡垒附近的空域 也是觉得这样基本就能保证万无一失 然后他稍微酝酿了一下 主动邀请顾小月去海滩走走 连萧林自己都意外 他居然会主动做出这种邀请 而顾小月盯着她的眼睛 也足足看了有一分多钟 最终这个女人只是很平淡地点了点头 萧林本来是不抱多少希望的 听到顾小月的回答后微微发症 反应过来之后立刻欣喜若狂 也懒得再去管防御设施的布置之类乱七八糟的事情 立刻换了身衣服 就屁颠颠地离开了城堡 仓库中的军械装备分配之后 萧林自然也得到了一套新的护甲 不过瘦人的护甲只有两种 锁子甲和重甲都比较沉 萧林选择的是锁子甲 效果暂时没有摸清楚 平时穿着倒也无妨 可既然出去散步的话 难免就成了累赘 这会儿太阳刚升起不久 阳光并不是很烈 迎面吹来的海风带着清爽的凉意 先前那场登陆战残留的痕迹 也早就被涨潮时的海水给彻底冲刷干净 两个人信步闲停地沿着海水线走着 偶尔会遇到三三两两其他班级的学员 大家也不会互相干扰 这种难得的忙里偷闲的时光 每个人显然都很珍惜 也很享受 两久的沉默让气氛有些尴尬 萧林想找点话题时 顾小月却先开口了 嗓音还是特有的清脆和冷淡 其实从小到大 我还没有真正看过大海 呃 其实我也没有看过了 我生活在内陆城市 而且我这个人以前也很宅 假期什么的时间都在家玩游戏 也懒得去旅游 我妹妹也很喜欢大海 你知道她喜欢画画 小时候她画的最多的便是大海 但她从来不和我说 萧林愣了一下 为什么 顾小月叹了口气 因为她不想让我为难 她知道自己的双腿会很麻烦 而且那个时候 我经常会买世界炮 到处打听可能治好她双腿的地方 经常会好久不在家里 虽然每次离开前 我都会找最好的保姆和佣人照顾她 但我知道她每次依然会很寂寞 我很清楚 却故意装作不知道 萧林脑海中浮现出她妹妹 顾承韵的模样 与冷淡的顾小月 几乎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性子 那是一个可爱活泼的女孩 尽管双腿瘫痪 无法行走 却没有丝毫为此悲伤 对生活充满乐观 只是一面之缘 也给萧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看得出 顾小月似乎为此有些懊恼 萧林针肘着语言 轻声说道 你们姐妹的感情很好 我相信 顾承韵是不会怪你的 我知道 她从来都不会怪我 我们姐妹俩从小相依为命 也很早就学会了坚强 因为 如果我们变得软弱 是不会有人去帮我们的 萧林微微恍然 难怪顾小月会养成这种自主性极强 同时也不怎么合群的性格 但她突然心生不妥 顾小月为何突然会和自己说这些话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顾小月的口气 也不像是需要让人安慰的样子 回想起顾小月 包括她妹妹顾承韵 曾经说过的直言片语 萧林对这对姐妹 反倒更加好奇起来 从小相依为命的姐妹不是没有 但顾小月姐妹却很奇怪 她们的家境非常好 能够给美术学院直接捐款百万 看得出 她们完全不缺钱 姐妹两个都有重大的疾病 没错 萧林想到顾小月那只剩下两年的寿命 怎么想都觉得只能用影集来形容 甚至在脑洞大开一下 也许当年她们的父母 就是发现她们身患难以医治的重病 才故意抛弃她们的 后来大概又觉得心里有愧 于是悄悄留下大笔钱 萧林不好直接当面问出来 但这次顾小月却再次主动谈起自己的父母 其实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既世起 我也只记得见过父亲的次数 一双手都可以数得过来 再后来 她也彻底失踪了 说到这个敏感的话题时 顾小月的语气和神态依然平淡 没有丝毫的伤心 但萧林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恨她们吗 顾小月摇头 最初是有点的 但后来就没有感觉了 父母对我而言 其实就只是个代名词而已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和妹妹 所以我并不需要她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停顿片刻 这女人忽然在海边停住 望着海平线 悠悠一声叹息 但最近 忽然忍不住要恨起来了 承韵她一直都很寂寞 如果再失去我 我不敢想象 她今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萧林终于有点猜出 顾小月要说什么了 她跟着停下来 稍微提高了一点音调 也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先前反复提醒过你 让你不要忘了购买初级生命水 你就是不听 我就不相信 两次月考加上入学测试 以你的实力 难道连一千兑换点都还没有凑足吗 就算不为了你自己着想 也得为了你妹妹考虑啊 顾小月稍许沉默 萧林吐出口气 觉得也许自己说得有点重 不管如何恼怒 这个事实都已经发生 她放缓语气 不过 现在后悔也没有什么用 在月考中 无法购买初级生命水 你也不用太悲观 虽然这次考试难度大了点 不过这次 我们防御的措施 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不管如何 我肯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萧林信誓旦旦地 拍着胸膛做出保证 尽管她其实 对这次考试 同样没多少底 可在女人面前 怎么可能露怯呢 然而萧林的话 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 顾小月依然静静地 看着海面 许久后才淡淡道 就算这次过去 还有下次 下下次 你曾经说过 哪怕我再厉害 也很难保证 每次考试都安然无恙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平时 我几乎挤出 所有的闲暇时间去训练 萧林一直以为 顾小月是对自己的实力 太自信 此刻更加奇怪 问道 那你为何始终不肯购买 初级生命水 我买过的 学院第一次开放购买时 我就买过一瓶生命水的 顾小月转过头来 白皙精致的脸蛋上 只剩下惨淡的笑容 一字一句道 可是没用 那瓶生命水 根本没有增加我的寿命 生命水不起作用 不可能 开什么玩笑 萧林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信 觉得肯定是 顾小月弄错了什么 初级生命水 配合复活塔的复活机制 可以说是他们这群地球人 能够在诺马世界 立足的根本 曙光学院 更不可能欺骗他们 何况 这三个月来 也有其他人兑换过生命水 如果不起作用的话 早就有人闹起来了 当然 萧林同样也不觉得 这个女人有什么必要说谎 因此 她努力分析到 会不会是哪里搞错了 比如说 你买的其实是中级生命水 我记得之前辅导员说过 初级生命水 只对百年寿命以下才有效果 顾小月摇摇头 这种解释无疑很牵强 学院不太可能 在这种事情上出差错 她捋了捋被海风吹乱的发丝 继续说道 这次找你 主要是想拜托你一件事 让我照顾你妹妹 萧林对于这种假设 显然心情很不好 呃 不是 顾小月露出一副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表情 好吧 那是什么事 萧林微微尴尬 我妹妹的腿 以地球的技术是无法治愈的 但这里不同 自从进入学院来 我就在图书馆里 查阅了大量法术资料 高等级的治疗法术 是完全可以做到地球科技 做不到的事情 萧林恍然 难怪顾小月拥有如此高的智力 却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辅助法术路线 也许这个女人 从开始就打算好 要自己学会高等级的治疗法术 顾小月抿了抿嘴唇 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求 我知道你的法术天赋 并不比我差多少 如果我真的不能回去 将来有一天 你能够掌握高级治疗法术的话 能请你治好我妹妹的双腿吗 这个要求 让萧林有些意外 她张了张嘴巴 忽然想到了黄金级别 不能返回地球的规定 而且 就算是黄金以下的人回去 诸多法术的使用也有很多限制 这是出于保护地球未面法则的需要 就算将来自己或者顾小月 真的掌握了这个法术 到时候 他们还能回去吗 回去之后 还可以使用吗 萧林忽然有些不忍心 将这个残酷的现实 告诉这个女人 最终只能是很违心地 狠狠点了点头 表示答应 并且安慰道 你也不必太担心 这次考试结果还难说呢 兽人虽然强悍 但从前几天的战斗来看 并非不可战胜 萧林暗暗做好打算 这次考试 无论如何 也要保护好顾小月 哪怕最终考试失败 哪怕连她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 她损失的不过是些许兑换点 和无足轻重的十年寿命而已 只要她愿意 完全可以用新世界币 再去换更多的兑换点 然后购买生命水 所以 必须要让顾小月活到最后 你觉得兽人会从什么地方过来 顾小月已经将话题移开 这让萧林有点后悔 失去了继续深谈下去的机会 从情报来看 这次侵略蜀光城的兽人主力部队 是以狼骑兵为主 加上最近侦查下来 附近基本都是以平原为主 所以应该是这个方向 萧林这番话 也基本是所有代班长们的想法 你没有考虑过海陆吗 顾小月只是小组长 是没有资格出席班长们的临时指挥部会议的 而且这个女人 也从来不会主动去询问 萧林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风平浪静的大海 思寸道 不是没有考虑过 只是觉得可能性不高 哦 对了 你也许还不知道 我先前和那些建筑师们了解过 这附近的海域被称为无尽之海 哪怕在整个诺马世界 也是排得上名号的凶险海域 事实上 这次登陆作战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当时船队根本不敢再开出更远的距离 不过我们运渠都不错 一路上也算是有惊无险了 顾小月听明白了萧林的意思 兽族没有海军 而且以他们的公益水平 也造不出能够出海的战船 这是已经知道的情报 本来作为其附庸的鱼人族 也完全可能从海陆过来 但如果再考虑到无尽之海的凶险情况 这个可能性也并不大 鱼人族是个很孱弱的种族 他们平时只能在前海 并且没有太大波浪的地区生活 而且就算在海中 他们也同样有无数的天敌 说白了 这个种族能够生存至今 本身就是个奇迹 哦不 应该说是依靠他们几乎逆天的繁殖能力 才能保证种族延续的 萧林耸了耸肩 最初我们也有这个担心 但反复斟酌之后 觉得可能性不大 而且坦白地说 就算鱼人真的敢从海陆过来偷袭 我们其实并不怕 兽人部队才是我们真正担心的重点 因为刚才的谈话 让萧林对这次月考显得更加重视 虽然嘴巴上说着没事 他还是忍不住在脑海中 仔细将每个可能忽略的点 再次梳理了一下 他的脸色陡然变了一下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不过你这么说 我忽然想到了一点 那家族 当时船长和我说过 他是有些担心途中会遇到那家族 一旦那样 他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但我们对那家族 并没有任何的情报可言 顾小月也皱起好看的眉望 他们确实对诺马世界的那家族 完全不了解 在战船上时 萧林问过船长 但后者也只是知言片语 严格来说 这个种族属于深海种族 在大海中很常见 他们和兽族 甚至和愚人族都很交好 却从来不会主动牵扯到任何战争中 而且那家族多生活在深海地区 不可能主动上岸 临时指挥部也做过类似的假设 也同样觉得 那家族加入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并不高 而且 有些人历史课学的还是不错的 至少 戴教授从来不曾说过 当年那场受人之战中 有那家族的参与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意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18集 可万一呢 历史课上的知识 真的就是全对的吗 萧林觉得 自己也许有点关心则乱的感觉 因为对顾小月的重视 让她再次将这个先前已经被排除的可能性 重新拿出来考虑 而几乎与此同时 在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 一抹转瞬即逝的光运 正在快速接近中 这抹光运 仿佛是阳光照射在金属上反射而成 光运移动速度很快 几乎眨眼间 已经是在肉眼可直接观测的范围内 海滩上三三两两散步的人 此刻已经全部惊呆了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 赫然是一搜搜银白色的战舰 这些战舰呈流线性 船体如同镀上了银色的金属一般 非常好看 但无论如何 这些战舰都绝对不属于曙光学院 回去 都赶快回到堡垒中 萧林及时反应过来 她已经顾不上痛恨自己的乌鸦嘴了 拉起顾小月就迅速朝堡垒的方向奔跑 心中却是惊骇莫名 这些战舰究竟属于谁 就像刚才萧林和顾小月分析的那样 兽人族因为本身公益水平的限制 造点小山板还差不多 能够出海的战船 而且还是眼前这些 外观非常精美的战舰 绝对不会出自兽人之手 愚人族和那家族属于水生种族 他们真的想来偷袭 是不可能乘坐战舰而来 就如同小鸟想要飞起来 直接拍拍翅膀就可以 而不回去选择坐飞机 堡垒中也是乱作一团 连续数天的平静 让大家都有所松懈 忽然而至的神秘舰队 让很多人不知所措 显然 眼前的局面完全超乎预料 堡垒的大门被紧紧关闭 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 手持各种武器登上了城头 但大家心里难免坠坠不安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够对付战舰的手段 好在 这些银白色的战舰在距离海岸 有段距离处就停了下来 数十分钟后 也不见有丝毫登陆的迹象 也不见有任何远程攻击的火力 可大家依然不觉得 这些战舰是来观光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战舰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 临时指挥部内 代班掌门的咆哮声 差不多整个堡垒都能听见 可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城民脸色铁青 打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将敌人拥有战舰这种可能性 纳为考虑范畴 否则 在几方没有海军保护的前提下 他们想守住这座堡垒 真的是太困难了 有没有派人去侦查 四班的班长韩漫漫说道 怎么侦查 难道派人游泳去吗 回答他的是十二班的班长陈道 而且语气很不友好 韩漫漫不跃道 大家先冷静一下 首先 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从船长那得到的 这部分真实性暂时不考虑 另外一部分 则是从历史课代教授那听来的 这部分情报 毋庸置疑是可以相信的 毕竟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 这点没问题吧 韩漫漫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舰队未必是敌人 承明有点回味过来 没错 从历史上的情报来分析 这场战争 除了兽人和愚人族外 甚至连那家族都没有卷入进来 而且 兽人族并不具备造船能力 综合这两点来看 外面的支舰队未必就有恶意 那也说不通啊 陈道对韩漫漫的推测很是怀疑 微微讽刺道 我说你的地理课难道都是白上的吗 别忘了地理位置 我们曙光学院除了直接和兽人族和愚人族接壤之外 并没有其他敌人存在 韩漫漫大怒 那你倒是说说看 外面的舰队究竟是谁的 陈道顿时雨塞 争论不休时 临时指挥部的门忽然被推开 萧林带着满脸的疲倦走了进来 毫不客气地坐下之后叹了口气 韩漫漫等人微微发愣 进来开会时 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 原来十二个代班长其实还少了一个 不过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对萧林并不感冒吧 可萧林接下来的话却语出惊人 我想 我大概知道那支舰队是谁的了 谁 精灵组 啥 精灵组 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这些战舰上的标志确实是精灵组的 当然 也并不拍出其他人冒充的可能性 萧林随手将用完的魔法卷轴扔在桌上 刚才他就是用远式卷轴在城头上进行观测的 你怎么认识精灵组的标志 喊漫漫尖锐的声音响起来 我去过新华盛顿 有很多精灵组的人在那里做生意 所以我曾经见过 哪怕是在很小的视频上 他们也喜欢雕刻生命之术的图案 生命之术 哦 传说生命之术给予了精灵组灵魂 反正他们对这玩意儿很敬重 差不多就相当于上帝的存在吧 萧林回忆了一下 当时在新华盛顿 偶尔漏过精灵组的商店 他确实问过这个问题 但这也说不通 就算外面真的是精灵组的战舰 他们为何会开到这里来 迷失了航项吗 韩曼曼还是无法相信 你见过精灵组 这个种族是不是和小说上写的一样 全都是美女 陈道突然双目放光 不过他关心的重点 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他人翻了个白眼 直接无视了他的话 说起来 我记得精灵组是和美国裁决者学院接壤的吧 从精灵组到这儿 要多久时间 虽然大家历史课和地理课 都还算听得比较认真 可这些细节问题 却是没人答得上来 于是 目光再次落到了萧林身上 不管他们嘴巴上是否承认 对曾经有去过新华盛顿的萧林 都是很羡慕的 从新华盛顿乘坐战船到曙光城 最快也要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而且 以这个时代的技术 我觉得 应该要两三个月的行程才合理 精灵组的领地我没有去过 不过 既然和美国接壤 而且同样靠海 想到这里的话 至少也得差不多这个时间吧 萧林一边回忆 一边说着 话音落下同时 满屋子所有人都陡然变色 从精灵组到这里 至少两三个月的海路 但萧林他们从登陆到攻占堡垒 至今也不过五天的时间 那支舰队如果真的属于精灵组 除非他们是偶然路过 否则的话 问题就很大很大了 那意味着 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也许都完全只是个圈套而已 历史上这次行动 是以失败而告终 而在最终的历史记录中 没有丝毫关于精灵组出现的记载 可同样的 这场登陆作战行动 也并没有出现在任何资料当中 就如秦川和萧林说的那样 也许学院认为 这场战役是个耻辱 将所有资料都给彻底封存 所谓祸不单行 指挥部内 当代班长们还在对外面战舰的身份 争论不休时 已经有人慌忙推门进来 回报说 已经有哨所点燃了烽火 大家本来就不怎么好看的脸色 瞬间变得更差了 他们在哨所设置类似烽火台的预警机制 就是为了能够对敌人的入侵提前预警 可真等到警讯到来时的这一刻 没人会因此感到高兴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整个堡垒已经陷入到近乎混乱的忙碌中 本来 他们在前两天时 已经在各自班级内做过大量动员 大家也不是说没有心理准备 可现在情况有点出入 在他们旁边这支银色的舰队 是完全在计划之外的 稍微让大家放心的是 疑似精灵族的舰队 在不远处停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动作 不仅没有利用远程武器 或者法术进行攻击 更没有派人上岸 本来刚才指挥布施在商讨 是否需要主动派人过去进行交涉 但现在受人的突然袭击 让他们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 不管这支舰队对曙光学院 是什么态度和立场 只要他们能够继续这样保持围观 直到整个考试结束 就足够了 虽然很多人觉得 这种想法不太靠谱 但眼下除此之外 他们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安排侦察的人很快返回 他们前几天的布防还是有作用的 安排人手在哨所附近 用远石卷轴全天候侦察 发现敌情后 首先用风火台通知堡垒的人 然后自己则赶回来具体通报 如预料的那样 正在朝这边奔袭而来的 便是受人的狼骑兵部队 但数量并不是很多 根据观察者的粗略统计 数量在三四百左右 但紧随着狼骑兵之后的 却是足足近三千人 全副武装的寿人步兵 正在急行军赶来 狼骑兵我倒是可以理解 全速行军的话 招发西智都是可以的 但是受人步兵我无法理解 他们为什么也同时出现在这里 萧林紧紧盯着侦察回来的人 希望得到这个情报的确认 喂 远石卷轴也是你给的 情报怎么可能有错 侦察的人是其他班级的 听到萧林的疑问 这个班的班长自然也不答应了 萧林摇头 叹道 不是针对他 而是很奇怪啊 我先前之所以如此重视侦察 就是想确定敌军的动向 侦察回来的情报 是在这四周并没有兽足军营驻扎 那么兽人步兵 究竟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 附近那片小树林 成民疑惑道 那片丛林不大 如果经过那里 我们的哨所早就该发现的 可如果他们是提前就在丛林中埋伏好 只待合适时机 比如说狼骑兵赶道时 再配合一起冲出来呢 萧林的话让大家脸色更加不好看 如果这种推断属实的话 那么距离先前那个问题就更近了 兽人从一开始就预料到 他们会进行这场登陆战 带着心头的沉重 大家在城头上静静等待敌人的到来 接近上午时 城头上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来了 浩浩荡荡的兽人大军越来越近 这是真正完全由兽人所组成的部队 没有愚人那种杂派军 萧林等几个班长已经先撕开了远式圈轴 在圈轴作用下 这些棕色的兽人更加清晰 甚至连笔孔间吐出来的气息都看得清清楚楚 哄 他们在通往山脚的路上布置了大量的陷阱 没有丝毫减速趋势的狼骑兵大队 首先引爆了火焰陷阱 这些用毅然材料制作的陷阱 在被触发后会引起瞬间极高温度的火焰 哪怕是兽人皮糙肉厚 也挡不住法术火焰的直接灼烧 而狼骑本身也是惧怕火焰的生物 火焰四起 狼骑兵阵型当即变得混乱起来 狼骑也变得暴躁不安 但兽人部队也同样训练有素 这种时候如果贸然停下来 只会牵连到后面的步兵 前锋狼骑兵不仅没有停下 反而渐渐地提速冲锋而来 兽人的战役之高让大家微微意外 那些骑兵们虽然身负铠甲 但缺乏法术防御的他们 是无法抵御火焰侵蚀的 尤其是越厚重的铠甲 在被瞬间的高温烧得通红滚烫 活生生套在身上 尤其是在远视卷轴中 萧林等人看着蒸腾而起的烟气 都忍不住有种浑身发毛的感觉 看在眼里似乎连自己都觉得很疼啊 可就算如此 那些兽人依然嚎叫着没有退缩 他们的瞳孔中布满血丝 挥舞着武器 不顾身上的火焰和灼伤 发疯一般朝堡垒冲过来 但他们布置的陷阱远不止这些 在火焰陷阱之后是荆棘陷阱 那些涂满毒液的倒沟 给予了因为重伤而被激发出血性的兽人狼骑兵们 最致命的一击 那些毒液是从堡垒仓库中翻出来的 毒性有多强 他们其实也不清楚 现在看来效果确实不错 被倒沟陷入脚掌中的狼骑 纷纷前仰后翻 在地上不断抽搓 蜷缩 眨眼间就嘴角翻着白墨 再也没有了气息 被掀翻的兽人们 抗毒性也强迫到哪里 他们并没有支撑太长的时间 也同样一鸣呜呼 四百多狼骑兵 同时冲锋的气势 其实非常强的 堡垒中很多人这辈子 也只在电视剧上看看骑兵冲锋的画面而已 突然面对这种如同排山倒海一般的 棕色龙卷风席卷而来时 本来就算是聚成而首 很多人也忍不住面露惬意 可短短不过十几分钟时间 四百狼骑兵已然灰飞烟灭 还能够站着的不过寥寥数计而已 很多人都纷纷拍手称快 这几天 他们每日辛辛苦苦埋设陷阱 搭建防御塔 现在努力总算有了回报 大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真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 就算是兽人又如何 还不是得吃亏 哈哈 我感觉说不定我们真的能够守下来呢 利用陷阱淹了兽人一把的众人 士气也随之精神振奋 这些战场菜鸟们的情绪波动 还是很严重的 不管如何 开局这个短暂的胜利 让大多数人都比较满意 但也只有少数人却在微微叹息 这些兽人果然很凶悍啊 萧林摇头叹息 收回视线之后闭上眼睛 让始终通过远时卷轴 跳目远望的双目稍微放松一下 韩漫漫对她的悲观有些不愤 微微讥讽 这种程度你就怕了 成明也看懂了萧林的担心 本来外部的布防 基本就是在她和萧林立主下进行的 她同样满脸忧虑 说道 因为时间的仓促 我们其实没有布防太多的陷阱 很遗憾 超过八成的陷阱 都在刚才消耗殆尽 韩漫漫愣了一下 反驳道 但我们同样干掉近四百的狼骑兵 而这些陷阱的材料 只不过是从他们自己的仓库中拿来的 我们本身根本没有任何损失 萧林微微苦笑 她也不好直接嘲讽这个女人的战略目光太浅 解释道 但别忘了 我们的战略目的 是尽可能固守这座堡垒 不让敌人重新夺回他们的补给站 这样等于在他们的后勤线上 欠下了一颗钉子 牵制住攻打我们曙光城的主力部队 这是任务背景 本来按照我的设想 其实是希望利用这些陷阱 再配合远程攻击压制 至少拖住兽人一周左右时间的 那些狼骑兵 他们是故意在用自己的身体来开辟道路 帮助后续的步兵清扫陷阱 不为死的军队是最难应付的 成名似有所感地叹了口气 兽人大军用狼骑兵的牺牲 基本将他们的陷阱给清除得七七八八之后 而堡垒这边依然还是零损失 看起来兽人损失巨大 但萧林等少数人并没有因此高兴 兽人这是在用性命换时间 他们损失的是四百人 而萧林这边损失的却是整整一周时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19集 之后 兽人步兵果然开始慢慢压了上来 三千多兽人步兵阵型完全展开 没有任何战术 就这样直接从正面直接攻了过来 萧林似有所觉般 忽然回头看了下 堡垒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很好 在前方是平原 而在背后则毕临无尽之海 那支银白色的舰队 似乎距离海岸更近了点 但依然只是静静停在那里 仿佛真的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过客而已 但萧林陡然醒悟过来 她忽然明白了 这支舰队不管是否真的来自于精灵族 他们的目的也许不是加入到这场战争 而是截断他们的后路 如果萧林他们有撤退的打算 正面突围肯定是行不通的 最大可能就是走海路 兽人这是想赶尽杀绝呀 萧林心头涌出更多的迷惑 有太多说不通的地方 据她了解 精灵族应该是个与世无争的懒惰种族 而精灵族和兽族的关系 虽然谈不上恶劣 但也绝不是朋友 更不可能联合作战 何况曙光学院在这个历史时期 根本就没有得罪过远在天边的精灵族 兽人上来了 成民似乎看出她的分心 低声提醒了一句 萧林甩甩头 将诸多困惑给抛之脑后 暗暗告诫自己 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防守上 顾小月的事情 让她不允许这次考试有任何意外 就算兽族和精灵族真的秘密签订什么合约 那也终究是历史中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这只是模拟考试而已 我去法术塔那边帮助防守 宝垒这边交给你了 萧林和成民嘱咐了一声 就匆匆离开堡垒 她的作为让其他班长们都有些傻眼 防御塔是建在堡垒外的山坡上 也是考虑到堡垒本身并不是很大 何况本身堡垒并不是很坚固 如果真的刚开始 就不得不面临围困的局面 很难保证可以坚守多久 这些防御塔是需要人工操作的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分派部分人上塔 这个任务让不少人心中吐槽 谁都看得出来 一旦被这些兽人攻上来 守塔的人肯定是先死的 尽管从战略上来说 这是拖延兽人最好的办法 代班长们是左右为难的 为了在各自的班级内树立威严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命令 能够被严格执行 可如果是这种高死亡率的人物 他们又觉得很难开口 甚至觉得很可能会招致别人的反感 虽然学院赋予了他们班长的权限和头衔 但上位者却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养成的 而很显然 这些在地球上坐惯了小市民的众人 在真正面临这种抉择时 很多人都是陷入尴尬的境地 萧林算是给所有人带了个头 她主动走出了堡垒 在城头上几百双惊讶的目光中 登上了防御塔 防御塔分为剑塔和法术塔两种 她登上的自然是法术塔 毕竟萧林对自己的建树是毫无自信的 不少代班长是颇为不爽的 尤其是看到其他学员毫不掩饰的钦佩眼神 就对萧林更反感了 他们不是没想过亲自上阵的问题 但首先他们始终是有所顾虑 如果提前死掉 影响评价的话 也许就直接关系到最终年纪长的评选 不管他们平时表现得多么友好 终究不可能完全无欲无求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不少人并不适合登上防御塔 比如纯粹的近战 去了防御塔也是浪费而已 但萧林却是没有他们的顾虑 或者说在海滩上听完顾小月的恳求之后 她已经将所有乱七八糟的顾虑都抛开了 年纪长算个屁 兑换点也好 学分也罢 甚至是正式班长的位子 在萧林此刻的心中 那些加起来都不拘顾小月的性命来得更重要 所以萧林才能毫不犹豫地走出堡垒大门 尽管个别人 比如说王大林这种 很不客气地说 萧林是故意做给大家看的而已 并讽刺她这个人太虚伪 但至少大多数学员 都对萧林暗暗竖起大拇指 而七班的人则更加认可这位班长 对王大林的讽刺 要毫不客气地回击道 与其在这里说风凉话 不如你也出去虚伪给大家看看呢 这预料之外的效果 并不在萧林的考虑范畴内 登上防御塔之后 萧林稍微检查了一下塔的装置 说是防御塔 当然不只是让人登上去紧紧拉弓射箭 或者挥舞法杖施放法术这么简单 法术防御塔 其实更准确地称呼应该是法术巨能发射器 整个塔是利用魔导装置构建而成 法师们只需要输出自己的精神力 就可以激活魔导装置 然后发出已经固定好的法术攻击 高端的防御塔可以搭载威力相当强大的魔导装置 但很遗憾 因为时间仓促 他们根本没可能建造更好的防御塔 即使这些相当简陋的防御塔 也已经是建筑师们的极限速度了 萧林轻轻抚摸着 泛着墨黑色光泽的金属 这便是魔导装置 所谓魔导 可以解释为通过魔法能量作为导力 具体的相关课程 那要等到大三才会开设 而现在 萧林不需要知道原理 她只需要懂得如何操作就行 具体操作 先前两天时间 他们在建筑师那儿 其实也接受过突击的特训 操作方法并不难 萧林将双手 按在平台两侧光滑的金属板上 在一阵光运闪过之后 如同铁盒子的魔导装置 开始迅速变得更亮 更热 魔导装置的发射口也很奇特 并非是类似泡管 而是一节扁平状 而且修长的银色金属片 魔导装置内部的变化很快 几乎眨眼间 这节金属片就变得一片通红 而且颜色不断加深 异常耀眼 然后萧林只感到 按住金属板的双手一阵颤动 然后 一股惊人的气浪 从发射台后面喷射而出 如果不是防御塔顶不是密封的 萧林估计就得直接被气浪给冲出去 然后他忍不住想起建筑师 那个鱼上尉似乎有提醒过他们 因为要赶时间 法术防御塔的建筑过程中就省略了一点无关紧要的东西 比如说缓冲装置等等 发射口的金属片在闪耀到足够亮度的光芒后 深红色的光束击射而出 如同激光一般直接在兽人步兵阵中爆炸开来 至少四五个兽人当场就被炸成了肉泥 血肉横飞 甚至分不清手脚 他们那看起来后世的铠甲 在法术塔的攻击下就如同纸壶般脆弱 法术防御塔的威力 把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玩意儿的新生们都吓到了 继而就产生了足够大的好奇心 陆续有更多的人走出堡垒 相继登上防御塔 但法术防御塔的数量相比还是很少的 约占所有防御塔不到五分之一的样子 更多的还是以箭塔为主 这是搭载了大型机弩或者连射弩等发射装置的攻击塔 威力比起法术塔要逊色不少 而且攻击范围也很小 不过箭塔的攻击速度很可观 相对来说 法术塔的威力巨大 操作确实很繁琐 每次发射后都需要更换发射口的金属片 建筑师于尚伟和他们说过 在这种低等级的法术塔上 金属片是属于消耗品 发射一次就得更换 否则就会因为超载过热 下次发射很大概率会直接塔毁人亡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消灵可不敢冒这个险 发射完后连忙爬起来进行更换操作 它是第一次操作 手法笨拙不说 刚发射的金属片还是滚烫无比 就算防御塔上也准备了清水 每次更换依然相当麻烦 在消灵带头后 其他防御塔相继加入到攻击的行列 箭塔的大型机弩操作要简单许多 一根根巨大的箭尸不断破空而去 操作机弩的都是选修弓箭课程的学员 他们的命中率要比其他人高很多 但大型机弩同样有个很不方便的地方 那就是转动很慢 好在兽人展开阵型之后 战线拉得很长 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转动 密集的箭尸一定程度上倒是弥补了单体杀伤力不足的劣势 因为在仓库的军械装备中 发现了大量可供机弩使用的大型箭尸 它们根本不需要有任何节约使用的想法 法术塔这边虽然攻击间隔很久 但每次攻击的破坏力相当惊人 这些法术塔的攻击以火焰能量为主 附带的人烧效果在长满青草的平原上 效果很是不错 蔓延的火焰也会组织受人的推进速度 站在堡垒上的众人也没闲着 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 用一切远程武器进行攻击 没有选修过箭尸课程也没有关系 最基本的弯弓搭箭总会吧 至于能够射中什么就完全不重要了 兽人步兵有好几千 看上去简直漫山遍野都是一片棕色 朝着人堆射箭 总会有不长眼的家伙会很倒霉地中几箭 兽人步兵也同样疯狂 至少在萧林亲眼目睹中 就见过好几个兽人身中数箭 甚至一条胳膊都被炸没了 依然嚎叫着不顾一切地朝山坡上冲锋 从战斗场面来看 萧林他们确实在全程压制住了兽人 尽管最开始狼骑兵有身体 铺平了途中所有的陷阱 但随后的兽人步兵 似乎并没有预料到 他们会遭到如此密集的攻击 或者应该说 兽人没有想到 萧林他们会在短短数天时间内 就树立起如此之多的防御塔 曙光学院对这次登陆作战 无意准备得非常充分 随传而来的这批建筑师 几乎都是曙光的精英 他们一方面是受命来修建复活塔的 而为了固守堡垒 他们同样不介意分出一部分精英来修建防御塔 而其他学员们都很清楚 这次月考的难度和重要性 不管嘴巴上如何抱怨 帮忙修造时 确实基本没有人会偷懒的 毋庸置疑 兽人们也许预料到了曙光学院的登陆作战 却没料到会受到如此激烈的抵挡 他们确实很凶悍 整个下午时间 兽人的冲锋几乎没有片刻的停歇 一波又一波 如同潮水一般不断发动着攻势 在路上 他们已经不知道丢下多少具尸体 萧林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更换过多少次金属片 反正塔中用来冷却的清水早就被他用光了 而激战正酣时 他是不可能再回去取水 然后他想到了自己月考前学会的法术水盾术 这个法术是利用水元素凝结的水盾 进行短暂的防御 但利用水盾来进行发射金属片的冷却 反而更加方便 而且水盾如果不受到攻击的话 能够持续数分钟 也就是说 萧林甚至能够连续使用两三次 法术塔和剑塔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 法术塔是需要以使用者的精神力作为开启装置 尽管消耗程度比正常使用法术要低不少 但长时间使用的话 也是不小的消耗 就算萧林后来已经开启奇迹状态 将属性全部转化到智力上面 依然挡不住脑海中难以抑制的疲倦感 不断席卷而来 萧林所操作的法术塔 是坚持到最后依然在不断发出火焰弹 进行攻击的 其他人的精神力很难坚持到最后 甚至有的人直接晕倒在塔内 法术塔的牙火也让兽人受到的压制减轻不少 相对应的 堡垒这边终于开始陆续出现伤亡 兽人用人数去铺路 就算顶着如雨一般的剑尸和漫天的火焰 加上这座山并不高 山坡也很平缓 终究无法避免被兽人冲到近处 首先遭殃的是最外围的剑塔 这些兽人步兵 所使用的是比正常人都还要更高的巨大战斧 先前也说过 这些防御塔在仓促赶工中 是很难保证质量绝对过关的 倒不是建筑师们故意偷工减料 实在是无能为力 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修建复活塔 何况给他们的也只有五天时间而已 那些貌似冲上来的兽人 抡起巨大的战斧 在疯狂的咆哮中砍向剑塔 哪怕附近剑塔上的人 在惊慌中毫不犹豫丢下大型机弩 用随身携带的远程武器 拼命朝这些兽人射击 也无法阻止剑塔的轰然倒塌 这些兽人在用最原始的办法破坏防御塔 简单却相当有效果 不过他们为此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就算堡垒这边没有刻意的统计 只从漫山坡的尸首也觉得这支兽人部队肯定损失很多 但他们顽强作战意志也让人惊叹 甚至忍不住要佩服起来 每次成名他们都忍不住觉得兽人也许会因为损失惨重而撤兵时 面对的只会是下一波亡命冲锋 终于在太阳渐渐吸血时 兽人蔓延的战线开始渐渐退去 从已知的情报上 他们知道兽人并不是个喜欢夜战的种族 在诺马世界没有光学污染 晚上如果没有照明措施的话 那几乎是真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而兽人的夜视能力是很差的 结束了 城头上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兽人退了 是我们胜利了 持续半日的防御在傍晚时终于落下帷幕 很快 整个堡垒中都传来了盛大的欢呼声 比起登陆和工程时的简单 今天下午这场战斗无疑格外艰难 兽人的强悍尽显无疑 也因为这样 当收获胜利的时候 每个人的喜悦之色也更加浓厚 摊坐在防御塔中的萧林 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听着外面的欢呼声 她只是微微叹气 唉 胜利嘛 这只是个开始啊 萧林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 通红的双手上满是被烫伤的痕迹 她现在根本不敢走下塔去 因为那需要用手扶住阶梯 而她现在的状况 双手别说是扶了 只要稍微碰一下 那就是钻心般的痛苦 就算水质盾可以代替清水进行冷却 但随着精神力的大量消耗 萧林甚至连水质盾也不敢继续使用 只为了能够使用魔导装置多进行一次攻击 没错 在战斗接近尾声时 萧林每次更换发射口的金属片时 都是直接裸露双手进行的 天知道刚刚发射过的金属片温度有多高 萧林当时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 咬住牙齿就这么直接上了 以至于当战斗结束时 萧林看着血肉模糊的双手 五指连心的疼痛让她呲牙咧嘴的同时 也忍不住对自己都惊讶起来 当时的自己居然会有如此的意志力 萧林就这么静静躺在法术塔中 直到灯灯灯的灯塔声传来 迷糊中 萧林下意识地警觉起来 想要抽出随身配件 直到成名那憨厚而关切的脸露出来之后 她才松了口气 刚要说什么 张开嘴巴却是发出了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好不容易渐渐指住血迹的右手 因为刚才握住剑柄 顿时再次变得鲜血淋漓 成名登上法术塔 看了一眼塔中满地废弃的金属片 发射口处萦绕的烟气 也同样接受过防御塔使用培训的成名 稍微思索一下 就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她也不废话 直接背起了萧林 连奔带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叠 第120集 回去之后 成名 就有人主动过来 就有人主动过来替成名带路 在这里是没有医生的 有的只是随传而来的治疗师 和那些建筑师一样 他们也算是NPC一类的人物 当年的作战行动肯定是有类似的配备 只不过 他们这些新生 因为入学时日太短 还没有人学会治疗手段 大概学院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提升新生这边的实力 治疗师大约有20余人 在之前 他们也了解过这些治疗师的水平 大概相当于黑铁到青铜之间 下午的防御站 堡垒这边伤员情况其实很少 因为从始至终 兽人都被他们的防御塔 给死死地压制住 就算后来随着战线的推进 外围的箭塔开始逐渐收到损失 位于城头上的防御者 却是没太大影响的 最大的伤亡 还是来自于兽人的远程投掷武器 他们那一身力气确实很麻烦 但当距离足够远 比如当兽人发现 他们很难接近时 就索性在山脚附近开始投掷 威力自然减弱不少 真正死亡的人并没有多少 更多的也只是轻微的伤势 那些被推翻的箭塔上的人 就没这个好运了 在初步统计中 外围已经损失的箭塔中 无人生还 当然 这个数据 代班长们暂时还不敢公布 因为他们担心 第二天就没有人再愿意出去灯塔防御了 真正受伤的人当中 萧林的伤势算比较严重的 治疗师们简单看了两眼之后 就断定为重度烧伤 如果放在地球上 这种程度的烧伤还是很棘手的 但这里是诺马世界 萧林甚至没有动用到 自己随身携带的治疗药水 没办法 那玩意儿太宝贵了 考虑到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她在下午时候就忍着没有喝掉 最终 治疗师在她双手上 喷洒了一种很冰凉的清水 带着淡淡的清香 有些粘稠 然后又用绷带将她双手绑好 嘱咐她需要两天才能够彻底痊愈 这段时间内 不能再用手握住任何武器 临时搭建好的伤兵营 被设在训练场之上 因为大家的伤势都不是很重 大家一边等待治疗师们忙碌的治疗时 一边也会很轻松地互相聊天 大多都在吹嘘着刚才的战斗中 自己表现得如何如何英勇 身负重伤 还不忘拉弓射箭 或者就是干掉了多少个兽人 立刻有人不相信道 你怎么知道自己干掉多少个兽人 当时漫山遍野都是敌人 你还有空数得过来 刚才吹嘘的人 立刻举起了个小本子 摊开后 里面写了不少证字 他得意道 每缺点一个敌人死亡后 我可都是有记录的 如果你省掉记录的功夫 也许可以干掉更多兽人的 萧林静静听到这里 很无语地插嘴进来 你就是那个七班的班长 被说的是个年轻小伙子 他有些尴尬地黑黑笑了两声 注意到萧林的面孔有些熟悉后 立刻猜出对方的身份 萧林大概还没意识到 自己其实多少算一个 不大不小的名人 至少比起月考之前 认识他的人也更多了 本来 萧林在大一年级的名声 并不算太好 最初 大家对他的印象 只是停留在 七班的废柴代班长 这个定义上 加上他有段时间的消失 又让大家逐渐淡忘了他的存在 而在成名的话老属性下 萧林如何受伤的详情 也在堡垒内渐渐传开 加上萧林最开始主动走出堡垒 登上了防御塔 这一切所作所为 让不少人对他更加心存佩服 下午的战国统计也出来了 因为寿人在夜间并不会主动出击 所以临时指挥部的班长们 趁着黄昏时寿人退兵后 组织部分人出去进行战场清理 草原上的火焰很多还在燃烧 黑色的风烟在天空缭绕 暗红色的血液和受人残缺不堪的尸体 则形成了惨烈的图案 本来班长们担心 这些尸体中是否还有奄奄一息的 甚至是假死躺在那里 所以格外嘱咐大家要小心 看到不放心的就先补几刀再说 但事实上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清理过程中 他们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一个还幸存的兽人 每个兽人可谓是真的奋战脑流干最后一滴血 才倒下去的 走在其中 众人看着那些猙獰的尸体 才更能深刻感受到下午攻城的激烈程度 粗略统计下来 兽人此次冲锋 阵亡人数超过了600人 将近五分之一的兵力 这还没算退下去时 那些还带伤在身的 代班长们对这个数据还算比较满意 这样算下来的话 他们只需要一周时间 就能彻底灭掉这伙兽人步兵队 萧林绑好绷带后 在伤兵营坐了一会儿 先回到七班查看了一下情况 七班的运气不错 整个下午 只有三个人被投掷的长毛 郑重要害直接死亡 其他人多少带点轻微的擦伤 却并无大碍 不过 虽然萧林是带着看望同班同学的名义 但潜意识中 她其实主要想确认一下顾小月的安全 看到这个女人还是冷冰冰的呆在那里 她也就稍微安心 下午的战况 她则通过周锋进行了解 这个光头男看起来很彪悍 但随着萧林和她接触多起来 也渐渐感受到 这同样是个能够信任的人 因为大家都是聚成而守 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只是周锋私下中 对战局表示了一点忧虑 尽管下午的战斗中 是大家优势 但兽人的凶悍 其实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 不畏死的军队是最可怕的 其实稍晚些时间 随着有箭塔被摧毁 加上法术塔牙火 他们这边已经出于劣势了 只不过 大概对面的兽人指挥官 也考虑到伤亡情况 又也许不想进行夜战 这才停止攻击 在这方面的想法 萧林倒是和周锋不谋而合 按照今天这种趋势 反复再来上几次 结果可真不好说 至于指挥部乐观估计 保守七天内全灭这伙兽人 那纯粹是在天方夜谭 老萧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固守 我是说 其实仓库里的东西 能搬走的 我们也让船队带走了 不能搬走的 大不了我们一把火烧了了事 只带些必备的食物 直接离开不就好了 周锋还是不怎么习惯 喊出班长二字 平时他基本都是用老萧 来称呼萧林的 萧林也不以为意 反而觉得更亲切 周锋的提议 让萧林稍微愣了一下 周锋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次任务的奖励很丰厚 但我不觉得这种奖励 会比十年寿命更划算 我看有些人 就是被这些诱惑给冲昏了头脑 没有算明白其中的厉害 萧林明白他想说什么 按照第二项任务的奖励标准 他们每固守一天 就能获得二十个兑换点的奖励 而一瓶初级生命药水的价格 是一千兑换点 也就是说 他们至少得固守五十天 之后就算死亡也够本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算上今天 总共才第六天 十分之一的时间而已 剩下来的十分之九的时间 谁也不敢保证发生什么 如果这是在地球上的战争 撤退或许是不错的主意 可惜这里不行 萧林指了指不远处 正在修建中的复活塔 叹道 你记住 将来在新世界 复活塔就是我们的根本 只要有复活塔存在 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这也是为什么 那些建筑师过来的原因 因为我们不能放弃 这座补给站 更不能放弃复活塔 萧林在七班 简单吃了点东西后 就先行离开 晚饭依然是用 受人储备的熏肉烤制而成 再配上香喷喷的肉汤 很是美味 大家吃得很香 萧林确实有点麻烦 尽管治疗师 给她喷洒那种清水 确实有了效果 疼痛感在渐渐降低 但这会儿 还是不能碰东西 哪怕握住碗筷 也会钻心地痛苦 向来细心的顾小月 注意到萧林的尴尬 抿了抿嘴唇 似乎想到什么 冷淡的脸上 微微发烫 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 同样注视这女人的萧林 也意识到了什么 用毫不掩饰的 可怜兮兮的目光 忘了过去 其他人 多少注意到了 气氛有些不寻常 本来准备自告奋勇 站出来的人 也立刻回过头 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不过 打破这个气氛的 却是辅导员秦川 他刚刚盛好肉汤回头 恰好看到 萧林那副可怜的模样 已经知道他伤势的秦川 当即端着肉汤 大步过来 坐在萧林旁边 道 我差点忘了 你的手还有伤 我来喂你吧 萧林眼角抽了几下 也不好说出拒绝的话 很勉强地挤出了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说了句谢谢 再次看向顾小月那边时 那女人似乎长出了一口气 已经将脸给转了过去 其实 她本来想和顾小月随便聊聊的 不过这个气氛下 在大家面前 这女人肯定不会多说话 代班长们再次聚集在单独的房间内开会 自从组建这个临时指挥部后 大家似乎变得很热衷于行使这个战场指挥官的权力 尽管很多时候 大家都谁也不听谁的 互相再扯皮 效率也并不高 但目前 如果想做出什么决定 也确实只能从这个指挥部发出 萧林姗姗来迟 白黄黄地绷带 让不少人稍微有点羞愧地低下头去 至少下午的战斗中 只有萧林主动离开堡垒 今天我们的损失其实也不小 不过有些数据不方便公开给其他人 担心影响士气 我就在这里先说一下吧 说话的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 叫盛国 是八班的班长 因为是他负责做的战场统计 所以这个会议的开场白 也是由他开始的 我们损失建塔有八座 刚才我询问过建筑师 想要修复基本是不可能的 而且只要寿人明天继续保持公式 我们仅存的防御塔 恐怕最多只够再支撑三天 三天 有这么快吗 我记得我们的防御塔有几十座呢 四班的韩曼曼 有些不怎么认可 萧林出声道 八班的班长统计没有错 我们没损失一座防御塔 就意味着下次寿人的攻势会更强 而且我必须提醒各位一句 法术塔的消耗远远比我们先前想象的更大 萧林稍微描述了一下 法术塔上磨岛装置的操作过程 其中那些每次发射就需要更换的金属片 他们并没有带太多的库存 而在寿人的仓库中也没有发现这东西 这导致他们一旦失去代替的金属片 很可能会让仅存的法术塔变成无用之物 作为今天出尽风头的萧林所说的话 大家心中虽然富费 但也确实让他们深思许久 然后很郁闷地发现了一个并不容乐观的事实 今天这场防御战看起来是胜利了 可为何从结果来看 反而他们即将面临失败呢 法术塔那些金属片还能坚持多久 成名打断众人的沉思问道 一天 萧林给出很肯定的数据 哪怕是八班的班长也不好反驳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只有萧林上过防御塔 这方面其他人还真不好说什么 那节省一点使用呢 比如你刚才说 从冷却到更换金属片 操作熟练起来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间隔 那么我们将这个时间延长 改成五分钟发射一次呢 韩曼曼的发言很积极 其实代班长当中女性只有三个人 女人天生的优势让她们还是稍微受到了一点优待 但这个韩曼曼算是个例外 她的话刚说完 就得到了十二班班长沉道的白眼 这个还没有高中毕业的男孩 对韩曼曼的性格显然是极为不爽的 经常会针锋相对 此刻她再次讥讽 不懂法术的人就别开口了 今天的战斗大家也看到 法术塔虽然发射间隔时间长 但威力很大 加上附带的火焰燃烧 可以很好地阻隔受人冲锋步伐 用处非常大 今天正因为法术塔的不间断攻击 我们才能够好好坐在这里开会 萧林倒不想针对谁 但同样实话实说道 没错 今天战斗后半段 受人能够攻上来 很大程度也是因为 法术塔的操作者精神力不济 导致发射速度大幅度变慢 所以明天的战斗 我建议不仅不能延长发射间隔 还要缩短时间 韩曼曼恼羞成怒道 刚才可是你自己说 从冷却到更换金属片的过程 是无法替代的 你还想怎么缩短时间 萧林看白痴死的看了他两眼 顿了片刻 继续说道 我是说过这个过程无法替代 但如果另外安排人手来负责呢 你的意思是 让两个人登上同一座防御塔 对 不过最好是两到三个人 这不好吧 我们总够就这点人 分派人手出去 守城的力量也会大幅度削弱的 萧林说道 我不觉得守城的力量会被削弱 其实 今天的战果 如果细心统计的话 那些第一次使用弓箭 进行远程射击的人 他们的击砂数加起来 有一座防御塔的数量多吗 这些擅长近战的人 在守城时 根本没有太大作用 不如让他们登塔帮忙 何况 如果有兽人冲过来 他们也能够就地组织防御 这话 倒是让一些人 稍微尴尬地撇过头去 代班长当中 近战的人还是不少的 当然 也有人很坦荡地承认 并且认可萧林的话 比如成名 有成名的支持 萧林的决议 还算顺利地通过了 顺带说一句是 这个临时指挥部 是通过投票 来决定所有需要执行的措施计划 对此 周峰和秦川 同样在私底下 和萧林吐槽很久了 尽管投票制 是为了让12个 平起平坐的班长们 能够维持平衡和公正 可在战场紧急情况发生时 这种所谓的投票民主 有时候真的会很害人的 次日黎明时分 天刚刚大亮时 还在睡梦中的众人 便被一阵低沉而急促的 战鼓声给惊醒了 山脚下的平原上 整装待发的兽人步兵 在战鼓声中 已经开始在朝山脚推进当中 虽然昨天不免有人期待 今天兽人 也许会因为损失惨重 而放弃进攻 但无疑 这种希望迅速破灭 带着怒骂呵斥 将还在睡梦中的 其他人给推行 匆忙穿戴好装备 便纷纷上了城头 按照昨天会议决定的 今天派遣出去 登上防御塔的人 从每座塔一个人 改成两个人 另外一个人 负责帮忙 更换发射口的金属片 同时进行冷却工作 而建塔 也需要这个辅助过程 由其他人来负责拉好弓弦 操作的人 只需要直接瞄准射击 也同样会大幅度提升效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肖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 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肖林在这里 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1集 肖林带伤在身 尽管她其实早上醒来之后 就觉得疼痛已经缓解许多 也不知道究竟是治疗师的药剂 效果太好 还是她自身初级龙血的愈合效果 总之 她觉得自己是可以出战的 但被更多的人给阻止 昨天肖林自告奋勇地出战 已经让不少代班长们 觉得脸上无光了 如果今天再让这家伙带伤出战 不少人对肖林的佩服之情 大概要上升到膜拜了 自己班的成员 膜拜别的班长 至少相似班的代班长 韩曼曼 对此事无法接受的 便竭力阻止肖林今天再次出战 至于成明和陈道等人 则完全出于好心 战斗才开始没多久 肖林根本就没必要如此拼命 陈道 更是撇着嘴巴直接说道 你也太小看我们其他人了吧 如果少了你 这座堡垒就会被攻破 那这场考试 也没必要进行下去了 大家直接投降回学院好了 最后 肖林听取了众人的意见 选择在城头督战 她其实也多少担心 伤势恢复的不彻底 会影响到使用剑术的手感 因此 在彻底痊愈之前 她也不敢松开绷带 那么她唯一的作用 就只能督战了 兽人昨天损失了近五分之一的兵力 但铺开阵型之后 看上去依然茫茫如潮水 在数量上 对方还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可今天相比昨天 堡垒这边的新生们 心态上已经好了许多 不说是渡过战争初期的菜鸟 至少不会再像昨天那样 看到兽人漫山遍野时 就脸色发慌 肖林的职责 说是督战 其实不过是个名统 更多时候 她只能选择在旁边默默观战 这也是绝大多数 近战职业者的尴尬所在 也是他们今天主动选择 登上防御塔帮忙的原因 昨天的战斗 已经让他们充分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 可不是毫无基础的人 随便拿张弓 就能够射杀敌人的 兽人特殊的体格 让他们即使裸露在外的皮肤 也拥有不俗的防御力 如果不是专业的弓箭手 射出足够力度的箭尸 外行人就算命中了他们 杀伤力也是微不可计的 肖林并没有选修弓箭类课程 对此同样无法发表任何看法 她观察了一下兽人的攻势 和昨天相比 没有丝毫减弱 但终究是人数要少一些 就算这边也是少了几座箭塔 靠着漫天的火焰球和箭尾 还是对兽人形成了全面的压制 最前排的兽人 当场被迎面飞来的火焰 给直接炸得血肉横飞 其他没死的兽人 也很快被紧随而至的箭尸 给射成了刺猬 这些由大型机弩射出来的箭尸 甚至比重箭都还要更加锋锐 刺穿兽人坚硬的皮肤 没有丝毫难度 萧林回头看了一眼 碧波无蓝的无尽之海 那支疑似精灵族的银色舰队 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半点动静 连带班长当中 都有人开始渐渐相信 这支舰队 也许真的只是抱着 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在围观而已 但萧林始终不敢有半点松懈 不管别的班机如何处理 至少在七班 她是始终安排了专门的人 在防守城 哪怕不需要管工程的兽人 都得时刻将眼神 放在这支舰队的动向上 顾小月的攻击法术 只学会了一个冰弹术 但因为自身实力关系 她的冰弹术威力很大 效果并不比低级法术 最强攻击能力的火焰球弱 而且冰弹术附带的减速效果 可以有效地遏制住最前排 受人冲锋的势头 而且顾小月施法的手段 简单快捷 几个复杂的手势 几乎眨眼间就能完成 无论是施法效率 还是破坏威力上 她一个人差不多就能顶上 其他普通学员 至少十个的作用 将视线从顾小月身上 转移到其他 正在施法的菜鸟们身上时 就有一种惨不忍睹的感觉 萧林随便观察了几个人 他们的施法动作 都是错误百出 直接的后果就是 凝聚出来的元素 要么变得稀薄 要么组合后的魔法阵 有缺陷 对法术威力造成很大的影响 甚至直接施法失败的人 也不在少数 萧林总算看不下去了 也觉得自己 应该找点事情来做 这场无论对其他人 还是对自己 都很重要的模拟战 只能这样看着不管 总是让她觉得很不安心 哎 你这个动作不对 小B得伸直 不然你凝聚到的元素 是不够的 我说你 念咒的声音怎么这么低 蚊子和你家是亲戚啊 火元素是非常狂暴的 自然元素 如果你不能用心去凝聚 是不会施法成功的 拜托 你扔火焰球时 逼闭着眼睛啊 就算你是女的 也不至于怕到这个地步吧 你的感知等级还没有高到 能让你闭着眼施法 都能命中的地步吧 其他代班长们 很无奈地发现 萧林还真开始有滋有味地 履行起自己督战的职责 其实 其他人未必就不明白 这些基础性的东西 忙中出错 也是情有可原 但这种错误的习惯 如果得不到纠正 之后再改 反而更难 战斗打响之后 每个人都完全投入到战斗中 还真没有多少空闲 去关注别人 但萧林现在 暂时是旁观者清 稍微点醒后 这些人都能及时地 改正这些错误 而萧林 并不只是满足于此 她因为学习过火焰弹 这个修改版本后的法术 因此 对原版法术火焰球 也是有所研究 至少她个人觉得 原版火焰球的施法动作 确实过于繁琐了点 就算不用简化到 火焰弹这个版本 稍微改进一下也不错 对于萧林的指导 这些正在施展火焰球的人 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 他们所学习的施法动作和语言 都是从课堂上 所学到的标准 可事实上 法术的施法动作 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施法只需要凝聚元素 并且按照既定的顺序 进行重新组合就可以 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 则可是多种多样 但学院因为担心 学员自己走上歪路 毕竟很多坏习惯 在初学者时候 一旦养成 是很难改掉的 因此学院 始终只用最标准的 去要求学员 萧林在这方面 其实也没有多少经验可言 她也只能对那些 使用火焰球的新生们 稍微指导几句 其他戏别的法术 她是完全插不上嘴的 也怕误导其他人 但在火焰球这块 大概连顾小月 都暂时不会比得上萧林 萧林那本使用笔记 可是当年的超级牛人 所留下的 其中很多心得 哪怕只是学到极点 对新生来说 也受益匪浅 至于所产生的效果如何 却是不得而知 但从接受 萧林意见的几个人脸上 那副惊喜莫名的表情来看 无疑是很不错的 在这种激烈的战斗中 施法速度 哪怕提升一两秒钟 或者 威力提高个10%左右 都会对战局产生很大影响 受人的进攻 比昨天更加猛烈 甚至 再到中午时 都没有半刻停歇 于是 堡垒这边所有人 也不得不硬着头皮 继续投入战斗 人终究不是机器 无论这些防御塔的 威力有多大 终究是由人类操纵的 一如昨天的翻版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时候 在受人摧枯拉朽般的 拉锯战中 终于开始慢慢接近 最外围的防线 并且摧毁更多的箭塔 先前的布置在这个时候终于起到了作用 每座箭塔都有两个人配置 另外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就会拿出武器 下塔直接迎战 这也是开战两天来 他们首次面对的剑身刀刃战 尽管结果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变 单人对敌的情况下 这些实力很平凡的先生们 是很难敌得过受人的 但至少他们拖延了些许时间 不至于外围的防御塔 被迅速摧毁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激战开始变得惨烈 堡垒这边伤亡开始迅速增加 而且他们的死状大多很凄惨 在作战意志上 兽人无疑凌驾于他们 萧林甚至看到 有重伤的兽人在临死之前 居然硬生生地在另一个人的脸上 撕下了一大块血肉 另外一个人大概也是被吓破了胆 居然直接掉头就往堡垒方向逃跑 可刚到半途中 就被背后投掷的武器给穿心而过 山坡上勤洒出来的新红色土地上 也终于多出了人类这边的鲜血 这时候 萧林不断地指导和提醒 所起到的作用也在慢慢发酵 每次施法所多出来的那点效率 让他们在剩余时间里 能够有足够的精神力 继续施展法术 上午时候还并不明显 可到这会儿 战事陷入胶着时 那多出来的效率开始体现出来 尤其是当外围的法术塔相继陷入牙火时 城头上的法术攻击压制显得格外重要 按萧林的理解 这个世界的战争中 法术单位差不多就相当于地球上的炮兵级别 最大的作用在于对敌人进行范围杀伤 压制住进攻 几个代班长也忙得焦头烂额 到处来回奔走 鼓舞士气也好 大声痛制那些逐渐生出惧怕之意的人也好 总之每个人确实都在尽可能地努力着 大半天的指导 萧林该说的其实也说得差不多了 看着城下胶着的战斗 几乎过半数的防御塔都岌岌可危 就在几十分钟前 同样意识到这些外围防御塔重要性的成名 当机立断 率领部分不怕死的人冲出去 在防御塔前组成了一道暂时的防线 来延缓受人对防御塔的破坏 但作用并不是太大 归根到底还是他们人数太多了 受人投入总计超过三千人的部队 这个人数就算攻击一座小型城市都是足够了 而他们整个堡垒加起来不过几百人 萧林挥了挥手 感觉不到太大的疼痛之后 他便撕开了绷带 尽管旁边周峰和秦川立刻过来阻止 但萧林看了一下红润的手掌 恢复效果让赶过来的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已经没事了 你要参战 秦川不太确定地问道 周峰跟随萧林的时间倒是稍微九点 多少有些了解他的性格 但依然并不认可 就算你上去有什么用 我还是先前的提议 放弃这座堡垒或许比较好 萧林苦笑着摇了摇头 从战略上来说 正在修建复活塔的堡垒 是注定不可能被放弃的 否则也就意味着本次作战彻底失败 而从个人私心考虑 就算撤退 他们其实真的没有地方可去 在他们背后可是无尽之海 而海面上还有一支敌我未名的舰队 临走前 萧林也不忘和顾小月要了个初级的加速术 这个法术本来在防御战中作用并不大 因为初级加速只是单纯增加移动速度 并不会增加攻击速度 不过这个女人也并没有追根究底的习惯 虽然有些困惑 还是很干脆地挥动法杖 一道浅色的光运落在萧林身上 放心吧 哪怕我拼上我的命 也不会让你死在这里 甩下这句话后 萧林便大步走出了堡垒 留下身后的顾小月 尽管脸色依旧冷淡 但她的心脏却莫名紧了一下 不过这次跟随萧林出来的 还有另外两名班长和三位辅导员 似乎察觉到堡垒大门打开的瞬间 立刻就有一小股兽人 抛下正在交战的对手 不顾暴露出自己的后背 立刻朝正在关闭的大门这边冲过来 试图是想用身体来卡住一道门缝隙 萧林微微冷笑 手中的圣魂剑高高举起 在身前横扫而去 加带着火炎的剑气进射而出 火炎剑气的攻击范围比较广 七八米开外的兽人猝不及防 一个当场被横腰斩断 花花绿绿的内脏漫天飞舞 剩余的两三个人也被火光给狠狠冲开 顺着山坡滚落下去 你们自己找地方防御吧 别来打扰我 萧林丢下这句话后 毫不犹豫地施展奇迹技能 将全部属性转化到敏捷上面 然后幻影部全开 迅速奔向了最前线的战场 其他几个班长和辅导员 面面相去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就已经觉得眼前一花 然后萧林已经冲到十多米之外了 班长们还不觉得什么 可辅导员们心中的震惊 是无以复加的 这种速度 就算是他们这些 已经有过一年学习的老生 也比不上啊 抛下其他人 并不是萧林自大到 觉得靠自己就能对付全部兽人 只是接下来 他需要用最快的速度 尽可能斩杀更多的兽人 而他也清楚 在自己目前这个状态下 其他任何人是跟不上自己的 在经过前两次战斗后 萧林对自己的战力 差不多有个大致的估计 单纯的剑术 很难对兽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想要短时间内对兽人必杀 就必须使用火焰剑气 这也是他目前最大的依仗 但火焰剑气的弊端 在先前攻城时 也同样表现得很明显 就是对精神力和体力的双重消耗 而且消耗可不低 不过现在不是顾及消耗多少的时候 萧林没有丝毫留守 在初级加速术的速度增幅 又加上幻影部各种步伐的施展 萧林灵活的身姿 几乎能够时刻出现在山坡上的每个地方 只要有哪座防御塔陷入兽人的包围时 萧林就会立刻丢下手中的敌人 飞快赶过去增援 这座山本来就不大 以至于不断保持高速移动的萧林 甚至给不少人造成某种错觉 它其实会顺移术 只要哪里出现危机 它就会如同救星将士一般出现在这里 防御塔的稳固 让远程火力的压制得以保持继续 萧林这种做法 几乎是在短短十几分钟内 就将本来已经支离破碎的最外层防线 瞬间给重新拉回到了安全线 虽然在战场上 还有成名等几个班长的牵制 但从城头上的视角来看 大家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成名等人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他们也许能够保护单独一座防御塔 却没办法保护全部 唯独萧林 说她是力挽狂澜也不为过 奇迹技能将全部属性转化到敏捷上 顾小月的初级加速术 再配合顶级的幻影部技能 她的身影就如同鬼魅一般 自由穿梭在战场上 火焰缠绕的剑气 犹如最锋利的刀 所到之处 轻易就将兽人给碾成肉泥 兽人也察觉到这家伙的麻烦 可每次他们试图合围时 萧林才懒得和他们纠缠 她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保护防御塔 只要敌人将目标转向自己时 她就立刻溜走 绝对不练战 反正以自己此刻的速度 笨拙的兽人还真没人能追得上 韩漫漫等人看得咬牙切齿 一个人的力量在战争中终究是渺茫的 也是无法左右最终战局的 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懂 所以他们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也是希望将12个班级联合起来 可所有人同样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在诺马世界所发生的战争 而且以今天这个局面来看 也仅仅是规模非常小的战役 连局部战争都未必够得上 当个人力量强大到足够程度时 在这个世界中真的无法左右战局吗 萧林的所作所为 无疑让每个人都是满心的震撼 也许此战之后 他们对诺马世界的战争会有更多的了解 不过 萧林其实也不好受 极限幻影部和提技 同样需要大量体力作为支撑 再加上火炎剑气 每次填补防线 帮忙防守防御塔 他的消耗都相当惊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2集 半个小时后 满头虚汗的萧林 终于无力地贪软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她的奇迹技能 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 她连举剑都觉得困难 脚步也变得异常沉重 无论是幻影部还是火炎剑气 都不可能再继续施展 脸上微微苦笑 她终究是到达极限了 附近有兽人发现了她的皮态 立刻咆哮着冲了过来 这些兽人的战斗意志 让萧林也不得不佩服一下 先前被自己虐杀得那么惨 却依旧毫无任何距异 但任何种族都不可能没有弱点 因此萧林深吸力口气 挤出最后的力气 双手勉强举起圣魂剑 剑锋汪鸣的震动中 一具浑身包裹着厚重 而陈旧铠甲的剑势 从缭绕的烟雾中渐渐出现 圣魂剑所附带的剑势召唤 每次都是需要大量生灵的死亡 作为献祭才能够召唤成功 其实这才是她的主要目的 先前半个小时 利用火焰剑气 死在她殿下的兽人 绝对是足够献祭的前提了 去吧 将这些兽人都干掉 看着冲过来的兽人 萧林微微冷笑 以为自己没有力气了 就能干掉它了吗 那这些兽人就太天真了 亡灵剑士双手持重剑 毫无所惧 朝七八个兽人堆中冲过去 她的速度并不快 眨眼间就被几个兽人给围住 但七八柄战斧落在剑士身上 后者却没有半点反应 重剑微微放低 横扫出去 围住她的兽人们 立刻就被冲开 前仰后翻倒在地上 萧林看了一会儿 就连忙离开 暂时失去战斗力的她 可不想继续在这里装英雄 尽管路人甲在推销圣魂剑士 信实淡淡地声称 这位被召唤出来的剑士 生前拥有青铜级别的实力 可从刚才简单的观察中 这个亡灵剑士的基础剑术 估计最多也就是LV6 或者LV7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青铜级别的实力 当然 也许是萧林对亡灵生物 还不是很了解 但总之 亡灵剑士的战斗力 其实最多也只能算是普通 好在作为特殊的亡灵召唤体 这具亡灵剑士属于灵魂体 这也意味着 绝大部分物理攻击 是难以造成致命伤害的 除非有附魔属性的武器 或者是直接用元素剑气进行打击 而且 兽人对亡灵有着天生的恐惧 这和兽族的历史有不少关联 不过 缺客一个多月的萧林 对这段历史显然所知甚少 亡灵剑士的出现 加上攻击的屡次受挫 终于让兽人冲锋的士气 开始稍微动摇起来 进攻的速度稍微放慢 回到城堡的萧林 顾不得其他人的嘘寒问暖 也不顾其他好几个代班长在场 毫不客气地说道 马上组织人手出击 配合成名进行反攻 兽人的士气已经下降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攻击成了 我们说不定能够争取很多天时间 萧林的直接命令 多少让几个代班长不是很舒服 临时指挥部的意义 就在于避免让某一两个班长 直接掌握指挥权 但也如萧林所付匪的那样 真正到了紧急时刻 难不成要等他们先开会商量吗 来点人跟我冲 周峰首先做出表态 作为被萧林任命的临时小组长 他当然明白 这种时候必须很坚定地站在萧林这边 当即一挥手 七班至少二十多个人跟随他出了城堡 其他班级也不好再拒绝 而且任谁都看出来 这确实是一举击溃兽人稍纵即逝的好机会 错过了 也许就没有下次了 更多的人涌出堡垒 向山下斗志已经动摇的兽人发动冲锋 这个举动无疑让兽人非常吃惊 他们没有想到 连续被动防守两天的人类居然会主动出击 萧林累得气喘吁吁 但并不妨碍他站在城头上继续指挥亡灵剑士 而且他也很好奇 这个召唤物最大指挥范围是多少 正好也可以收集下数据 亡灵剑士的战斗力确实不强 在和那七八个兽人缠斗许久之后 也只是干掉了一个而已 但对方这个时候无心作战 没有继续缠斗 而是选择后撤 于是萧林继续指挥剑士前进 他的作用倒不是杀伤 而是如同一根鱼刺般卡在敌人的喉咙中 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而原本陷入僵持 甚至是受人渐渐烈士的微妙战局中 这根鱼刺终于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稻草 棕色的浪潮终于开始大面积撤退中 熬战尽一整天时间 抛下无数具支离破碎的尸体后 受人的进攻再次无攻而返 堡垒上欢呼声不断 萧林也面带微笑地微微松了口气 在山坡上 出城的队伍在被成名接手之后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继续追击 尽管对此 有些代班长立刻提出质疑 担心追击过身反而会加重损失 但立刻就被萧林给反驳回来 我们需要足够的防御空间和时间 必须将兽人给赶出更远的距离才行 我们的防御塔已经不多了 得继续建造更多的才行啊 包括萧林在内 大家都开始思考之后需要做什么 至于这场战斗 结局已经没有太大意外了 唯一可以期待的 就是最后能够消灭多少兽人 一道惊呼声打断了萧林的沉思 先前被他安排负责专门盯住神秘舰队的人 焦急地喊道 班长快看 那支舰队开始进攻了 萧林震惊地回过头时 只看到一道浅绿色的琉璃光束 从其中一艘银色战舰中喷涌而出 直没入高空云层 然后划过一道非常大的弧线 又几乎与垂直的方向落在了战场中 轰 下一刻中 光束精确无误地落在了召唤出来那具亡灵剑士身上 萧林只感到脑中一阵剧痛 然后 他便彻底丧失了对剑士的感应 猝不及防的攻击 惊住了所有的人 追击的步伐被迫终止 尽管那支舰队在此之后 重新归于平静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可已经没人敢再继续无视舰队了 成明很快带着人回来了 让大家稍感安心的是 那道光束没有对人员造成丝毫的伤亡 这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看起来声势惊人的攻击 居然没有任何伤亡 是提醒 那支舰队是在提醒我们 他们不是围观者呀 成明满脸惋惜地叹了口气 刚才真的只差一步 他们就可以将兽人彻底逐出这片地带 可惜现在兽人只是暂时溃败 回去后还是继续重整旗鼓 其实我觉得都是萧林的错 韩漫漫声音很尖锐 矛头却直指坐在旁边休息的萧林 既然我们没有人员伤亡 那就说明这支舰队所针对的 就只是那个全副武装的舰势 我始终注意战场 那个舰势是萧林你召唤出来的吧 一些人愣了一下 身处战场的他们 还真没有注意到那个舰势是如何出现的 本来他们还以为那是他们同学呢 下午的局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不是萧林帮忙填补防线漏洞 估计我们得损失更多的防御他 甚至可能丧失所有的外围防线 成名也毫不犹豫地站在萧林这边 其实这没什么意外的吧 我们本来就将那支银色舰队当作假想敌人在看待 只不过现在是彻底正视了而已 既然是敌人 他们迟早会插手进来 早晚或者方式有什么区别 替萧林说话的人还是不少的 哪怕以前对他持中立态度的人 在看到他下午那惊艳的战斗表现之后 也忍不住要佩服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韩曼曼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多 她也知道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怪萧林的 但总是想借此恶心一下对方 毕竟从这两天的战斗中 萧林的表现实在是太抢眼了 她心中已经积攒了越来越多的妒忌 陈道的关注点始终与众不同 说起来也很奇怪 我们课堂上有传授过召唤之类的法术吗 反正我是不知道的 顾小月 你有吗 在不远处的顾小月淡然地摇摇头 陈道满脸的好奇和求知欲望 你这个召唤究竟如何学会的呀 容不容易学呀 快教教我 被她这么提醒 其他人也注意到这个事实 连陈道和顾小月都尚且没有掌握的法术 萧林居然是第一个掌握的 这件事情本身更加匪夷所思 然后他们又想到一个更惊人的事实 传闻中萧林可是魔舞双修的呀 她的武力在下午时得到了验证 而现在看起来 她的魔法也没有丝毫落后啊 人总是会下意识地羡慕和崇尚强者 尤其这种时候 萧林突出的实力 更加让普通学员觉得安心 萧林苦笑了一声 从寒漫漫将矛头指向自己时 她其实就懒得辩解什么 或者应该说 此刻的她还真没有心情将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 她太累了 不仅是身体上的疲倦 最后那道光束确实是冲着亡林箭矢而去的 而且对她本人造成的影响也不小 她的脑袋到现在都隐约中有种刺痛 这是她第二次使用圣魂剑附带的召唤技能 第一次使用后 亡林箭矢在召唤时限到达之后 就自动消失了 不过按照秦川的说法 那个时候 萧林正处于暴走状态和受人指挥官互相疯狂对殴中 所以她本人对此是没有丝毫感觉的 可这第二次当亡林箭矢被消灭之后 那种刺痛险些让萧林当场晕厥过去 她并不确定这种影响究竟是否是这个圣魂召唤技能的弊端 还是因为那支舰队的特殊攻击而造成的 战后 赵丽是伤亡统计 堡垒这边的伤亡比昨天要严重很多 死亡超过50人 轻重伤也有近50人 而兽人则在平原和山坡上留下了超过800具尸体 这支兽人步兵损失已经过半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 可惜神秘舰队的突然插手 让众人心头都蒙上了阴影 也就无暇去庆祝 这个夜晚 代班长们拒绝了某些人提出的庆祝建议 而是加强了守卫 不是担心兽人夜袭 而是防止那支舰队会突然登陆 本来 按照萧林今天最初的计划 彻底击溃这支半残的兽人步兵之后 他们就能够修建更多的防御塔 他们有出色的建筑师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就可以继续巩固防御 萧林可不会天真的以为 这支兽人步兵就是本次月考全部的敌人 那不可能的 兽人主力狼骑兵还在前线朝曙光城进军 他们的增援部队肯定在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进发 萧林有些明白 历史上这次作战为何会失败了 曙光学院固然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依照防御塔出色的杀伤力 他们其实完全可以在这里拖得更久点 可那支银色舰队并不在任何人的预料中 相比起班长和辅导员的紧张和不安 普通学员其实反倒没有想象中那么担心 萧林吃过晚饭后就在城堡内到处走走 希望能够找出一点可用的东西 途中也偶尔听到了其他人的聊天 在这儿没有任何休闲娱乐设施 连副牌都没有 除了聊天 也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他娘的 今天打得可真够窝囊的 本来我们都是要赢的 有啥可惜的 就算多坚守一天 也不过是二十兑换点而已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还有嫌兑换点不够多的吗 是拿不拿得到的问题 我说哥几个 你们还没感觉出来吗 你们觉得历史上这次作战真的成功了吗 呃 这 所以说嘛 历史上无法改变的事情 我不觉得我们就有能力改变结果 也许这才是本次月考最大的难点呢 说得也对啊 我们又不想要争夺班长之位 评价差点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现在坚守有七天时间 奖励是一百四十兑换点 加上第一项任务的五百兑换点 算下来也不少啊 还有两周时间就够本了 之后就听天由命吧 萧林皱起了眉头 暗暗叹了口气 这终究不是真实的战争 虽说学院们 为了让学生尽可能地适应战争 将月考的模拟空间 设定得无限接近真实 却改变不了大家的心态 还有两周时间就够本了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第二项任务的奖励 是每固守一天时间 就会获得二十兑换点 半个月之后 所有幸存的人积累的奖励点 就会超过一千点 这恰好是一瓶 初级生命水的价格 在那之后 哪怕被寿人干掉 至少这场月考 也不会亏损什么 这恐怕是很多人此刻的想法了 萧林无法反驳这种想法 而且事实上 她原本也可以这样乐观地安慰自己 但现在不能 顾小月的寿命只剩下两年 是绝对不允许任何死亡的 尽管她对初级生命水 居然会失效这种事情 心中困惑重重 但现在可不是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萧林来到了指挥室 这里原本是属于兽人指挥官的地方 空旷的房间内显得很简陋 正中央是个巨大的石桌 两旁的支柱上 则雕刻着兽族特有的图腾符文 在攻入堡垒当天 他们就将这里搜查了个底朝天 但很遗憾 并没有得到丝毫有用的东西 唯一还算有点价值的就是地图 当时他们闯进来的时候 有几个兽人正在焚烧地图和各种纸张 虽然被抢救下来大部分 地图也只剩下一半左右 但总算是还有点利用价值 至于其他纸张就没太大用了 说是纸其实并不准确 兽族并不具备制造纸张的工艺 而且他们对那种稍微用力 就能够捏碎的东西 也并没有兴趣 平时 兽人的书写 都是直接在洗干净的野兽毛皮 所制作的皮纸上 兽人虽然同样通晓 诺马通用语 但兽语才是他们日常的主要语言 所以 缴获的这些文书文件 根本就没人能看得懂 也就被丢在旁边 无人顾下 他们新生年级 还没有进入到选修授予的阶段呢 萧林再次将这些文件给爆出来 然后在石桌上逐个摊开 试图想从其中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他当然也看不懂这些文字 不过 终归七记着什么地方 能够留下一点地图之类的线索 可惜的是 工程时受人抵挡得非常顽强 没有任何俘虏 因此 萧林也没有机会 复制他们的寿人语 指挥室内非常昏暗 只有一盏用动物油纸点燃的灯 灯光很暗不说 还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腥臭味 不是万不得已 他们晚上几乎没人愿意点燃这种灯 萧林不得不趴复在石桌上 凑到近处挨个细看 也不知道过去多久 直到他腰酸背痛地重新站起来 却是失望地叹了口气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让他始终如梗在喉 他怀疑 这一切行动 其实是敌人的圈套 却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看来 在这里也同样找不到有用的东西 可萧林还是有些不甘心 他又将目光 放在了旁边那堆破碎的纸屑中 这些是在他们闯进来之前 就已经被兽人给撕毁的部分 占领堡垒之后 本来有人是想将他们扔掉的 但萧林和成民考虑了一下 还是留了下来 不过 谁也没有指望能从里面找到什么 想从这些大大小小的碎纸屑中 找到点什么 可比那些完整的文书还要难 萧林努力坚持了大半个小时 终究还是放弃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 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3集 散乱的纸屑太多 萧林也懒得再去慢慢收拾 看着天色不早 他索性直接摊在石桌上 做事就要离开 可当他准备吹灭油灯时 眼角的余光 无意中落在了坑坑洼洼的地面上 在距离桌角旁 有一张残缺不全的纸片 飘落在那儿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 萧林也就是扫了一眼 然后直接吹灭油灯 继续往外走 可没走几步 纸片上的自己 在他的脑海中 如同幻灯机一般快速闪过 宛若一道闪电劈过 他突然原地震住 黑暗中的脸色快速变换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萧林猛地快步回头 匆忙重新点燃难温的油纸灯 将桌角的纸片 小心翼翼地捡起来 擦干净上面的灰尘后 靠近昏暗的灯光 仔细观察 纸片不大 上面的字迹也不多 但就是这几行残缺 并且完全陌生的字 萧林却是越看 脸色越复杂 许久之后 萧林一屁股坐在了 铺着瘦皮的石凳上 橘黄色的灯光下 她的目光有些呆滞 又似乎充满了 不可思议的震惊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啊 开什么玩笑 萧林就这么反复念叨地 自言自语 她的手心中 攥着那张纸片 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次 显然 纸片是最早被兽人给撕碎的 但自从工程之后 这间指挥室 基本没有被动过 于是 她在指挥室的每个地方 努力搜寻 哪怕是堆满垃圾 和灰尘的角落中 也没有放过 于是 陆续又有更多的纸片被找到 这个工作 耗费了半个晚上的时间 当萧林再次走出指挥室时 已经是深夜时候 寂静的堡垒中 除了一对巡逻的人外 其他人基本都已经入睡了 按照指挥部的共同决定 巡逻工作是由各班轮流进行 今天应该是五班的人负责 这两天的战斗 让萧林哪怕在其他班级中 也渐渐有了一定知名度 巡逻队看到这边有人影走动时 就很尽职地过来 但很快就认出了萧林 带头的居然是个女人 她笑嘻嘻地打着招呼 试图和萧林攀谈 萧班长 你还没有睡啊 是不是还在为战局而发愁 要不干脆陪我们走走吧 女人的热情 让跟在她身后的几个男人满脸不爽 他们这是巡逻呀 感情你是当作夜间散步了吗 萧林没理会女人的热情招呼 她忽然问道 女生宿舍是在哪边 攻入堡垒之后 学员们理所当然地 借助在寿人的营房 可大家却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寿人的营房是没有男女区分的 尽管少部分人觉得 战争时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也不是烦这些旁之末节的时候 当然这部分人以男性为主 但这个意见立刻遭到了以韩曼们为首的女人们的极为不满 寿人可以不在乎 可他们是人类 尤其是这里未婚女性居多 想让他们男女混住 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 在这点上 萧林也难得一次立场坚定地站在了韩曼们这边 萧林的疑问让这个女人愣了一下 一个男人大半夜地突然询问女生宿舍 怎么听都觉得很诡异 但对方是代班长 从职权上来说也确实有资格过问 女人指了指路后 萧林道了声谢就直奔而去 女人满脸莫名其妙 和身后的人嘀咕道 莫非萧班长觉得长夜漫漫 所以太无聊了吗 你才是觉得长夜漫漫太孤单寂寞了吧 唉 可惜萧班长看不上我 我看你是犯花痴病了 可你们不觉得 今天下午时 萧班长很帅气吗 拜托 我们是男的 身后巡逻队的吐槽 萧林当然没有听到 此刻满心复杂的她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这个时候闯入女生宿舍 并不是个好主意 但内心如同猫渣老鼠一般的萧林 实在无法等到第二天 萧林的出现 终于打破了夜间的静谜 好在这两天 拼死战斗的萧林 确实在普通学员间 赢得了不少好感 尤其是 不少年轻的女学员 对于个人英雄主义向来都很崇拜 就如同刚才那个巡逻队的女人 觉得萧林所作所为很帅气 甚至想和她发生点什么 还是有不少的 不过听闻萧林 只是来找顾晓月后 其他人便有失望地离开了 顾晓月其实还没有睡着 这个女人 别看外表冷淡 对一切都毫不在意 可她的心思 其实很细腻 早早就担任其家庭 并且照顾妹妹的她 其实想的事情 要远比同龄人更多 萧林三更半夜来找她 顾晓月也同样很惊讶 尤其是两旁的女人们 用异样和暧昧的眼神看着她 顾晓月并不喜欢这种感觉和氛围 这让她甚至忍不住 产生了一点恼怒之意 大半夜找个女人出去 怎么想都不正常吧 她本来是想毫不犹豫地拒绝的 但莫名的 顾晓月的脑海中 浮现出下午萧林离开堡垒前那句话 哪怕拼上我的命 也不会让你死在这里 顾晓月始终觉得 自己都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无论何时 都不会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可唯独这句话 当再次想起时 她的心就再次莫名揪了一下 她隐约有些明白 萧林下午那么拼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最终 顾晓月叹了口气 还是披了件衣服 下床离开 关上了营房的大门 不过萧林不用看都能猜得出来 这里面肯定有无数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的女人们 正赴耳偷听 不过 她并不打算让其他任何人 听到这次谈话 去城头上走走吧 萧林提议道 顾晓月愣了愣 寒手同意 然后很顺从地 跟在萧林身后登上了城头 诺马世界夜晚的海景 同样很漂亮 皎洁的月光 倾洒下来 在海平面上 泛着林林波光 而在距离海面几十米的半空中 游荡着一层浅蓝色 如萤火般的光点 将夜色点缀得更加美丽 在战船上 萧林就从水冰那里打听过 这些就是元素浮渝 也就是当时 宋郡朗为给自己喝下去的鱼汤 在水元素充沛的大海中 偶尔会有元素浮渝出现 也并不奇怪 两轮明月交相辉映 迎迎而立的顾晓月 就如同这清冷的月光 孤傲 却显得非常美丽 顾晓月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近况 稍稍偏了下头 口气冷淡 而且一如既往地严谨一概 有事吗 顾晓月此刻 只披着一件单衣 并没有穿上厚实的法师袍 但也将她窈窕的身姿 展现得淋漓尽致 萧林看得隐隐有些失神 知道这女人 微不可查的促起眉头时 她才连忙干咳两声 来掩饰方才的尴尬 不过想到这次 找顾晓月出来的事情 萧林的脸色 很快变得有些复杂 沉默片刻 她摊开了始终攥紧的右手 在掌心中 是一张几乎被汗水给打湿的纸片 她说道 我刚才在兽人指挥室里翻出来的 兽人在预感到无法防御住堡垒时 就提前将很多东西摧毁 这件事顾晓月是知道的 她也猜得出 萧林为何会突然跑到指挥室 肯定是想找到一点 关于兽人行动的线索 可她无法理解的是 萧林为何大半夜 将自己也给叫了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这是什么 你自己看看吧 萧林欲言又止 最后 只是将纸片递给了顾晓月 然后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死死盯住这个女人清秀的脸上 每个可能发生的表情变化 顾晓月更加困惑 接过纸片 眯起眼睛借着月光 仔细看了起来 城头上再次陷入短暂的寂静 只剩下远处呼啸的海浪声 让萧林比较失望的是 顾晓月的脸色 除了在刚看到纸片时 有那么点惊讶之外 之后始终都很平静 但在此之后 足足有十多分钟 顾晓月却始终一言不发 就这么静静地站着没动 仿佛雕像一般 萧林可不相信 这纸片不到三十个字符 还没有看完 但既然顾晓月不肯说话 她也只能跟着一起等待 等待对方的回应 这不可能 顾晓月终于开口了 语气似乎更加清冷 萧林摇摇头 我不知道 刚看到这个纸片时 我也不敢相信 毕竟你托我带给你妹妹那封信 当时我也只不过是随意撇到几眼 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想来想去都没有想明白 只能大半夜地把你找出来 那么 你能告诉我结果吗 顾晓月的脸色 有些迷茫 这种神色 在这个向来冷静和自信的女人身上 是很难出现的 她张了张嘴巴 念如道 没错 这纸片上的文字 与我和妹妹从小使用的那种特殊字体 几乎是一致的 但是这不可能 那只是我和妹妹两个人之间的暗语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萧林叹了口气 预料中的结果还是被证实 她不知道 这究竟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之前她回地球时 顾晓月曾经让她转带一封信 给她的妹妹顾承运 并且严明 那封信是只用她和妹妹才懂的暗语所写 旁人就算看了也不明白 而在顾承运看信时 好奇心驱使下 萧林也偷偷描了几眼 那种暗语确实是用很特殊 而且很复杂的字体书写而成 外人还真不可能看明白 当时萧林也并不以为意 只当是这对姐妹 古怪的个人兴趣而已 可现在 这暗语所使用的特殊字体 居然出现在了兽人指挥室中 而且还是被撕毁的纸片上 那意味着 这份文书肯定很重要 所以才被兽人优先摧毁 只留下了残破不全的碎屑 萧林的震惊 用惊涛骇浪来形容都不为过 她的脑袋现在完全处于混乱 带着凉意的海风吹拂而过 让她稍微冷静下来 努力整理了一下思绪 首先 这种字体 无疑是属于诺马世界的特殊语言 当然 肯定不会是兽人语 因为萧林将纸片和其他完整的 兽人文书对比过 字体差别非常大 而且书写者的习惯 也有很大区别 兽人的书写很差 字体歪歪扭扭的 但这种字体却相当漂亮 其次 顾小月和她妹妹顾承运 在此之前 都没有进入过曙光学院 更别说是去诺马世界 但从顾小月的话来看 她们姐妹似乎从小就开始 将其作为某种暗语来使用 萧林并不怀疑顾小月会欺骗自己 何况 她也见过那个活泼乐观的女孩顾承运 看起来完全不会是作假 她轻声问道 这种文字 是谁教过你吗 是我自学的 小时候 因为我要照顾承运 每天在家里 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的 就是那个时候 我在家中无意中翻出一本 详细介绍这种暗语的书 哦 那个时候 我和承运是把这种字体 当做某种暗语 当时我和承运都觉得很有趣 最主要的 还能打发时间 就相互学习了 说到这里 顾小月也苦恼了一下 可是很难学呀 我和承运花了很多年才彻底掌握这种暗语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就只是将这个当做我们姐妹俩的小秘密 萧琳相信顾小月的话 并借此顺着分析下去道 所以说 你家里那本暗语学习书 肯定是你的父母或者某个长辈留下来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家中曾经有人被选入到曙光学院 又因为某种理由 她将这门诺瓦世界的语言书翻译成中文 留在了家中 顾小月是个很聪慧的女人 呢喃自语的同时 她眼神也忍不住波动起来 萧琳倒是能够理解顾小月的心情 甚至是有点同情 很大可能这本语言书 就是她的父亲或者母亲所留的 从顾小月先前的直言片语中知道 她很小就没有和父母在一起 但假如他们都在曙光学院或者新世界的话 那一切都能够说得通 毕竟按照最高平一会的规则 达到黄金级别的人 便不被允许返回地球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尽管还存在诸多疑问 比如说 为何她的父母唯独要留下这本语言书 为何要不告而别等等 但那都是别人的家事 不再是萧琳该关心的 那么你认为这究竟是什么种族的语言 不可能是兽人语 也不会是诺马通用语或者愚人语 萧琳问道 这种时候出现在兽人指挥室内的 还会有其他答案吗 两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不远处 海面上那只静静停住的银色舰队上 这便是最可能接近事实的答案 这是精灵语言 能看懂这些文字吗 萧琳问道 顾小月轻轻点头 但很快又摇头说道 能看得懂 可文字残缺太严重 但这几句来说 似乎是精灵族在和兽族交涉什么事情 但写得很野惠 还有其他纸片吗 关于顾小月的家庭和绅士问题 被两个人下意识地忽略掉 至少 这暂时还不是这场考试中 应该关心的问题 萧琳带着顾小月来到了指挥室内 将找到的所有用精灵文字书写的纸片 拼凑起来 这应该是由精灵族 写给兽人族的书信 但七拼八凑下来 还原度大概还不到10%的样子 萧琳将由纸灯凑近 让顾小月仔细分辨 许久之后 顾小月抬起头 柳眉紧皱的沉饮片刻后 方才缓缓开口 不行 内容缺失太多 而且 很多专有的名词不是很好理解 我所学的毕竟不是最专业的精灵语言 顿了片刻 顾小月又带着一点迟疑地补充了一句 不过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很高 但很遗憾 我并不认得这个词汇 看起来像是组合而成的简称 顾小月指了指这个词汇 萧琳看了两眼便放弃 这笔蝌蚪还难认的文字 可真是难为它了 顾小月还在继续分析这个简称的意义 从单纯字面来看的话 这个词汇表达的意思很多 但应该是个贬义词 邪恶 不 也许是代表着恶魔 然后 这个字母应该是指某种建筑 邪恶的建筑 恶魔建筑 萧琳脸色有些古怪 沉吟而缓慢地吐出了几个字 复活塔 萧琳想到在中阴之地时 那个前古王国的大祭司 就口口声声地说什么邪魔之力 可以想象出 复活塔刚出来时 那能够让人死而复生的力量 在诺马世界土著眼里 无异于恶魔 被称为恶魔建筑 也并不为过 此话一出 两人齐齐变色 考虑到次日还可能面临寿人的进攻 他们也没有待到太晚 很快就回去睡觉 这个夜晚 无论是顾小月和萧琳 心头都有些沉重 尽管让他们心里关心的事情 未必相同 但让人意外的是 第二天 也就是在他们占领城堡后 第八天 却是完全的风平浪静 残存的兽人部队 远远的安营扎寨 完全看不出丝毫的工程打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琳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琳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4集 代班长们常常舒展了一口气 本来昨天因为精灵族舰队的干涉 而没能彻底击溃这支兽人部队 让他们始终耿耿于怀的 现在看来 虽然过程有些意外 但结果还是不错的 既然兽人不攻城 大家也迎来难得的修整机会 在对兽人营地监视的同时 以于尚未为首的建筑师们 开始全力对外围的建塔和法术塔进行修补 同时开始全力修建更多的建塔 法术塔因为耗时要更久 而且新生当中法师比例还是少数 所以被暂且搁置 建塔对兽人的压制力是很强的 这些天 大家也见识到 那些用特制的大型机弄所发射的箭师 和他们手中的长短弓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尤其是在数量上形成规模性后 那种漫天如潮般的黑压压的箭语 无论是杀伤力 还是心理上的威慑力 都很可观 建筑师们不缺材料 兽人的仓库中 有的是制作这种大型机弄的材料 有些为难的还是人手问题 代班长们在和于尚未反复交涉 希望他们能够将全部建筑师 都提供在修建新防御塔上 但遭到了拒绝 你们这些菜鸟 难道不明白 复活塔对这场战争的意义吗 只要复活塔树立起来 那些渣渣兽人 根本就不足为惧 学院派遣建筑师参与这次行动 就是为了建造复活塔 这才是进行殖民的根本 只要复活塔所笼罩的区域 理论上都属于曙光学院管辖的地方 有复活法则存在 他们固守这个城堡 或者说这整片区域都会变得异常轻松 如果说没有昨晚找到那些纸片 萧林也会如此觉得 从考试开始至今 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不安感 正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但他还是无法肯定什么 所以当和于尚未那边建筑师们有所分歧时 萧林终于在指挥部的会议上 提出了疑问 于尚未也代表建筑师参与了这次会议 尽管苦力活儿 学员们是可以代替的 但核心建造技术方面 却必须让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们来搞定 这也是大家分歧的焦点所在 于尚未 我想问个问题 和本次会议主题无关 萧林斟酌了一会儿 慢慢问道 如果 啊 我是说如果 我们的堡垒失守 让兽人成功占据这座堡垒 那么复活塔会如何呢 复活塔会如何 萧林 我们都已经防守住八天了 你这是想灭大家士气吗 七嘴八舌的声音历时响了起来 似乎大家对萧林这种悲观的假设很不满 但于尚未却听明白了她的意思 白白手示意其他人安静 哈哈笑道 我懂了 你是想说 如果这些复活塔落在兽人手里会如何是吧 没错 复活法则应该是刚出来没多久 而且很显然 诺马世界各个种族都对此束手无策 他们肯定会对此恐惧 但越是恐惧 就越想了解我们的复活机制 究竟是某种法术还是恶魔的力量 也许他们因此就想得到一座复活塔 这些是萧林思索了整个晚上的结果 并且如果顺着这个观念继续发散下去的话 甚至还能得到更加恐怖的结果 兽人和精灵族的联手 或许正是因为都冲着复活塔而来 也许和兽人这场战争 同样是兽人精心策划的 他们的目的可能从战争最初 就只是想得到复活塔而已 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过本次月考的范畴 对于已经过去近百年的战争来说 这根本不是萧林该思考的问题 发生的已经发生 他无法去弥补 更不可能决定曙光学院未来的对策 所以这些话 萧林也只是在脑海中想想而已 那么萧林唯一迫切需要了解的事情 只有一件 假如真的让兽人得到了复活塔 他们真的能够做些什么事吗 让萧林失望的是 于尚尉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只是随便说道 这种事情你大可不用担心 就算他们得到复活塔 也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口气很自信 但这种回复同样很含糊 萧林也不好再追问 毕竟他自己其实对复活塔的了解 根本多不到哪里去 复活塔是必须配合复活法则 才能够有效果 其他代班长们 也觉得萧林有些起人忧天 就算让兽人得到了复活塔 他们也觉得毫无意义 而萧林也不想透露那些纸片的来历 因为他潜意识中 并不想暴露 顾小月会惊灵雨的事情 会议本来是想要于尚未那边 抽出更多的人手 来帮忙修建防御塔的 但到最后 大家反而有点被于尚未说服的感觉 复活塔的重要性 无疑大于一切 在这种思想下 会议最终决定 不仅不扩大防御塔的规模 而且还要抽派更多学员 来参与到复活塔的修建 争取尽快搞定 这其实有个绕不开的问题 如果真的将复活塔修建完成 按照复活法则来说 大家在此之后的死亡 就不会是真正的死亡 只需要扣除相应的寿命值 就能够重新复活 那么问题来了 这可是模拟出来的空间 并非是真实存在的 复活法则在这里会有效果吗 就算真的有效果 扣除寿命值 也不是大家能够接受的结果 不过成名等人 对此也有合理的解释 复活塔的修建 最快需要两到三个月时间 按照任务进度来说 这也是他们固守的最长时间 在那之后 如果堡垒还在他们手中 曙光城的援军 就会主动出击 攻击那些缺少粮食的兽人狼骑兵 而如果堡垒已经失手 那任务也彻底失败 总之 不管如何考虑 在复活塔修建完成时 肯定也是任务结束的时候 没有战事的日子中 大家虽然神经时刻紧绷着 但总还算是过得比较舒坦和轻松 几天战斗下来 大家虽然还不能说 完全脱离菜鸟的范畴 但那种刚上战场的稚嫩 也多少退去不少 让代班长们没想到的是 这种短暂的和平 居然整整持续了四天时间 当进入到他们占领城堡的第十二天时 十二班的陈道终于忍不住提议 我们主动出击吧 兽人这几天实在太安静了 就算攻城两天 让他们折损了近半的战事 但从他们所表现的战斗意志来看 这种损失绝不是让他们停下来的原因 虽然大家更愿意相信 兽人是被他们给打怕了 但更多人也理智地觉得 其中肯定存在什么阴谋 也许对方在谋划更大规模的作战 甚至是等待援军 那么主动出击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他们不能眼睁睁地让这支兽人步兵 再和援军会合 那只会增加防守难度 萧林是不赞同这个计划的 理由很简单 如果精灵族舰队突然插手 就会前功尽弃 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但赞同的人更多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计划还是很顺利地通过了 并且决定在当晚执行 也是打算利用兽人不善夜战的弱点 萧林亲自参与到其中 倒不是想故意表现 纯粹只是不想让这支分队白白损失 这次派出去偷袭的人 足足有四百人 几乎占了堡垒此刻人数的大半 如果全部折损的话 那接下来无论做什么 都没可能再守住堡垒 大概是前几天的战斗 再次让大家充满了信心 也觉得兽人此刻的士气肯定不高 至少八成代班长都主动参战 这让萧林又有些无奈起来 只好和成名商量了一下 最终让成名留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这些人太乐观了 可如果计划失败 能将鸡蛋都放在同个篮子里打碎吧 这些天赋学员的力量 无疑显得更为重要 防御战中是不可或缺的 七班这边 萧林挑选了大概三十多个人 周锋也跟了过来 秦川则被萧林留下来 理由同上 他需要有人暂时掌控全班 在这点上 秦川无疑要比顾小月更合适 当然 顾小月理所当然的 也被萧林强制留下来了 今天的天气并不是很好 白天就下了一场很久的暴雨 直到傍晚时 天空都是阴沉沉的 乌云遮住两轮 皎洁的明月 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助我们 居然会有人反对偷袭 韩漫漫对这个天气很满意 也不忘稍微讽刺一下 到最后都吃反对意见的萧林 萧林怂怂肩 出言反计 不好意思 这里是诺马世界 你的老天爷 大概还管不到这边来 你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大家都是为了大局着想 没有对错之分 还是赶紧出发吧 海边天气多变 可别耽误时间了 说话的是八班的盛国 是个拥有标准国字脸的男人 他说话的口气 很多时候都带点官腔 让人怀疑 他在地球上 估计也是高管之类的人物 萧林看了眼盛国 没有再说话 这段时间 他也在逐渐接触其他代班长们 这个盛国做事很圆滑 往往别人争论时 他就会出来做和事老 两边不得罪 但和成民有所不同的是 他总觉得盛国的做派更虚伪点 队伍在夜色中悄然出发 因为考虑到夜市能力 他们进行的速度很慢 几乎是相互紧挨着 防止半路走失 一路上 萧林不忘时不时偏过头望向海面的方向 尽管这个环境下 他什么也看不到 可大家都明白 他在观察什么 神秘的银色舰队 依然毫无动静 自从那天 用一次突如其来的攻击表明态度之后 那支舰队就再次陷入沉寂 如果舰队真的属于精灵族 那现在连萧林也捉摸不透 这些精灵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从山脚到寿人的营地 总共近两个小时路程 寿人并没有在这里修建任何防御塔 也许他们也没有想过 人数居于劣势的人类这边 会主动偷袭 寿人的营地是半开放性的 没有任何阻隔性的防御设施 他们直接在空旷的草原上 搭建着几十座帐篷 只有两对寿人在附近巡逻 萧林他们并没有选修过 任何设服偷袭的技巧 对于伪装隐蔽 自然也极不擅长 所以当他们在靠近营地数百米之外 还是被巡逻的岗哨给发现了 激战瞬间展开 根据前些天的伤亡统计来看 寿人步兵折损率尽半 可就算如此 营地中能够战斗的寿人 少说也得有一千以上 但真正的战争 并非以纯粹的人数来做对比 新生这边觉得 前两天的战斗 已经将己方的士气完全打了出来 反观寿人这边 连主动进攻的勇气都没有 如果再遇到偷袭 肯定会一击就溃 兽人对人类的主动出击 确实很意外 从他们完全没有布防就能够看出来 夜袭的最初是很顺利的 发现的两队兽人巡逻队 也几乎是被催库拉朽般的攻击 很快地解决掉了 萧林渐渐感觉到 这种冷兵器的战斗中 个人实力 有时候确实能够左右到整个战局的胜负 其实 就个人战斗力而言 大部分学员是不如受人的 但几个代班长和辅导员的出色发挥 却扭转了战斗的胜负天平 而在这其中 沉道的发挥 则更是至关重要 法师在诺马世界 就相当于移动炮台的存在 尽管法师的弊端很明显 施法速率比较慢 凝聚元素的间隔很长 而不熟练的人 甚至会出现施法失败 再加上精神力消耗 体质较差等诸多原因 都很大程度限制了这个职业 但沉道的个人天分 却弥补了这些先天性的不足之处 沉道目前真正熟练掌握的法术 其实只有一种 那就是黑铁级别的火焰球 看起来很单调 可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 将一种黑铁级别法术修炼到顶尖 目前大一年级 也只有两人做到 就是沉道和顾小月 当然 顾小月因为选择的是辅助路线 尽管她的重要性不逊色沉道 但只从杀伤数量上来比较的话 沉道则更胜于顾小月 更多的兽人陆续从营帐中冲出来 沉睡中惊醒的他们 还没来得及穿戴好护甲 坦胸怒腹 直接赤裸裸地露出壮硕的身体 瘦人非常强壮 那如同树干一般粗壮的手臂 爆炸性的肌肉 他们人类再怎么锤炼 也很难达到这种程度 沉道的火焰球 在混乱的人群中不断穿梭 所到之处惨叫声此起彼伏 受人强壮的身体 在她面前就形同纸糊一般 她使用的是一根火红色的双手法杖 萧林听她炫耀过不止一次了 这法杖是用耐火性极高 并且容易凝聚火元素的特殊材料制成 花费了她两个月攒下来的所有兑换点 但效果也是绝佳的 而且火焰球很快点燃了那些 用瘦皮制作的并且很干燥的营杖 萧林也顺势用火焰弹帮忙点火 虽然开启奇迹状态后 她的爆发力是不逊色沉道的 但奇迹状态消耗也很大 不是万不得已 她并不会轻易使用 冲天而起的火焰 将天空映照得红通通的 并且其他人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这次夜袭的目的在于赶走兽人 至于真正杀伤树木倒是其次 于是更多人举起了地上的火把 拥有风系法术的学员们 则在后面施展黑铁级的小旋风 帮忙到处煽风点火 兽族大营 立刻陷入到混乱之中 兽人们忙着到处灭火 还要抵挡四处袭击的人类 尽管在局部战斗当中 如果没有代班长或者辅导员 兽人往往占据上风 可整个局面上来看 这次偷袭无疑很成功 还不够 萧琳皱着眉头 呢喃自语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用权力 在没有奇迹状态下 她也是不敢和兽人干正面的 只能用火炎弹不断做骚扰 如果兽人敢朝她这边过来 她就会用幻影部果断撤开 换个方向继续放火 关注她表现的一些人 无疑是比较失望的 比起前几天 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那个萧琳 相差的不是一丁半点 而像韩曼曼这种 本来就看萧琳不爽的 就已经直接出口讽刺了 韩曼曼也是个法师 虽然是天赋学员 可她是远远比不上顾小月和陈道的 最多也就是比普通学员稍微出色一点 萧琳懒得去管韩曼曼 她的眼神不断在混乱的营地中 到处在搜寻着什么 想要彻底击溃这支兽人部队 最好的办法 无疑就是先击杀掉他们的指挥官 秦贼先秦王 在首次攻城战当中 萧琳事后从秦川那里了解过战斗经过 当兽人指挥官死亡之后 其他兽人的抵抗立刻就弱了许多 她就渐渐意识到 在诺马世界中 这个道理也是行得通的 兽人的顽强 她是深有体会的 如果不能够干掉他们的指挥官 就算这场夜袭大获全胜 只要对方还有足够的兵力 依然可能会对堡垒产生威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琳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琳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5集 萧琳的焦急等待没有持续太久 兽人很快就从混乱中稳定下来 跳跃的火光中 隐约可见一个兽人正在后方大声咆哮着 似乎是在做出指挥命令 萧琳有些迟疑 因为这个兽人明显和其他人与众不同 倒不是更强壮 而是更瘦弱 这和他了解的常识有所不同 兽族崇拜力量 他们的职位也是以力量和功绩作为主要参考 而对萧琳他们来说 更通俗一点的判断标准就简单了 谁更强壮 十之八九地位就很高 战场的时机转瞬即逝 容不得半点犹豫 萧琳也仅仅是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果断地冲了上去 不管如何 先干掉这个兽人再说 既然对方显得更加瘦弱 那么应该会更简单 这个兽人没有穿铠甲 而是身披白色祭司长袍 距离越近 看得也就更清楚 他的年纪看起来很老 就算是兽人 也不可能避免岁月的寝食 他的脸上布满了很深的皱纹 眼神浑浊 却炯炯有神 察觉到萧琳的意图后 更多的兽人试图朝这边包围过来 和他关系不错的陈道 也意识到萧琳想做什么 几发火焰球飞过来 为萧琳清空了前进的道路 萧琳也立刻开启了奇迹状态 幻影不全开 形同鬼魅一般 在兽人间快速穿插而过 兽人笨拙的巨斧 只能看中他留在身后的一道道残影而已 这些兽人显得越紧张 就越显得眼前这个瘦弱的兽人身份地位不低 当萧琳距离他不足百米时 那个苍老的兽人突然伸出枯瘦的手指 一道刺眼的闪电急驰而来 直接将萧琳笼罩在内 如此近的距离 猝不及防的萧琳是没办法避开这道闪电的 但被闪电击中 浑身一阵阵麻痹的同时 他心头也忍不住生起一股兴奋 赚大了 眼前这个兽人的身份 可不仅仅是指挥官这么简单 这分明是兽人的祭司 兽人天生具有强壮的身体 让他们拥有其他种族难以比拟的强大力量 但诺马世界也是公平的 兽族在具备压倒性的力量的时候 他们的天生元素亲和力也非常差 可在整个兽族当中 也存在极少数的特例 他们虽然没有强壮的身体 却出乎预料的 具有不逊色任何种族的元素沟通能力 这种人在兽族当中往往都是祭司 而在诺马世界中 这群人又被称为萨满祭司 萨满是对兽族法师的职业称呼 而祭司则代表着兽族中 一种地位身份极高的职位 这支兽人步兵居然是个萨满祭司在指挥 这再次出乎了萧林的预料 也让他本来干掉对方的心思有所改变 杀掉这个祭司 最多只是让这支兽人部队溃散 可如果生擒俘虏对方 那在之后的防御战当中 曙光学院这边就将拥有更多的筹码 和更灵活的战术 萧林恶补过兽族的知识 在战船上或者在堡垒中 他也通过那些NPC各种打听和了解 就算再不会打仗的菜鸟 也明白知己知彼的道理 在这点上 萧林确实想得比其他人要多很多 萨满在兽族中的数量非常欣赏 比例要远远低于人类当中法师的数量 而且兽族向来有传闻 萨满祭司是能够和灵魂沟通 甚至预知未来 当然 对此萧林是不信的 最多也就是类似神话传说而已 但从这些传闻中 也能看出来兽族对萨满是有多重视 一个活着的萨满俘虏 绝对要比一具死掉的萨满尸体更有价值 萧林本想通知其他人 如果想生擒对方的话 她觉得还是需要点支援的 至少不能让四周不断涌来的其他兽人打扰到自己 但这个萨满兽人 没有给自己太多回头的机会 接二连三的闪电披在附近 如果不是萧林随后立刻施展起幻影部 恐怕此刻就得半残 被闪电击中的滋味很不好受 肉体的疼痛不说 那种布满全身的麻痹 甚至渐渐影响到了她的移动速度 这是最麻烦的 也让本来能够全部躲开的公斤 却不得不硬生生地扛了好几下 她所穿的是从堡垒仓库中 随手挑选的青铜级别锁子甲 虽然样子丑了点 但质量还不算差 替她减轻了不少负担 萨满受人的闪电除了麻痹感外 其实并没有给萧林带来太大的伤害 宋俊朗之前给她喝下去的那瓶龙血 赋予了她初级魔法抗性 对F级别的元素法术具有20%的抗性 E级别的元素法术拥有10%抗性 萧林估计这萨满的闪电最多也就只有F级别的评价 拥有20%抗性之后 杀伤力也降低了不少 火焰剑气 萧林决定速战速决 毫不介意火焰剑气的巨大消耗 灰武圣魂剑 两道火红色的光刃在身旁各自劈开 冲天而起的热浪把涌上来的兽人再次推开 伊约不是很确定这个萨满的承受能力 他不敢保证一记火焰剑气是否会直接秒杀 因此只能对其他兽人使用 意识到兽人的指挥是极为少见的萨满祭司的人 并不止萧林 注意到这边战况的代班长们也反应过来 他们这次恐怕是捞到一条大雨 于是更多的人朝这边赶来增援 萧林的压力骤减 也担心其他人脑子放魂 急忙大声喊道 别杀掉这个兽人 尽量活住他 他对我们有很大的用处 不过战场当中 能有多少人听到他的喊话就不好说了 而随着大家的目标转移 兽人那边也在朝这边支援过来 于是本来分散的战局 很快就集中在最中心这块地方 经历过最初的混战后 兽人的血性也在渐渐被激发出来 就算萧林这边利用偷袭的偶然性 确实干掉不少兽人 但对方的数量还是有优势 现在战局在缩小 一旦形成包围的话 反而是很不利了 这个萨满祭司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 利用自己做诱饵 来吸引大部分人类到这边 不仅如此 除了闪电攻击后 当围攻他的人数越来越多起来 他开始使用闪电链进行攻击 这是范围性杀伤法术 拥有比闪电更高的攻击力 而且如果在人群中炸开的话 往往会倒下十多个 代班长们本想集中力量合力攻击 可看起来弄巧成拙 人数越多 不仅丧师本来好不容易有争取到的优势 萨满祭司连续几次闪电炼下来 反而让新生躺下去几十个人 虽然有的并没有致命伤 但紧随而至的兽人巨斧 却立即就将他们剁成了肉酱 围在萨满祭司身前 还有至少二十多个兽人 他们拥有更强壮的身体 更精良的武器铠甲 自始至终 这些兽人都没有参与到 营地的进攻和防御 就这么静静地围在萨满身边 他们显然是这个萨满祭司的专属护卫 偶尔趁机接近的几个人 都被这些护卫很轻易地就劈成两半 更惨点的 整个脑袋都会被砸得粉碎 几次下来 大家对这些护卫也忍不住惊惧起来 寻常学员是不敢轻易过去 可几个班长和辅导员 却苦于萨满的闪电链 被麻痹住后 速度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萨满兽人的精神 看起来也萎靡不少 闪电链的消耗肯定很高 就算是它 估计也没办法全程不间断使用 但这样下去 已经有点混乱迹象的曙光学院这边 恐怕会先一步陷入崩溃的境地 而外围的兽人们 整装好后还在大批涌过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于是 在萨满下次使用闪电链时 萧琳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复制技能 这是她进入月考以来首次使用 也是因为先前找不到合适的使用机会 又舍不得浪费这种 冷却时间极长的救急技能 复制对象 萨满祭司 复制技能 闪电链 评级 一加 复制成功的同时 萧琳也拥有了这个技能的全部信息 果然如她所料 这种破坏力的法术评价 至少是一等级 闪电链 萧琳挥舞集火法杖 尽管这柄法杖是专门为火炎系法术所准备 但法杖本身所蕴含的加速元素凝聚能力是共通的 浅蓝色的闪电从法杖顶端的能量石中喷涌而出 如蛇形般在空中蜿蜒 目标直指萨满祭司周身那十几个护卫 闪电链在落在第一个兽人身上时 立刻开始作用 因为复制的法术等级 也取决于原始用者 而这个萨满兽人的闪电链等级 显然不低 连环的闪电接踵而至 几乎瞬间把十多个兽人都给笼罩在电网中 这些兽人毫无防备 或者说就算有防备 他们也并不会闪开 硬生生用身体帮身后的萨满挡下全部的闪电 如果不先把这些护卫兽人解决掉 就会让战局变得更加麻烦 萧琳吼道 还有能动的赶紧过来帮忙 陈道你和我集中攻击 这些新生的菜鸟属性再次暴露 在陷入两难的困局时 很多人变得无所适从 变得不知道该去执行什么命令 只是发疯似的对着眼前的敌人挥砍武器 好在周锋时刻都跟在萧琳身边 察觉到萧琳的意图后 立刻带着几个他信得过的人跑过来 闪电链是个挺复杂的法术 施法过程如果受到丝毫的干扰 就很难保证施法的成功率和威力 陈道也赶了过来帮忙 但他的火焰球对付单个兽人 固然威力惊人 可比起闪电链就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了 得到保护的萧琳 可以全力通过奇迹转换 将属性转移到智力上 而不至于担心因为力量和体质过低而遭到攻击 萨满基斯对萧琳能够施展同样的闪电链法术 显然很吃惊 但他苍老的脸上并没有惊慌 他精通这门法术有太多年了 自信绝对能够胜过萧琳 很快 这场夜袭就演变成了法术的对轰 人类这边因为单兵的战争临变能力很差 在被兽人反攻后就不知所措 兽人这边虽然斗志高涨 但夜袭初时 人类建立起来的优势却还是有的 营地各处燃起的火焰 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扑灭的 萧琳和萨满基斯的对决 便成了关键 他们的闪电链 成为是否打破这个暂时平衡点的关键 这便是法术在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所在了 往往某个法术就能够扭转胜负 闪电链的杀伤性很大 无论是对兽人还是对人类这边都一样 而一道闪电链 从最初的凝聚元素 元素排列再到最后的施放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10到20秒的准备时间 而在奇迪状态下 这个过程被萧琳再次缩短到只有七八秒钟 很快 萨满兽人就发现不对劲了 在两边都能够不受干扰的闪电链对轰当中 他居然彻底被压制住了 他释放一道闪电链的功夫 不远出的人类居然已经轰出两道 法术的对决往往就是在这些细微的差距所决定的 萧琳甚至没有等到复制法术实现结束 萨满兽人周围的护卫者就已经被自己和陈道两人合力给干掉 当然 主要还是萧琳的闪电链法术起到主要作用 当眼前再无障碍时 萧琳直接重新拔出圣魂剑 一边施展幻影部 踏着鬼魅般的身姿 在各种投掷过来的远程武器中躲闪规避 一边快速地朝萨满冲过去 他是很想再次召唤出亡灵箭矢作为掩护的 但这个附带技能需要用大量的生灵鲜血作为献祭 这就要他先用圣魂剑杀掉足够多的兽人 可他首先没有充足的时间 这萨满的闪电链威力太大了 等他攒到足够的献祭时 大概几方也不会剩多少人了 而最重要的 萧琳始终心有忌惮 上次精灵族突然对他的亡灵剑矢出手 其中原因至今无法理解 如果说精灵族纯粹是出于对亡灵的厌恶的话 再次贸然召唤亡灵剑矢 因此招惹精灵族出手 可就得不偿失了 尽管过程有些曲折和艰难 但就结果而言 这次夜席战无疑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 当萧琳的圣魂剑架在萨满祭司脖子上时 也就意味着这次战斗的彻底结束 其他兽人再也没有人赶上来 萧琳的猜测没有错 以萨满祭司在兽族当中的地位 哪怕这些兽人战士表现得再柔和勇猛无畏 也绝不敢拿萨满的性命开玩笑 赶快把这家伙打晕 防止他自杀 韩曼曼走过来 试图从萧琳手中接过这个极有价值的俘虏 但被萧琳拒绝掉 相比起韩曼曼的力量 他还是对自己有点信心 虽然这个萨满兽人因为老龄化 力量拴肉得很厉害 他却依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自杀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历史课 认真听讲比较好 萨满在兽族是沟通灵魂的人物 自杀是被视为亵渎灵魂的行为 萨满祭司只能战死 绝不能自杀 陈道一拳一拐地走过来 仿佛吃了火药一般 一开口语气中就充斥着浓浓的不爽 萧琳注意到 陈道小腿部分血肉模糊 皱起眉头问道 你受伤了 战斗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难道说还有哪个兽人不长眼 敢不顾他们赛满的安全 他娘的 被四班这帮白痴给坑到了 陈道双目喷火的 瞪着四班的班长寒漫漫 恼怒的 你是怎么制约你们班级的 刚才萧莲和我说过挺火 你的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再打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们四班那几个人不及时助手 她娘的我挂了彩不说 我们班也死了好几个呀 萧莲很快就弄清楚事情原委 陈道的法术能力卓越 但和自己不同 陈道是将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到法术选修上的 所以她的力量和体制方面课程成绩都很普通 三个月来属性增长的也很慢 这导致她只要被人进展 是很难有什么防守能力的 从十二班跟随而来的人也明白这点 所以基本上 时刻都会有几个人跟随陈道周围 保护他们的班长 这个年纪不大的男孩 依靠自己超群的法术能力 在十二班还是树立起了一点威信的 就在刚才 当萧林挟制住萨满祭司时 战斗本应该就此停下来 兽人也确实如此做了 他们不敢拿自己的萨满头领的生命开玩笑 但新生这边 少数人杀红了眼 或者说 觉得这些兽人会傻到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竟然趁机进攻起来 这下可激起了兽人的血性 这本就是个充满野性的种族 于是 局部的冲突反而更加激烈 而陈道很倒霉地深处其中 尽管他用火焰球 雷厉风行地触觉掉带头闹事的几个兽人 但他自己也受了伤 十二班也死了好几个人 你们以为兽人会屈服吗 你们的卑鄙 只会加速你们自己的死亡 萨满祭司突然开口 他的声音雄厚有力 丝毫没有苍老的感觉 不知好歹的东西 既然你会说我们的话 那就赶快让其他人放下武器投降 立刻就有人叫嚣道 现在的局面还是有些尴尬的 虽然战斗暂时平息 可兽人没有散去 数量依然居于优势的他们 紧握手中的武器 虎视眈眈地将人类团团围住 时不时会发出几声咆哮和急促的受人语 至于这是不是在问候他们的家人 就无从得知了 萨满祭司闭上眼睛 对这种要求视若无睹 摆出一副要杀就杀的模样 陈道说得对 他不敢自杀 萧琳摆摆手 眉宇间有些疲倦 刚才的闪电链 对精神力消耗非常惊人 他嘱咐道 先带他回去吧 但是其他兽人 没必要了 只要这个萨满在我们手中 其他兽人是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 就这样前见 我看谁敢拦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琳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琳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6集 萧琳不放心 又叫来几个力量值还算不错的人 看守这个萨满 而且还让陈道密切关注他的动静 因为他的闪电法术施展时间并不短 完全能够提前发现 并且阻止 所以也没什么担心的 这种要挟的事情 萧琳也不是第一次经历 最初月考时 在那个大峡谷中 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萧琳显然驾轻就熟 而且 既然这个萨满能够听得懂中文 那就更好办了 别想耍花样 我想你应该对我有印象才是吧 我的战斗力 你应该见识过 如果你敢有什么动作 我未必能保证我的人都活着 却敢保证临死前 至少拉着这里你们全部的族人同归一尽 因为疲惫 萧琳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但说出来的威胁性十分足 和兽人这个崇尚力量种族的交涉 是没办法来软的 你软 受人只会当你好欺负 那么就索性比比谁更强硬好了 萨满基斯微微一致 他确实对萧琳的印象很深刻 前几天的工程站中 他的部队险些就能够在层层防御塔中 撕开个口子 是萧琳用瞬间的爆发 力挽狂澜一般堵住了防线上所有的漏洞 陈道在对寒曼们发泄了满腹的怒火之后 就不怎么搭理这女人了 但两人总算是还是顾全大局的 现在还不是争吵的时候 所有人简单收拾好 没伤的轻伤的背着重伤的人 一瘸一拐开始返回 新生们在兽足营地 同样丢下了很多具尸体 有的还被兽人泄愤一般砍成了肉块 又丢进火堆中燃烧 就算知道他们只是损失了十年寿命 但毕竟相处有段时间的同伴 就这样死在自己眼前 让不少人脸上露出一阵侧然之色 队伍中的重伤员 让他们回去的速度并不快 好在有人质在手 加上几个代班长 严令不许学员们主动挑衅 兽人也就不敢轻易进攻 两兵几乎是擦肩而过 最近的距离时 萧林甚至都能够闻到 兽人口腔中的恶臭味 他也很紧张 手中的圣魂剑死死地握住 只要有风吹草动 他也不怕鱼死网破 一路总算是有惊无险 直到兽足营地的大伙 在身后渐渐远去 而滞留在队伍最后面的侦察人员 回报说也没有兽人尾随时 所有人才常常松了口气 萧林不忘和这个萨满兽人说了句 你们输了 是的 不管整个战役最后结果如何 至少眼前这支兽人步兵 在失去他们指挥官后 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战斗了 甚至从最恶毒的角度思索 他们没有保护好最重要的萨满 回去后也许会被兽足重乘 说不定他们会直接当逃兵溜走 萨满祭司睁着浑浊的双眼 雄混而低沉的口气缓缓说道 只有战死的兽人 绝不会有屈服的兽人 可惜你不能自杀 难道你指望你们的盟友 精灵族人会救你们不成 萧林冷不定问了句 哼 那些狡猾的精灵和人类同样卑鄙 他们才不是 萨满说了一半 立刻闭上了口 不想再被套出任何话来 萧林心中微叹 果然是精灵族的舰队啊 尽管这个答案已经没什么怀疑 但现在才是百分之百的证实 能够让兽足和精灵族联手的契机和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新生们有太多的疑问 这一切都可以从这个萨满兽人嘴里得到 所以这个夜晚 尽管许多人在未失去同伴而悲伤 但更多的还是期待和兴奋 精灵族的人依然没有出手 出乎萧林的预料 也是韩漫漫事后反复攻击他太胆小 但很快就被陈道给反击说 韩漫漫这只是在转移话题 这个还没成年的男孩正处于很记仇的阶段 本来他和韩漫漫就不怎么对付 尤其是这次因为韩漫漫对四班没有及时约束 导致自己十二班的人死掉了几个 陈道岂会轻易放过他 在寿租营地时 陈道是隐忍不发 回到城堡后 陈道的脾气可就上来了 他们回来时候已经差不多深夜 但这个晚上 两人的嗓门 基本让所有人都不用再想睡觉了 我总觉得有点奇怪 在路上 我突然问那个萨满 是不是指望精灵族的人救他 那话其实也是我此刻所想的 萨满暂时无心理会那两个人的争吵 他正在和陈铭等几个留守的代班长 简单诉说偷袭的经过 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安 萨满祭司在兽族中是智慧的代表 如果说精灵族和兽族交涉的话 我觉得萨满无疑是最好的交涉对象 所以你觉得这个萨满肯定和那支精灵族的舰队有来往 成明问道 至少书信的来往是肯定的 这个萨满祭司显然是条大鱼 大家都很兴奋地期待着能够从他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情报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和整备 次日天刚朦胧亮的时候 代班长们便纷纷起床 带着各自的亲信 投入到审讯的过程当中 本来按照大家的预测 这个萨满很可能会表现出兽族向来的强硬 想要撬开他的嘴巴肯定要花费一点功夫 所以用点手段也是在所难免的 包括萨林和成明在内 他们是不介意用点刑讯手段的 只是别把这个萨满给弄死就行了 这种事情他们在先前的月考中 其实也干过几次 现在也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了 可当审讯开始后 面对12个人组成的联合审讯团队 来势汹汹的逼人气势 这个萨满显得相当配合 差不多是有问必答 尽管与其中毫不掩饰对人类的轻蔑 但无所谓 大家在乎的只是答案 因为这萨满精通中文 所以交流起来也意外的很轻松 你的姓名 闪电 闪电 我靠 我还在大选呢 都成俘虏了还不老实 咳咳 兽族的姓氏和我们人类不同 往往会用外形特征 使用的武器和法术 或者是家族事迹作为姓氏 我记得这家伙擅长闪电系法术吧 叫闪电很正常 别大惊小怪 好吧 姓别 这个问题先跳过 在对手很配合的情况下 审讯变得很轻松 本来 某些有特殊爱好的人 准备了诸如十八酷刑 也没有用武之地 最后 更多的人都投入到了提问当中 虽然大家在历史课上 有学过兽族的相关历史 但那终究只是泛泛而论 大家对于兽族是有很大兴趣的 尤其是陈道这样 经常在地球上热衷于网游的人 对兽族更是有种狂热的兴趣 这个名为闪电的萨满兽人 基本来历也弄清楚了 他自称为兽人第十三军团的副军团长 新生们对这个职位 本来还没有什么直观感觉 但在询问建筑师的领头 于上位后 他们才明白 副军团长在兽人当中的意义 在兽族当中 副军团长职位定义是军师和参谋 基本都是由萨满祭司来担任 有点类似地球的指导员 虽然是副职 可因为萨满祭司的特殊性 副军团长的权限是很大的 但这也就奇怪了 副军团长居然会屈尊担任 只有三千人的兽人步兵团的指挥 而且 如此被轻易俘虏 就算是有的代班长 陶醉于自己太强大 萧林等人也对此表示足够的疑惑和警惕 闪电的解释倒也合情合理 这处补给站储存大量物资不说 而且是兽族通往前线的必经之处 想要打通连接曙光殖民腹地的通道 就绕不开这里 而兽族因为在前线投入太多兵力 导致附近部队捉襟见肘 当补给站被夺下来后 闪电仓促下就只能带着三千人部队赶来 但他表示低估了人类的战斗力 这话多少有点恭畏的意思 大家听得挺舒坦 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回答 接下来就是关于兽族的动向 这方面闪电就稍微有些沉默 诸如第十三军团的军力布置 他是不肯透露的 这也在预料当中 尤其是那些觉得可以直接行训的人 更是跃跃欲试期待起来 不过他们的准备依然没有用上 简单的一番威逼利诱 外加拳打脚踢之后 闪电便老老实实地吐露出来 第十三军团 也是这附近受足唯一驻扎的部队 总共人数在三万人以上 其中包括近万的狼骑兵 但狼骑兵被争调到前线 其他两万人部队 分散在各处的关卡和运输路线附近 一时半会儿是难以集结的 这支三千人的兽人步兵 算是闪电这半个月来 能够掌控的最大兵力 如今被击溃 连带副团长也被升勤 这也意味着 除非兽族从大本营 重新派遣将领过来 否则他们就只能 从前线撤军回头了 审讯持续了差不多一整天 尽管对外的侦察和警惕 也没有松懈下来 但在失去萨满祭司之后 残存的兽人部队 果然开始退散 这也差不多验证了 闪电所说的话基本可靠 审讯结果无疑让大家非常高兴 闪电的话如果属实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们很长时间内都会很轻松 而不用担心再遇到任何进攻 因为从这里到兽族的大本营 来回至少也需要两个月的路程 这么长的时间 注定兽族很难再从大本营调兵 如果是从前线撤军 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 本次考试的最终作战目的达成 到时候考试也会随之结束 随后一周时间内 兽族那边始终毫无动向 精灵族的舰队也依然静静地 停在海面上没有动静 似乎都预示着 这种可能越来越可能是真的 对闪电的审问还在不间断地进行着 但随着局势的明朗化 加上主要问题也差不多问完 大家对这个萨玛的兴趣也越来越低 以至于到第三周的时候 某些班长甚至连兽族平时的爱好 喜欢看什么书 这种无聊的问题也问了出来 闪电的配合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虽然有些人很遗憾 没能用上准备多时的刑讯手段 但他们对闪电倒也确实还算优待了 一日三餐 还有水和肉都不会少 当然 他们也不可能杀人或者放人 不管如何 有这样一个人质在手 总是一道保险 长达半个月的清闲时间内 其他人也没有无所事事 防御塔的建造再次被提上日程 在见识到防御塔在防守战中的作用后 大家也就更热衷于建塔 甚至还有人自告奋勇 在草稿图上画出所谓的科学分布图 被陈道戏虐为这是在玩塔防游戏 不过防御塔的范围确实不再仅限于山脚 临时指挥部这些半调子的班长们也意识到 需要让战场放得更大才行 但对于是否要在海滩上建造防御塔 班长们再次争吵起来 海滩建造防御塔 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为了针对那支始终意图不明的银色舰队 但也有人担心 这样反而会激怒精灵族 让他们出于自卫主动出手 到时候只会让他们倒霉而已 代班长们是轻松之余也带着紧张 毕竟这次考试 他们的作为很可能会影响到之后年纪涨的评比 但对其他普通学员来说 就只剩下轻松了 因为随着第三周的结束 也意味着这场考试中所有还活着的人 已经彻底保本 三周的时间加上第一项任务的完成 他们所赚取的兑换点已经可以购买生命水 就算阵亡也不算有损失了 这样的心态下 很多人就显得更加放松 连带着建造防御塔的积极性都下降很多 代工的人越来越多 毕竟比起干苦力活 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去城头上吹吹海风 看看湛蓝如洗的天空和大海 显然要更加享受得多 于尚未对此很恼火 斥责他们太小去受人 但对于这个NPC 大家现在也不再当回事 反正就直击上来说 这个人也无权命令他们 最后 于尚未无奈之下 索性将建筑师全部抽调出来 全力修建复活塔 精灵族的舰队继续在围观中 不同的是 这半个月时间中他们的舰队稍微移动了一个方位 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动作 对于这种安定的局面 萧林却是高兴不起来 从秦春那里知道这场战役在历史中的失败结果后 他忍不住产生了疑问 如果真的如此简单 历史中曙光学院为何会失败 而且还是败得一塌糊涂 以韩曼曼为首的一拨人 觉得是那晚的夜席取得了奇效 并且到处吹嘘 那次夜席是在他的立主下才推动的 萧林也不想去和他争什么功劳 只是纯粹表示了一下困惑 这次战役疑点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是精灵族舰队的不确定性 再者便是兽族的软弱 没错 就是软弱 不管兽人在战场上表现得如何顽强英勇 在萧林看来 这有限的几次战斗都实在过于简单了点 他不相信历史上那批曙光学院的人 会连这批新生都比不上 夜席这种计划 他也不信那些人会想不到 要知道 兽人在历史上 可是让曙光学院吃了很大的苦头 即便最后曙光学院取得了最终战争的胜利 也是损失惨重 还有那个名为闪电的兽人萨满 萧林也觉得未免太合作了点 他们这边稍微逼迫一下 那个家伙就几乎将所有东西全盘拖出 但很多关键性的东西却又说得很模糊 比如萧林很关心的兽族与精灵族的协定 闪电只说两族确实在进行结盟的协商 但双方分歧很大 很多地方还没有谈拢 而且谈判也不是他能够介入的层次 联想到堡垒中那些被撕毁的可疑书信 萧林有理由相信闪电是在撒谎 或者说他想故意隐瞒和精灵族的某些协定 但他却没有任何证据 说到底 一切的不安都只是萧林的猜测 甚至连他也说不上这种不安来源于何处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成功固守超过一个月时间 除了基本的兑换点外 所有人也有了学分奖励 这是个不错的消息 于是在这天晚上 堡垒内再次进行了篝火晚会 本就数量不多的女学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争抢对象 被各种邀武 这算是这些日子中大家唯一娱乐的方式 萧林本来鼓足勇气 想邀请顾晓月的 但被这个女人毫不客气地拒绝掉 虽然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她还是多少有点失落 晚会是在训练场进行的 堡垒本就不大 站在城头上就能将整个堡垒尽收眼底 因此 萧林也看到了不远处还在忙碌的人群 有些意外地走过去 发现是于尚卫和他们的建筑师 即便指挥部的班长们也邀请他们加入到庆祝中 但同样被于尚卫给拒绝掉了 复活塔的建造不容半点耽搁 现在的和平只是短暂的 受阻只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而已 很快他们就会卷土重来 于尚卫对大家的散漫是极为不满的 但作为NPC 他是无权干涉新生们的任何命令和选择的 萧林在他面前表现出了足够的谦逊 点头表示受教 抬头看了看高耸的银色尖塔 复活塔的雏形基本差不多了 他在新华盛顿是见过复活塔的 能够辨认出一个大概来 复活塔必须彻底完工才能够起作用吗 当然别看这塔外表一片光滑 内部的构造非常复杂 稍微有半点差错都是不行的 还需要多久完成 最多一个月 到时候那些肮脏的兽人再来可就不用怕了 在寿命折损完前 我们就是无敌的 于尚未显得很有信心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肖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 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肖林在这里 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刹那间 一个念头在肖林的脑海中滑过 他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正正地看着复活塔出神 以至于于尚未之后说的什么话 他都没有听清楚 我有事先走了 肖林匆忙告别 将还在晚会上玩得很开心的成名等人 强行拉到了临时的会议室内 在诸多不满的眼神中 他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道 诸位 刚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也许兽人和精灵都在等待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久的和平 等待 等待复活塔的建造完毕 他们需要完整的复活塔 我问过于尚未 复活塔的内部构造非常精密 其他种族不可能模仿 如果中途就夺回堡垒 他们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复活塔 所以 只能等待复活塔完工 韩曼曼很夸张地大笑起来 讥讽道 上次你就说过 怎么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我看你啊 是不是喝多了呀 难道你就不觉得 你刚才这猜测 有很大的矛盾吗 等复活塔完工后 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受到复活法则影响 到时候 受人再想攻占堡垒 哪有那么轻松啊 话也不能这么说 成明已经顺着萧林的思维 快速思考起来 他虽然人憨实 但却并不傻 半惊半疑道 如果说 敌人把我们打残 却又不致死 然后生擒俘虏我们 再将我们带出复活塔的范围 就完全可以干掉我们 八国的圣国也发言道 这样还是不太可能吧 首先 如果我们被打残 完全可以自我了断 来保证再次复活 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受人的目的 真的是完整的复活塔 到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将塔给摧毁 不就完了 我想受人 也能想到这个可能性吧 萧林提出的猜测 让大家陷入一片争论中 但大部分人还是觉得 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就如韩曼曼和圣国所质疑的那样 受人就算真的想要夺下 完整的复活塔 也不可能在瞬间 干掉他们所有人 而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曙光学院这边 完全可以选择摧毁复活塔 然后撤退 当然 成明和陈道等少数几个人 也觉得萧林提出的可能性 是值得重视的 毕竟 这里是诺马星球 是个充斥着各种魔法的世界 假如受人 故意在堡垒中设置了某种陷阱 能够瞬间让所有人 都失去行动能力 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 之后的几天时间内 过了半个多月舒服的日子 新生们再次被动员起来 他们被告知 在堡垒的每个角落 哪怕绝地三尺 也要搜寻任何可疑的东西 而指挥部的争论 在这个时候 也在新生当中传开了 学员们的抱怨声也不小 他们私底下 也三三两两地讨论过很多次 大概也觉得 萧林是启人忧天 甚至为此还提出 更多反驳的理由 萧林的推断是 这次登陆作战 从始至终 其实就是兽族的阴谋 或者说是兽族联合精灵族 共同设下的圈套 为的是引诱曙光学院强攻这里 而按照他们殖民者的习惯 攻下这个地点之后 为了防御 必然要建造复活塔 而这座完整的复活塔 就是兽族和精灵族 最终目的所在 只从结果来看 这个推断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但其中实现的难度太多 首先 兽族没有办法保证 曙光学院就一定会在这里登陆 其次 堡垒中的物资是货真价实的 他们在前线的狼旗大军 也是存在的 失去这批物资之后 也意味着狼旗兵的补给 全线吃紧 拿主力狼旗军 换甚至还不知道 能不能使用的复活塔 这笔账也未必划算 建筑师的余上尉 也是很不满的 作为本次行动 专门附责复活塔的建筑师 其他学员在这方面 也是不能对他指手画脚的 而萧林的质疑 无疑让他很恼火 因为 如果真的按照萧林的话 去做预防 他们应该立刻停止建造复活塔 所以 余上尉三番五次找到萧林 和他强调 复活塔是他们这些地球人的 专属奇迹 复活法则是不会在诺曼人身上 起效的 就算真的让那些兽人和精灵 拿到了完整的复活塔 也没有任何意义 而此时 堡垒的搜查结果也出来了 他们几乎连老鼠洞 都快翻了个底朝天 却依然一无所获 包括附近的山坡和海滩上 到处都是他们掘开的各种坑坑洼洼 别说什么魔法阵 魔法卷州 连个类似法术产生的道具都没有见到 支持萧林的人就更加少了 陈道算是坚定支持萧林观点的人 但陈道的怀疑对象 则放在了闪电身上 作为整个军团的副团长 这个萨满祭司如此轻易被俘获 确实让人觉得可疑 尤其这家伙还是个法师 谁也不能保证 他是否有某种神秘的法术 在关键时刻给大家来上一下 因此随后的日子中 陈道几乎寸步不离地盯着闪电 法术的凝聚和施放 尤其是大规模性的法术 都需要很久的元素排列 这个钳制时间是不可能跳过的 而对法术相当敏感的陈道 很自信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到 闪电任何可能施展法术的意图 法师的威力固然强大 但一个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 还被人时刻用弓弩指着脑袋的法师 却是几乎毫无威胁的 之后 顾小月也加入到了对闪电的监视中 他正好和陈道两班轮换 当然 陈道作为男性 就只能选择夜班 而顾小月则负责白天监视看管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 只要闪电有异动 就用剑尸抱掉他的脑袋 对此 闪电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 尽管萧林还试图想从他这里 挖掘出更多的情报 可闪电声称 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然后就闭口不谈 调查再次陷入僵局 虽然萧林这次推断 无功而返 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威望 毕竟 几次战斗中 他的实力算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曙光学院中 大家也入乡随俗 渐渐接受了崇拜强者的价值观 对萧林自然也更加认同 但韩曼曼等少数几个人 趁机对萧林的讽刺 也是越来越多 大友要将他排除出指挥部的意思 这番折腾后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他们搭建的烽火台 再次传来警讯 在距离30公里开外 发现了新的兽族大军 正在朝这边开进 比起最初的兽人步兵 这无疑是更加精锐的部队 至于更详细的情报 却是无从得知 因为派遣出去侦查的人 都毫无例外地被发现 并且杀掉了 没有人能够返回 这引起了代班长们的警惕 于是松懈许久的备战 再次拉开 算算时日 就算兽人强行军 想要抵达堡垒 也还需要一点时日 而这段时间 班长们开始强行命令 各班的成员 开始进行每天的一定强度训练 试图让大家从前些天的轻松中调整过来 但大家依然保持乐观 从时间上来看 本次月考的最终完成日期 其实所剩无几 他们只需要再多支撑半个月左右 前线的狼骑兵 就只能因为粮草紧缺而撤退 到时候 曙光城的援军也会趁势追击 达到这个战略目标 就算整个月考的最终结束 这段时间 萧林也在努力思索 敌人可能采取的策略 虽然各种搜查 似乎都说明她的推断是无稽之谈 但她的心中 依旧没有放弃这个想法 尤其是 随着最后日期的临近 她心头的不安和阴霾 就越来越重 对此 萧林也很苦恼 她是不相信自己有所谓的第六感 危险直觉之类的东西 也是不可能 毕竟 她也只是个菜鸟而已 更没有选修过类似直觉的技能 可这种感觉 就是很奇怪 自从那天夜袭结束回来之后 萧林的心中 便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 她有一种莫名的烦躁 那种不安 甚至强烈到偶尔半夜睡着时 都能够突然惊醒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所以 哪怕萧林自己都将信将疑 却又不敢忽略这种 来自潜意识最直观的感觉 萧林这段时间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试图弄明白这种奇怪的感觉 究竟从何而来 她想来想去 唯一觉得可疑的 也只有那个叫闪电的萨满祭司 而此刻 受足大军再次临近 萧林也抓紧时间 抽空来了趟监狱 堡垒的监狱位于地下 很狭窄 只有十多个房间 当然 除了关押闪电之外 他们也根本用不到 其他的房间 这里非常潮湿 光线也很昏暗 加上空气中刺鼻的气息 很不好受 白天时候 是顾晓月负责看守的 萧林也忍不住觉得 这种苦差事实在难为这个女人 但顾晓月不以为意 尽管萧林曾经暗示她可以拒绝 但顾晓月 用除了自己再没有别人合适的理由 接受了这份安排 确实 顾晓月是最理想的人选 她的高智力和元素亲和力 让她对空气中的元素 有极高的感应能力 也能够比其他人 更早地发现这个萨满有任何异动 毕竟 不管萨满想做什么 只要施法 就必然会引起元素的波动 怎么样 最近闪电有什么动静吗 地下监狱中 萧林问道 还是老样子 顾晓月的语气有些疲倦 萧林眯起眼睛 透着油纸灯昏暗的光线 这才注意到 这女人的脸上很憔悴 忍不住关心道 今天开始 我让人换你看手好了 你也别累到自己了 顾晓月欲言又止 萧林以为她要拒绝 毫不客气道 你这样可不行 接下来的战斗还是需要你的 这是关系到堡垒是否能够防守住 顾晓月推了推竞价 迟疑道 不 我是想说 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很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吗 那你怎么不早说 不是这身体 顾晓月皱着柳眉 斟酌了一下语言 这才重新开口 总之 是很难说清楚的感觉 很压抑 有时候 甚至有种无法呼吸的感觉 似乎是 如果说一个人的感觉 只是下意识的巧合 那么两个人同样类似的感觉 就不可能只用巧合来解释了 去看看闪电吧 沉默半晌 萧莲也没想出个头绪 而且 她不能确定的是 有这种惊人危机感的 是否只是自己和顾晓月 为何只是他们两个人 又或者 是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觉 却没有说出来 来到了关押闪电的牢房前 隔着已经生锈的铁柱 闪电被反绑在 阴暗潮湿的角落中 墙壁上 有个只有手掌大小的窗户 这也是唯一的通风口 闪电双目紧闭地端坐着 绝大多数时候 她都是保持这个姿态 闪电 今天我接到情报 你们受阻大军 正在朝这里进发 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吗 萧林的声音 在地牢中回荡着 显得有些阴森 闪电没有回应 萧林又重复了一遍 依然如此 她皱了下眉头 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朝顾小月低声嘱咐道 快 快叫其他班长过来 记得带地牢的钥匙 地牢的钥匙 是被班长们轮流保管的 顾小月也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奔出地牢 几分钟后 成明 陈道等人 跟在后面匆忙赶了过来 看着毫无动静的闪电 几个人一阵商议 几乎半数的班长都在这里 战斗力是绝对保证的 因此 也不用担心这个萨满耍炸 开启牢门之后 萧琳首先一个箭步踏进去 身后的成明 还没来得及提醒她要小心 萧琳已经快速冲到跟前 伸手微微碰了碰闪电 后者便立刻应声而倒 死了 萧琳检查了一下呼吸和心跳后 朝其他人摇了摇头 不会吧 受人的生命力有这么脆弱吗 我们也没有折磨过她吧 而且每天三餐都是按时供应 成明觉得不可思议 先抬出去检查一下吧 看看死因是什么 韩慢慢见一道 旁边的陈道立刻满脸不爽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检查死因 闪电是我和顾小月负责全天看守的 我可以保证 在我看押期间没有任何差错 我也可以保证 顾小月也补充了一句 韩慢慢冷哼道 那你紧张什么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只是个兽人而已 死了就死了 别影响我们团结嘛 圣国再次出来 霍西尼的园场 抬出去检查一下吧 有点奇怪 肖林稍微检查一番之后 抬头看了一眼其他人 叹了口气 很快 闪电的尸体就被移到训练场上 首先是死亡的时间 这个倒好办 因为昨天晚上送饭时 闪电是有回应的 所以死亡时间肯定是夜间到白天这段时间 然后就是死因 从外部看来几乎没有任何伤口流血的迹象 最诡异的是 闪电已经僵硬的脸上 那抹奇异的笑容 那是一种类似讽刺的嘲笑 临死前 他究竟想要嘲笑谁 最可能的答案 显然是他们人类 那么问题来了 他为何要嘲笑人类 身为阶下囚和人质的他 有什么资格嘲笑 喂喂 萧林 你想干嘛 陈道正在和寒曼们生气 忽然发现萧林挽起袖口 一副准备将闪电衣服剥干净的架势 顿时满脸古怪之色 萧林美好气的撇了撇他 当然是检查 总得先确定他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吧 陈道不悦 你也怀疑 萧林无奈 好不好 那就换个说法 咱们只是进行例行的尸检工作 行了吧 有人觉得萧林小题大做 虽然有个散满在手上做人质 确实是不错的事情 但就算死了 也就死了吧 又是尸检 又是检查死因 确实没必要 而且 将这个又老又丑的兽人衣服扒光 怎么想都觉得很恶心啊 萧林是不懂尸检的 尽管破案电视剧也看了不少 可惜这种专业活是干不来的 不过 至少他懂得先检查一下 是否存在伤口 其他班长们大概觉得恶心 并不想做这个工作 就只能萧林亲自动手 他将闪电的尸体 前前后后 反复端倪数遍之久 直到其他人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他忽然轻轻地移了一声 在靠近闪电心脏的部位 有个非常细小的红点 如果不仔细观察 是完全会忽略掉的 但萧林看了半天 也就只有这个红点很可疑 这是已经凝固后的血迹 重新站起来的萧林 脸色有些阴沉 其他人的表情也不怎么好看 所以说闪电是死于被杀 那还用说吗 当时这个兽人双手被反绑 他怎么可能会在自己心脏部位 穿这个小孔 呃 说起来的话 能造成这种伤口 会是什么武器 感受到其他人 若有若无投来的眼神 陈道显得很不高兴 刚要辩解几句 萧林倒是先开口了 我相信这事和陈道和顾小月 都是没有关系的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 韩慢慢质疑道 他这几天和陈道的关系很僵硬 这种机会 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萧林用你是白痴的眼神 扫了一眼这个女人 淡淡地道 很简单 因为没有利益 闪电是我们的人质 尤其是这种受足逼近的时候 我们本可以用这个萨满做点事情 最不济 也能稍微拖延点敌人的时间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死了 用脑子稍微想想也知道 究竟谁才是受益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 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8集 成名脸色微变 你的意思是 精灵组 恐怕就是如此 萧林抬头 跳望着远处那支银色舰队 却依然有些不敢肯定 这次真的是那些精灵出手的吗 疑问其实还有很多 如果真的是那些精灵动的手 他们是如何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杀死闪电的 为何偏偏要等到这个时候 难道不应该在闪电招供前 就杀掉他更好吗 闪电的死亡只是一个小事情 终究不过是个兽族人而已 死了也就死了 就像圣国说的 在兽族大军重新逼近的当下 用不着为了这么个死人 而让内部不团结 尽管韩曼曼几次指责顾晓月和陈道 不尽职才导致他们失去可能谈判的筹码 但成名等绝大多数代班长 则坚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原则 这件事也就这样一笔带过 之后 大家就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如何防御上 可精灵族的再次出手 却是让大家心中蒙上了阴影 距离考试的结束 最多也就半个多月时间 这次意外 似乎也在提醒所有人 这次考试果然不可能如此简单 不过 让大家还算满意的是 堡垒这边的守备情况还是不错的 防御塔的数量几乎翻了十多倍 达到了五十多座 其中 近四分之一是法术塔 按照先前的战斗局面来看 哪怕是最悲观的人也觉得 他们只要肯于拼命防守 未必不会成功 带着这样的情绪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在远时卷轴的帮助下 兽族大军的前锋线终于隐约可见 然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次 兽族大军的人数并不多 粗略估计也不过数千人 但关键却是这支部队的构成 最前沿是一只只庞大如坦克一般的四族巨兽 笨重的身体在草原上缓慢爬行 巨兽之后是全副武装的兽人步兵 但这些步兵与先前也完全不同 无论是装备还是气势上 提升的可不止一两个档次 萧林他们是不认识这些兽族兵种的 但堡垒中那些NPC却是知道的 等班长们从那里获得情报之后 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这些是兽族最精锐的攻城巨兽 不仅拥有极高的防御力 而且拥有极强的冲撞威力 别看他们现在速度很慢 可只要他们突然爆发 瞬间的爆发力足可以让任何坚过的城墙 都瞬间倒塌 当然这种攻城巨兽也有很大的弱点 比如持续战斗力不强 移动速度慢等等 所以在攻打曙光城时 为了不至于被拖慢步伐 兽族并没有携带这种巨兽 而且整个兽族当中 这种巨兽的数量也不多 可却被用在了这里 至于那些兽族步兵 于上尉却是认出了他们的图腾灰迹 那是属于兽族最精锐的部队 至于实力有多高 于上尉没有明说 只是不断叹息 显然战斗力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应付得了的 本来按照最初的计划 兽族的精锐战斗力都在大本营当中 是不可能及时派遣到这里 他们等于就是要打兽族这个时间差 利用他们在周边地区没有足够的军队 只要守住堡垒 迫使前线的狼骑兵撤退 他们就赢了 但兽族看起来根本不是毫无准备 这一切的调遣 根本就不可能是在补给战失陷之后 才做出的举动 曙光学院从开始制定这个登陆作战计划 就没有将兽族的精锐军力 放在考虑范畴内 而如今 他们失算了 是否需要继续防守下去 也许现在撤退会比较好 已经有不少学员心中生起这样的想法 而这个时候 始终在海面上没有动静的精灵舰队 所起到的恶心作用也体现出来了 如果他们撤退 只可能沿着海岸线走 才能避开兽族军队 但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完全暴露在舰队的攻击范围内 指挥部的班长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而辅导员们也破例加入到了这次争论当中 毕竟 接下来的选择很可能是这场考试最关键的部分 他们大概也隐隐约约体会到了 这场考试的真正难点 恐怕就是在最后这段时期了 也许他们之后所做的每个决定 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也会影响到年纪长的评价 可让人意外的是 这几次的指挥部会议 唯独萧林缺席了 尽管成名几次让人叫萧林过来 却都被他婉言拒绝 仅仅是让秦川代表七班来参加 之后再从秦川这里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 对此 韩漫漫不屑一过地表示 萧林这是害怕了 或者扬言 他是没有担当 关键时刻 还是要靠他们这些真正有实力的人云云 像陈道等人 对萧林还算了解的 自然知道 萧林不是这样的人 但事实上 自从闪电死后 萧林就一直表现很奇怪 他不再对城外的兽族军队 有半点关心 也没有出席过任何班长们的会议 仿佛就这样变得认命了一样 萧林到底在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哪怕是同位七班的周峰等人 想从萧林这里打探一点什么 也只是无功而返 秦川等人 更是劝说萧林千万别自暴自弃 哪怕此刻 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也肯定会影响到最后的评价 萧林只是笑笑说道 放心好了 我只是有个事情还没想明白 但是来不及了呀 秦川很着急 他是否能够升入到大二 可就指望这场考试了 萧林摇头叹道 如果这次作战 真的是个圈套的话 我想兽族和精灵族 肯定是做好了万全准备的 否则 历史上曙光学院 也不会败得如此惨 辅导员 你真的觉得 只靠我们就能够改变历史吗 不能 秦川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不是秦川低估这些新生 事实上 这些新生的战斗力 已经不算差了 但面对兽族最精锐的部队 这已经不是差距 一两个档次的问题了 尽管他们在战役初期 确实做得很不错 还短暂地打败了那只兽人步兵 但从整体的局势上看 他们的胜算实在太低了 而这个时候 负责复活塔的余上尉 也找到了代班长们 复活塔是肯定不能落到 兽族人手中的 因此 他打算先在复活塔附近 安装自毁装置 万不得已时 如果城堡真的被攻破 他就会破坏复活塔 所谓自毁装置 其实就是一些高强度的 法术卷种 而且是对建筑 有极大破坏力的那种 基本上 负责制造复活塔的都会有 算是必须的防御机制 所以 于上尉先前才根本不担心 复活塔会被人抢走 也就是于上尉很自信地 说完这一切 当萧林德之后 如大梦初醒一般 腾得站起来 他的脸上 只剩下了不可思议的惊骇 你怎么了 秦川对萧林的反应很奇怪 他是负责来向萧林 转述会议上的内容的 尽管他对萧林 也有些失望起来 我明白了 从闪电死亡开始 我都始终有种奇怪的感觉 加上这段时间 心里的这种不安 我终于明白是怎么来的了 萧林语气急促而低沉 你到底在说什么 秦川依然不明白 萧林张了张嘴 下意识想要说什么 却突然闭口 离开房间后 冲上了城头 这个时候 几乎所有学员 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处于防御状态 兽族在树里之外扎营 暂时没有任何公式动作 但没有人敢放松警惕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于尚未去哪了 萧林找到陈道问道 去安装那个 所谓的自爆装置了吧 真是的 有这么厉害的魔法卷轴 居然不早点拿出来 也许对战局会有帮助呢 陈道对此很是抱怨 但萧林却早就一路小跑着走开 留下陈道满脸莫名其妙 复活塔是在最中央的位置建造的 如今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 不出意外的话 最多数日后就可以完成 但按照余上尉的计划 他依然会坚持将复活塔完工 然后看局势来决定是否需要摧毁 复活塔附近都是忙碌的建筑师们 偶尔也会有学员路过 因为堡垒中都是自己人 也就不存在防守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时候 这里是没有人看管的 看到萧林出现后 也没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 这些NPC和学员们也很少接触 毕竟只是模拟考试 除了余上尉之外 新生们也没太大兴趣和其他人交流 萧林主动和余上尉攀谈 因为先前两个人还算有些熟悉 余上尉虽然看起来有些急 还是耐着性子说道 自毁装置算是复活塔的标准配置 不是我先前故意隐瞒 按照规定 这个东西除了少数人之外 其他人本来就是不能知道的 毕竟学院多少也担心 这东西落在敌人手中 安全性 哦 这你放心吧 你看这个 余上尉对萧林还是有些好感的 也就简单介绍起来 在复活塔的底座附近 有个肉眼可见的浅蓝色魔法阵 其中的法术纹路非常复杂 不过 这些都是直接用卷轴刻录好的 听说是很高级别的法师所制作 而余上尉也只是知道如何使用而已 自毁装置是分为两个启动卷轴 哈 你没有听错 所以说 这套装置是非常安全的 想要启动的话 是需要同时开启两个卷轴 这两个卷轴在哪儿 当然在我这里 放心好了 余上尉大概觉得萧林是在担心安全 能给我看看吗 我还是有些担心 萧林不动声色道 最多只能给你看一眼 余上尉犹豫了一下 还是从怀中掏出了两个卷好的卷轴 杨良说道 而且在复活塔完成之后 这两个卷轴是要分别被不同的人看守的 至于人选方面 这个属于机密内容 嗯 那就好 萧林故作轻松 又忽然问道 顺便问一句 余上尉 你达到了什么层次的实力 好 余上尉有些意外这个问题 但还是很快地做出了回答 这个可就见效了 我其实底子很差的 好在在地球时 有些建筑师的天赋 后来复活塔的出现 学院开始重视这方面的人才 我才得以跟随来到新世界 嗯 我现在也就刚刚过黑铁的实力吧 哦 那就得罪了 得罪 于上尉刚要困惑 突然看到萧林已经拔出了圣魂剑 惊怒交加 怒吃道 你想干什么 砰 于上尉已经被击倒在地 倒没有受什么伤 只是昏厥过去 可在开启奇迹状态 并且将属性 全部转化到力量上面的萧林面前 哪怕是黑铁级别的他 也是不堪一击的 一切发生的都太过突然 四周的建筑师们半惊半疑 而路过的新生学员 则用活见鬼的眼神 瞪着萧林 几秒钟后 这些学员大呼小叫地狼狈朝指挥部跑去 萧林可没有功夫理会那些人 击倒于上尉之后 他已经迅速抢过了两个卷轴 并且放下了圣魂剑 左右手各自握住一个 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复活塔面前 嘴角微微地扬起一个泄露的笑容 对着不远处大声喊着 语气显得非常冷峻 怎么样 到现在还不敢出来吗 大概几秒钟的短暂沉寂之后 一个很空灵的声音传来 我很好奇 你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 从不远处走过来一个满脸意外的女人 短发 中庸之姿 她看起来很随意 就这么信不贤庭地朝萧林这边慢慢走来 但萧林却立刻感受到 如潮水一般的压力迎面压来 那是能够几乎瞬间就让人窒息的感觉 但对萧林来说 这种感觉其实并不陌生 这些天当中 始终营绕在她心头的那种压抑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的缩小版而已 萧林使劲咬住嘴唇 直到皮开肉绽 满嘴都是血腥味 她想让疼痛来缓解这种压抑 这是来自于灵魂深处最本能的反应 但剧痛多少也缓解了一下 至少她能够勉强开口 其实从闪电死亡时我就有点困惑 我想不通别人究竟是如何杀死她的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们陷入了思维误区 我们都以为肯定是精灵族在舰队上直接干的 尽管我相信你们肯定有这种能力 但要做到如此精确无误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 恐怕难度就不小了 这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 但直到刚才 我才突然想明白 如果你们的目的是复活塔 想要获得完整的复活塔 而且还要防止提前被我们破坏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萧林始终又很慢 而且很低沉的语速缓缓说着 又露出了一抹苦笑 最好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潜入 女人扬了扬眉头 所以你因此就断定 肯定有人潜入到这里 嗯 当然不能 毕竟这种事情如果做出来了 连我自己都没有后路 可我无法通知别人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是否有办法监视我们所有人 萧林看了一眼 双手中紧握着的魔法卷轴 她的指甲处已经满是鲜血 这同样是她在用自残的方式 来保证自己不至于给压制住 否则 她担心自己连启动魔法卷轴都办不到 这个时候 其他代班长和辅导员们 也文讯陆续赶来 冲在最前面的是四班的班长韩曼曼 作为法师的她 已经取出了自己的手杖 边走边质问 萧林 你究竟在发什么疯 你要自暴自弃的话 可别连累到我们 如果那样的话 还不如由我来解决你 韩曼曼的话虽然带着怒气 可脸上依然毫不掩饰地洋溢着兴奋 天知道她等待这个机会有多久了 这其实也是萧林在没确定自己猜测前 不能动手的原因 这种事情只要做出来了 如果猜测错误 那就意味着 萧林会彻底失去所有人的信任 毕竟就算是NPC 于尚未终究是属于自己人的范畴 袭击有军 这个罪名可不小啊 韩曼曼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冲在最前面 她也是第一个走下楼梯的人 可脚刚踏入训练场的刹那间 她也同样感受到了那股 庞大如海潮一般的压抑感影响 而她表现得比萧林还要不堪 直接当场跪倒在地 她浑身不停地站立 嘴唇蠕动着 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韩曼曼怨恨的眼神死死盯住萧林 她依然将这一切的源头当作是萧林 同时竭尽全力 试图举起手中的手杖 尽管她这个状态下 别说是施展法术 估计连凝聚元素都做不到 但眼前这个女人 看着韩曼曼的动作 眉头间却闪过一丝不悦 于是她轻轻抬起了左手 在白皙的手掌中握着的 是只有不到半条胳膊长度的银色短弓 弓弦细如发丝 泛着刺目的光芒 搭弓 拉弦 随着弓弦的轻微震动 萧林甚至没有看到任何箭尸飞过 韩曼曼就已经带着满脸的困惑和不解 彻底倒在地上 地上没有留下丝毫的血迹 萧林心头猛的一跳 终于明白闪电是如何死的了 估计也是被这异常精致小巧玲珑的弓 给直接射穿了心脏 其他准备下来的人也惊疑不定地站住 这女人出手的速度几乎快如闪电 加上韩曼曼身上看不出丝毫的伤口 还在不远处的其他人 其实并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人惊怒交加地冲着萧林喊道 萧林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29集 这种时候 萧林可没有工夫和他们解释那么多 他甚至都不能稍微偏过头去 眼神始终眨都不眨地 死死盯住这个看似普通的女人身上 并且流血的双手 依然握紧了启动自毁装置的魔法卷轴 萧林此刻的心情就如同是在走钢丝 尽管此刻的天气很凉爽 但额头上豆大的汗水 不断顺着脸颅流下来 这个女人身份还是未知 可已经大大出乎了萧林的预料 按照她本来的猜测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潜入进来的人 那就意味着实力必然远远凌驾于他们 想要筛选查找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她只能选择这种近乎玩命的方式 逼迫对方出来 萧林唯一的底气 依然是当初的猜测 精灵族和兽族的联合 只是冲着复活塔而来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堡垒中所有人加起来的分量 也是远远不够复活塔所能比的 他们可以不在乎这个堡垒的死活 或者谁占领 但如果萧林想要摧毁复活塔 那么对方就只能被迫出来 显然萧林做到了 可似乎对方的实力比想象中还要恐怖 这种发自灵魂的恐惧和压抑 她是在开学典礼上 那只黄金巨龙出现时才感受到的 那意味着 这个女人的实力堪比黄金巨龙 整个堡垒的人加起来 大概都不够巨龙三牙缝的吧 萧林内心非常苦涩 丝毫不为自己的猜测得到验证而高兴 因为这也意味着 她们本次月考历程无论如何 都会在今天被终结 有趣的人类 女人的笑声如同银铃一般 非常好听 然后浑身突然包裹住一层深绿色的光韵 光芒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 突然绽放开来 刹那间整个堡垒都被笼罩在内 光芒转瞬即逝 当萧林再次睁开眼睛时 眼前出现的便已经是一个两耳肩长 皮肤泛着浅绿色 雕好的面庞上几乎没有半点瑕疵 就如同传闻中那样 精灵族确实是个盛产美女的种族 尽管她们的绿色皮肤看起来并不习惯 但并不妨碍对她们的审美观 虽然我很佩服你的胆识和智慧 但很遗憾 这次你真的不该阻拦我的 精灵女人虽然完全换了副容貌 可她悦耳的声音并没有太大改变 而且她的中文说的 可比那个寿人萨满要更加流畅 我们精灵族向来奉行中立政策 我之所以亲自过来 就是想尽可能避免无谓的伤亡 这场战争已经流了太多鲜血 即便是你们这些时空的侵入者 我们精灵族也不忍心看到太多杀戮 精灵女人满脸的悲天悯人 然后一步步朝着萧琳走来 在浅绿色的光运过后 整个堡垒所有人都惊骇地发现 自己全身酥软地躺在地上 竟是没办法动弹分毫 萧琳几乎快把嘴唇给咬烂了 可这次与先前那种压抑的感觉完全不同 被绿光扶过后 营绕在她心头数天之久的压抑和不安 彻底消散 反而有种心静凝神的感觉 但这绝不会让人感到愉快 在这种感觉下 每个人都很难做出任何动作 哼 说得好听 那刚才你为什么要杀了她 还有闪电 那个兽人萨满 你不也杀得很干脆吗 萧琳一边竭力思索挣脱的办法 一边尽可能分散这个精灵女人的注意力 精灵女人歪了歪头 看了一眼寒漫漫的尸体 叹息道 她的精神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 对你对我都很不好 至于那个兽人 就算我不杀她 她其实也活不了多久的 萨满不允许自杀 我只是帮她解脱 这也是她自己的愿望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是怎么过来的呢 胜券在握的精灵女人 突然停下脚步 好整以暇地看着萧琳 这正合萧琳的打算 于是她想也不想地回答道 我想你应该是利用 我们夜袭受阻那天晚上浅入进来的 毕竟那是唯一的机会 其他任何时候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溜进来 都很难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对 也不对 精灵女人蹲下身来 将无暇的脸凑进了萧琳 浅浅的香味 沁人心脾 眼神中闪烁着好奇的目光 韦韦说道 其实 我一直都对你们很好奇 萧琳愣了一下 然后明白 这个好奇 大概是泛指他们所有这些来自地球的殖民者 果然 精灵女人继续说道 我很想深入了解你们 所以这次 我不顾受阻的反对 临时改变了计划 孤身潜入到你们的堡垒中 扮作你们其中某个女士兵的模样 与你们同吃同住 我很想知道 你们究竟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结果呢 精灵女人重新站起身来 只是摇摇头 也不知道究竟是想表达遗憾 或者是还不了解的意思 但最终 她只是轻声说道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性命 这道绿光并不致命 只会让你们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取走复活塔之后 我就会离开 这只是还没有完成的复活塔 本来我是想等彻底完成才动手的 可惜被你发现了 不过没关系 我会同时带走她 精灵女人早就有所准备 指了指不远处的于上尉 小 萧林 快点启动自会卷轴 于上尉已经渐渐清醒过来 艰难地喊道 毕竟先前萧林击倒她的力气 也并没有多大 而她自身也有黑铁级别实力 没用的 以你们的实力 甚至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就算是黄金级别 也不可能有这种压制力 你 你到底是谁 于上尉怒目原争 可你别忘了 黄金并非是最高级别的衡量标准 尽管我们诺马世界的人 似乎在修炼上面不仅你们入侵者 但并不代表 我们在巅峰的实力就输给你们呢 于上尉吃惊地瞪圆了眼睛 黄金级别之上 那就是更加遥不可攀的史诗和传说级别 不管是对地球人还是诺马人来说 这两个级别的人数都是屈指可数的 但同样的 这两个级别的人所掌握的力量 太过于恐怖和庞大 几乎就是相当于核武器 它们存在的更大意义 只是在于战略威慑 可哪怕是这场曙光学院和兽族人的战争 两边都没有动用到这个层次的人 大规模出战 即便是迟钝的兽人也明白 史诗和传说级别的人真要打起来 那很可能就是真正的灭族之战 再无半点回旋的余地 所以两边都很有默契地 不主动出动这个级别的人 萧林脸色惨白 她终于明白 为何历史上这次作战计划会以惨败而告终 只是因为精灵族 无视了相约成俗的规定 擅自出动了这个级别的人物出来 这座堡垒的失线也就无可避免 这个精灵女人口口声声想减少杀戮 也确实除了韩曼曼 也许还有那个被她替换出来的女学员 除此之外就再也没伤害到任何人 可别忘了 在堡垒外还有受阻最精锐的军队等待在那里 他们恐怕就是在等待这边有结果 然后就会一举冲进来 至于他们这些完全无法行动 彻底丧失战斗力的人会如何 稍微想象一下也能够知道 如果受人冲进来的话 你能阻止他们吗 萧林依然抱着最后一次期望问道 精灵女人沉默几秒钟 我们和受阻有协定 这次合作是互不干涉的 我只能保证决定我自己该做什么 但不能违背以生命之术之名启示的协定 可真是虚伪的善良啊 萧林已经连冷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抱歉 另外好心提醒你 我知道你从刚才开始 就试图用自残制造的疼痛 来刺激反应神经 但那是没有用的 这个限制法术 是从法则层次直接进行禁锢的 这是直接锁住你们的速度 精神力力量等等所有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在场所有人都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其实试图挣扎的人不止萧林 包括成明 陈道等人都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 想要从禁锢中挣脱出来 可听到精灵女人这番话 她们所有人都放弃了挣扎 如果是法则层次的话 那相差的档次 可真是远的让人完全无法反抗啊 历史上这次战役 也正是因为这个精灵女人的强势介入 导致曙光学院的所有计划落空 这里终究是诺马世界 不管你有多么精妙的作战指挥 但在绝对力量面前 所有的一切都是个笑话 精灵女人非常自信 面对堡垒中 一群最高不过黑铁级别实力的人 她相信自己是能够绝对碾压的 因此 在萧林无法动弹后 她甚至懒得取走启动自毁的卷轴 而是选择先带回鱼上尾 她再次拉开那只小巧玲珑的短弓 连续树根碧绿色的光束 如雨点一般落下 在复活塔四周的土地上围成了一圈 然后将地面给彻底炸开 所有人都看出了她的用意 这是想连同地基都给一起带走的趋势啊 于上尾 这个自爆装置 如果启动的话 爆发威力和范围有多大 沉默中的萧林突然再次开口 于上尾此刻正处于痛苦和纠结中 在这个状态下的她 别说抵抗了 连自杀都做不到 一旦被精灵族俘获回去 也许就意味着 她永远都没有可能再回来了 她大概以为 萧林是想利用自毁时的爆炸威力 来伤害这个女人 可惜她更清楚 在这个堡垒中 任何人都对抗不了这个精灵女人 爆炸威力 只是相当于黄金级别的法术 因为担心误伤 所以爆炸范围是经过严密计算的 并不是很大 核心爆炸威力 最多覆盖着大半个训练场左右 但其次递减的冲击力 威力也不低 摧毁这个堡垒是绰绰有余了 作为专门负责复活塔建造的余上尉 对于这些资料了解得很详细 尽管这些在平时肯定是很机密的内容 尤其是开启自毁卷轴的话 也意味着这座堡垒会被彻底摧毁 那形同放弃任务 但此刻她已经无心隐瞒 精灵女人只是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抹也不知道是讽刺 还是可怜的笑容 或许是同情他们这些 毫无反抗之力的人类 整个训练场吗 萧林环师一圈 在这附近 除了若干NPC的建筑师外 就只剩下自己 还有几个代班长和辅导员们了 而其他学员 因为先前都在城头上 严正以待的戒备 加上刚才那道光束 来得如此突然 没有人反应过来 可以肯定其他人是不可能处于爆炸范围内的 萧林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冷静起来 冷静到有些诡异 她用很低沉的语调慢慢说道 你刚才说 这个限制法术是法则层次的禁锢 我很好奇 如果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干脆去找伊万诺维奇 他可是让我们能够复活的始作俑者 挑衅和激怒是没有用的 精灵女人依然在做着手中的事情 她正小心翼翼地将复活塔附近的泥土 完全清理干净 好让她带走时 不至于破坏复活塔本身 对萧林的话 她甚至都没有回头 轻描淡写地道 不错 我所掌握的并非完整的法则 也无法和伊万相提并论 但那也不是你们能够解开的 所以说 这个限制法术 对伊万是没有效果的了 没错 能够对抗法则的 只有法则 这也没什么好否认的 精灵女人很爽快地承认 在她看来 实力不如人 并非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就像她的实力 依然能够碾压在场所有人一样 能够对抗法则的 只有法则 萧林反复咀嚼这句话 然后眼神渐渐锐利起来 她必须要阻止这个精灵女人 是否带走复活塔和鱼上尉 已经不重要了 这毕竟只是一场模拟考试 无论结果如何 都不可能影响到 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兽人势必会冲进来 将他们尽数杀光 就如同历史上那样 这次作战几乎无人生还 他们每个人都会损失十年寿命值 可唯独顾晓月 却是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到了这个时候 萧林根本无暇顾及考试的评价 或者结果 想要挽救顾晓月的生命 只有唯一的可能 那就是主动开启手中的启动装置 利用复活塔上的爆炸卷轴 将堡垒给彻底摧毁 按照模拟考试的内容 如果堡垒失线 等于最终作战目的失败 本次考试也会立刻终止 从第一次月考的经验来看 当考试终止后 他们所有幸存的人都会返回学院 如果于尚未对这爆炸威力和范围的描述正确的话 不在核心威力范围内的顾晓月 最多也只是受伤 而不至于死亡 但这样同样有很大风险 可比起来 总要比在这里等死好吧 想到这里 萧林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复制技能 她自然不可能拥有法则层次的能力 但作为双S级天赋 其本身就相当于法则的存在 在中阴之地 包括先前那个自称为一万留下的记忆 她都得到了不少的提示 当然这只是她的猜测 但这也是她最后的希望 主顿开启复制状态下 萧林并没有急于选择复制对象 她也不指望自己的复制技能 能够对着精灵女人有什么效果 这种层次的法术 早就超过了异级别的评价 萧林继续尝试 最后结果还是让她恼火不已 她的身体依然无法受到大脑控制 根本无法移动分毫 不仅如此 就如精灵女人所说的那样 她全身的力量都使不出来 甚至都无法集中精神力 那意味着她已经无法凝聚基础元素 普通的魔法卷轴 只需要直接撕开就能够使用 但这个作为自毁装置的开启卷轴 自然不会制作得如此简单 是需要朝卷轴中输入精神力 通过元素的凝聚才能够激活开启法阵 既然如此的话 复制开始 在这里可以复制的人有很多 而且本身复制的技能类型根本无关紧要 只要是法术就行 所以萧琳首先将目光确定到韩曼曼的尸体上 她从未试过复制对象是否必须活着 不过很快脑海中突然涌出来的技能信息 让她明白了结果 技能 飓风术 复制成功 韩曼曼是个风系的法术学习者 这在班长之间不是什么秘密 黑铁级别的飓风术 她也只是掌握到LVR而已 不过无所谓了 萧琳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作为双S级天赋的主动技能 果然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这个技能根本不会受到禁锢的限制 精灵女人对四周元素的感知非常敏锐 几乎在萧琳凝聚元素的刹那间 她猛地回过头来 不可思议地盯住萧琳 满脸都是震惊和惊疑 正是因为对自己太过自信 自始至终 她都懒得取走萧琳手中的启动卷种 也觉得那不过是浪费时间 她的犹豫仅仅持续了不到两秒钟 手中荧光闪烁中 那柄非常特殊的短弓紧握住 纤细的弓弦再次被拉开 如丝线般的光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破空而去 姑且不说萧琳依然无法动弹 就算是活蹦乱跳的她 也完全没可能躲开这道无形的箭尸 箭尸的速度 已经超越了肉眼可观察的极限了 萧琳不顾一切通过复制法术 将凝聚而起的风元素 都灌束在了双手中的卷轴中 甚至连聚风术的元素排列都还没有完成 她就只感到自己的胸口传来一阵微微的凉意 死亡来得如此突然 以至于降临时 萧琳居然显得非常平静 又或许知道这只是模拟考试 而她还有足够的寿命可供消耗 因此 当光束箭尸穿过心脏的刹那间 她甚至毫无任何感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琳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琳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0集 意识开始迅速地模糊 天知道那道剑尸是用什么制作而成的 细如发丝 但穿胸而过的瞬间 那股如同置身冰掉的凉意 能够立刻席卷全身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秒钟而已 隐约中 萧琳感觉到自己双手中的卷轴正在渐渐发烫 这是卷轴开启的征兆 这种已经固定好法术的卷轴 只要被开启 就断无再中断的可能性 耳边似乎还传来了 精灵女人气急败坏的怒吼声 这个女人始终挂着一副高高在上的虚伪笑容 没有在死之前看到她的愤怒 还真是有点遗憾 这也成为了萧琳昏迷前最后的念头 对于死亡 她已经有所准备 就算不被精灵女人杀死 也会被兽人干掉 而成功启动复活塔的自毁装置后 相当于黄金级别的爆炸威力 更不是萧琳能够抵挡的 混沌中的昏迷仅仅持续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当萧琳再度睁开眼睛时 她已经站在了金属大厅的教室中 而随着更多的光束从天花板落下来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出现在教室中 考试已经结束了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临死前的记忆告诉萧琳 复活塔上的自毁装置肯定是启动了 堡垒也因此被摧毁 任务目标失败 本次月考自然也会被终结 萧琳忍不住紧张起来 眼神直接落在了旁边的座位上 她的位置是紧挨着顾晓月的 如果那个女人回来 肯定也是出现在这里 全班几十人的陆续回归 持续了数分钟之久 萧琳的心脏也差点提到了嘴边 直到最后一道乳白色的光芒 姗姗来迟地落下之后 她的心才重新平复下来 待顾晓月从光运中彻底走出来 萧琳长舒口气 渐渐露出浅浅的微笑 说道 欢迎回来 顾晓月明白她这番话的意思 脸上微微一红 转过头去 思索片刻后又偏过头来 皱眉问道 你做了什么 当时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 还在城头的顾晓月 自然不知道具体的缘由 连带班级内 绝大多数人都是满脸的茫然 回归之后 他们立刻交头结尔 互相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砰 教室的门突然被人重重踹开 闯下来的男人萧琳也认识 是石班的班长 不过平时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萧琳本来不以为意 但这家伙进来之后便直奔萧琳而来 而且满脸的不善 萧琳下意识地升起警觉 两人相隔不到数米时 这个男人突然加速冲了过来 猛地朝萧琳腹部挥拳而来 有所防备下的萧琳怎么可能让她如意 在面对拥有天赋的班长 她还是不敢拖大的 几乎也是同时开启了奇迹状态 将全部属性转化到力量上之后 萧琳勉强接住了这世大力尘的拳头 但她的身体也微微厚移数步 看来这个男人的力量学习可不低呀 你做什么 萧琳并没有还手 而是带着怒意质问 你害死我们还在装傻 我可是看清楚了 最后的爆炸是从你手中的卷轴所引起的吧 他妈的 你是受人的奸细吧 这男人也对萧琳的力量微微吃惊 但马上就被愤怒所取代 萧琳明白了 想起来这家伙最后的时候 确实距离爆炸中心比较近 运气不好的话 估计还真可能瞬间被秒杀 而且相信 当时在场的其他几个班长和辅导员 也肯定有好几个倒霉蛋 快停下 这里是教室 萧琳当时肯定有她的理由 秦川连忙上来劝架 但没有轻易对这个男人出手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月考之后 他就可能会升入大二 自然不想在最后时刻 得罪任何一个班长 陆续更多的班长和辅导员都匆忙地来到七班 最后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还是满头雾水 别说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普通学员 就算是班长们也不会了解多少 他们得到的最后信息就是 接到消息说 萧琳突然发疯 袭击自己人 然后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奇怪的女人 接着 他们就没办法动她 最后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琳 不知使用了什么卷种 将大家都给送回了学院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李芝的成名在询问 我靠 那个女人是精灵族吧 长得果然很漂亮啊 陈道也很激动 不过 关心的重点就完全不同了 那种威力的卷轴 不可能是你拥有的 你那是想摧毁复活塔 八班的圣国 倒是有点猜到重点 萧琳 这次考试失败都是你的错 你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尖锐的声音来自韩曼曼 说起来 她是死得最早的 但来到路上 她也多少听别人说起过 诸多班长都提出自己的疑问 倒也未必都像韩曼曼 和这个直接袭击萧琳的男人这样 直接责怪萧琳 但或多或少 还是觉得萧琳的处理不当 最后堡垒失线 也意味着他们的任务失败 尽管算上第一项和第二项任务的奖励 兑换点也还算可观 可对于月月欲试 想要争夺年纪长的大家来说 这个结果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七班的教室中 当然除了带班长们之外 大多数也只是看热闹 或者仅仅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缘由 而且不知道是谁推波助澜 又也许故意在人群中到处散播谣言 说最后月考被迫失败结束 完全是因为萧琳 于是渐渐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萧琳 其实也不能说是谣言 确实是萧琳一己之力 强行提前结束了考试 但其中的理由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 教室里越来越吵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说起来似乎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考试评价成绩吧 所有人都稍微安静了一会儿 确实很奇怪 按照前几次月考的惯例 考试结束后 他们都会从中央电脑那儿 获得本次考试的综合评价 与获得的奖励 但这次从结束到现在 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 却始终没有动静 各位大一学员请注意 我代表学生会发布一个公告 因特殊原因 本次考试评价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请各位学员立刻返回宿舍 准备明天的正常课程 每个教室中都有扩音器 尽管很少被用到 但这个时候却是突然传出一个 悦耳的女性声音 人群中的议论声顿时更大了点 但既然是学生会的决定 他们只有遵守 而且在考试结束后 所有人的精神状态都显得非常疲倦 加上今天是周末 正常来说也是没有课程的 围堵在教室中的人流 终于渐渐散去 班长们还想要纠缠 就算他们有足够的寿命 可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损失了十年 谁都是很不爽的 但萧林不想和他们多做废话 相信她的人 比如陈道和陈明 始终都是相信她有理由 而不相信她的人 说什么也白答 趁着人少的时候 萧林和顾小月告别之后 直接施展幻影布 在人缝之中快速穿梭 眨眼间就离开了教室 其他几个班长稍微没注意 就感到眼前一花 萧林早就没了踪影 幻影布目前新生年级只有萧林掌握 就算是有几个敏捷比萧林高很多的人 也只能在后面干瞪眼 回到宿舍后 萧林首先打开电脑 进入个人中心 本次月考的评分和兑换点之类的信息 果然没有变动 但在她剩余的寿命栏中 已经显示为五十年 而她刚进入学院时 剩余寿命是六十年的 还有五次机会吗 萧林呢喃了一句 摇摇头也就不放在心上 她有足够的兑换点 还真不把这点寿命放在心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她先是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 在堡垒中时 虽然淡水还算充足 但受足可没有准备澡堂的习惯 长达一个多月不洗澡 就算是男人也会受不了的 之后又睡了一个很沉很沉的觉 醒来时候已经是晚上快八点钟 去楼顶自住餐厅时 也几乎没有什么人了 只剩下一些残羹冷制 不过这样也好 萧林也免得再碰到什么奇怪的人 直接上来对自己挥拳相向了 吃饱喝足之后 回去打开论坛 却是发现论坛上 几乎如同刷屏一般 几乎每秒钟 都有各种新帖子冒出来 萧林稍微点开几个查看了一下 意外地发现 原来是本次月考的评价 在不久前刚刚公布 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但当萧林重新点开自己的信息时 却依然没有看到任何评价 正在困惑时 发现自己接到了一条 未读的站内短信 而且是来自学生会的信息 内容很简短 说让他明天上午前往学生会议时 进行最后的班长评定 而代班长们也被特立 可不参加明天上午的课程 萧林又联络了陈道和陈明 才知道 这次所有代班长的评价 都被推迟公布 恐怕是要等到明天上午才会出来 因为和这两个人的关系还算不错 三个人单独拉了个聊天室 开启了语音魔法视频聊天 闲聊时 萧林也就将那天具体的事情给复述了一遍 引来他们的震惊 其实在那个情况下 其他班长也不是白痴 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浅入这种可能性 至少陈道和陈明都想过 但也仅仅是想了一下 然后就快速地过滤掉 原因也很简单 在当时守备森严的情况下 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浅荣进来 这根本就不可能 哪怕是插上翅膀飞进来 那也会被他们给看到的呀 所以 他们就快速地过滤掉这个想法 还是思维惯性啊 成明觉得很惋惜 因为他们都下意识地 带入到地球的环境中 却忘了 在诺马世界中 哪怕是直接隐形摸索进去 都不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是情报信息的不对等吧 萧林也在反思 但其实 这次战役从开始就是个圈套 兽族和精灵族的联合 首先就完全没有被考虑到 当然 也不能责怪学院 故意在考前隐瞒情报 作为完全模拟真实的考试 只能说明当年的环境下 曙光学院同样不知道 其次是超过黄金等级的人物参战 这几乎是致命的 在新世界实力足够强大的话 将会完全无视任何战争规则和常识 萧林算是首次明白了这个道理 可就算是提前明白了 她知道自己还是无能为力 去论坛发个帖子说明一下吧 我刚才看了一下 韩曼曼那个娘们在煽风点火 想把这次月考失败的责任都推给你啊 陈道现在对韩曼曼也是非常反感的 我找韩曼曼说一下吧 成明对此也很忧虑 他是个老好人 但对于班长们之间的私人争执也很无奈 其实我有点好奇 历史中这次战役的结果 莫非真的是让精灵族得到了复活塔吗 陈道忽然又问道 不好说 毕竟我们的实力层次还是太低了点 历史中那批人肯定会更强 成明很谨慎地回答 再强也不可能比那个精灵女人强吧 没听萧林说嘛 那可是超越了黄金级别的呢 他娘的 学院居然将这种几乎必死的考试拿给我们 真当我们的寿命不值钱啊 陈道显得非常愤青 成明宽慰当 这次还算不错了 萧林处理及时 提前结束考试 除了我们几个代班长和辅导员 大部分人还是活下来了 这话一说 几个人都是微微愣了一下 自毁复活塔来阻止被精灵族带走 莫非这真的是本次考试唯一的破解之道 如果这样的话 作为唯一做出这个举动的萧林 评价恐怕会很高啊 论坛的帖子此刻非常多 可以看出来 这次新生们的评价都不是很高 但也不低 而因为固守超过一个月的缘故 坚持到最后的人 几乎都拿到了至少一千以上的兑换点 运气差 死于途中的人 也有第一项任务好几百的奖励 也算不菲 萧林有些恍然的觉悟 原来给予如此丰厚奖励的意义在这里 以其说是这次考试难度很大 不如说几乎是无解的 就算破坏复活塔是唯一破解的办法 也必然会造成不少伤亡 而韩漫漫 指责萧林是考试失败罪魁祸首的帖子 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 更多的人则是持中立 或者质疑的心态在回帖 萧林直接开了个新帖子 从兽族和精灵族联合预谋 抢夺复活塔开始 将这次考试还原出来 当然他也明确表示 这只是自己的猜测 但最后也同时强调 破坏复活塔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否则等受人冲进来 只怕是所有人都会损失十年的寿命 发完帖子 萧林也懒得再管后续 直接去睡觉了 论坛的争执 终究只是大家私下的讨论 对于本次考试的最终审定 还是要由学生会来完成 次日一大早 得到许可可以不上课的代班长们 早早就来到了学生会的办公楼 学生会的工作人员 也是几个挺漂亮的妹子 指引大家来到专门等候的房间 之后 会有学生会专门对每位代班长 进行逐个评定 这也将决定最终的班长之位 当大家还想打探出更多的消息时 这些妹子很尽职地选择了沉默 不过 有些人倒是要比班长们 更早地过来接受评定 那就是各班的辅导员 按照规定 他们在月考之后 就不再拥有辅导员的头衔了 如果学分足够的话 就会升入大二 如果积分不够 他们则会重新留在大一年级 只是到时候 他们只能是普通学员 能不能担任小组长 都得看班长们的脸色 因此 最后的月考中 辅导员对班长们 是相当客气和配合的 当然 也绝不主动掺和班长之间的争吵 等候的房间非常宽敞 萧琳选择了一个角落中 自己泡了杯茶 慢慢喝着 她能够感受到 某些人毫不掩饰的敌意目光 但学生会的主要干部就在隔壁 其他人再大胆 也不敢在这里 就直接对骂互撕起来 等待的过程还是挺和谐的 偶尔有关系好的人之间 互相低声交流几句 直到房门被打开 进来的却是各班的辅导员 他们的评定已经全部结束 大多数人选择过来 和这些班长们打个招呼 秦川也在其中 直接大步朝萧琳这边走过来 萧琳也主动起身 寒暄的口气问道 怎么样 结果如何 秦川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笑意 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果然 他哈哈笑道 我的学分足够升入大二了 这次可是多亏了你 恭喜你啊 秦学长 萧琳微笑着伸出了左手 同时也将辅导员的称呼 换成了学长 秦川也有些意外地愣了一下 如是重负般地吐出一口浊气 伸手与萧琳握住 非常认真地说道 我的天赋可能比不上你们这些班长 但以后如果有什么难处 尽管来找我 我可还不是正式班长呢 萧琳半开玩笑道 你可说笑了 昨晚的帖子我也看过了 而且这次考试 你本来就是最大的功臣 只要不是瞎子 都能看得到 秦川说得很大声 引来其他人略微不满的视线扫来 不过秦川也不在意 反正他马上离开大一年级了 那就成你吉言了 秦川与萧琳 互换了通讯号码之后就离开了 其实两人相处的时间非常短 甚至在刚开学的时候 因为萧琳的基础属性过低 秦川更是直接表达了对萧琳的反感 觉得他会拖累到自己深入大二 要说萧琳对秦川有什么好感 那是不可能的 但要说多厌恶也谈不上 至少秦川不会像韩曼曼那样 三番五次故意针对 而且最后月考中 秦川也没有添任何乱 甚至协助萧琳 在他出城迎战时 帮忙将班级管理得还不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琳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琳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1集 尽管萧琳也不确定 今后是否还能见到秦川 但多个朋友总要比多个敌人要好 辅导员们离开之后 班长们立刻就有了可以八卦的话题 比如说 各班辅导员最终评定结果 12个辅导员当中 除了4班和10班外 其他10名辅导员 全都顺利地升入大二 相比往年来说 今年这个比例算很高了 很快就轮到班长们的评定 让大家意外的是 顺序并非是按班级来的 工作人员妹子 进来直接先叫了萧琳的名字 让她去隔壁接受最后的评定 也许是从不及格开始评定吧 韩漫漫幸灾乐祸地笑了一声 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 就如同秦川所说的 不管他们对萧琳有什么看法 抛开最后时刻萧琳的所作所为 还不能判断之外 其他时候萧琳的表现绝对出色 评定是在会议室内进行 萧琳也不是第一次来 当时和美国裁决者学院的人谈判时 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诺大的会议室中摆着一排长桌 除了熟悉的娃娃脸会长之外 还有其他总共七位男男女女 或老或年轻的人正亲危坐 而在门口处还有两个女人握着笔准备记录 整个场面显得非常正式和严肃 萧琳也稍微紧张了一下 坐在最中间的为她准备的椅子上 等待众人的平定 娃娃脸会长首先开口 语气很平和地打了个招呼 萧琳 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萧琳在从才学者学院回来之后 和学生会长有过一次短暂的见面 但会长显然不会无缘无故说起这事 萧琳微微一正 随即朝她投过去感激的眼神 学生会长这话明显是说给其他七个评审员听的 果然几个人听到这话都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 区区新生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见到学生会长的 而且看起来两人还很熟悉 坐在最边上的老头忍不住问道 学生会长和这位学员认识 学生会长笑着摆摆手 谈不上认识 只是受校长委托罢了 哦对了 上次把新华盛顿搅合得鸡飞狗跳的人也是他了 校长认识他 什么 你是说上次派遣外交使团去新华盛顿 就是为了他 这次所有人都动容了 学生会长脸上还是那副人畜无害的笑容 他也只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其他人 很快便干咳几声 正色道 那么就开始进入平定吧 其他或惊或压的思绪被重新拉了回来 尽管眼神依然严肃 但至少比先前要稍微温和许多 会议室内的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学生会长也没有介绍其他人身份的意思 直接开门见山 根据中央电脑提供的最后评定结果 你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和第二项任务 综合评价为A 兑换点1500点 学分30分 你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这个计算也在萧林预料之中 嗯 学生会长朝其他几个人点了点头 很快 一个中年男人用浑厚的声音接着说道 萧林学员 我想知道你在最后时刻 为何要袭击负责复活塔的建筑师 并且还启动了复活塔的自毁装置 男人质问的语气 让萧林有些意外 但她还是将当时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包括自己的种种怀疑 以及最后的无奈选择 空旷的会议室 只剩下萧林平静地诉说 和几个妹子刷刷刷的记录声 十几分钟之后 萧林才说完 长桌前几个人 又是一阵焦头结尔 最后 最角落中的女人 沉深问道 萧林学员 我想请问一下 你是否明白 复活塔对我们的重要意义 萧林愣了一下 回答道 明白 在复活塔的作用范围内 只要有足够的寿命 我们就能够无限地复活 这是我们地球人 在诺马世界殖民的最大依仗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当时你的判断错误 会对整个作战计划 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女人气势逼人 但口气就不怎么有好了 萧林皱了皱眉头 还不带她说话 女人已经自问自答起来 那样的话 你的战友会因为无谓死亡 堡垒也会被兽人攻破 甚至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胜负 请回答我 当时你有没有做出这种考虑 但并不存在如果 萧林强调了一下 我只是做出假设 你要明白 尽管你所经历的只是模拟考试 就算判断错误 也完全不用承担什么 可是 将来你们都是要去新世界的 尤其是班长在新世界 如果进入到军队系统 至少也是未官级别 到时候 你的一言一行 都完全可以对整个战局 甚至曙光学院 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萧林眉头拧得更深 这个道理她也懂 站在曙光学院的角度上来说 这种事情确实需要考虑 毕竟 实战中袭击自己人 甚至摧毁复活塔 严重点说 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了 可现在终究只是模拟考试 而且是历史中 已经发生过的事件 她却反复在假设 没有发生过的可能性 似乎是想证明 萧林当时做出的判断 只不过是无意 这分明是故意找茬 萧林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 这是一个脸上皱纹很深的老女人 微微眯提的小眼睛 恰好迎上自己的目光 给人感觉很不舒服 萧林有些不爽起来 刚才学生会长所给出的评价 只是单纯的考试奖励 但是否担任正式班长 却是要在这次评定上决定出来 纵观整个月考来看 萧林自认为表现得还算不错 不管是指挥方面 还是临场作战 不敢说绝对第一 至少稳坐班长位子 是毫无问题的 可看起来 似乎有人并不愿意看到她 就任正式的班长 因为即使刚才会长明显偏袒地帮自己说了一点好话 这位老女人还是在故意刁难 而对萧林的表现反而视而不见 我想知道历史中这次作战具体的结果 萧林没有直接回答老女人的问题 这次登陆作战 在学院中属于绝密 这次说话的是挨着老女人坐着的老头 事实上 这几个人 除了学生会长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女人 其他几个人看上去年纪都很大的样子 虽说是绝密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绝密等级 否则 这次也不会让这些小鬼们当作考试了 那是校长独断决定而已 几个人对此起了点争执 让萧林又比较诧异的是 学生会长虽然坐最中间 但除了开始说了两句话之外 始终都只是挂着淡淡的苦笑 再也没有说过半句话 而其他人看样子 也根本没有顾问她的意思 这几个人的身份 竟然比学生会长还要高 看他们如此纠结 萧林也有点无语 忍不住说道 当时的作战 我们应该是失败了 因为按照那个精灵女人的实力判断 是不可能有人挡得住的 所以复活塔肯定是被带走了 至于历史上那个鱼尚未的下场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了 会长总算找了个机会插嘴当 大概情况确实如你所说 但这件事在当时之所以被列为绝密 就是因为那座复活塔呀 哦 那个时期是复活法则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即使是我们也没有完全了解 谁也不知道如果让对手得到复活塔 会有什么后果 所以一旦传开 将会对正在和受人作战的曙光学院 造成极大的恐慌 甚至引起其他殖民学院的不满 因此这件事被列为了绝密 但这些年来 得到复活塔的精灵族并没有做出任何事情 他们还和美国裁军者学院签订了百年和平协定 我们也渐渐明白 就算得到复活塔 如果没有复活法则 他们同样什么也做不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另外一个老头 似乎也觉得 对刚刚经历过考试的消灵隐瞒 根本毫无意义 索性就放开了补充道 除此之外 当时精灵族的意外出现 也是被列为机密的 因为我们曙光不想平白无故再招惹敌人 所以在那次战争之后 我们曾经和精灵族秘密签署过协议 也拿到了不少稀有的物资补偿 我们要回了复活塔 消灵略为惊奇 但很快自我摇头否定 不可能 到嘴边的肉 哪里有吐出来的道理 既然是物资补偿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没有再追究 所以说 你们就这样把鱼上位给卖掉了 最后的口气 已经是带着愉怒的质疑 就算是模拟考试 一个多月的接触下来 消灵对那个建筑师的观感还是不错的 至少 她是个合格的建筑师 咳咳 消灵 现在是对你的评定会议 严肃点 学生会长再次轻声咳嗽 稍微提醒了一下 其他几个人既然身份能比会长还大 自然不是省油的灯 这个问题暂时跳过吧 另外那个老头 似乎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缠 尽管先前那个老女人明显有些不满 可其他几个人都没意见 他也就不好再反对了 然后是另外一个疑问 月考的具体情况我们无法得知 但从历史中的资料来看 那个精灵族虽然只是拥有史诗等级的实力 但他却掌握着某种法则层次的限制法术 在这个法术下 我不认为你们心生能够挣脱得了 能告诉我你是如何做到的吗 呃 抱歉 无可奉告 几个人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起来 老头有些阴沉道 虽然会长说过你似乎认识校长 但并不代表你就有权利藐视这次评定会 班长的位子 甚至包括未来你在新世界的职位 可不是只有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萧林满脸为难 你们误会了 不是我要故意隐瞒 我恐怕这件事情你们是没有权限知道的 所以我也不好说出来 什么 我们没有权限知道 老头生气地笑了起来 他站起身走过来 萧林立刻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老头的气势变得如同实质一般 压迫得让人差点窒息 他还只是个新生 学生会长不悦地稍微警告了一下 老头微微冷哼 气势顿俭 但即使如此 萧林也已经大汗淋漓 这个气势虽然比不上那个精灵女人 但也差不了多少了 萧林估摸着 这老头的实力 怕是也有黄金等级 或者 也许快要接近史诗等级 天知道 为什么区区新生的平定 居然会有这种程度的人参加 但萧林的脸色也彻底冷淡下来 作为新生 可以说在这里随便拎出来个人的身份 都能死死地压住他 但他也是有自己底气所在的 我说过 你们没有权限知道这件事 如果不相信的话 大可以查询中央电脑 萧林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这是校长交代过的 有些事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无权过问 你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吗 萧林注意到 当自己提及校长二字时 眼前这个老头的眼神 刹那间变得更加恼怒 这让他有些惊讶 看来就算是有那个强势的校长 掌握的曙光学院内部 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会长 你去把中央电脑的具体模拟调出来 另外一个老女人立刻帮枪 学生会长在这里 反而沦落到直接被人指使做事 会长也不以为意 却迟疑道 这不符合规定吧 以我的权限 授权你 会长无奈 朝萧林抛去个责备的眼神 大概也有点怪萧林将事情闹僵 本来按照他的想法 萧林只要原原本本地将事情说清楚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 根据A级别的评价 就可以让萧林继续担任班长的 萧林回忆更无辜的眼神 她是不可能将双S级天赋的事情透露出来 尤其是察觉到这些人可能和校长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她就更不能说了 目前为止也只是校长带给她的信任感是最高的 十分钟后 会长姗姗来迟 脸上的表情非常诡异 将手中薄薄的文件分发给其他几个人 逐个打开之后 每个人的表情顿时僵硬住 空白的文件上只有一行加粗加黑的字样 该资料为最高级别档案 您的权限无法查看 我们也无权查看 那个老头到底做了什么 以他的权限是不可能进行这个级别的加密吧 中央电脑是不会受那个老头限制的 所以说这个加密肯定也是中央电脑认可的 开什么玩笑 几个人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萧林隐约听到一点 并且试图去理解 比如说他们嘴里那个老头大概是指校长 这种不敬的称呼让萧林更加不爽 他对校长的第一次感官不错 连带也就更加讨厌这几个人了 学生会长很无奈地倾咳几声 不得不再次提醒他们 现在还是班长的评定当中 而在萧林之后可还有11个人等待着呢 但看到这份中央电脑出示的授权书之后 他们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反而是用奇怪的眼神反复打量萧林 想要看出他究竟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的流程比较简单 由学生会长开始念另外一份报告书 萧林这才知道中央电脑除了基本的月考评价之外 还有专门对班长的隐藏评价 萧林学员指挥能力三星半 作战能力五星 协调能力三星 战局预判四星 五星是满分 这是你本次月考中央电脑给出的结论 你的班长评定已经合格 恭喜你 会长微笑着由衷表示了祝贺 谢谢 会长又看向其他几个人 如果几位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继续叫下个人进来了 几个人自然没有意义 不过 萧林却突然迟疑着开口道 抱歉 我还有点困惑 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 说吧 是关于复活塔 萧林看起来比较犹豫 因为这个疑问 她从月考的时候就始终营绕在心头 只是当时没有时间考虑 可月考结束之后 这个疑问在心中不断地扩大 而且也不是她自己能够解决的 咬了咬牙 开口问道 当初精灵族确实带走了复活塔和于上尉 确实如此吗 会长颇为无奈 瞥了眼其他几个人面露不悦的脸色 叹道 好吧 实话告诉你吧 当时精灵族确实带走了完整的复活塔和于上尉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 于上尉肯定已经牺牲了 我们并不是没想过营救他 只是 不是这件事 萧林连忙打断他 我是说 真的没问题吗 好 什么问题 会长也是满头雾水 他本来以为 萧林又在纠结曙光学院 没有救出鱼上尉这件事 复活塔呀 那座塔可是涉及到我们最大的金手指 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复活 真的没有问题吗 会长和蔼的道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你尽可以放心 我做个比喻吧 复活塔就相当于一把锁 这把锁的复杂程度是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 他们尽管获得了这把锁 却永远都别想打开 他们这些地球人 能够在诺马世界短短两百多年内 就打拼下如此规模的殖民地 与其说是地球人天生聪明 善于学习 倒不如说是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开了最大的外挂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2集 复活 哪怕是拥有很多限制的复活 必须要在复活塔范围内 而且每次复活塔都会扣除20年寿命值 就算如此 也让地球人在与诺马土著的战争中掌握了优势 尤其诺马世界是信仰诸神 对于能够无限复活的部队 很多时候 心理上的压力甚至要比战力差距更严重 当你好不容易杀掉对手 可没几分钟 对方又完好无损地站在你面前 这简直就是噩梦 当你不知道这个噩梦什么时候会结束 大多数的部队 这个时候便会渐渐开始崩溃 这个道理 哪怕是新生也能够分析得出来 萧林同样明白 所以她此刻才会显得如此紧张 问完之后 就盯着会长等待答案 他们获得了这把锁 却永远都别想打开 会长如此肯定的语气 并没有让萧林轻松 反而让她的脸色更加沉重和忧虑 萧林几乎是咬着嘴唇 一字一句慢慢说道 那么假如说 他们现在拥有了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会发生什么 完全出乎预料的回答 让会长陷入了短暂的呆滞 那个刚才针对萧林的老头 却忍不住拍案而起 瞪着眼睛训斥道 胡说八道 你一个新生 连黑铁级别都没有达到 有什么资格对这种事情说三道四 你真的明白什么是复活法则吗 或者说 你真的明白什么是法则吗 萧林也叹了口气 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和他们解释 因为她想到了 从中烟之地返回的大祭司阿萨贝诺 那个前雷霆王国的大祭司 对所有殖民者都充满了仇恨 萧林不确定 那家伙对复活法则到底了解多少 但很显然 在中烟之地的上百年时间中 这位大祭司 确实掌握了一点实在的东西 本来那家伙虽然利用萧林打开的通道返回 也几乎已经是重伤的灵魂状态 能够活多久还是未知数 还得对裁救者学院的搜捕东躲西藏 萧林并没有当回事 可怜想到这次月考的话 萧林就忍不住得出一个非常精速的可能性 假如大祭司阿萨贝诺 与精灵族互相联合 用他掌握的钥匙 去打开那把尘封百年的锁 而且仔细想想的话 这种可能性还不小 假如殖民者们最大的依仗复活 被破除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就算没人回答 萧林自己也得到了答案 那意味着战争 意味着诺马土著和他们地球人全面的战争 萧林终于没有将这些想法彻底说出来 因为涉及到中烟之地的秘密 当这几个人再三询问时 萧林便只是又轻飘飘地抛出了一句 你们权限不够啊 几个老头立刻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但那份开具的权限证明书 可还摊在桌子上呢 由不得他们不信 学生会长好气又好笑 不过他算是站在萧林这边的 很圆滑地帮忙给了个台阶 总算是结束了这场不算太漫长的评定 会长起身亲自将萧林送到门口 低声嘱咐道 评定结束之后先别走 我会帮你联系校长的 说完这话 他自己也忍不住生出了一点无可奈何的情绪 作为学生会长 大概他还从未想过自己会沦落到给新生当联络员的这天 回到等待事时 萧林无悲无喜的表情引来各种猜测 但在韩曼曼等人兴奋的猜测时 他就打破了这些人的幻想 直接告诉他们自己已经通过了班长职位的最后评定 成名等人对评定过程充满了好奇 这个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其实主要的考核都是中央电脑完成的 这个评审则是负责对考试中他们诸多行为和判断进行最后的审核 你看起来似乎不怎么高兴 陈道注意到萧林回来之后就有些消沉的样子 你说如果我们和诺马土著大规模开战的话 会有多少胜算 萧林突然问道 也是回来路上他所思考的问题 你怎么会想到这种问题 历史课上不是说几乎有近百年没有打过大规模战争了吗 陈道有些奇怪 但还是回答道 那还用说 当然是绝对碾压 现在的战争几乎都只是局部性质的小打小闹而已 诺马土著任何种族都已经没有胆量和我们打了 其他班长也有人加入到讨论 是啊 不过就算真的有战争发生 也肯定轮不到我们上去吧 说话的人确实有点遗憾 更多人也是期待的表情 在拥有复活塔保证复活的前提下 战争反而没有那么可怕了 甚至这还是刷功绩的好机会啊 尽管大家都知道 就算有战争 学院几乎不可能将在校新生派遣出去 整个评定过程 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虽然大部分代班长都很有信心 但过去时也不免有些露窃 不过回来后都是满脸得意和欣慰 如他们所料想的那样 尽管评审会显得颇为刁难 对他们进行了各种质疑 比如说五班的班长在攻城时 因为没有选择主动身先士卒 被对方觉得是贪生怕死 反复质疑和询问 差点把他逼疯 好在最后结果都还不错 依然通过了班长的认定 最后进去的是四班的韩曼曼 天知道这个奇怪的评定顺序 是如何排出来的 因为前面十一位代班长的顺利 韩曼曼还是比较轻松的 但她的评定过程同样很长 时间是仅次于萧林的漫长 近二十分钟后 韩曼曼灰头土脸地回来 没有理会另外一个 女性班长的问候 陈道已经从她的神色中 猜到了什么 故作夸张地大笑起来 哈哈 某人不是常说 我们当中如果真的有人 当不了正式班长 就只可能是萧林吗 嗯 萧林 哈哈 韩曼曼并没有通过评定 对于过程 她只字不肯提 不过 她的四班代班长的职位 也没有取消掉 看意思 大概是要继续考核 虽然 代班长的职位权限 某种程度上 和班长也差不多 可韩曼曼的脸面 算是彻底丢尽了 除了四班外 其他代班长 已经可以任命小组长 回去之后 萧林便立刻行使了 自己的班长特权 将顾小月和周峰的小组长 直接给任命 和月考中的口头任命不同 这次是直接记录在 每个人的档案中 考核评定结束之后 学生会长又忙着 将其他几个人都给送走 最后 才将萧林 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让萧林意外的是 办公室里除了会长之外 还有一个面容交好的短发女人 两人正在攀谈 看到萧林进来之后 女人向她伸了伸大拇指 赞赏道 不错不错 难得能见到 那几个老不死的家伙吃鞭 你比我想象中更出色呀 萧林看向了会长 后者笑了笑 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 转而坐到旁边柔软的沙发上 并且示意萧林也过来 无形中 就将几个人的关系给拉近了 我叫于梅 你就是萧林吧 久仰大名啊 女人落落大方地打了个招呼 会长则微笑着做了点补充 于梅是军方的人 少校军衔 她的爷爷叫于生 一个世纪前 曾经是曙光学院出色的建筑师 于梅略带不满地瞥了她几眼 觉得会长有些多话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萧林稍稍困惑 难道曙光学院流行相互介绍时 还得把对方的爷爷本都说一遍吗 可念头一转 她突然间就惊得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目瞪口呆道 一个世纪前的建筑师 你爷爷不会就是那个鱼上尾吧 于梅不语 算是默认 但看起来 她并不是很想继续这个话题 很会查阴观色的会长 也适时转移了话题 那些老头 哦不 是那些前辈 都是军方的人 这次考试的内容 其实本来属于机密 只不过 因为时间过去很久 机密已经没有意义 不过 还是属于军方管理的范畴 曙光学院毕竟只是学校 是培养新生的军营 但作为殖民者 真正的战场是在新世界 而在那里是有单独的军事系统 我们曙光学院 应该和裁决者学院的分权制不同吧 校长的职权 并不仅仅局限于学院内部吧 萧林困惑道 懂得挺多的嘛 于梅诧异地扬了扬眉头 没错 他老人家是守光学院历届校长中 最英明也是最强势的 但很遗憾 学院内部终究是有些人 无法理解校长的决定 他们不敢公然对抗校长 但暗地里使点绊子 却是常有的事 会长对校长 有莫名的尊敬和崇拜 反对派 萧林换了个更简洁的词汇 呃 可以这么认为 我还是不懂 那几个老人是校长的对头 可为什么要针对我 只是因为 校长稍微对我进行照顾了一下 萧林还是很不理解 校长明面上对她的照顾 其实很有限 她不相信 那几个老头会闲得 因此就针锋相对 于梅和会长对视了一眼 从随身的小包中 取出一份文件递过去 无奈道 看完这个你就会明白了 这也是我专程从新世界 回来找你的原因 好奇地接过文件 白色封皮上几个烫金大字 立刻就把萧林给挣住了 任命书 授予学员萧林为上尉军衔 暂编入第六军团 在最后是个龙飞凤舞的签名 和用法术克制的印章 说明这封任命书 是校长亲自发出来的 于梅苦笑道 按照规矩来说 校长即使可以提名任何指挥官 却也需要其他人名义上的同意 但这次算是校长 直接照顾其他的所有人 给发出的命令 让某些人非常不爽 他们却又摸不准 校长真正的意图 所以就将矛头先对准你 来试探校长的反应 萧林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正常来说 当学院从学校毕业之后 他们是可以选择进入军队系统 如果是有班长职务 甚至年纪长 完全可以直接当上军官 但那也是等他大四之后 而他现在 只不过是入学三个月的新生而已 难道说我以后就必须要去军队 不能留在学校了吗 萧林有点想不通 校长这莫名其妙的任命意义何在 何况 他也不觉得现在的自己 去新世界能做得了什么 实力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不 校长特别关照过我 在你达到黑铁级别之前 你只是拥有上位头衔 并不具备实际指挥权 于梅解释道 于梅的语气 让萧林想到什么 又问 第六军团 你是第六军团的什么人 他是第六军团的军团长 顺便给你科普一下 我们曙光学院的军事系统 目前总共拥有六个作战军团 第六军团是近几年才编制而成 学生会长顺便给萧林稍微解释了一下 这个年轻的女人 这个年轻的女人居然已经掌管整个军团 萧林微微吃惊 军团是诺马世界普遍的军制单位 能做到军团长位子的肯定不会是泛泛之辈 虽然有很多事情要跟你交代 也有很多疑问需要你解释 不过得等你的实力达到黑铁级别才行 否则就算有校长的任命书 我的军团也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顿了顿 于梅又玩耳一笑 今天过来就是好奇想知道 能让校长刮目相看的人是什么样 能够气到那些白痴老头 比我想象中要好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自顾自说完之后 于梅就直接离开了 萧林扬了扬烫金的任命书 有些无语地看向会长 你觉得校长为何要给我这个 会长的娃娃脸上挂着微笑 你也不用想太多 还是以学业为重 于团长说的没错 达不到黑铁级别实力的话 这任命书就是白纸而已 这算是提前定项分配吗 萧林自嘲一笑 她也说不清 自己是不是愿意进入军队系统 但既然有人给她铺好了路 在不反感的前提下 她没有拒绝的可能性 离开前 学生会长冷不丁叫住了她 若无其事地随口交代道 哦对了 你先前说起的那个钥匙和锁 不要对其他任何人再提起 明白了吗 放心吧 我可不是什么大嘴巴 何况这其实就是我的猜测 带萧林离开后 会长一扫脸上的微笑 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和湛蓝色的天空 许久之后 呢喃般地叹息 也不知道 这和平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啊 第三次月考结束之后 大家又开始了新的学习当中 班长的最终任命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惊讶 几乎都是原先的代班长 唯一的韩曼曼 也只不过是继续担任代班长 萧林的转正 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可没有谁会再把她当作 刚入学时 那个属性值最低的废柴来看待了 现在哪怕是走在路上 萧林也会时常遇到陌生人 和自己打个招呼 叫声萧班长好 先前和她交集不多的几个班长 也会时常和她聊天 言语中的亲切 仿佛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 而在七班内 所有反对的声音都销声匿迹 就算是从一开始 始终和她作对的王大林 也掩齐息鼓 每天只是闷闷做自己的事情 看到萧林 几乎都是直接绕道走 这让萧林不得不感慨 人情世故的威力 现在 大家确实将她当作了班长看待 也认可她 具有符合班长职位的实力 但对萧林来说 这还远远不够 她现在的目标 是尽快达到黑铁级 第六军团的渝梅团长 突然到访 以及校长的任命书 都让萧林感觉到了 不同寻常的紧迫感 校长是知道她是双S级天赋者 作为和伊万同样级别的天赋 就如同裁决者学院 全力支持莉莉丝那样 校长自然也会重点培养萧林 但无论如何 提前任命上位 都不应该算是培养的内容 唯一的解释就是 校长正面临很大的压力 让她不得不提前做出这个决定 会是什么压力呢 自从考评结束后 萧林回宿舍就思索很久 觉得只可能是战争了 与诺马世界的战争 也许校长从知道大祭司 回到诺马世界的时候 就预想到这种可能性 萧林目前的基本属性 是力量14 敏捷16 智力15 以及体制16 比起月考之前 总属性增加了好几点 黑铁级的前提 是总属性达到100点 萧林现在已经有了61点总属性 其实距离黑铁级并不是很遥远 其他班长们 也差不多都是这个范围左右 尽管学院对新生生入大二的要求 是一个学年内达到黑铁就行 可作为班长 他们是不可能将眼光 放在最低要求上的 关于年纪长的选拔 学生会依然没有给出任何的信息 看起来短时间内都不太可能 让这几个班长都有了竞争的心思 新生论坛中 关于月考话题也渐渐过去 对于这次考试的安排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比较满意的 至于那些活到最后的人 都算是白赚了1000多兑换点 因此这个话题 其实并没有太多可说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意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3集 而这个时候 更多帖子就开始讨讨论黑帖级别的事情 当讨论越来越热闹的时候 居然有人直接开了个赌局 12个班长 包括还是带班长的韩曼曼 谁会先进入黑帖级 短短两三天时间 跟帖的人越来越多 新生年级不过数百人 回复的帖子竟然超过了两千 萧林也看了几眼 各种回复分析得头头是道 只能让她感慨 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 可这事却没有因此结束 或者是学院实在缺乏娱乐手段 闲暇时间实在过于无聊的众人 在这件事上投入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赌局因此越来越大 最后直接上升到玩兑换点的地步 学院在这方面还是很开放的 并没有任何禁令 论坛上甚至还有相关功能予以支持 即使让学员将用于赌注的兑换点 存入学院中 然后最后根据结果来分配 只不过先前没有人注意到 这个功能的使用办法 而被下注的对象上升到20人 除了12个班长之外 7班的顾小月 以及另外7个综合属性还算不错的人 都被先后加入进去 至于赔率 则是根据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之后 由最初开设赌局的人所设定的 赔率最低的是陈道 只有1.5的赔率 也就是说 在他身上压住1对换点 最后只能收获1.5对换点 陈道被认为是目前新生年级 总属性最高的人 自然也是最后获胜的大热门 就算如此低的赔率 在他身上压住的人和总额也很多 几乎占了大一年级三分之一 成名紧随其后 也有2点的赔率 而顾晓月赔率则是3 尽管她的智力无人能敌 但她其他方面的属性确实太中庸 甚至可以说是差劲 不过总算也是热门前列 而在之后的几个人 赔率就不断拉大 在这些人身上 投注的人也相当少 说是20人 可大家很清楚 提升属性值 其实并没有多少捷径可走 只能通过反复刻苦 而繁琐的训练来达到 基础哪怕差上10年 这个劣势都已经很难弥补 因此 基本所有的人都认为 最后的胜者 估计也是在赔率最低的 这几个人中产生 不过 也有些班长并不愿意 透露自己目前的总属性值 比如萧林 这些人的赔率最多 也就是大家互相猜测 所以萧林自己的赔率 虽然不是倒数第一 但也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了 大家认可萧林具备了班长级别的实力 却也觉得和成明 陈道等几个人比 萧林还是要差了一截的 因此 除了七班几个铁杆支持者外 并没有多少人认为 他能够首先达到黑铁级别 而对这个短短一周内 就在整个新生年级产生很大轰动的赌局 萧林本人并没有太大兴趣 他并不缺兑换点 而且这个赌局 其实可以赚的也不多 毕竟 只是几个人联合开设的 他们哪有那么多兑换点可赌 但一周后的晚上 宋俊朗突然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神色很认真的询问 他目前总属性只有多少 萧林对宋部长还是挺信任的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可刚要回答 他想起什么似的 脸色诡异地说道 宋部长 你该不会是也参加了我们大一论坛 那个赌局帖吧 宋俊朗很痛快地点头承认 并且很兴奋地说道 现在那可已经不只是 你们新生的赌局了 你不知道吗 前两天曙光晚报刊登出这个新闻之后 很多高年级的学生 甚至研究生级别的人 都加入到这个赌局了 宋俊朗稍微将事情经过 简单说了一下 曙光晚报虽然是官方报纸 但就算是诺马事件 每天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官方新闻来报道的 所以事实上很多时候 诸如某个黄金级别法师 爱上某个史诗级别的强者 这种八卦新闻也会上晚报 本来这期报纸对新生年级最关注的热点 应该是月考 但介于本次月考的特殊性和保密性 在某些高层人士的关照下 晚报对此没有任何报道 所以关于谁是新生年级 首先进入到黑铁级别的赌局 也就顺势成了新的热点新闻 你可不知道 越是到高年级 就越是缺兑换点啊 宋俊朗愁眉苦脸的叹道 我觉得 其实是你比较缺兑换点吧 萧琳眼皮抽了抽 和宋俊朗相处这么久 他对这家伙的脾气 还是摸得比较准的 这个我承认 不过 反正现在参加的人很多 而且 金额可是比先前高了不少哦 萧琳顺手打开论坛看了一下 果然如宋俊朗所说 他这两天忙着训练 所以没空登陆 现在一看几乎吓了一跳 下注的人从大一年级的几百人 居然飙升到几千人 而赔率也扩大了 本来就算是萧琳这种 没人认为能胜出的 赔率也只是七八点 毕竟 这是小打小闹形式的 可现在 他的赔率已经到了二十 看起来 是有人注入了 大笔兑换点的成本进去 论坛中显得也很热闹 对于注入新资金人的身份 猜测纷纷 很多人认为 可能是毕业生 而且属于学业很优异的那种 这种人首先不缺新世界币 他们的实力 让他们在四年内 就获得了不菲的钱 而毕业后 兑换点对他们用处也不大 恰好能够投入到这个赌局中 赚到的话自然最好 赚不到 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有更多资金作为后盾 这个赌局自然很快就在各个年级的论坛上热闹起来 高年级的人是可以进入到低年级论坛中的 萧林也发现了论坛中出现大量问新生实力的帖子 基本就是高年级的人来发帖询问的 这个赔率和规模 萧林也忍不住怦然心动 将视线从电脑中移开 对着虚拟屏幕中的宋俊朗真捉挡 所以说 你是想在我身上压住 你就这么看好我吗 不 如果按照正常速度来说 你不可能是第一个达到黑铁级别的 这话让萧林有些不爽 反驳道 我属性提升的速度你也是知道的 为什么会说我没有胜算 宋俊朗摆摆手 拿出个笔记本图图画画 然后摊在虚拟屏幕上 很认真地分析 你看你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大致速率表格 不错 你的提升速度确实比其他人快 虽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很遗憾 你的基础终究是差了 想要弥补这个先天性的劣势 至少也是黑铁级之后的事了 萧林微微沉默 这话也有道理 双S天赋让她的学习效率提升 这三个月来 她的总属性从倒数第一 到现在追上了平均水准线以上 速度堪称奇迹 但距离其他班长还是有些距离的 尤其是陈道 成名这几个人 据她的了解 他们的总属性值 至少还比自己要高上十到二十点的 学霸天赋的真正厉害之处 是从长远角度来看的 只要给她足够的时间 她自信能够超越任何人 但绝不是现在 宋俊朗顿了下 狡黠地笑了起来 当然 我所说的不可能是指没有我的参与下 萧林思维转得很快 皱起眉头说道 莫非你能让我能够反超其他人 那只可能是食疗了 但这恐怕也很难吧 你那个食疗固然能够增加基础属性 可充满不确定性 速度又慢 而且每次都有副作用 不可能连续食用啊 说到这里 萧林想起什么 突然充满怒意质问 说起这个 我正好要问你呢 你先前给我喝下那瓶龙血 到底有什么副作用 月考的时候 有一次我忽然失去自我意识 居然还攻击自己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宋俊朗吓了一跳 但很快恢复正常 哈 攻击自己人 肯定不关我的事 除了你的龙血 我想不出那种 奇怪状态的原因了 咳咳 咱们还是说正经话 你想不想在半个月之内 突破黑铁级别 宋俊朗转换话题的技巧 显然炉火纯青 一句话就让萧林正住了 半个月突破黑铁级别 不错 你没开玩笑 我可没工夫和你开玩笑 萧林再次沉默 心中飞快地计算着 他现在总属性值为61点 距离黑铁级还剩下39点 按照每天不分昼夜的疯狂训练 按照每天一个属性点的速度来计算 至少也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而沉到他们尽管可能需要两三天 才能够提升一个属性点 但他们只差一二十点就能够进入黑铁级别 最后速度恐怕还是比萧林要快一些 思寸片刻之后 萧林再次抬起头 很果断地问道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 就算萧林和宋部长关系不错 他也不认为这家伙会平白无故地送这份大礼 果然宋俊朗低声说道 很简单 事后五五分账 哈 萧林愣了一下 顿时反应过来 没好气道 也就是说 你根本不打算投入半点资金 就想直接从我这里白拿兑换点 我这是技术入骨 何况我可真的是身无分文 宋俊朗有些郁闷的苦笑 你也知道 我的研究因为安全性的关系 是不受学生会支持的 所以就算我是部长 平时也别想从学院拿到预算资金 这么多年来 都是靠我自己以前的积累 但就算这样 也支撑不了太长时间的 萧林忍不住想到宋部长的历史 曾经的天才毕业生 如果沦落到被别人无视的后勤部长 也颇为凄惨 他咬了咬牙 说道 三七分成 四六 不能再低了 那我六 萧林果断说道 可以 不过税金你来交 哈 还有税金 废话 殖民学院在新世界就相当于国家级的机构 一个国家不收税 靠什么来维持日常开支 两人就分成问题争论了半天 萧林还顺便了解了一下学院的税收政策 就算他对宋俊朗还是比较信任 可因为被坑过太多次 他还是相当小心的 按照曙光学院的规定 学院在毕业之后 各种合法收入都是需要缴纳一定的税率 当然这个税率并不是很高 毕竟某种程度来说 他们地球人在诺马世界是属于特权阶层 至于在校学院 平时是不用缴纳的 但诸如赌博 交易 拍卖等方式获得的收入 同样需要给学校交税收 萧林不得不感慨 学院真是很会赚钱 难怪论坛上 连这种专门的赌注功能都有 这简直就是变相支持 显然这种事情 绝不是他们大一年级首创出来的 宋俊朗则是打定主意 不肯出半分钱的 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是知道的 你从裁局者学院那里 敲诈了不少新世界币吧 月考前 你也换成了不少的兑换点 你可不缺钱呀 萧林确实不缺钱 但兑换点对她来说 其实也就是个数字 因为她并不知道 要如何将这笔数字 转化为更实用的资源 如果购买高等级的武器装备的话 也只能放宿舍收藏用 相当长时间内用不上 而现阶段能够使用的 价值本身就不高 何况很容易被淘汰 宋部长 你刚才说能够让我半个月内 提升到黑铁级别 究竟是用什么办法 萧林很好奇地问道 实聊啊 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办法 宋俊朗一副 这是白痴问题的表情 萧林翻了个白眼 很怀疑道 能够这么短时间提升 难道你把校长的黄金龙 给宰到用作材料了 不不不 暂时还不能给你透露 总之相信我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咱们先把赌注的事情搞定 宋俊朗 很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其实萧林对于 兑换点兴趣并不是很大 毕竟 手头还有不少新世界币 但半个月内 到达黑铁级别的诱惑力 还是很大的 两人又商量了一阵 宋俊朗显然是考虑很周到 才联系他的 他甚至提及到 要将那些毕业生 也给落到这场赌局中 参与赌注的人越多 最后分到的钱 肯定也会更多 作为曾经辉煌过的天才毕业生 就算如今没落了 宋俊朗依然在曙光学院内 有着很广泛的人脉关系 稍微宣传一下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大家都很缺钱的 宋俊朗再次强调 就算我们内部贫富差距分化 也是很严重的 实力越强的人 越容易得到各种资源 而想要提升实力 自身的天赋和努力是一方面 比如炼金 药剂和各种提升训练效果的 设施资源同样重要 毕业之后的花销是很大的 能够赚钱的机会 谁也不会放过 话是这么说 可咱们这不是在坑别人钱吗 哎呀 愿赌服输嘛 总之 宣传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好了 你自己这些天 可千万别松懈啊 放心吧 就算没有这个赌局 我也不会有懈怠的 萧林犹豫了一下 将校长那封奇怪的任命书 告诉了宋俊朗 但没有得到宋部长任何回应 只是让他不要担心太多 就算真的未来发生战争 也是不会争调在校学生的 但萧林也明白 从某种程度来说 在校的学员其实算是预备役 真要是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 比如当年与兽人战争的最后时刻 同样也会争调在校学生 直接上战场的 挂断和宋俊朗的通讯后 萧林又联络上了费亚文 这女人就是月考前那段时间 始终给她提供训练药剂的研究生 月考之后有段时间没有联系 不过既然想提升训练速度 那么这种药剂也是必不可少的 费亚文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但萧林也从她这里得到了一个 对自己而言并不是很好的消息 因为训练药剂在萧林这里 取得了还不错的效果 费亚文跟随的教授和学生会长 达成了一致 似乎是准备接下来开始 更大规模人群的试验 因为前期的试验结果表明 这种药剂的效果 在黑铁和青铜级左右是最明显的 所以大一年级顺理成章成为试点场所 当然是否参与试验并不是强迫性质的 游学社会的人专门联络了几个班长 和属性还算不错的人 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 而恰好赶上论坛上的赌局 那些班长们哪里会有拒绝的可能性 萧林不缺钱 可不代表其他人不缺钱 想指望这次赌局发笔小财的人 还是相当多的 尽管萧林还不确定 其他人使用这种药剂是否有效果 但这样一来 他的紧迫感肯定也会更大 就算宋俊朗信誓旦旦地保证 他提供的办法 肯定能让萧林半个月内达到黑铁级别 萧林觉得自己的训练也不能有半点松懈 之后几天时间 萧林几乎缺席了所有日常课程 拥有校长亲自发给他的自由听课证 他算是唯一体验到了真正高效的感觉 想听课就听 不想听课就走的自由度 授课老师们对这个另类学生也不算陌生 早就是放任不管的态度 甚至还有些佩服 当然 几乎也只是佩服萧林的背景 而不是实力 就算是他们 平时别说是校长了 联合学生会长说几句话都比登天还难 宋俊朗这几天也消失不见 询问过陈宇之后 萧林才知道 宋部长是去了新世界 大概是去联络往日认识的人 将他们都给拉下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比较有意思的是 询问陈宇的时候 这位大二的年级长 用很关心的语气 询问了萧林近期的课程和学业 萧林愣了十几秒钟之后 才哭笑不得地反应过来 感觉这家伙 是在隐晦地评估自己的总属性值呢 陈宇作为大二年级长 现在已经没有权限查阅 大一年级学生的资料了 能够查阅的只有大一年级长 然而这个职位 至今还空悬待定中 虽然日益扩大的赌局中 萧林依然不被大家看好 可陈宇算是和萧林 接触比较多的人 她很清楚 这家伙的背景是很深的 因此 哪怕抱着万一的可能性 陈宇觉得 自己有必要考虑一下 萧林的可能性 萧林当然不会说实话 也只是打着哈哈敷衍了几句 即便是赌局的发起人 或者说本来只当作业余活动的新生们 都没有想到 这次赌局的规模越来越大 简直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几天之后 已经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参与了 随着曙光晚报的销售 不少在新世界的人 也纷纷加入进来 不过 除了极少数投机者外 多是一些 刚毕业没几年的毕业生 这些人 也是目前最缺钱的阶层 只不过 这些人的赌局 可就不只是 兑换点这么简单了 因为兑换点和新世界币 相互兑换的麻烦 这些毕业生 索性重开了一个赌局 赌注全部是直接 用新世界币结算 赌场在诺马世界是比较常见的 不管是地球人 还是本地土著 对这种娱乐 并且兼顾一夜暴富可能的休闲方式 还是很有兴趣的 只是新世界的赌局 除了少数人之外 和大部分在校学员就没多少关系了 像陈宇这种某个年级的精英 手头上还是有一点新世界币存款的 但想要参加的话 也必须委托更高年级的人 再去新世界时帮忙下注才行 按照曙光学院的规定 想要自由出入新世界 除了个别特批的人之外 其他人只能等毕业之后 才有这种权利 萧林是从宋俊朗那里得知这件事的 很明显 宋部长正是想把新世界和学院内的钱 通通都给赚走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是说新世界那边的赌局 萧林已经从宋部长这里拿到了赌场的赔率 只能说那些人玩的可比他们这些穷学生要更疯狂 而他自己的赔率也达到了一赔一百 而且还是新世界币结算 相比之下 论坛上那真的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了 这有什么 我只不过是稍微推波助拦了一下而已 宋俊朗对着结果倒不觉得奇怪 说道 类似的赌局其实很多的 诺马世界没有各种球赛 但可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比如校级联合争霸赛 哦 就是所有学院比赛的项目 你以后估计也会经历 或者是战争的胜负 战争 我们不是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战争了吗 是土著自己的 就算没有我们 诺马世界也不是始终和平的 他们的内斗可比咱们地球上的国家要更厉害 你打算投入多少进去 萧林略略迟出 你手头上还剩多少钱 9000的新世界币 还有2000兑换点 兑换点基本是这次月考之后 加上平时上课得来的全勤 先前兑换的已经所剩无几 想了想 萧林又补充道 如果需要的话 我也可以临时再兑换点 这就没必要了 新世界币可是比兑换点值钱 而且这次赌局过后 大赚一笔的人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找人换成新世界币 到时候 汇率估计会大幅度下降的 没办法 兑换点毕竟只是内部的货币 始终都没有个官方汇率 宋俊朗也有些无奈 全部投入进去 当然 要玩就要玩大的 萧林嘴角微微抽了下 默默心算一番 学校内 她的赔率是一赔二十 两千兑换点能拿到四万的 可新世界按照一比一百的赔率 九千的新世界币 那就是赚九十万新世界币啊 怎么 你怕会输 宋俊朗以为萧林犹豫 萧林摇摇头 既然宋俊朗如此自信 她还是信得过的 不过 想了一会儿 她忽然说道 新世界那边的赌场 如果要实名登记 才能下注的话 你记得 写你自己的名字啊 为什么 呃 我怕钱到手后 还没有用就被人干掉了 宋俊朗眼皮也狠狠抽了下 无奈道 这笔钱并不算太多 实力能达到黄金级别以上的人 基本都有远超过这些的财富 不管如何 这笔钱对现在的萧林来说 都是个天文数字 就算是先前 还不是很有兴趣的她 此刻也渐渐对这个赌局 表现出更大的重视 其他班长们也差不多 不过 他们有的也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争口气 或者说是为了露脸 他们本来也没有多少资本 可如果真的能够第一个进入黑铁级别 那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对于将来迟早要去新世界的他们 这种名气 有时候是会带来些好处的 目前来说 想要提升属性 最实用的捷径 那就是对战训练 和相关技能的学习 这也是大家好几个月来总结出来的经验 但属性点的提升速度 同样也是不确定的 自身的潜力 训练的强度 甚至是每天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都会造成影响 班长们的练习 还是有些苦恼的 天赋学员 本来就比其他人实力高上一届 虐菜程度的战斗效果是很低的 对他们来说 相互之间才是最好的对手 然后问题就来了 成名这种老实人姑且不提 对都是竞争对手的大家而言 偶尔的出攻不出力 也会挺无奈的 你也太假了 刚才那几批展都躲不过去 就算不想让我增加力量值 也不用这么拼命吧 这可是真枪实践的练习战呢 是你速度太快了 躲不够去啊 说起来 我记得你不是会横扫机的吗 那个技能攻击范围很大呀 我在月考之中见你用过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用出来 你才是在隐藏实力吧 诸如此类的闲聊 在训练场上变得多了起来 其实 到底有没有效果 谁也不好确定 而且 这些小事倒也不会因此翻脸 但有时候 互相的吐槽也在所难免 也有人找萧林当练习对手 毕竟至少现在 大家也认可 萧林的实力还算不俗 但很遗憾 萧林现在是直接使用 模拟对战系统进行练习的 相比起真实的对手 这套模拟对战系统 反而会更加方便 模拟系统的昂贵性和维护费 注定这不可能普及 整个曙光学院内加起来 也不超过一百套 何况高年级学生也会用到 所以但一年级 除了萧林之外 其他人可不是想用 就能随便用到的 对此大为不爽的人自然是有 但也有不屑一顾的 就算他们尊重萧林 拥有班长级别的实力 但也不认为 萧林就真的能和陈道 或者陈明比速度 目前来说 最有可能短时间内突破黑铁级别的 还是只有他们两个而已 训练是越往后 提升属性点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 尤其是对于现在的新生们来说 他们其实相对进入到一个平静时期 寻常的训练对班长们来说 继续往上提升的潜力已经很低了 比如说基础剑法的练习 想要提升相对应的属性点 就算成名这样的人 也是需要两三天 而且这个时间的前提 还是除了吃饭和睡觉 其他所有时间都花在练习上而言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如果是普通人 潜力比不上天赋学员 提升的速度也就更慢了 这也是大家普遍看好 陈道和成名的主要原因 总属性值差上十点左右 就已经几乎是难以逆转的劣势了 萧林的练习则比他们更高级一点 在模拟对战中 他通过幻影步来不断进行闪避 而且他往往会将模拟对象的基础技能 设定得很高 他现在也逐渐发现了 越是和强敌对战 对能力提升的帮助也越大 但就算按照这样的速度 萧林最快也得等一个月之后 才能突破黑铁级别 算下来总共就是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速度不算多慢 但也绝对不是多快 自从赌局被越炒越热 论坛上也渐渐多了很多 关于历史上最快突破黑铁级别的分析帖 萧林也挺好奇的 点进去看了不少 尽管这种记录 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 毕竟学员们从地球上手足进入到这儿时 初始属性值都是不固定的 有些人会比较高 有些人则很平庸 所以很多记录争论都非常多 不过就算如此 最快突破记录 却是没有任何人质疑 看到名字那一刻 萧林也只剩下感慨 一万耶为其 地球人类历史上 首个双S天赋者 有可靠资料记载 他从入学到突破黑铁级别 只用了七天时间 七天 这几乎意味着他刚进来时 属性值就已经非常非常接近黑铁级别 萧林记得宋俊朗和他说过 裁决者学院的莉莉丝 也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相比而言 同样刷S级天赋的他 着实有些差劲了 稍微唏嘘一番之后 萧林很快地在这个分析帖中进行回复 不过 关注点就完全和其他人不同了 请问楼主 你是从哪里打听到这些资料的 很快得到了回复 只有三个字 图书馆 曙光学院自然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其实 在第一次月考之后 萧林就想过要去看看 只是后来去裁决者学院 耽误了有一个多月 回来之后 忙碌于第三次月考 始终抽不开身 距离第三次月考结束 已经有一周时间了 尽管因为赌局的压力 现在几乎每个班长 都在抓紧一切时间拼命修炼 但萧林觉得 自己还是有必要抽空去一趟图书馆 他需要寻找合适的技能书 来进行接下来的自主学习 并非是每个技能 都会像幻影部那样有课程安排的 学院的课程终究是有限 而不同技能对属性的提升作用 也是不同的 趁着周末时候 萧林打听到了地址之后 就赶了过去 图书馆位于学院中心位置 外观上和地球上那些 没有多少区别 规模也相当大 因为是周末 陆续出入的人还是挺多的 甚至还有研究生和博士生 在门口的大厅处 有学生会的人专门负责办理图书证 旁边也有专门的说明 整个流程还很便捷 排队的人出乎预料得多 萧林也就先在旁边看了看说明 借阅证的办理很简单 只需要出示学院发布的一卡通就可以 借阅证只限本人使用 如果丢失 需要及时办理挂师 不过有意思的是 借阅证本身是分等级的 从低到高分为C B A S 总共四个等级 C级只允许在阅兰史阅读 而不能将书带出去 这个级别证 基本都是大一年级和少部分大二年级的学生 B级是可以将书借出去的 但每本书最多只能借阅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每次只能借一本书 至于A和S级 则完全不受时间和本书的限制 除此之外 图书馆分成的不同场区 也是根据借阅证而来的 简单来说 有些书籍尽管被放入到图书馆 但学院并不希望这些书被所有人都看到 或者说 他们也不希望低年级的人 过早接触太高深的知识 排队的人还是不少的 除了新生之外 还有不少高年级的人 当达到足够的升级条件之后 同样需要过来调高借阅权限 看着已经转了好几个弯的队伍 萧琳估摸着 排到自己也是大半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她刚准备到最后面排队时 却有人叫住了她 萧琳 萧琳 哎 这边这边 办理接约证的窗口旁边 走出个欢托的女人 正朝自己挥手打招呼 看到萧琳满脸的困惑和茫然时 女人撇了撇嘴 说道 我敢打赌 你肯定忘记我是谁了 在她旁边 走出来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她连忙拉住这个女人 有些尴尬的瞪了她两眼 看向萧琳时 露出些许无奈的笑容 笑道 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她就是这样 总是爱大呼小叫的 萧琳总算恍然想起来 这两个人是顾凡天 和她女朋友张婷婷 萧琳刚进入学院时 在宿舍大厅负责新生引导的 就是这两个人 后来 在冥想问题时候 和他们进行过交流 只是后来 就基本再没有什么联络 虽然说起来 这两个人多少也是 因为她的班长身份 才会显得比较热情 但总体来说 两个人都还算不错 顾凡天 大概也看出萧琳的尴尬 很懂事的 没有在这里继续纠缠 一笔带过的语气说道 萧班长 来休息室坐坐吧 咱们也好久没见过了呢 听说你月考很不错 已经就任正式班长了 恭喜恭喜啊 萧琳不得不佩服 这家伙说话的方式 轻易化解刚才的尴尬之外 这话还给其他人 透露一个讯息 自己是班长身份 班长在学校 还算是稀罕的 毕竟四个年级加起来 也就几十位班长而已 队伍当中 就算是高年级的人 听到这个身份之后 本来脸上有所不满的情绪 也顿时收敛住了 萧琳和他们是真的算不上多熟 不过跟着顾凡天进休息室后 至少有件事情可以确定的 她可以节省下大半个小时的排队时间了 这对情侣的性格相差还是很大的 张婷婷看起来很大条 顾凡天则显得比较精明 休息室是在半正窗口后面 进去之后 她就让自己女朋友继续给其他人办理 而自己则留下来和萧琳闲聊 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 毕竟实在是很不熟 平时更是几乎没有多少交集 所以顾凡天也没有故意东拉西扯 来延长话题判关系 那只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而已 她选择很聪明地直接开门见山 萧班长 你这是要办理戒约证啊 啊 正好周末来看看 你们两个似乎在学生会挺忙的呀 上次负责新生引导工作的也是你们 我和婷婷在学生会 也是属于小透明的人物 平时干点杂活 赚点外快和学分罢了 我这里直接给你办个 B级权限的图书证吧 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们的 我们在学生会说不上话 但什么事都能沾点 也基本不是啥大事 插队办证倒是在萧林的预料中 不过 顾凡天倒也会顺手送人情 直接要给她办理B级别权限的证 而且似乎生怕萧林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还不忘补充道 从C级提升到B级 按照学生会的规定 原则上是需要在学校待满一个学年 并且达到黑铁级别才行 呃 给我办理真的好吗 萧林怦然心动 毕竟和C级比起来 B级是可以将书直接带回宿舍 这是最大的优势 但她也不想因此惹上什么麻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意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5集 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而且这条规定 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 以前图书馆也往往会特批一点人 提前调高权限 这事连学生会都管不到 直接我们说了算的 顾凡天 稍微有些得意 这多少也算是她的权利 尽管只是最无关紧要的 萧林笑道 那不如直接给我调成S级的 顾凡天也苦笑 你说笑了 我们最多只有调成B级的权利 再高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 而且就算是大四毕业生 最多也只是拥有A级的借阅权限 顿了片刻 她稍微压低嗓音 听说S级那可是禁书区 里面随便什么书拿出来 都是能够颠覆世界的 就算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生 也必须层层上报 直到校长批示同意 才有资格阅览这些书 不过萧林对所谓的禁书区 并没有兴趣 至少现在那和她没什么关系 有顾凡天的帮忙 几分钟后 她就拿到了借阅证 在一众排队者无奈的目光中 踏入图书馆中 在就任正式班长后 想不到第一次体会到 班长优越性的会是这种事情 图书馆的内部 要比外部看起来更加恢弘气魄 萧林本以为这么高的建筑 至少也分为好几层 但事实上 整个图书馆就只有一层而已 那些高耸的巨大书架 都快有好几层楼高 书架与书架之间 也间隔了相当宽阔的距离 其间 数张飞毯来回穿梭而过 飞毯上或坐或站 借阅的学生 因为进来前 顾凡天给她稍微介绍过 图书馆的使用方法 她也算是有点心理准备 但眼前这幅光景 还是会让人嘖嘖称奇 飞毯是在门口领取的 用顾凡天的话来说 这是学院专门为图书馆而设计的 多功能搜索飞毯 想要寻找什么书 只需要用准备好的纸条 写上书名放在飞毯上 然后飞毯就会自动带着你 找到那本书 如果不知道书名也没关系 写上相关类型或者种类 同样会带着你 飞到相关书籍的区域 完全省略掉 无谓的找书时间 非常方便 肖林也领到了自己的飞毯 和旁边其他新生同样 对于这个新鲜的玩意儿 她也显得非常有兴趣 事实上 几乎每个初次到来的人 对于飞毯的好奇心 是要远远比书架上那些书 来得更大 飞毯相当柔软 让人忍不住会怀疑 会不会掉下来 因为适用对象 也包括新生 飞毯的操作 也被简化设计了 肖林只需要戴上一个特殊的头罩 就可以通过精神力 直接控制飞毯的行动 不过 只能够做最基本的移动 而作为安全考虑 每张飞毯上 还额外附带了缓落法术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不慎掉落会摔死的可能 与飞毯同时领取的 还有图书馆的地形图示 肖林也不着急直接定向搜索 而是小心翼翼地踏上飞毯 戴上头罩 在心中反复念叨几遍飞行之后 飞毯果然慢慢地上升起来 再默念前进 飞毯便会朝前开始移动 速度并不是很快 而且也无法控制速度 每个飞毯之间 包括那些书架上 还附带了防止撞击的法术 只要距离非常近时 哪怕不进行操作 飞毯也会渐渐停下来 这些非常细致的设计 让肖林心中赞赏不已 熟悉飞毯用了将近半个小时 没办法 就算肖林知道现在时间紧迫 可刚接触到这么神奇的东西 就仿佛是刚刚拿到玩具的孩子般 总会忍不住先玩一段时间 C区的位置是最近的 也是规模最大的 将近两个足球场的大小 再继续往里走 便会有金属门挡住 需要用B区权限的就业证 才能刷开 当肖林逐渐将注意力 放在书籍本身时 也发现C区的书虽然种类繁多 但其实也包括了不少地球上的数目 尤其是地球人类的编年史 包括每个国家地区 从古至今的历史都相当详细 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C区 估计有一半都是用来放置地球书籍的 而另外一半才是属于诺马世界的 看似是多此一举的设定 肖林稍微思索了一下 便觉得理所当然 在黄金等级并无法返回地球的强制规则下 也意味着无数人今后将会彻底地远离地球 甚至某一天 他们所有的殖民者都不得不永远待在诺马世界 到时候他们的后代 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许都会慢慢淡忘 而这些地球的书籍 恐怕正是提醒他们 永远都别忘了自己的故乡吧 不过肖林很快就直接操纵飞毯 跳过了这些地球树木的区域 这不是他本次过来的重点 带着稍许的感慨 他来到了诺马世界的区域 诺马世界的图书区分为几个板块 包括了诺马世界的历史 政治 人文 地理 以及诸多种族的变迁史 内容涵盖非常广泛 不仅仅是现有的种族 也包括诸多早就被毁灭的远古文明和种族 想要打败一个对手 首先得彻底而全面地了解这个对手 肖林觉得这个图书馆大概也有点这种意味 他们这些地球人 在诺马世界终究势单力薄 人数上始终都不可能占据优势 能够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内 拥有现在的地盘和势力 了解对手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些书籍有些是他们自己人所撰写的 不过相对比较少 更多的则是来源于诺马世界本身书籍的翻译 几乎每个殖民学院都会组织专门的语言专家 来负责这项工作 肖林随手翻开几本书 有些是纯粹的手写文字记录 更像是冒险日记 有些则是配合了魔法图像 图文对照看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看来以后有时间倒是可以常来看看 肖林有些不舍得将书放回书架 这次来可不是看这些的 坐在魔法飞毯上 随手在配发的纸条上写下了黑铁极技能几个字 然后放置在飞毯前端 微微汗颜了一下 在他面前至少有几十排书架 上面都是黑铁级技能 技能书的编写 尤其是低级技能会直接关系到新生的培养和成长 所以这部分书籍 大多都是许多学院统一进行编撰的 更简单一点来称呼 就是教科书 只不过 这儿的教科书可要比地球上多很多 甚至不同时期 学院为了应对不同局势 也会完全采取不同的授课课程 加上各种技能会有诸多的延伸 总共的种类非常繁多 只靠课程是永远也学不过来的 萧林的定位很明确 他需要能够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属性的技能书 比如说幻影部这种 对属性要求很纯粹的技能 对敏捷提升帮助相当显著 他又在纸条上写下了力量二字 想了想 又补充地写上F评价 很快 摩坦将他带到了一排重型武器的训练技能书面前 但他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诸如抚锤类的重兵器 因为这会影响到他的速度 也会影响到施法状态 摇摇头 否决掉这个想法之后 萧林如同大海捞针一般继续寻找起来 力量和敏捷器的技能 多是需要各种基础技能作为前提 而现在 萧林只有基础剑术技能等级还算可观 而因为有波动剑技能需要学习 暂时他也不想再需要其他的技能书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于是 他转而将目光放在了法术方面 宋俊朗曾经说过 他在火元素清和力上有不错的天赋 事实也证明 他的火系法术火炎弹 在月考中确实用得不错 火炎系的法术有很多 在火炎球的基础进阶法术上 也分为爆裂火炎弹 蒙火弹 飞火榴弹等诸多分支法术 或中杀伤性 或中范围杀伤等等 都算是各有特点 很难取舍 但萧林稍微犹豫了一下 在纸条上写下了亡灵二字 然后放置在魔毯的搜索槽内 这次魔毯似乎停顿了足足十几秒钟 然后速度稍微提升了一点 开始朝远处飞行过去 萧林要搜索的正是亡灵法术 也是他这次来图书馆的主要目的 因为就算在电脑上翻遍所有的课程 他也没有找到和亡灵沾边的法术课程 只能跑图书馆自己来找了 萧林对亡灵法术的兴趣 也不是突然而起的 在中阎之地时 那个大祭司的亡灵军团 可是让他和莉莉斯吃尽了苦头 最后闲死还生 逃离了那片该死的地方 在月考试后 圣魂剑所附带的亡灵剑矢召唤技能 也是相当的好用 尽管似乎被精灵族所厌恶 以至于最后不敢轻易召唤 但亡灵剑矢出色的防御能力 作为肉盾来说是很不错的 月考的实战 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 当开启奇迹状态 并且全部转化为敏捷 再加上幻影布置后 他的速度可以说是达到了 相当惊人的地步 可正因为属性的转化 导致那个时候 他也变得极为脆弱 幻影布尽管可以躲避到攻击 但作为一个评价并不算高的技能 幻影布是有极限的 实力更强的人 是完全能够无视他那些躲避的步伐 至于指望队友支援 很遗憾 尽管萧林并非自傲 但目前来说 大一年级还真没有人能够追得上 他的极限速度 月考的防御战中就完全体现出来 他利用极限的速度到处支援防御 可当爆发时间结束之后 他的体力会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 没人帮忙的话 他就会被兽人给围堵住 而这个时候 释放出亡灵剑势 便能够很好地吸引住火力 加上曾经的游戏经历 让萧林对亡灵法术的好奇心越来越胜 不过 摩坦飞行的方向似乎有点不对 直接跳过了无数的书架 静止就往壁区方向过去 在门口处 他顺势用借阅卡刷开了大门 摩坦稍微停顿了一下 就直接飞进去 萧林稍微有些诧异 想不到亡灵法术居然直接在壁区 亡灵法术确实在壁区 而且还是最偏僻的角落中 到这里人就比较少了 偶尔碰到几个成魔毯经过的人 也都是身穿高年级的校服 亡灵法术类型的书 只有一派书架而已 相比其他类型的书籍 这个数量可以说相当欣少了 萧林稍微扫了几眼 诸如 亡灵学总揽 论亡灵法术与医学的关系等 明显是论文形式的书籍 都自动被他忽略跳过 最后 直接定精在亡灵学导论上 亡灵法术不同于任何元素法术 这是通过精神力 直接沟通死神的法术 想要学习亡灵法术 请先确定自己 拥有足够高的精神力和冥想等级 开篇的第一计划 让萧林立刻精神大振 就如同各种剑技 还得需要基础技能支撑 各种元素法术 都需要元素亲和力等级作为前提 但这样 无形中其实就增加了学习时间 并不符合尽快增加属性点的速成要求 不过看起来 选择亡灵法术似乎是选对了 在每排书架旁边都有桌椅供阅读 萧林抽出这本导论书 就直接操纵着魔毯降落下来 虽然魔毯的体验相当棒 但对比起手中的亡灵法术 吸引力则显得要更大 这本导论更类似于宗述 开篇对亡灵法术的起源和发展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在诺马世界 亡灵法术几乎就是邪恶的代名词 除了极少数种族外 绝大多数当地的土著 都不待见亡灵法师 所以这个学科算是冷门 虽然都是属于法术类型 但亡灵法术和元素法术 差不多是两种 没有任何交集的天赋术 亡灵法术不需要元素的亲和力 也不需要精灵法术的自然共鸣 对亡灵学科而言 最重要的是死气 通俗点说就是死亡气息 任何生物死亡之后都会产生死气 而在诺马世界中 几乎每天每个角落都会有无数的死亡出现 因此 在亡灵学科中认为 死气是无处不在的 而且无法回避的 所谓只能在坟地之类的地方 才能使用亡灵法术 也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而已 这本书应该是地球人撰写的 所以在这些宗述之后 也表示自己很多的观点 比如说亡灵法术之所以在诺马世界被称为邪恶 只是因为诺马人对死亡的敬畏 就如同地球古代很多地区 也会对死亡有类似的情绪 就如同萧灵所想象的那样 召唤法术是这个学科最大的亮点 相比起用死气直接凝练法术进行攻击 更多的亡灵法师更喜欢奴役亡灵生物进行战斗 与靖灵族的自然召唤相比 亡灵生物拥有更出色的优点 比如说不知疲倦 不知痛苦 更容易服从召唤者的命令等等 亡灵召唤也分为好几种 直接将腐烂的尸体通过注入死亡气息而给予新生命 这只是最低等级的亡灵法术 这种低级的骷髅或者僵尸实力非常低 移动速度也很慢 如同机械或者木偶一般 除非具有相当大的数量压制 否则很难形成足够的战斗力 不过这些都是很后期的内容 肖灵一目十行般地继续跳过去 直接来到了入门片 亡灵法术的入门是相当简单的 只需要基础冥想达到LV4后就可以学习 通过冥想直接感应死亡气息 因为死亡气息是纯粹的精神能量 所以对精神力的提升作用 是要比其他元素法术要强很多 当然 亡灵法师是有其自称体系的冥想法术 被称为亡灵冥想术 尽管普通冥想术也能做到 但在感应死气的效果上 是不如亡灵冥想术的 在纸条上写下亡灵冥想术后 搭乘摩坦很快便精确找到了这本书 厚厚的书本沉甸甸的 书的封面微微发黄 年代应该很久远 但书缴处却比较崭新 说明借阅这本书的人并不多 不过 这也很正常 在裁决者学院时 他就听说过 除了少数几个和亡灵族打交道的殖民学院外 大多数学校都没有主动开设这门课程 仅仅是学员自身兴趣而进行选修而已 尽管亡灵法术在地球人这边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但随着殖民地的陆续兴建 不少殖民学院都发现 亡灵法术往往会引起当地土著的恐慌 甚至是仇恨 引发无畏的流血冲突 比如说 精灵族对亡灵的厌恶几乎是鸣刻到骨子里的 所以 在新华盛顿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 但至少在对精灵族的外交部门是绝对禁止任何人使用亡灵法术的 曙光学院这边倒没有这种担心 尽管兽人也不喜欢亡灵 可曙光学院和兽人的关系同样不算好 当年战争所造成的仇恨可不是区区百年就能轻易化解的 他们讨厌的东西我们也就没必要规避了 收拾好王灵明响树 萧林就匆匆离开了图书馆 借阅程序就要简单很多 直接在借阅卡记录一下就可以带出去了 顾凡天给他记录时也不忘提醒他 图书馆里的每本书都是有魔法印记 预期不还是会被追究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6集 对于萧林选择的这本书 顾凡天和张婷婷都表示了足够的意外 甚至是不解 倒不是说亡灵法术本身 而是觉得萧林这样多学而不惊 并不是什么好事 其实 对于是否将亡灵这条路线的法术继续学习下去 她并不是很肯定 不过还是谢过了两个人的好意 萧林其实也渐渐意识到 自己目前学习的东西是比较杂乱的 但不容否定的是 这种方式对初期属性的提升作用也是最明显的 而因为有奇迹技能的转化属性能力存在 提升属性点对萧林来说 收益就要远远高于其他人 每个属性点都能让她的爆发力继续提升 在月考最后时刻 她瞬间使出的力量甚至能将余上位打昏在地 便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去图书馆时没有携带魔导手机 这玩意儿没有静音模式 也是不想在图书馆中打扰到别人 就没戴在身上 所以回来是萧林意外的发现 自己收到了好几条留言 都是宋俊朗发给她的 萧林心头一喜 这个节骨眼宋部长联络自己 肯定是为了提升属性的事 丢下王林冥想书 他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后勤部 二十分钟后 萧林站在宋俊朗经常在的办公室门口 满脸诡异地看着屋内的情景 咽了咽口水 犹豫不决地问道 那个 我现在进来合适吗 屋内的场景相当诡异 在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 甚至几十套透明色的烧瓶和试管 其中混合着各种颜色的液体 五颜六色的流体 并不知道是什么 但那散发着腥味的红色粘稠状物质 分明就是鲜血啊 宋俊朗看起来 暂时没空去管他 他手中举着一把小巧的银色小刀片 正在某个长着翅膀的青蛙身上快速切动 几十秒钟后 从肚里取出了类似器官的东西 随手丢到了旁边的烧瓶中 然后倒入各种散发奇怪气味的东西 一阵烟雾缭绕之后 烧瓶中只剩下了粘稠的液体 好吧 萧琳总算弄清楚 那些五颜六色的液体是从何而来的了 宋俊朗的实验似乎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萧琳也没打扰他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尽管他其实什么都看不懂 大约十几分钟后 宋俊朗突然回头 大步朝门口走来 萧琳刚要张嘴说话 就被他顺势给拉出门 然后大门被重重地关上 轰隆 屋内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冲击波直接将大门给轰到支里破碎 萧琳目瞪口呆 又过了几分钟 宋部长这才常常舒了口气 探了探身子看了几眼 然后重新走回房间 朝萧琳招招手说道 好了没事了 你可以进来了 萧琳望了一眼满目狼藉的房间 那些瓶瓶罐罐 早就成了一堆碎片 看起来仿佛刚刚经历过战争似的 他很谨慎地选择站在门外 问道 宋部长 你这是在练炸药吗 还是在研究爆炸卷轴 废话 我叫你来 当然是为了给你准备大补丸吃的 哈 大 大补丸 那 就是这个了 宋俊朗从碎片渣中 小心翼翼地扒出一颗晶莹剔透的药丸 似乎有些烫手 他连吹了几口气 又用纸将药丸表面的灰尘给擦拭干净 这才递给萧林 萧林心头好奇 进屋接过这颗外观很漂亮的药丸 药丸大约有婴儿拳头大小 摸上去温润光滑 他呼一不定道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吃了它吧 宋俊朗果然答道 当然 正好趁热 赶快吃了吧 我给你倒水去 萧林急忙阻止宋俊朗的热情 满脸警惕道 这次先把话说清楚啊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吃下去有什么用 最关键的是 有什么副作用吗 不说清楚 我绝对不吃 宋部长无奈地叙道起来 你可真麻烦呀 为了给你弄这玩意儿 可是把我折腾坏了 你知道这几天 我往返于新世界和学校有多累吗 好多材料曙光学院是没有的 我还要专程跑外交步 和其他学院的人攀关系聊天 萧林不为所动地打断了它 说重点 好吧 这是我最新研发出来的跨时代新产品 名为超级大补丸 具体的流程就不和你多说了 你也听不懂 简单概括 这个大补丸是将多种杂交生物的精华融合在一起 对身体属性的提升 会从过去的量变 直接达到质变效果 宋俊朗洋洋得意地介绍道 所谓的质变效果 是能够让人直接突破黑铁级别吗 可以这么说吧 某种程度上 和英国皇家学院那种 能让人暂时无视诺马世界影响的超级药剂 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过 我的要更高级 是永久性的 听起来 果然是不明觉厉 但因为这话 是从宋俊朗嘴里说出来的 按照往常的习惯 萧林首先得从负面影响去考虑才行 他掂量着药丸 疑惑道 照你这么说 每个新生只需要吃下这个大补丸 就直接到达黑铁级别 又何必再浪费时间修炼呢 宋俊朗摆摆手 一副你太天真的表情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这是无法量产的 大博安的成分材料非常复杂 其中的比例 更是需要对服用者量身定做才行 否则剂量如果不对 甚至会出现副作用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来收集你对各种杂交产品的反应资料 这才专门配置出这个只对你有效的大补丸 副作用呢 这个不说清楚 可别指望我吃啊 萧林对此耿耿于怀 呃 副作用当然会有 越是强大的东西 就肯定会有副作用 这算是诺马世界的平衡法则了 宋俊朗嘟那两句 然后才慢慢说道 我刚才说过 这个大补丸是结合了众多精心挑选的杂交生物 但同样的 它所造成的副作用 也将会是那些生物的总和 萧林愣了两三秒钟 顿时当场炸毛 将大补丸重新塞回宋部长手中 怒道 我靠 那你好意思开口让我吃 还趁热 所有副作用的总和 我的老天 那岂不是说 我要把曾经受过的所有苦 全部再尝试一遍 呃 纠正一下 应该是比那个还要强上几倍的样子 谢谢提醒 萧林没好气的 但萧林发完一痛脾气之后 宋俊朗这才干咳几声 满脸无奈道 你总得先等我把话说完嘛 没错 这个大补丸若是给了其他人吃了 以地球人的体质而言 在瞬间承受如此高能量的食物之后 立刻死亡都不算什么意外 其他人 萧林注意到宋俊朗转折的语气 萧林 你是不同的 宋俊朗的眼神热切起来 从这几个月的实验结果就能看出 其实本来我也没有绝对肯定的把握 可上次的龙血实验结束 终于为我的计划填补上最后一道保险环 所以你完全不用有丝毫的担心 所以说你还是把我当作实验材料了呀 宋俊朗嘴角抽了下 哈哈笑道 这是哪里话 我是把你当作朋友啊 总之具体的专业原理我也不多说了 你目前还难以理解的 那就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解释吧 萧林眨了眨眼睛 确实不肯就此放过他 尤其考虑到宋俊朗这丝往日的劣迹作风 他发誓 没弄明白药物原理 是不会再尝试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宋俊朗一致 摊开手 用很无辜的语气开口道 好吧好吧 用你能够理解的说法来解释的话 这个可以称之为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难道你想说的是 因为我服用了你太多的食疗动物 所以积累大量的副作用 反而能够将这大不安的副作用给克制住 这个解释 连萧林自己都显得无语起来 大概道理就是这样 不过 这大不安的副作用 可不是普通食疗效果能够抵消的 真正起到以毒攻毒作用的 就只有一种而已 龙血 宋俊朗越解释越兴奋起来 用他的话说 这种项目研究 他可是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甚至可以说 从最开始的食疗研究开始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最后的大不安 给收集实验数据而打基础的 宋俊朗说得滔滔不绝 大概意思 萧林倒也勉强弄明白了 作为诺马世界生物链的顶峰 龙拥有极为强悍的抗性 而黄金龙又是龙族中的巅峰存在 尽管给萧林喝下的那瓶龙血 已经是吸湿了无数倍 但效果依然是存在的 龙血的副作用 萧林是体会过的 发作时完全失去自我意识 而且会陷入类似狂暴的状态 这种效果就远不是 其他食疗副作用相提并论的 不过说起来 上次你还信誓旦旦地和我保证 龙血是没有副作用来着 就算如此 萧林还是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宋部长脸色顿时一僵 甘笑几声 玄疾正色道 总之 你体内的龙血 能够保证你充分消化这颗大不安 说起来 其实我对你的基因很好奇 可以如此迅速融合 适应龙血的人不是没有 但连黑铁级别都没有到 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倒是很想让你喝下 没有稀释过的龙血 看看会有什么反应呢 萧林脸色更黑道 抱歉 这个机会你肯定别指望了 宋俊朗耸耸肩 对此不置可否 然后便又催促萧林 赶快趁热服用这个特制的大不安 尽管还是将信将疑 毕竟这丝的作风 一贯是能坑就坑 不过 至少在品行方面 宋部长确实是值得信任的 好吧 就这么直接吞下去吗 我给你倒点水 见萧林总算松口 宋俊朗立刻大喜 屁滇滇跑去倒了一杯五颜六色的液体过来 这次 宋俊朗主动解释道 这是特殊调制的药剂水 有助于消化用的 所以说 我怎么觉得你又在坑我呢 怎么会呢 我们可是朋友啊 萧林嘟难两句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将大不安放进嘴里 温润的药丸 入嘴变得冰凉 加上比较坚硬 想要直接吞下去 还是很困难的 他接过水杯 免了口药剂水 没有什么异味 仿佛就只是普通的清水 但当水碰到药丸时 药丸就迅速融化 刹那间 萧林的嘴巴里 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还有各种完全说不上来的奇怪味道 纷纷涌上来 融化后 就只剩下粘稠的物质 已经顺着喉咙管 自动流进了肚子里 这味道 其实很不好受 以至于咽下去之后 萧林差点就要干呕出来 许久之后 胃部的不适才慢慢平复 然后这两个人 便这样干坐着 大眼瞪小眼 宋俊朗手握纸笔 期待地问道 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吗 萧林皱了皱眉 目前是没有 该不会是没效果吧 我的实验数据是不会出错的 你再等等呢 但半个小时的等待后 依然毫无反应 于是萧林看看时间 起身说道 今天我就先回去了 不管有没有效果 我的训练计划 还是不会变的 那堵住的事情呢 萧林翻下白眼 总得等待生效时 才能下注啊 宋俊朗还在苦思冥想 并且不断呢喃着不可能时 萧林已经先行离开了 回到宿舍后 继续研究她的亡灵冥想书 周末时间对萧林来说 还是比较宝贵的 看了一个小时的冥想书后 她便提起圣魂剑去了训练馆 打算再练习一会儿剑术 目前她的属性值 还是比较平均的 因此 不管是哪种属性提升难度 都是差不多的 周末的训练馆 并没有冷清下来 尤其是最近赌约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连带很多毫无希望的人 也在突击性地努力着 萧林的到来 还是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的 在第三次月考时 更多的人注意到了 这位七班的班长 有些人会友好的上来打个招呼 但也不免有些阴阳怪气的声音 加在其中 萧班长今天怎么会有兴致来练剑 你不是都用模拟对战系统吗 萧班长 你现在属性值多少了呀 诸如此类的话 还是有不少 不管什么时候 总会有这样一群实力不如人 却又觉得心里不平衡的人 萧林的视线 从他们身上直接跳过 落在不远处 正在激烈对战的几个人身上 训练馆的人很明显分为两部分 普通学员在左班长 几个班长则占据了整个右班长 看起来似乎不公平 但没有人会对此有所怨言 班长的实力比他们是要高上一大截的 其他人靠得太近 指不定还会被误伤 成明 换我来吧 萧林走上前吆喝了一声 已经满头大汗的成明 又一次和对方刀剑碰撞之后 便稍稍抽开身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和对方说道 我先休息一下 换萧林和你来吧 我的意思是换我和你练习 实力差不多对战的话 对提升效果才是最快的 萧林纠正了一下 正在和成明练习的 是二班的班长 是个使刀的男人 听到这话 脸上也是一黑 尽管在月考当中 见识过萧林的实力 但他自认为 两人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 啊 那不好意思 我先和萧林练习一会儿吧 老好人成明 目光诚恳 二班的班长张了张嘴 最终只是嘟囔了两句 便到旁边 边休息边关债 萧林和成明 在月考之前 曾利用模拟对战系统打过一次 当时 是以萧林的完胜而结束 不过 那场练习战 只是在基础建树课堂上进行的 不少人并没有看到 眼见目前最有希望在赌约中获胜的成明 要和在月考中出进风头的萧林再次切磋 顿时将整个训练馆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连带旁边训练中的班长们也暂时放下 过来观战 自从赌约之后 班长们都下意识地对自己目前的属性值 会莫如深 就算练习时候 都会故意隐藏实力 让其他人看不出真假 无法判断出具体的属性多少 成明是不会这么做的 因此 他们都很好奇和成明对战的萧林 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实力来 你们说 谁会赢 五五开吧 萧林的实力挺强 月考时候我见过 不过 似乎只是爆发性的力量 爆发之后 真不见得能赢成明 你们也够无聊的 只是切磋练习而已 又不用分胜负 既然无聊 那你来看看吧 不知道谁先说了一句 然后人群立刻热议起来 事实上 随着赌约出来后 论坛上很多人都在讨论 这几位班长的实力高低 但目前为止 都是各说各有理 谁都很难说服对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 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 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叠 为了保证切磋练习的效果 萧林临时更换了一把练习用剑 倒不是看不起成名 圣魂剑附带的基础剑术增强 让他暂时具备了基础剑术Max的能力 而成名目前的基础剑术是LV7 再加上他的天赋剑新加成 总共就是LV8的效果 那样 萧林会全面占据优势 可这就不是他来练习的目的了 本来就只是切磋 而不用分胜负而已 不管四周围观的人群如何起哄 这两人还是很有分寸的 萧林不会开启奇迹状态 也不会使用幻影布 而成名同样没有使用丝毫的技能 这是纯粹的剑术比拼 在没有圣魂剑加持下 萧林的基础剑术是LV7 比成名要低上一个等级 加上没有其他技能的话 在局面上 他确实暂时处于了被压制的状态 劣势也不是很明显 剑术到达这个级别时 每个基础动作 他们都已经掌握得相当娴熟 并且 能够用最快的反应时间剑招拆招 但基础等级的差距也表现得很明显 平均下来 成名每十多下剑招中 萧林至少会有一次难以防备 当然 两人都没有使用真剑的情况下 就算被击中 也没有丝毫事情 不过 这种竭尽全力的感觉 却是让两个人都微微变得兴奋起来 成名打起来也很爽 目前 达到这个级别剑术的人还真不多 先前和他练习的那个班长 尽管基础刀数也落后一个等级 但看起来 似乎是在混淆别人视线 故意将展现出来的实力 压制在LV6而已 不过 围观的人群就有些失望起来 尽管少部分人对两人的剑术 嘖嘖称叹 可总体来说 这种切磋毫无观赏性可言 又看了一会儿 不少人便陆陆续续地散开 继续自己的练习 连续半个小时的对剑之后 两人都有些气喘 和成名这种级别的人打 果然要更有意思得多 萧林默默心中念叨 纯粹的剑术比拼 它是不占任何优势的 但正是如此 它的基础剑术 才能够更快地提升 成名喘了口气 忽然皱眉道 萧林 你在隐藏实力吗 萧林愣了一下 摇头否定道 怎么可能呢 成名是个老实人 至少和他切磋时 萧林是不想耍什么花招的 哪怕被压制时 他也没有使用幻影布 尽管那样的话 就算剑术劣势 也能够凭借非常灵活的步伐 反压制成名 成名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 脸上挂着不满之色 月考时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只有这种程度 萧林哭笑不得 那你肯定也能猜到吧 我那个时候的实力 是属于爆发性的 没可能持续太长时间的 成名活动了一下手腕 他全身都透着蒸腾的汗水 舔了舔干涩的嘴唇 月月欲试道 我知道 不过现在我也有些累了 休息前 至少让我再见识一下 你那爆发性的力量吧 成名的脸上 布满了渴望和期待 萧林稍微愣了一下 一直以来 大家对这个男人的印象 都是憨厚老实 但事实上 和成名关系还不错的 萧林却知道 成名同样也是个 不断追求更强力量的男人 尽管身为天赋学员 成名也同样付出了 更多的汗水和努力 好吧 萧林同意了 反正只是训练用剑 也不用担心误伤什么的 不过还是半开玩笑地提醒道 你可得小心了 我的爆发 连我自己都害怕 奇迹状态立刻开启 同时 幻影布也不再丝毫留守地使用出来 成名紧了紧握住剑柄的双手 紧张并且渴望地等待着 他知道 自己的速度是劣势 所以主动采取了防御姿态 等待萧林主动进攻 一分钟过去了 萧林却诡异地停在原地 低垂着脑袋 没有丝毫动作 成名叫了他几声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而且 他注意到萧林握剑的手 竟然在微微颤抖着 成名立刻知道不对 连忙跑过去 伸手扶住萧林的肩膀 可刚刚碰上去 他立刻本能地缩了回来 惊呼一声 好烫啊 就算隔着衣服 也能清晰感觉到 萧林身体正散发着 难以想象的灼热 成名的接触 让萧林有所动作 他非常艰难而吃力地抬起头 他的双眼布满血丝 眼神浑浊 就像在忍受着某种痛苦一般 声音暗雅而焦急 走 走啊 萧林 你受伤了吗 怎么会呢 对了 快使用自动治疗系统 成名大惊失色下 也显得手足无措起来 萧林猛地推开了成名 深吸一口气 如同霹雳一般的咆哮声 在整个训练馆内传荡开来 快走啊 你们所有人 全都快给我滚 这一声怒吼 似乎将萧林最后的力气 也彻底耗尽 随后 他的脑袋再次无力地搭了下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 将其他人的目光也吸引过来 立刻有人恼羞成怒 而且还是萧林的熟人 王大林 自从萧林成为班长后 他就彻底掩其息骨 这种时候 除非是白痴 才会再和萧林对着干 但并不代表 王大林心中的怨气 就此平息 大概觉得 萧林的话在针对自己 颇为不爽地朝这边走过来 不悦道 萧林 你那是什么话 就算你现在已经是正式的班长 也没有资格瞧不起我们吧 他觉得萧林这话 肯定会引起公愤 可话音刚落下 成名猛地急速后退术步 边退边吼道 别接近他 可惜已经晚了 突然抱起的萧林 抬起了训练用剑 两人距离还有五六米的样子 成名的善意警告 并没有让王大林有所警觉 反而哈哈笑道 我靠你是傻了吧 你抬剑做什么你 你 砰 王大林的话根本没有说完 就感觉到自己整个人腾空而起 滚滚而来的灼热气浪 将他全身上下的衣服 彻底烧成了布条 又重重摔了下来 立刻有人就奔了过去 火焰剑气 有人立刻叫出声来 王大林该庆幸萧林所持的是 毫无杀伤力的训练用剑 否则这剑就足以将他硬生生地 劈成两半 但就算如此 滚烫的火焰所造成的大面积烧伤 也足以让王大林大呼小叫起来 训练馆内顿时混乱起来 不明所以的学员们纷纷冲出馆外 也有少数人还待在里面想看个究竟 几个班长已经聚在一起 距离月考过去 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还不至于如此健忘 当时和兽人指挥官激战到最后 萧林突然抱走敌我不分的攻击场面 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几个人面面相去起来 有人试探问道 怎么办 萧林在突然朝王大林砍出一道火焰剑气之后 就失去了所有动作 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 埋着脑袋 训练用剑握在手中半锤着 但这会儿可没有人敢接近他了 我们得帮他 至少得制服他 让他安静下来 成名理所当然说道 怎么办 萧林的实力大家都是知道的 除了成名外 其他人谁敢说能应付得来 我们一起上的话 不至于输吧 说话者 与其是在帮萧林 倒不如说 仅仅有些不愤 他们这几个班长加起来 难道还制服不了萧林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我说你们何必呢 在这里受伤的话 还要消耗兑换点治疗呢 别忘了 我们这是在学校啊 又不是月考 几个人愣了一下 然后恍然大悟般地 异口同声道 没错 找老师去 大家在曙光学院生活 也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却始终很难将自己 彻底带入到老师和学生的身份中去 毕竟说是大学 但这儿的成年人 很多都是快三十岁 以至于差点忘了 在学校里 就算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完全可以推给学生会 或者老师 成名对此也表示了赞同 萧林此刻的情况非常古怪 肯定不是他们新生能够解决的 班长们立刻拨通了 大二年级长陈宇的电话 陈宇这会儿 还在为赌约的事情发愁 他是打算借此小赚一笔的人 也是为数不多看好萧林的人 心不在焉地听完 班长们的表述之后 他蹚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二话不说 便带着几个人飞奔赶来 同时心中祈祷 萧林可千万别出事 他的赌注可已经下去了 还是专门托人去的新世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训练馆门口后 陈宇立声询问 至少在这几个班长面前 他还是能够威严得起来的 但几个人都唯唯诺诺地 说不出所以然来 说是暴走吧 他们根本无法解释原因 因为刚才在魔导手机中 说得不清不楚 陈宇先是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训练馆 萧林就这么静静站着 看起来没事的样子 他先是松了口气 可刚要迈腿进去 几个班长忙不迭地将他拦住 成明被其他班长推出来 作为代表和陈宇具体解释 成明摸了摸脑袋 他其实也是满头雾水 只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 萧林现在这个状态很奇怪 反正不能靠近他 只要靠近他 就会抱起攻击 不分敌我 感觉他应该是失去自我意识了 暴走 你确定 陈宇觉得匪夷所思 如果不是说话的是成明 他差点就觉得 他们是在故意糊弄自己 其实也有点不对 我们在月考中见过一次 可那时候 萧林抱走状态下 虽然也是无意识 却会主动发起攻击 不像现在就这么静止不动 我进去看看 陈宇做出决定 顿了顿又补充道 就算他攻击我也无妨 难道你们觉得 我会打不过他吗 他的语气相当自信 其他班长愣了一下 也反映过来 陈宇可是大二年级长 那意味着 陈宇的实力 是整个大二里数一数二的 不管萧林再怎么强 也绝不可能是陈宇的对手 几个班长先留下 其他人先散了吧 陈宇发现 围观的人有些多 便挥手让他们离开 年级长的权力还是挺大的 在他的强制命令 和几个班长配合驱散下 人群总算在不情不愿中散去 稍作准备之后 陈宇便这么空手 踏进了训练馆 作为年级长 他的实力已经到达了白银级别 别说是大二年级 哪怕是和大三绝大多数人相比 他也是佼佼者 好热啊 陈宇皱了皱眉头 训练馆内不知何时 弥漫着蒸腾的热气 仿佛被人架在蒸笼上 在烘烤一般 曙光学院所在的独立空间 季节几乎是恒定的 不会存在过大的温差 所以 这种可疑的热度 只可能是因为萧林 萧林 陈宇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然后萧林缓缓抬起头 浑浊而无神的眼神 就如同死亡一般 可下一秒钟 萧林突然有所动作 整个人就如同炮弹一般 毫无预兆地冲撞过来 好快啊 陈宇心中暗暗惊呼 下意识地双手交叉挡在身前 砰 沉重地撞击力道 让陈宇两个胳膊都微微发麻 这力道大得难以置信 让陈宇有些怀疑 萧林真的只是大一新生吗 可她也不愧是白银级别的年纪长 萧林这势大力尘的拳头 被完美挡住 而陈宇甚至连脚步 都没有移动过半分 尽管知道 以白银级对新生 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 是完全无法扭转的 陈宇还是忍不住 稍微傲然地说了句 你还是嫩了点 可下一秒钟 陈宇的瞳孔猛地急剧收缩起来 惊骇的眼神 落在萧林还未收回去的拳头上 在她的拳头上 通红如同烫伤一般的皮肤表面 竟不知何时 结出了一层浅黄色的鳞片 鳞片还不是很多 星星点点的 每片鳞有碗口大小 隐约中泛着闪耀的光泽 但让她惊骇的是 鳞片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慢慢生长出来 这 这到底是什么 你 你到底是谁啊 陈宇的语气 已经出现了一丝慌乱 只论实力的话 陈宇根本就不会害怕 但眼前这情景 却完全超乎她的预料 说是年级长 陈宇终究 也只不过在曙光学院生活了三年而已 超乎她常识和理解范畴的事情太多了 陈宇终究 我劝你还是快点出来吧 这个情况不是你能够应付得来的 低沉而严肃的语气 突然在门外响起 回头望去时 陈宇发现 后勤部长宋俊朗已经悄然而至 从训练馆出来之后 陈宇不知不觉地已是大汗淋漓 以她的实力 想要轻松离开还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萧林似乎对训练馆外的人 没有丝毫知觉 待陈宇退出之后 她就继续在中央处于停滞状态 陈宇的眼神显得惊疑不定 几个班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急忙追问 陈宇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时 宋部长却是已经轻声喝道 这里已经没有你们什么事了 都回去吧 陈宇 本次事件我已经通报给校长 有些事情 我希望你看到的就能忘掉 明白我的话了吧 陈宇深深吸了口气 她已经渐渐冷静下来 不觉多看了宋俊朗一眼 尽管她心中 对这个没落的天才有些不屑 可以必须佩服这家伙的后台背景 直接和校长通报 那意味着宋俊朗是直接越过了学生会 这可不是每个部长都能有的权利 同时 陈宇也明白 宋俊朗这是在变相警告自己 有些话最好不要随便说出去 否则就算是学生会 也保不住她 我明白了 陈宇也算实时务 又用莫名的眼神在萧林身上停住许久 稍微回想起刚才刹那间的震撼 她又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绝对不仅仅是对未知灵片的震惊 似乎在训练馆内弥漫着更为奇特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几乎是有种直接来源于灵魂深处的压迫感 就算陈宇的白银级实力远远超过萧林几个档次 也没办法阻挡 陈宇离开了 而且 以年纪长的身份命令下 几个班长同样回去了 成明再三表示了对萧林的担心 也得到了宋俊朗信心十足的保证 可等所有人都走掉之后 宋俊朗脸上那副风淡云青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 看着训练馆内孤零零的萧林 她的眼神中只剩下忧虑 叹息道 唉 如果知道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让她服用超级大补完了 宋部长看似是自言自语 但话音刚落下后 却得到了响应 娃娃脸的会长不知何时已经偏然而至 她的目光依然很温和 语气却非常严厉 要玩 就是你前几年反复和我提及那种要玩吗 我的老天 你居然还在继续这种研究 不管萧林会变得如何 这件事后 我一定会和校长建议 将全面定制你的实聊实验 宋俊朗本来想解释什么 但最终只是摇头道 算了 大补安的战略意义 懒得再和你重复 不过 这绝不是我的要玩的错误 恐怕问题根源还在萧林身上 会长被气笑了 难道你想说这一切还是萧林的错不成 我可提醒你 她是被校长看重的新生 你这么乱来 不管你后台有多硬 都休想过校长那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萧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8集 你不觉得训练馆内这股威压有些熟悉吗 宋部长不想和会长在这里吵架 直接将问题引导回了正题上 会长愣了一下 闭目沉吟片刻 重新睁开眼睛 半惊半疑道 龙威 宋俊朗稍稍赞赏道 不愧是会长 陈宇那家伙 估计到现在都还稀里糊涂呢 你却能够直接感觉出来 会长并不会因此高兴 提醒道 只有龙族血统才具备龙威能力 哦 放心好了 萧林是纯种地球人 这点不用丝毫担心 只不过前不久 我刚给他服用过龙血 嗯 黄金龙那种 不过 西施很多倍了 会长眼神再次呆滞 反应过来时 语气已经不是严厉了 简直称得上是雷霆大怒 宋俊朗 你疯了吗 别说是新生 就算到达黄金级别的人 轻易服用龙血的下场和后果 你难道不知道吗 看来学生会 还是对你太纵容了 宋俊朗置若网文般 继续呢喃道 萧林是不同的呀 从最初的实验中 我就看得出来 你记不记得 几年前我最初进行食疗实验室 那个倒霉的学生躺了多久吗 一个月 所以从那次开始 学生会便全面禁止 你再次进行任何实验 尽管你的后台 让你得以继续研究下去 是啊 整整一个月 可你知道吗 萧林第一次吃完我的铁关机 只用了不到两天时间 就完全克制了副作用 而且吸收效果 简直惊人 后来陆续多次实验 都是如此 我就明白了 萧林是与众不同的呀 宋部长唏嘘感慨般轻笑道 虽然我和招生部长那家伙 不怎么对付 可必须要承认 这次他是做了一件 很有用的事 我知道 以萧林的初始属性 是不可能过得了招生标准的 能够破格录取他进来 确实需要点魄力啊 是不是他招生的都还难说呢 嗯 这话怎么说 会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 而事实上 这次招生 很多奇怪的地方 连他都还没搞明白 就彻底被校长给锁上了档案 他指了指依然毫无动静的萧林 面无表情的 还是谈谈如何处理吧 你既然悄悄把我叫来 想必是有办法了吧 宋俊朗点点头道 萧林这个状态 与其说是暴走 倒不如说是 只是初次融合的不适应而已 我本以为 之前给他喝掉的龙血 已经彻底被消化了 但我没想到 这家伙的基因 居然变态到这个地步 他根本就没有消化 而是彻底融合 大概怕会长听不懂 宋俊朗用简洁的语言 又解释了一下 消化和融合的区别 所谓消化 就如同吃饭一般 吸收营养 排出副作用 而融合 虽然同样可以理解为吸收 但这可不只是 胃部和食道方面的吸收消化 而是基因 与血脉层次的直接融合 听起来是很厉害 但融合过程 却是存在个很严重的问题 龙血的副作用 在于那潜藏的高等生物的狂暴性 很容易让人迷失本性 陷入暴走状态 本来消化过程中 副作用会如同排泄物一般 渐渐排出 不需要担心后顾之忧 但如果是融合的话 副作用也同样会被吸纳 并且永久储存起来 那简直就如同在体内埋藏了一颗 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宋部长的本意 是想利用龙血排出的副作用 来以毒攻毒 克制大捕癌的副作用 达到1-1等于0的效果 可现在 结果反倒成了1加1等于2 对萧林来说 体内的龙血副作用 本来在月考中爆发过后 就进入潜伏状态 而大捕癌的药效 就如同催化剂 不仅激活了龙血效果 而且还让药效倍增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但现在我要问的是 究竟如何摆平萧林体内的副作用 你应该知道我对药剂方面 并不是很在行吧 其实办法很简单 只需要压制住龙血本能的狂暴 让萧林的意识 重新主导身体就行了 虽然用了很长的话来解释 但说到解决办法时 宋部长又是如此轻描淡写 会长很不信任地皱了皱眉头 只是如此的话 陈宇也能做到 就算萧林这个状态下 各方面能力都得到极大提升 但依然不会是白银级别陈宇的对手 你又何必专程叫上我 龙威的压制效果 可不会因为实力差而有所减弱 你给他服用的龙血并不纯粹 这种程度的龙威 对白银级层次的影响 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宋俊朗无奈 这个娃娃脸会长 看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好糊弄的 他摊摊手 无奈道 好吧 我承认 我有些自信 如果是陈宇出手 同样可以压制 可势必会伤到萧林 这是我的失误造成的 我不想牵连到萧林 会长叹气着摇头道 还是不肯说实话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萧林在新世界下注的事情 其实你是怕影响到 她的属性成长 哦不对 是怕影响到你的赚钱计划吧 算了 萧林也算是校长看重的学生 我就出手帮忙一下吧 宋俊朗感激地笑了笑 那就拜托你了 能够在不伤害萧林的前提下 压制住龙血副作用 目前学院内 也就只有你能做到了 不过说起来 好多年都没有见过 你使用天赋了吧 当年的S级天赋啊 留在这里当个学生会长 着实可惜了 会长稍微顿了一下 回头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彼此彼此 哦对了 帮我在门口守着 我的天赋 您应该知道 启动起来挺麻烦的 可别让其他人进入我的领域 影响到我 放心吧 我会有多远离多远的 话音还没落下时 宋俊朗早就远远跑开 会长眼角抽了下 无奈叹了口气 当他踏入到训练馆那时 眉头稍微扬了一下 喃喃自语道 好浓郁的龙之气息 这还只是服用 稀释后的龙血效果吗 那如果是真正的纯血呢 难怪宋部长和校长 会如此看重你啊 那就让我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吧 会长将随身的校服 忽然抛开 露出穿在里面的 紫蓝色法师袍 法师袍上坠着 上百个五芒星阵 相互交错重叠 就如同星河中的繁星一般 他随手虚空一抓 取出了自己的武器 他的武器也很古怪 只是一串 用各色珍珠玛瑙 串起来的挂饰 身为学生会长 在这曙光学院内 除了校长外 他就是权力最大的人 毛鱼诸多日常事物的他 平时几乎不可能 有机会战斗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 能够被校长委 认为会长的人 实力肯定非常厉害 可究竟如何厉害 却是从来无人知晓 宋俊朗足足跑开 有好几里才停下来 并且还在整个训练区的入口处 将所有还在徘徊 或者准备出入的人 通通都给赶走 后勤部长的身份 或许在学生会内不怎么值钱 但对普通学员来说 哪怕是大四的毕业生 部长的权威 也不是他们能够随意挑衅的 所以当宋俊朗声色俱力地 将他们禁止入内室 尽管大家都满腹狐疑 甚至抱怨连连 也只能暂时先离开 几分钟后 庞大的能量 在训练馆上空开始凝聚 甚至连天空都变得异常昏暗 曙光学院所在的空间 是恒定空间 这里不仅没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更不可能有任何天灾出现 所以这种异常立刻吸引了所有人 带着精益纷纷闻风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这次赶过来的人 可就不只是普通学员那么简单 包括大三大四的年级长 其他几个部长 甚至是几个教授级别的人 都出现在了训练区门口 然而他们依然被拦住了 这次宋俊朗当然不会再拿 后勤部长的名号 这身份也压不住眼前这些人 不过没关系 对宋俊朗来说 他还有更狠的绝招 不好意思 训练馆暂时封闭 各位请回吧 放心了 里面稍微有些状况 但很快就没事了 我保证 什么 你们还是要坚持进去看看 哼 除非踩着我的尸体进去 我靠 那个谁 你还真正被出手啊 没错 我确实还有足够的寿命值 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大家都知道的 我上面有人 吵杂的人群 在这一瞬间 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聚集在训练馆内的那股能量 绝非寻常 但宋俊朗的后台 也是他们最大的顾忌 曙光学院发展至今 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真要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就算是他们也吃不消的 于是 所有人就只能站在这里 和宋俊朗干瞪眼 等待着结果 僵持半个小时之后 天空骤然再次放晴 凝聚而起的力量 顷刻间烟消云散 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正待大家更加茫然不解时 会长步履蹒跚地走过来 他的眉宇间布满了疲惫 那张娃娃脸 仿佛也因此衰老了许多 会长 会长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到会长后 大家心中烧定 校长不在期间 这个人便是全校的主心骨 而会长也确实表现出了 足够的可靠 他勉强提起精神 朝众人摆摆手 含笑道 没事了 都散了吧 轻飘飘的话中 蕴含的是 不容置疑的命类口气 虽然每个人心中好奇得要死 终究没有人再敢多废话 走在最后面的会长 路过宋俊朗身边时 用只有两个人 才能听见的声音淡淡道 事情比你我想象的更加棘手 具体我不想多说 总之 你欠我个人情 宋俊朗张了张嘴 想说点感谢的话 但最终 只是重重拍了拍 会长的肩膀 不过 转身的瞬间 忽然想起什么 他连忙补充道 这次是谢谢你了 不过说欠人情的话 不应该是那小子欠你人情才对吗 会长身体顿时晃了晃 无力吐槽的他 已经懒得再去理会宋部长 头也不回的 快不离开了 萧林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宋部长的房间里 使劲摇了摇有些隐隐作痛的脑袋 努力回想着支离破碎的记忆 宋俊朗已经端着水杯过来 一边递到他手中 一边略带愧疚叹道 这次是我的失误 给你造成这么大麻烦 实在抱歉了 你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我记得当时 我和成明正在切磋练习 然后我就觉得 心里面突然涌出一股杀意 呃 姑且这么形容吧 反正就突然想把视线内 所有看到的人都给毁灭 当时我也很害怕 就赶紧让其他人离开 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萧林皱着眉头问道 是不是龙血的副作用又发作了 是的 在诺马世界中 最初的龙族是狂暴和充满杀性的 尽管后来他们具备了足够的智慧 但基因的本性却不会因此改变 很遗憾 目前的你还无法完全克制这种副作用 但宋部长 你不是说过龙血副作用在月考试发作过后 就不会再有事了吗 哦 我骗你的呢 呃 开个玩笑 宋俊朗稍微斟酌了一下 比较严肃地将先前和会长说过的那套理论 再复述了一次 包括最后会长的出手相助 最后安慰道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萧林都懒得翻白眼了 无力道 也就是说 我体内现在等于存在一颗定时炸弹 你让我怎么能够不担心 往好的方面想 尽管这次出了点意外 不过还是让我很惊讶呀 你说你在被龙血副作用压制前 已经有所感觉了 是吗 没错 这有什么不对吗 萧林奇怪道 可我记得你说过 上次在月考时是毫无征兆 你自己毫无知觉 萧林想了想 点头道 也许是因为上次我是在受重伤的情况下吧 不 这意味着 你的身体正在彻底融合龙血 真是惊人啊 萧林一副没有听懂的样子 你先别感慨 先告诉我 这个副作用能不能消除 当然能 如果是你的话 绝对可以做到 办法呢 服用更多的龙血 为什么我觉得 你又在坑我 宋俊朗对萧林的质疑暂时不理 继续埋头嘀咕道 不过龙血这玩意儿 可不是烂大街的货 有价无市啊 我会帮你想办法收集 但以后 你自己也要随时注意才行 好了 先不说这个 赶快看看吧 看看你现在的属性值 究竟是多少 诶 属性值 你不会忘了 我给你服用大补安的目的吧 这可是关系到我的赚钱 啊呸 关系到我们的赚钱计划 尽管还有诸多疑惑 不过萧林还是在 宋部长推过来的电脑上 打开了个人档案 然后 她的瞳孔顿时就收缩起来 姓名 萧林 学号 201235 属性 力量24 敏捷26 智力25 体质26 效果如何 宋俊朗显得更加着急 萧林答道 平均每项属性值都增加了10点 总属性值已经是101点 居然增加了40点总属性值 大补安的效果 比我想象中要更好啊 宋俊朗不忘在笔记本上 记录着数据 呃 这就算是黑铁级别了吧 嗯 没错 总属性值是对身体综合素质的 直接体现 当达到某个标准时 就会产生致变的效果 不过 你先别急着去学生会登记 咱们总得先把下注的事搞定吧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很多了 不管是论坛上 还是新世界的赌场 这个赌注都是不存在截止期间的 在第一个黑铁级诞生 并且到学生会注册证明之前 任何人都可以下注 以宋俊朗的部长身份 出入新世界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 他让萧林记得用兑换点在论坛下注 然后 他带着萧林的新世界币去曙光城 临走前 宋部长不忘反复叮嘱萧林 在此期间 千万不要透露半点风声 最好都别再去训练馆 和任何人切磋练习 这也能看出来吗 当然能 稍微有经验的人 只要从你一次的挥剑 就能判断出你是否达到黑铁级别 等你真正体会到这个级别 所代表的意义后 你就会明白我的话了 其实萧林本来也不打算再继续任何的练习 从宋俊朗那儿得知 他仅仅是昏迷半日有余 但醒来后 他却有些奇怪的发现 自己居然异常疲惫 仿佛刚刚经历过惨烈的战斗一般 而且 这种疲倦是从精神到身体全方面的 所以萧林决定暂且回宿舍休息 顺便看看那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亡灵冥想书 反正已经突破了黑铁级别 尽管过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 这个结果而言 他是满意的 走出后勤部时 萧林微微顿了下 诧异地扬了下眉头 微微闭目凝神 似乎在感受大自然一般 许久后 他睁开眼睛 感叹道 这种感觉可真是神奇 难怪宋部长会说黑铁级是质变 就是指这个吗 在他眼中的世界 已经变得和先前完全不同 湛蓝如洗的天空 清新的空气 点缀着春意的植物 然而在此之外 他已经可以感受到 在四周弥散着那种 说不清道不明 却能够清晰存在的 游离能量层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湘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 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湘林在这里 开始了一段 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蝶 第139集 在冥想课上 授课老师说过 诺马世界的万物 都充斥着四大基本元素 这些是构成 诺马世界的根本存在 在此之前 想要感知这些元素 就必须通过 更深入的冥想 但现在 就算是平时的状态 它也能若隐若现的 感觉出来 如果继续冥想的话 那意味着 它能够感知到 更多 更磅礴的元素 对于精神力的提升作用 无疑会是很大的跨越 不仅如此 闭目的同时 它还能清楚地感觉到 体内有如丝一般的气息 在五脏六腑中游走 这种气 它同样不陌生 不管是选修刀术 剑术 或者其他轻重兵器的人 很快都会进入到 这方面的学习 对近战者而言 灵活掌握这种气 才能够将实力 最大展现出来 这种感觉无疑很棒 甚至让萧林 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它记得 宋俊朗说过 地球人的基础 要比诺马人差 恐怕就是指 黑铁级别这道门槛 门槛的前后差距 确实相当大呀 悄然回到宿舍中的萧林 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又一次在学校内 掀起了轩然大波 训练馆中发生的事情 终究是瞒不住的 尤其是当从训练馆 回去的那些新生们 很快就把消息 给抖到论坛上 对萧林关注的人 越来越多 可惜真正了解 事情真相的 宋俊朗和会长 对此都保持了沉默 另外一个 多少也有些了解的 大二年级长 则选择了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 就这样 在多方面的刻意掩盖下 这看起来影响很大的风波 反而消散得更加快了 除了偶尔会有人 私下议论外 大多数人 只能在茫然和不解中 渐渐淡忘 因为宋俊朗提及过 会长出手帮忙 尽管没有细说 萧林觉得 自己还是有必要感谢一番 不过回来之后 他倒是首先接到了 会长的通讯请求 大概是从宋俊朗那得知 他已经醒来的消息 虚拟屏幕中 那张娃娃脸 还是挂着温和的笑容 可笑容下的疲倦 同样难以掩饰 他的声音有些暗哑 身体还好吗 萧林点点头 已经没有大碍了 就是有点累 好奇怪 这种疲倦 有点莫名其妙 会长脸上微微古怪 摆摆手安慰道 这几天就别去上课了 多休息一下吧 尤其是你的精神 现在非常匮乏 我的天赋可不是 啊 算了 不说这个 总之 反正你也有自由听课证吧 我也会和几位授课老师 打个招呼 萧林再次道谢 其实他想问的根本不是这些 他很想知道 这位会长究竟是如何压制住 他体内龙血的狂暴 一来也是给今后自己多点经验 毕竟宋俊朗可是说过 自己体内的定时炸弹 指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爆发 二来 他也确实对会长的实力相当好奇 但会长只是微笑含糊了几句 见他不想多说 萧林也就不好多问 但会长却是有更多的问题 如同拉家长一般 叙叙叨叨地闲聊起来 比如说 萧林在地球的家庭情况 父母的工作 年龄 甚至连他的幼儿园 小学到中学 大学在哪上的 都是详细进行了打听 抱歉 我只是随意了解点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不说 别勉强自己 会长也知道 这种打听隐私的事情 并不怎么好 而且诸多资料 其实是可以通过 地球分布的人了解 但他更想直接 从萧林嘴中听到答案 萧林确实觉得很奇怪 今天的会长似乎有点不同 不过对他来说 这些也并不算什么秘密 他生长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 他一边回忆 一边随口说着 会长听得也很仔细 并且会时不时地 也主动介绍自己在地球的情况 不仅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也让萧林心底那点不适 也消除了 但萧林并没有察觉的是 当通讯挂断之后 单独在办公室内的会长 迅速将记录下来的资料 输入到了中央电脑上 快速查询过后 他脸上的不解之色 显得更深了 确实是普通家庭 父母也没有任何曾经在校的记录 但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灵魂强度 可绝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呀 之后的时间 萧林陆续收到了其他不少人的问候 让他吃惊的是 现在的他在大一年级 居然还算颇有人缘 不过 最让他开心的 无疑是接到了顾小月的关心 尽管这个女人仅仅是打了一个电话 并且在确认萧林活蹦乱跳后 就毫不犹豫地重新挂断 论坛上关于几个新生班长的实力讨论 还在延续 此时 距离赌注开始 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他相信 除了自己 不可能有其他班长达到这个级别 于是 毫不犹豫地将剩余全部兑换点 下了赌注 论坛上的讨论 他也无心趣看 相比之下 他对已经进阶的黑铁级别更感兴趣 训练馆暂时是去不了的 所以 他趁着休息前 他盘膝坐在床上开始冥想 如今的萧林 已经能够很快地进入到冥想状态 而这个过程 大约是五分钟左右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时间 正常人往往需要一二十分钟 而这次 却要更快 仅仅一分多钟 他便进入到漫天繁星的元素世界 在这里 他感受到了比往日更为清晰 并且数量更庞大的元素 三十分钟后 萧林意犹未尽地从冥想中退出 查看了一下个人档案 发现基础冥想 已经从LV5 直接提升到了LV6 除此之外 基础感知从LV3提升到LV4 基础火元素和水元素 和水元素氢和力也从LV1直接跳跃到了LV3 提升幅度之大 让它吃惊不已 这就是黑铁级别的威力吗 真是神奇啊 本来萧林以为所谓的黑铁级 充其量就是属性值的上升而已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这么简单 100点总属性和99点相比 虽然只差了一点 可在实力上便是天壤之别的差距 这几个月来 授课老师们时常会给新生灌输个概念 在诺马世界中 等级差几乎是难以逾越的 黑铁级和普通级 青铜级和黑铁级别 一个级别的差距 便意味着巨大的鸿沟 你可以和同级别的任何人尝试去抗衡 但永远别轻易地越级挑战 这是所有人给新生们最善意的忠告 萧林总算明白这句话的道理 可忽然想起来 采取者学院那位莉莉斯 似乎以青铜级实力对抗过白银级别 而且还是一对多 最后依然是完胜 这样想来 萧林对莉莉斯的实力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可惜的是 萧林咨询过宋俊朗 那种大补完的效果和其他实疗是一样的 当进入到黑铁级别之后 就不会再有任何效果 事实上 宋俊朗这么多年的研究目的是很简单的 他希望让诸多新生 能够更快地进入到黑铁级别 从而更早地进入新世界 对于人数始终稀缺的殖民地而言 这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黑铁级别 这几乎是所有殖民者最基础的冲行证 达到这个级别之后 他们在诺马世界才算拥有和其他人平起平坐的资格 萧林默默地思考着之后的出路 校长突然给予他争章任命 又让他尽快达到黑铁级别 诸多行为都让他觉得 校长似乎更希望他尽快去新世界 而不是等毕业之后才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校》 宋俊朗要从新世界下注回来 还有些时日 这段时间 萧林打算将精力先放在《亡灵迷想树》上 从图书馆借阅这本书 本来是想尽快突破黑铁级别 虽然现在目的提前达到了 但并不影响他的计划 尤其是 这几天萧林粗略地浏览了一下这本书 其中对迷想诸多的新奇解释 都是在课堂上从未曾出现过的 对于还处于好奇心旺盛时期的萧林来说 可算是对了胃口 说起来 这些天萧林其实也挺惨的 自从那天在训练馆昏迷苏醒之后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都是相当疲惫 不过 他当时也没有在意 可休息半天后 萧林就意识到没有那么简单 身体倒是好了许多 可精神上的疲倦却没有多少恢复的迹象 这可就有点不同寻常了 往日 不管多疲惫 休息一段时间后总是能够快速恢复的 还是学生会长主动给他通讯 用很严肃的口吻 又一次强调他必须多休息几日 这个娃娃脸会长虽然从未和萧林说明原因 感觉似乎和当天会长对他所使用的天赋有关 但萧林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善意 所以 这些天他除了一日三餐之外 其他时间基本都只能留在房间内 除了浏览论坛外 研究亡灵冥想术成为他唯一打发时间的办法 当然 萧林也注意提前询问会长 冥想是否会加剧这种疲倦 出乎预料的是 得到了否定答案 会长甚至鼓励他 可以多进行冥想来恢复精神 第一次进行亡灵冥想术时 并不是很顺利 进入冥想的过程 倒是和普通冥想没有区别 闭目凝神 脑海中病除杂念 对现在黑铁级别的萧林来说 这个过程已经是相当轻松的事情 但从这里开始 才是亡灵冥想术和普通冥想术的区别所在 他首先必须完全切断和外界基础元素的沟通 在图书中 对此的描述看起来倒是很简单 寥寥几笔便带过去 可真正实践起来 就会发现 这是亡灵冥想术的第一个难点所在 对渐渐习惯普通冥想的人来说 感受基础元素就如同日常呼吸氧气一般自然 可有一天 突然让你不要呼吸氧气 而改成呼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当然 前提是在某种环境下 二氧化碳也能够让人存活 但依然不会有人习惯的 冥想术同样如此 每次进入冥想的刹那间 萧林总是顺其自然地 进入到那片充斥着无数繁星的浩瀚银河中 这是他脑海中所虚拟出来的冥想世界 繁星便代表着空气中无数的基础元素 自从进入到黑铁级别之后 这里的星辰变得更多 每颗星辰也变得更明亮 这意味着 萧林和自然元素沟通能力得到了加强 可现在看来 进入黑铁级别 反而成为了学习王林冥想术的弊端所在 就因为对基础元素更容易感知 更会去依赖 也就更难切断其中的联系 其实萧林并不知道的是 王林法术之所以没办法成为 大多数殖民学院的主流课程 并非是他们这些地球人 会对王林法术有所偏见 而是从客观上来说 对已经进修普通元素法术的法师们来说 想要再去学习王林冥想术 就会变得很有难度 元素法师的级别越高 则学习王林法术的难度就越大 萧林也渐渐感觉到了这种苦恼 就像是习惯用右手的人 突然要去用左手 这种习惯太难去改变了 进入冥想的过程 大约有几分钟的时间 因此也就意味着 萧林只有几分钟时间 去努力暂时切断和元素的沟通能力 只有进入到没有元素的冥想世界 才能够开始进行对死亡栖息的感应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初学者才会显得更简单 只不过 亡林法术中间有诸多限制 也并非主流 相比之下 大多数学院更愿意培养元素法师 在努力摸索而浪费至少数个小时光阴之后 萧林终于放弃了这种死板的办法 从书上来说 就算初学者 掌握这个技巧 大约也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对于已经学会与元素沟通的其他法师 这个时间还要不断加倍 萧林是不可能在这上面耗费更多时间的 他决定换个方式来进行 既然无法直接进入到无元素的冥想世界 那么 索性就直接先进入元素世界 然后再慢慢排除切断元素的沟通感 来达到同样的结果 闭目沉思 数分钟后 他的精神再次进入到满时璀璨星辰的茫茫银河中 随意搜寻到近在咫尺的星辰 这颗星辰通体熊熊燃烧着赤红色的火焰 在现实世界的话 这便代表着某颗火元素 萧林现在的精神力正在逐步提升 加上黑铁级别的影响 所以现在 连星辰上每次跳跃的火苗 都能够渐渐分清楚了 不过 这不是本次冥想的重点 在彻底感知清楚后 萧林在潜意识中 开始逐步切断与这颗星辰所建立的沟通联系 刚开始的时候 同样有点难度 因为他必须保证 只是单独切断这颗星辰的联系 而不是全部冥想世界 否则 那就会直接退出冥想 想再次进入到冥想时 就又会重复开始的难题 陷入死循环中 几十次尝试之后 萧林便渐渐地学会 如何单独切断某颗星辰的沟通 联系一旦中断 这颗星辰便会瞬间 从他感知的银河世界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初次尝试成功 而且看起来还颇有点意思 不过 这点趣味性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无休止的反复次重复操作后 萧林也意识到 这种尝试的最大弊端 相对漫天的凡星来说 只是逐个进行切断联系 繁琐程度简直超乎想象 如果仅仅是繁琐的话 倒也还好 大不了耐着性子 多花点时间而已 可萧林很快就发现 哪怕是在自己所冥想出来的 这片银河世界中 凡星的数量 也并非完全受到自己的控制 他可以暂时切断某些星辰的联系 但足够长的时间过去之后 当下次冥想时 这些星辰的联系便会再次出现 而他总不能不分昼夜 不吃不喝的冥想数日吧 这种烦恼持续了两天 如果不是除了只能待在房间内 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宋俊朗那边的结果 萧林怕是真的要放弃这种亡灵冥想术了 他也算是明白 为何整个四年级在内 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 而仅仅是放在图书馆内 共有兴趣的学生去借阅 就算如此 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借阅学习 但既然是抱着打发时间的想法 萧林还是觉得再努力尝试一下 他首先在论坛上大量翻找相关课程 对于拥有自由听课证的他 是可以随意翻阅其他年级的课程表的 可惜并没有结果 然后他又跑去图书馆 不过这次不是寻找图书 而是寻找笔记 有当初那本改进型的火炎弹例子 他很清楚对诸多法术来说 学习者本身的笔记可能会更重要 但可惜的是 图书馆拥有亡灵书籍相对比较少 类似的笔记本就更加完全没有 相关的书籍也几乎都是翻译作 也许去其他学院能够找到相关的学习资料 但至少现在是没有办法的 让他更为苦恼的是 如果连入门都做不到的话 那么学霸天赋的增强效果 是不会因此起作用的 至于复制 好吧 至少他还不知道曙光学院有人会亡灵法术的 他甚至因此询问过路人甲 也就是那个为他制作圣魂剑的大三学生 依然没有结果 圣魂剑某种程度上 确实拥有一点亡灵系列武器的味道 但本质上依然是普通武器 只不过路人甲运气好 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剑式亡魂存储物而已 至于他本身 对亡灵所知甚少 绞尽脑汁尝试各种办法之后 萧林不得不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但这个时候 他却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更为剑走偏锋的想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封神秘的录取通知 让萧林被迫进入曙光学院 这是一座以殖民异界为目标的学院 肖林在这里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大学之旅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死亡高校》 作者 终结的白菜 演播 逆叠 第140集 依然是直接进入到元素的冥想世界 只是这次 萧林不会再慢慢逐个对每个元素来切断联系 而是尝试在短时间内 瞬间让全部的星辰都消失 而不至于退出冥想世界 这样只剩下空荡荡的宇宙 尝试的办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在开启奇迹状态下进行冥想 肖林其实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奇迹状态维持时间有限 而冥想的时间相对是比较漫长的 但他决定至少要尝试下 奇迹状态下 他将全部属性都转化为智力属性质 这样精神力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对元素的控制也会随之增强 尽管他并不确定 这种增强的控制力 能不能做到一口气切断全部星辰的联系 银河世界中 肖林的感知果然再次变得更加清晰 星辰表面那翻滚的火焰中 他甚至能够隐约分辨出 其中火焰温度的不同 只不过还不是很清楚 奇迹状态下的冥想 除了提升感知力外 控制力的增强也表现得很明显 他能够随手控制十多颗星辰的移动轨迹 虽然因为不习惯还稍显费力 不过确实已经勉强可以将他们 与这个冥想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 有进步 肖林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 退出冥想后 他感到鸡肠碌碌 便直接去了顶楼的自主餐厅 虽然距离中午放学 还有段时间 但意外的是 在这里还是碰到了几个熟人 成民看到肖林 也相当惊喜 招招手就直接过来 其他几个班长 估计并没有这个意思 但稍微思寸片刻 还是主动过来 几个人就直接拼凑了一桌 第三次月考结束后 大家都已经是正式班长 但这个小团体也并没有因此松散 反而变得更加紧密 月考时的指挥问题还是很明显的 之后的考核评定之后 很多人的指挥评级其实都不高 这让大家觉得 平时都聚聚 打好关系总是没错的 如果再有下次联合作战 至少不会出现指挥的混乱 随着大家熟络起来 聊天的话题也渐渐开放起来 不再仅限于每天的学习课程 比如说 今天的四川菜味道根本不正宗云云 其实肖林是知道原因的 虽然宋俊朗的食疗试验被禁止 但作为后勤部的本职 其实就是为食堂提供食物源 以纳斯的性格 什么时候加点特殊的肉质 就足以让菜味道变得很奇怪 不过这个原因还是别和其他人解释了 反正身经百战 哦不对 应该是身经百毒的萧林 对此反倒有了足够的免疫力 他可是习以为常了 听说前两天 有人在萧林身上下了重猪啊 说话的是八班的班长盛国 估计是看萧林刚巧也在 故意挑起了这个话题 我也看到了 似乎是有人下了好几千兑换点呢 几个人看看正在吃得津津有味的萧林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当日在训练馆的古怪 他们好几人算是见证者 虽然事后 他们都被告知 那是因为萧林身体突然出现不适而造成的 所以这些天 萧林也确实只能在宿舍中每日休息 可他们毕竟都不傻 其中的古怪 仔细想想也会觉得不解 论坛上那个赌约 赌金可以说与日俱增 到现在已经累积到相当可观的数字 但真正排名靠后的那几个人 下注的人是很少的 就算有人想博把大的 往往也会选择中游 更有希望的那几位班长 几千点说多也不多 可如果堵在萧林身上 难免会让人奇怪 盛国看似和成名类似的憨厚 但在第三次月考中 大家倒是多少了解了 这是个挺精明的人 盛国首先提出质疑 虽然他也不期待得到什么回复 而萧林茫然和惊讶的表情 也显得天衣无缝 但直到吃完饭之后 他却半开玩笑地说了句 也许萧林才是隐藏的大boss呢 我回去可得好好想想 如何下注了 盛国的实力 在班长当中 属于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的中游 因此精明的他 从开始就没打算去争什么 反而多方打听其他人 试图找到最能赚钱的人 选来下注 萧林玩耳道 好啊 正好我也有比对换点 回去读我自己好了 就算是给我自己的安慰吧 几个人都笑笑 对换点对他们来说都很宝贵 萧林主动这么说 反而让其他人不太相信了 回去之后 萧林确实有点忧虑 他确实是冷门 可下注的人如果变多了 赔率下降之后 他和宋郡老能赚的钱 可能会变少啊 希望宋部长赶快回来吧 萧林叹了口气 因为考虑到新世界那边的赌场 在宋郡老没回来之前 他只能暂时隐瞒实力 不去学生会进行实力认证 宋郡老的事情 姑且放到一边 午饭后 萧林又重新投入到 亡林冥想术的尝试中 思路依然是利用在奇迹状态下 进行普通冥想 然后反向消除那片 银河世界中的星辰 虽然效率稍微提升了一点 但过程依然很繁琐 只不过对萧林现在而言 这也只能算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又一次进入到冥想世界 那片星空一如既往的浩瀚广袤 各色的繁星眨着眼睛 在他的精神周围环绕旋转 因为奇迹状态维持不了太久时间 他也不耽误 加快速度开始对各片区域的星辰 进行切断联系作业 冥想世界中是很难感受到 现实的时间流逝速度 萧林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也许是几十秒 又或许是几分钟 他忽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在自己的冥想银河中 出现了一片完全空白的星空 这是很奇怪的 说是银河 但这里终究不过是通过自己的意识 与元素沟通之后所产生的幻想产物 因为元素的分布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 完全没有元素的真空地带 而且 往常的冥想过程中 也根本没有发现过这个特殊点 支配这里的 与其说是萧林 更准确地说 应该是萧林的潜意识 因此 他几乎没有多想 就开始朝那片真空地带探究过去 这里果然是彻彻底底的空旷 基础元素在这里 不见任何踪迹 距离最近的星辰 也止步边缘地带 仿佛再往前 便是无法跨越的禁区 因为是在奇迹状态下 萧林的感知 前所未有的提升 他将精神力 继续朝这片真空地带 最中心的区域 那片黑暗的 没有一丝光芒的地方 延伸过去 好痛 就在刹那间 萧林的潜意识将痛苦的感觉 传达到全身 就算是冥想中的萧林 也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 这片真空区域 竟然连萧林自己都无法逾越 他的精神刚刚接触的瞬间 整个黑暗变得混沌起来 漆黑的物质 翻江倒海般地旋转起来 萧林的精神力置身其中 就如同大海中的偏舟 随时都可能轻浮 开什么玩笑 这里可是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就如同是睡梦中 自己便是彻底的主人 想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 这也是冥想课程上 授课老师传达给他们的基础知识 但眼前的情景显然不像是如此 并且这片翻滚中的黑暗 甚至让他的精神世界 都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四周因为冥想而聚集过来的星辰元素 似乎害怕一般 正在快速朝更远处逃离而去 精神世界的不稳定 就意味着难以维持冥想 但就在即将退出冥想时 萧林的潜意识 又注意到更为诡异的现象 波涛汹涌的黑暗开始迅速收缩 最后凝聚而成的是个漆黑 而又巨大的棉絮状洞口 就如同宇宙中的黑洞一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死亡高效》 不过这个黑洞中 并非彻底的空旷无物 隐约中能够听到 类似龙鸣般的咆哮声 而且这个黑洞也同样展现出了 黑洞所具有的本质特征 吸引力 完全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开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散开来 那些本来已经快要逃逸出 冥想范围的元素星辰 在这股吸收力的作用下 根本没有半点抵挡的余地 纷纷被束缚在原地 动弹不得 然后开始朝着黑洞的中心拉扯过来 速度越来越快 本来已经濒临崩溃的冥想世界 反倒因此重新归于平静和稳定 但作为冥想世界主人的肖林 似乎却成了旁观者 他只能用精神力感受着元素 被纷纷拉入黑洞中 被吞没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所有繁星 都从感知范围内烟消云散 黑洞也开始逐渐模糊起来 直至也随之消失不见 只不过 这片黑洞倒不是真正消失 因为肖林的奇迹状态 已经到达极限而解除 转换的属性恢复正常 他的精神力和感知力也随之下降 整个冥想世界 陷入到真正身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当然 在精神世界中 这并非真正的黑暗 而是意味着 在肖林附近的范围内 已经感知不到丝毫的元素 这是属于元素的真空 原因无法得知 但肖林莫名地怦然心动 这不就是他努力数天来 所追求的效果吗 隔绝全部元素联系的冥想世界 从现在开始 才算是亡灵冥想术的起步开始 在诺马世界中 人们认为空气中除了基础元素外 还应该存在自然力 以及死亡之气 这几种基本的力量 构成了世界的正常循环 每种力量都是相互平衡的 当失去元素之力时 这个天平就会暂时失去平衡 这样便更容易感知死亡之气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 如果将自然之力也剥除的话 应该是更容易感知死亡之气 但自然力作为生命力 是和死亡力量相辅相成的制约存在 就如同光和影 除非同时将两种力量同时抽离 否则便几乎不可能 按照书本上记载的方法 萧林在空旷而黑暗的冥想世界 开始了对死亡之气的感知 这个过程比想象中要更加漫长 按照书本上所说 只要能够构造出排除元素的冥想世界 接下来感知死亡气息 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并不算多大的难点 但整整三个多小时的冥想过程中 萧林竭尽在黑暗中摸索 也只能是感应到一缕 非常微弱的白色气息 就如同书名上写的那样 这股气息像是深潭中的死水 没有丝毫波动 沉寂而冰冷 这便是典型的死亡气息 只是未免太微弱了吧 重新睁开眼睛的萧林 稍显疲惫 更多的却是困惑 重新拿起冥想书仔细翻阅 却找不到多少头绪 它是严格按照书本上的办法 来进行冥想的 这方面不可能出错 带着疑惑继续尝试 只是这次 依然只能先进入到元素冥想世界 但一回生二回熟 萧林进入到奇迹状态之后 果然那片黑洞再次出现 如法炮制一般 利用这个黑洞的翻滚角洞 将整个银河中的繁星 给吸得一干二净 还是不行啊 许久之后 退出冥想的萧林叹了口气 除了那缕如丝一般的死亡气息之外 她根本没有办法感应到其他任何气息 是自己的办法错了吗 绝不可能 除非这本书错了 可那样就不会收录进图书馆中 萧林相信 这所两百多年历史沉淀的学院 是不至于犯这种错误的 是冥想世界不对吗 也不可能 否则就不会有唯一那缕死亡之气出现了 那么排除所有的可能之后 剩下来的答案 无论多么不可思议 那都是真相 在学院这个空间 根本没办法感应到死亡气息嘛 萧林皱起眉头 思索着这个可能性 这本亡灵冥想书 是根据诺马大陆当时土著的书翻译而来 所以是不可能考虑到曙光学院的可能性 萧林记得入学最初 就有人和他们新生说过 这个学院是先辈们开辟出来的独立空间 尽管很对规则 尽可能模仿了诺马世界 比如日升日落 每年的时间变化等等 但和真正的诺马世界 终究是没办法比的 而几乎所有的新生都知道的是 在学院这里的四季 就是恒定不变的 听说因为四季变化规则 涉及到诸多复杂的星象学 就算是先辈们 也没办法模拟而成 那么问题就来了 也许在这里 确实也拥有基础元素 可未必会拥有自然之力 和死亡气息 这本书上说死亡气息随处可见 甚至要比基础元素还要密集 那也只是特指诺马世界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每时每刻都在死亡 无论是任何种族或者任何智慧 生命的循环便会有死亡气息诞生 在曙光学院有死亡发生吗 当然也有 月考中的死亡 如果没有足够寿命值扣除的话 学员就是死定了 谁也救不了他 这个残酷的法则 被新生们各种吐槽 也是已经被所有人确认的 但月考所模拟出来的环境 同样属于独立空间 就性质上来说 和曙光学院的空间 有异曲同工之处 可依然不是真正的世界 这就好像是地球上的科学家 他们已经可以在实验室内 模拟出各地的气候 可出了实验室 却不可能就真的能够在世界上 随意呼风唤雨 萧林越想越觉得 是这个道理 这无疑让他很气恼 因为这可能意味着 几天来的努力 完全是浪费时间的无用功 可让他难以理解的是 既然在曙光学院 不存在死亡气息和自然之力 那么在冥想世界中 内屡若有若无 几乎微弱到 让人以为快要消失的 灰白色气息又算是什么呢 死寸片刻 萧林忽然哑然失笑 视线落在了 搁在桌上的圣魂剑 他差点忘了 这把青铜级的武器中 还储存着某个 不知名的亡灵剑客呢 圣魂召唤 萧林轻轻地挥动剑身 这个附带的技能 依然让他暗自吐槽不已 分明只是个亡灵生物 路人甲那家伙 还得冠以圣魂之名 圣魂召唤需要附带 大量生命的消失作为献祭 说白了 就是需要大量新鲜的死亡气息 来作为补品 在没有任何死亡气息的曙光学院 显然是没有办法将其召唤出来的 将圣魂剑放在旁边 萧林继续开始了亡灵冥想术 拜这个剑中的亡魂所赐 他的努力倒也不是徒劳无功 至少 个人档案中清晰显示的 亡灵冥想术LV0 是做不得假的 只是 进展缓慢地 让人很无奈 萧林在仔细研究出现在 空旷宇宙世界中 那唯一的死亡气息 那个黑洞似乎并不会将其吸收 也许是排斥 当黑洞出现的时候 这里灰色的气息 却会微微抖动着 并且试图挣脱逃跑 这是害怕的征兆 就像是元素会下意识地远离黑洞那样 但这也是萧林大为好奇的地方 因为理论上说 亡灵生物是不可能具备任何意识 这种通过死亡气息凝联而成的低等生物 是纯粹受到支配者意识所控制 除非进化到足够强度的高等亡灵 但那显然不是指现在的亡灵见识 萧林的兴趣顿时又起来了 她并没有直接用精神力去控制和支配 而是尝试着去拨弄这股灰色气息 就像是在逗着猫狗玩那样 最初这股气息几乎毫无反应 如同死雾一般 只是在漆黑的宇宙中随处飘荡 但一来二去 在刻意地引导之后 这缕气息居然渐渐有了反应 尽管只是一些最本能的反应 萧林自己相当有成就感 这种感觉很难形容 大概就相当于是养小狗小猫 教会它们走路吃饭 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